你相信 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啊 不行 你想租一个鬼吗 那找这个租法来 价格便宜种类齐全服务周到 无论您是用来下人整股送货快递 还是做网页视频特效 当电影临时演员 只要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怎么样 来一个吗 那上哪嘎嘎租车 你看 问着了不是 租鬼一定得选最好的公司 故最吓人的鬼 吓最讨厌的那个人 电梯直接入户 最少也得吓死他的四百来回 什么女鬼啊 厉鬼啊 吊死鬼啊 能租的全都给他租上 楼上边有一僵尸 楼里边有冤魂 门口占一英国鬼 戴假发 特绅士那种 业主一进门 甭管有事没事 都得跟您说 你的死期快到了 一口地道的伦敦枪 倍儿有面子 社区里盖一所灵堂 棺材用红木的 一年光香火钱就得几万明币 再建一座美国式的古堡 二十四小时发出凄惨的惨叫声 就是一个字 慎 下次个人就得万八的 周围的邻居不是多色就是失眠 您要是一正常人 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您就说吧 租这么一鬼 一年得多少钱 什么 两千美金 那是成本 四千美金起 您还背心贵 还不打折 您得研究这客户的购物心理 愿意掏两千美金吓人的主 他根本不在乎再掏两千 什么叫成功人士 您知道吗 成功人士 就是租什么鬼 都租最贵的 不租最好的 所以我们租鬼公司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最贵 你在走啥玩意 哪有鬼呀 你还别不信 我就是鬼呀 熟悉的片头 熟悉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播音员桑子 但是这一次呢 并不是由我来播讲这部作品 而是由华音的演播人文浩 相信他会带来不一样的租鬼公司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租鬼公司 原著砍空 由文浩播讲 本作品由华音传媒 独家制作出品 第一章 捉鬼大天师 无聊啊 正趴在桌脚旁睡觉的那只大黑猫 抬起头来 狠狠盯着声音的主人 喵呜喵呜地叫了两声 以表达自己好梦 被打扰得不满 这是一个不到四十平米的 小小的房间 却因为没有什么摆设 而显得有些空荡 在对门的墙壁上 挂着一幅水墨雪松图 画上字体 长白雪松 十几愁小春 暴雪斋主画 整幅画 笔墨纵横姿似 酣畅淋漓 显示出画者不凡的功底 除此之外 整个房间中唯一的摆设 并是窗下的一桌 一椅 桌 是那种学校里常见的 学生用的小方桌 铺着袖有淡淡橘纹的 雅致的布帘 放置着骨镯的笔墨纸燕 倒也有一派文人雅士的情调 打扰了黑猫好梦的罪魁祸首 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 虽然称不上是帅哥 可是眉目清秀 戴着副眼镜 显得倒是文质彬彬 但是此刻他却很不雅地 将两只光脚鸭子 搁在了那清洁雅致的方桌上 背靠以背 枕着双手 抬眼呆望着天花板 许久又是长叹一声 无聊啊 大黑猫硬喝着发出 无聊啊 关灯 房门突然被猛烈撞开 剧烈的响动 把正在一唱一和的一人一猫 吓得全都住了嘴 以上青年与地上黑猫 同时一跃而起 钻到桌子底下 动作干净利落 正应了那句 静若厨子 动如脱兔的老话 端得有高手风范 小高跟狠狠踩地的 清脆的声响 自门口响起 然后步入屋内 逐渐地接近书桌 桌下着一人一猫 四目相对 巨是紧张的心中 砰砰乱跳 木的桌布一掀 一只掀掀素手 踏了进来 准确无比地揪住了 青年的耳朵 永伯文 你给我滚出来 小心点 你轻点 轻点 眼镜青年永伯文 护着耳朵 苦苦地哀求 你说看着咱们青梅竹马 凉小无猜 心心相应的份上 进来的 是个年纪与 永伯文相仿的女子 素衣淡装 一番清水出芙蓉的 天然的美感 只是那双漂亮的 杏核眼睛里 此刻正是怒火熊熊 如果目光能够杀人的话 估计此刻他眼前的家伙 应该已经被杀死一万遍 在碎尸万段 然后煲汤煎炸 错骨扬灰了 呸 谁跟你聊小无猜啊 啊 我从来就不知道 你的脑子里 到底在转些什么 哎哟 爱丽云冲着 雍伯文听脱了一口 但看他那可怜巴巴的样子 心中却是一软 松开手 怒着说道 你自己说 这是第几份工了 大概是第九份了吧 雍伯文有点心虚 低着头 不敢去看爱丽云的眼睛 你也知道啊 爱丽云怒气不发 猛然高叫 极具穿透力的尖丽女高音 回荡在狭小的房间中 吓得那黑猫一声不吭 夹着尾巴 溜了出去 雍伯文感觉耳膜 都好像要被震裂了 但是却怕激怒他 不去捂耳朵 只得苦苦的忍耐 现在就业形势不好 你也知道 你说 我帮你找份工作容易吗 啊 你倒好 没有一份能够做的 超过半个月的 你 这爱丽云一把揪住 雍伯文的衣领 你说你 你既不呆 又不笨 名牌大学毕业 双学士学位 要是肯好好干 哪个公司不得上赶 这要你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 他扫了一眼 那摆放整齐的桌子 突然怒气上涌 甩开雍伯文 飞起一脚 将桌子踢得倒飞出去 桌上的文房四宝 进阶抛上了天空 哎 不不不要啊 雍伯文惨叫一声 动作却是毫不含糊 疏忽之间 冲到那个飞起的桌子之后 将桌子给接住 然后一手拖着桌子 纵跳腾挪 将空中的笔墨指焰 一一地接住 放回了桌面上 然后轻轻地往地上一放 这才惊魂未定地说道 小音姐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家祖辈子 传下来的东西 我就知道是你们家一辈被传下来的 才要砸了它 艾丽云一面说着 一面过去抢那个桌子 雍伯文连忙抓起桌子 闪身躲避 同时哀求 小音姐 你消消气啊 那份工作真的不适合我做 除了那鬼话服的玩意儿 什么工作你觉得适合做呀 艾丽云是越说越气 雍伯文正气凛然地说道 什么叫做鬼话服啊 那可是正宗的道家服录 我身为天使北派第二百三十六代传人 想鬼除邪是我的本分 怎么可以因为一些迎头小利而浪费时间呢 迎头小利 难道你喝西北风就能活下去吗 那好啊 以后不要向我借钱 也不要到我家里去送饭 你啊 就当你的神仙吧 听到此话雍伯文立刻气短半截 小 小云姐 你不是这么绝情吧 你当我开玩笑吗 艾丽云板着脸 你不可能总是靠我吧 我要嫁人的 什么 你要嫁人 雍伯文听到这里心中大惊 身形一致 等时被抓了个正着 原来啊 他们二人在说话的功夫 动作却是始终没停下来 这艾丽云抓不住雍伯文 可是雍伯文呢 也没办法甩掉艾丽云 两个人就在这狭小的屋内 是闪躲腾罗 纵越追逼 速度是越来越快 可是说话却绝无半点 停顿气促 尽显高手风范 这若是让实货的行家看到 不免要喝采敬佩呀 只可惜这难得的高手过招 观众却只有一只在门口探头探脑 不敢进来的黑猫 雍伯文被艾丽云抓住 却不理会 只是连声问 小云姐 你 你要嫁人了吗 我 我怎么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的事情 你 你怎么不跟我说呢 难道 难道 艾丽云轻轻地放开雍伯文 面无表情地说道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我今年都二十六了 就算是结婚嫁人 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吧 你要是能争气点 做出些事业来 我爸妈 小文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让人省心呢 雍伯文愤然说道 我 我现在怎么了 我知道 艾叔看不上我 觉得我们一家子 都是不务正业的神棍 可是这世间只要有人 就会有鬼魅 那天使道法就绝不能失传呢 你见过鬼吗 你爸爸和你爷爷 见过鬼吗 艾丽云突然打断了他的话 雍伯文愣了一下 摇头 没有 不过没见过不就得了 就算你学了一肚子捉鬼的本事 可是见不到鬼 这本事跟屠龙树有什么区别啊 可是这世上总归还是有鬼的呀 雍伯文坚定地说道 只要我有耐心 有信心 有决心 就一定能够捉到鬼的 艾丽云被他气得哭笑不得 但是也知道 他呀 这是从小被灌输的这种思想 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扭转过来的 只得变换方法 好吧 就算是你要捉鬼 那你就不能再没遇到鬼 捉鬼这份正宫 没什么业务的时候 趁着这份空隙去找份兼职吗 嗯 这个 雍伯文犹豫地看了看爱丽云突然问 小云姐 你真要嫁人了 我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啊 你是我什么人呢 我嫁人 为什么要提前通知你啊 放心 等举行婚礼的时候 我不会忘了请你吃喜酒的 不过我怀疑 你有没有前锋红包 这话我得说在前面啊 这钱可不能从我这里借了 可是 我们 雍伯文急得是面红耳赤 抓耳挠腮 却说不出半句话来 看到雍伯文急成那个样子 一肚子火气的爱丽云 把了半天的面孔 终于露出了一丝丝浅浅的笑容 他们两个人从小玩到大的 相互之间是极为的了解 一看到艾丽云露出这么一点点的笑容 啊 雍伯文历时 心里一松 哦 你开玩笑的是不是 吓死我了 谁跟你开玩笑了 艾丽云众没说到 我爸妈 已经给我下正式通牒了 让我赶快找对象结婚 我们的事情 他们两个是知道的 原本我爸妈也挺喜欢你 可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让他们怎么可能同意啊 我爸已经说了 除非你能正正经经找份工作 要不然的话 提到王大妈 前两天主动跑我家去 说他有个侄子 刚从欧洲留学回来的 想要介绍给我 那些海贵派都是玩羊牛的 有几个好人啊 雍伯文低声嘟囔着 这才感到事情的严重了 仔细地考虑片刻毅然抬头 以凯然赴死的大无畏气时说道 那好吧 小云姐 为了你 我今天下午就去找兼职 哎 这才乖嘛 艾丽云目的达到 心里得意忍不住甜甜的一笑 依着老习惯伸手去捏雍伯文的脸颊 对不起啊 请问 一个声音突然在门口响起 却说到半截 戛然而止 哎 两人下意识地扭头看去 便见一个 棉鱼花甲的老者 正满脸 恶然地站在门口 呆呆地 望着他们 此时屋子里的情形是这个样子的 孤男寡女 共处一室 男的 衣衫不整 光这个脚丫子 手里呢 还拖着张桌子 一脸的宁死不屈的坚毅的神色 女的 笑颜如花 携视着对方 同时伸出一只手来 暧昧地摸在男子 仗的 通红的脸颊上 世风日下的 悲戏感慨的神情 明白无误地出现在 老者的脸上 爱丽云脸 腾得一下一红 连忙收回手 同时 作贼心虚地说道 看你 脸上这灰 脏 脏的 我给你擦擦 这话呀 是说给那个 突然闯入者听的 但是对方显然 并没有领会到这一点 仍然就这么 目瞪口呆地 望着他们 继续保持着 痛心疾首的表情 虽然雍博文 也是大感尴尬呀 但是这个时候 作为男子汉 也不能不挺身而出 打破僵局 只得干咳一声 老先生 你有什么事吗 话说完 才觉得有点不妥 连忙把手上的桌子 先给放下来 老者回过神来 欠然地一笑 请问这个 刘大师的风水工作室 应该怎么走啊 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啊 这是一处综合的写字楼 高呢 总共是22层 期间有大大小小的公司 工作室是多达数百家 除了顶层几家 包了整个楼层的大公司之外 其他的楼层 全都被隔成了数十个 从40多平米到百平米 左右不等的小房间 走廊是纵横转折七弯八举 就有如迷宫一般 除非啊 你是在这里工作 或者是极其熟悉环境的人 外人要是到这个地方 很难不迷路 而雍博文 这个全楼最小的房间 就位于这个 十一层最靠内 最偏僻的角落里 平时是除了苍蝇蚊子 经常光顾之外 最多的访客 就是走错道的 泥路者 当然了 位置差近的唯一好处呢 就是租金便宜啊 每月只有百十多块 之所以便宜到 这种离谱的地步啊 还有一个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 据说这个房间 在施工的时候 曾经砸死过一个工人 楼内装修完毕之后 便传说这里 有鬼魂出没 还有夜间的保安 信誓旦旦地自称 看到过鬼影 听到过鬼哭 于是除了庸伯文 这个一心希望能够 撞鬼的家伙之外 也就没有什么 其他人肯租这个房间了 但是啊 让这个捡了大便宜的 庸伯文感到失望的是 他租下这里 已经一个多月了 却连个鬼毛都没看到 另外还要说明的 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房间长达 他两年的租金 也是爱丽云出的 所以在砍价的时候 他是狠狠地杀价 愣是把租金 从每月的一百五 杀到了两年 只交一千块钱 啊 您沿着这条走廊 一直往前走 到头以后 左拐再往前走 在第四个拐弯 就可以看到 刘大师风水工作室的招牌了 这要说庸伯文 这一个多月下来 指路的业务 已经是练得是极为熟悉了 基本上 整个楼层 各家各户的位置 都是记得清清楚楚 庸伯文所在的这个楼层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外号 半仙窝 99%以上 都是策字 起名 算命 看风水的神棍 神婆们所开的工作室 倒是与庸伯文这个天师 算得上是半个同行 但是同样 生意开门 便得有望 有衰 像庸伯文这样 在门上没牌子 甚至连工商执照 也没有的黑户 便是半桩生意 也没有了 而这位老者打听的 刘大师所开的风水工作室呢 则是整个楼层 生意最火的 客户 便及达官贵人 富豪明星 他所测的风水 是不是最准的 没人知道 不过他的收费最高 却是肯定无疑的 哦 那谢谢了 老者点头道谢 转身离去 爱丽云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过头来 称怪地瞪了庸伯文一眼 都怪你吧 但是庸伯文 却没理他 一个剑步冲到门口 向外张望 爱丽云大感奇怪 跟过去一眼探头 看去 却只见着 整个走廊里 除了那个老者 缓缓地向尽头走去之外 空无一人 意识不解啊 李神问 小文 你 你看什么呢 雍伯文转过头来 看着爱丽云 面色古怪 嫉妒 紧张 兴奋 种种情绪 搅在一起 眼圈里 甚至还泛着泪光盈盈 小文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爱丽云被他的表情 吓了一跳 紧张地抓住他说 小文 小文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雍伯文抬起袖子 擦了擦眼角溢出的 激动的泪水 郑重地说道 小云姐 我终于见到鬼了 啊 欢迎收听 砍空作品 租鬼公司 演播 文号 王后期 兔子 第二章 艾丽云听到这句话 不禁脸色大变 她猛地一把揪住 雍伯文的衣领 把她拉到了自己面前 近的 两个鼻子 都快要顶到一起的位置 然后恶狠狠地说道 雍伯文 你好啊你 你是不是以为 我真的嫁不出去啊 没人要啊啊 大多数的时候 女人发怒 都让男人摸不着头脑 雍伯文也不例外 她见到 艾丽云 骑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不明白 自己哪里又犯错了 连忙把刚刚看到鬼的事情 扔到脑后 陪着笑说 小云姐 你这是怎么了 我又哪错了 艾丽云咬着牙 瞪着眼前 这个不求上进的神棍 怎么就这么巧啊 刚刚才说 在没有遇到鬼之前 就去找工作 转过头来 你跟我说 你遇到鬼了 你耍我是不是啊 是不是当女人 真的都是凶大无脑啊 雍伯文这才恍然大悟 连忙辩解 嗨 小云姐 我哪敢呢 我是真的见到鬼了 虽然明知道不是时候 但是说这个话的时候 同时 她还是忍不住 把目光向下移 偷偷瞄了瞄 那紧贴在自己胸前的 高耸的山峰 暗暗猜测 对方的胸围 有没有三十四弟 鬼在哪呢 艾丽云没有注意到 对方在这个时候 居然还有如此色心 只是指着 已经快要走到 尽头的老者 低声怒着说道 难道 她是鬼吗 哎呀 她不是鬼 雍伯文哭笑不得的解释 但是她身上有鬼 哪里有啊 我怎么看不到啊 艾丽云是怒气不减 拿这种谁都看不到的东西 来唬我是不是啊 难道那个鬼不怕阳光啊 啊 她不怕魂飞魄散吗 雍伯文被艾丽云说的是 大汗淋漓 呼的心里一动 连忙打断了艾丽云 小云姐 你身上有化妆镜吗 艾丽云微微一愣 见她说的挺郑重的 只得暂时收起了 雷霆之怒点头问 有啊 你干什么 让你也见见鬼的样子 这可是不多见的 雍伯文神秘的一笑 伸手说道 来 把镜子给我 艾丽云将信将疑的盯着对方 但是手 已经依着有求必应的老习惯 把化妆镜取出来递了过去 雍伯文拿着那面小镜子 歪头想了想 嗯 啊 然后大步冲向了桌旁 从书桌里掏出了一本 已经旧的泛黄 发黑 边角残缺的古书来 快速地翻找 翻到了一页之后 便提起毛笔 又从桌子之内掏出了核条好的珠纱 照着书在镜面上画了起 下笔是飞快 片刻之后 已经在那个小镜子之上画好了符咒了 而后放下珠笔 轻拍桌子 小镜躺空而起 带到这个镜子到达头顶高低 然后翻滚着往下落的时候 他迅速捏起金刚执法 竖起中指正顶住落下的小镜的镜背 将满是鬼画符的镜面朝上 陈鹤说道 毒沙麻痹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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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陈鹤 那小镜子上的鲜红的符咒 慢慢的隐去 竟然好像瞬进了镜子之中 这一手实在是漂亮 但是爱丽云和雍伯文是从小玩到大的 比这个更神奇的把戏 他看过不知道多少了 耍过不知道多少 却是全部放在心上 等这个镜子上的符咒全部消失无踪了 雍伯文这才清虚了口气 拿着镜子 一把拉起爱丽云跑到门口 探头向外看了看 见那个老者还差几步便要拐弯了 连忙将小镜子照下那个老者 低声说道 看镜子里 爱丽云将信将疑的往镜子里看 你是惊得嘴巴半张 说不出话来了 镜中的老者 已经走到了尽头了 正慢慢地转弯呢 在镜中的形象是很小 但是呢 却依然很清晰 老者本身没有什么奇怪之处 但是奇怪的是 在他的背上却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 头 身子瘦小 四肢脚细小 尖耳朵光头通体裸露 俨然便是个光着身子的畸形的猪如怪胎 死雾正趴在那个老者的背上 双臂紧抱着他的脖子 双腿盘在他的腰上 将头以一种亲密的状态贴在这个老者的脸 侧 与漆黑身体对比鲜明的红色的舌头 不时地吐出来舔着这个老者的鼻子尖 爱丽云揉了揉眼睛抬眼望前看 见这个老者背上却是空无一物 压根就没有那个丑陋的怪物 再往镜子里看 却见那个怪物扭头往他们这边看来 冲着他们咧嘴一笑 爱丽云心底不由的寒气之冒 脸色正是变得煞白 怎么样 看到了吧 雍伯闻是得意的一笑将镜子倒扣过来 看到 看到 爱丽云神不守舍地应为几声 突然回过神来一把扭住了雍伯闻的耳朵 我看你个大头鬼 我什么都没看到 雍伯闻应 脸红不自粗 不可能 你明明看到了 要不然你为什么害怕啊 我有什么好可怕的 爱丽云死硬着说道 是 就算看到了又能怎么样 你那套幻术的把戏啊 我见得多了 别想骗过我 你今天下午就给我去找工作去 要是一个星期内你还没有正式工作 你就等着收我的结婚洗铁吧 哎呀 小云 雍伯闻突然一把打开对方拎着自己耳朵的手 挺直身子 正则沉声说道 你看到了 是不是 因为爱丽云 比雍伯闻啊 要大上半个月 所以平时呢 雍伯闻都会叫她小云姐 但是如果当她把那个姐字省略的时候 往往就意味着她生气了 那你别看没事的时候 爱丽云怎么欺负她都可以 但是真要是生起气来 那打触的可就是爱丽云了 看看到了 爱丽云只能勉强地承认 但又觉得就这么被对方吓到 实在没面子 反驳说道 那又怎么样 总之你得去找工作 哎呀 工作我会去找的 在我心里你是第一位 鬼是第二位 雍伯闻正色说道 可是这事既然让我撞上了 那我就不能不管 你知道那个鬼在做什么吗 这虽然说 宁肆靠前没让鬼压着 但是听自己和鬼排在一起 还是比较别扭 只不过看到男友如此看重自己 爱丽云心里还是甜色色的 更何况他已经正式表示会去找工作了 便立即放下脾气 老实服软反问 那个鬼在做什么 你不是奇怪 为什么这个鬼会在大白天里出来 而且不怕阳光吗 雍伯闻的脸色 那是因为啊 他借着人的阳气 抵御阳光的伤害 你看到他总是在吐舌头了吗 他不是在舔人 而是从人的口鼻吸取阳气 他的双手之所以紧紧抱住人的脖子 也不是害怕掉下去 而是通过这种方法呀 逼取阳气 找他这么个戏法 那位老先生 不出半个月 必定暴病身亡 啊 爱丽云听得是毛骨悚然 这种东西怎么会趴到人的身上呢 鬼害人不会是无缘无故的 雍伯闻沉吟了片刻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不能就认他这样害人 先把他收了再说吧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总不能直接走过去 问那个老先生 老先生 你背上有鬼 我帮你拿下来好不好啊 人就不把你当成正牌神棍才怪呢 当然得讲究策略了 我办事 你放心 这样好了 我去把那位老先生给引回来 你帮我准备灭烧大点的镜子 至少要半人高的 挂在可以照到桌子位置的墙上 爱丽云毫不犹豫地说道 这好办 十二楼小王他们公司入口就有一面 我先去帮你借来好了 不过得花点时间 啊 刘大师给他看完呢 至少也得半个小时呢 时间来得及 你快去吧 嗯 爱丽云应了一声转身 跑出了房间 目送着爱丽云离开之后 雍伯文转身回到了桌旁 自桌内掏出了一大把黄纸服 铜钱 以及一面八卦铜镜 分别揣在口袋里 又穿上了鞋子 这才走出房间 寻着老者的方向 追了下去 走廊的尽头 是一扇透明的 对开的落地玻璃窗门 门的上方挂着块 写有刘大师风水工作室 八个溜金大字的长匾 门的两侧 则是一幅对联 左边输 急凶毁令生忽动 右边输 急数之来 未知瞻 透过玻璃门向里张望 便可以看见 这三百多平米的工作室内 被划分为了许多 小的开放式的工作间 其中人员匆忙往来 电话声是此起彼伏 俨然就是一个 业务繁忙的公司 据说近几年来 除了达官显贵 这等重要的客户之外 刘大师 已经不再亲自出手 而是由他培养出来的 几位风水专家 负责日常业务 能将这风水堪余 这一行当做到这种程度 那也算得上是空前之举了 雍伯文站在门口 向里望了几眼 没看到那个老者 反而惹来里面工作人员的 饱含着警惕告诫的目光 便善善地转身走到一旁 靠着墙 耐心地等待着 按着他原来的想法呀 老者至少也得半个小时 才能出来 但是没想到 才不到十多分钟 就见着玻璃门一开 两人自其中走了出来 费楼啊 这事啊 就包在我身上 哎 绝对不会有问题 您就放心吧 说话的是个肥头大耳 红光满面的中年人 满是横肉的脸上 堆着谄媚的笑容 说话时点头哈腰 活脱脱一个视力小人的形象 哎 不过 大家请千万不要以貌取人 此人姓刘 明毅 虽然长得呀 比较像个杀猪的 但是他的真实身份 正是春城 赫赫有名的 第一风水大师 随着刘毅一同出来的 便是刚刚进去的那名老者 听到刘毅这样说 便微微点头 那就请大师多多费心 还有这件事情 您放心 这件事情啊 我一定会替您保密的 绝不会让外人知道 那就好 那就好 大师请回吧 老者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说完 不再理会留意了 转身离去 好好好 您走好啊 刘毅对着老者背影连连回首 但是见老者始终没有回头理他 这才有些没趣的收起了笑容 返回了工作室内 雍伯文看刘毅进了门 连忙追上姓费的老者 在后面叫道 哎 老先生 请等一下 姓费的老者听到声音停住了脚步 转头看到雍伯文 脸上便露出一种古怪的神色 显然对刚刚看到的那一幕 仍有深刻的印象 雍伯文便觉得甚是尴尬 但是此刻呢也不好回头了 只得硬着头皮走到近前 老先生 我能跟您说件事吗 啊 可以啊 兴费的老者微微笑着说道 多谢你刚才给我指路了 那没什么 是我应该做的 雍伯文尽量地控制自己 不去瞧那个老者背上的稀奇鬼 按着刚才想好的思路问 我想问一下 您最近是不是经常感到 头晕气短 体虚无力 而且睡觉的时候 总是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 压在胸口上啊 雍伯文这话刚一问出来 姓费的老者还没有回答 他背上的那只稀奇鬼 却猛地抬起头 闪着胸利光芒的绿盈盈的眼睛 正紧紧地盯着他呢 雍伯文心里一紧 强自镇定 只是望着姓费的老者 扫都不扫那只稀奇鬼 但是揣在一兜里的手 却紧紧地捏住了八卦镜 你是医生 姓费的老者狐疑地看着雍伯文 虽然没有承认 但是也没有否认 不 我不是医生 我姐姐是医生 就是刚才 雍伯文说到这里 脸不由得红了一下 在我屋里那个女孩 这些都是她看出来的 吸气鬼本来已经支起的身子 慢慢地浮了回去 重新把头贴紧在了 姓费的老者的脸颊上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姓费的老者恍然地点了点头 突然有些狭促地问 呃 他不是你的姐姐吧 啊 啊 雍伯文没料到他居然冒出这样一句话来 不禁愣了一下 慌万地说 哎 这 这 这 差不多了 姓费的老者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下去了 啊 哈哈 呃 我最近呢 哎呀 其实是 哎 感到有些不舒服 啊 去医院看了几次 都瞧不出有什么毛病 啊 那这样吧 老先生您要是信得过我们的话 就让我姐姐给你看看怎么样 嘶 这样啊 姓费的老者深深地看了雍伯文远 犹豫了一下 大约是在考虑这个青年人是不是什么江湖骗子 然后才点头答应 嗯 好吧 雍伯文远以为还要费些口舌呢 没想到事情居然会这么顺利 心里大喜说了一句 啊 您跟我来 立刻转身带路 转过走廊拐角 远远的就可以看到爱丽云已经回来了 此刻呀 正站在门口有点不安的 向着这边张望着呢 见到雍伯文把老者带了回来 便历史显得有些紧张了 等走到近处 雍伯文这才说道 姐 我把老先生带回来了 你给他瞧瞧 看看有什么病吧 这句话对于不知他跟老者说了些什么的爱丽云来说 显然是相当的突兀的 这要是换了一个人呢 听到不免就要摸不到头脑 或许会出声雄润的 这什么意思啊 但是爱丽云与雍伯文是自小玩到大 二十几年日日相处下来 基本上已经达到了心有灵犀的地步 听雍伯文这么说 竟是连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 立刻接口说道 啊 好吧 我们进去再说吧 老先生 请进 雍伯文一边把姓费的老者往里让一边介绍说道 我姐啊 不光是医学硕士 而且还出身中医世家 你别看她年轻啊 可医术可是不含糊 在咱们春城也算是小有名气了 人称女匾去 家里啊 诊所那锦旗牌匾挂得满墙都是 他这么说一方面是为了让这个老者 当真以为他们是要给他看病 另一方面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告诉爱丽云 他应该做些什么 只不过他这么如老王卖瓜般自卖自夸 倒更显得好像走江湖卖大力丸的骗子了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 租轨公司 演播 文浩 王后期 处子 第三章 但是姓费的老者听她这么一说 有些惊异地看了爱丽云一眼 恍然说道 哦 你就是爱丽云 爱小姐吧 啊 早就听说你医术通神 总以为是那些患者夸大 没想到只不过一眼就可以看出我的病出来 果然是名不虚传 佩服 佩服啊 说话间便想得相当的客气了 您客气了 公围的话人人爱听 虽然爱丽云并没有瞧出这老者有什么毛病来 这番公围 未免受之有愧 但是仍听的她是眉开眼笑 连声说道 请坐 您请坐 要说这屋里啊 原本就只有一张椅子 但是也不知道这爱丽云 从哪里又弄了一张 放在了桌前 老者在那个椅子上坐了下来 转头 见这个小房间 四壁抖空 也不晓得是用来做什么的 并疑惑地问 爱小姐啊 你是要在这儿 开个诊所吗 啊 不 不是 这是我 爱丽云看着雍伯文 顿了顿才接着说道 我弟弟租的 他想要弄个工作室 老者理解地点了点头 含笑着望着两人 目光之中大有深意 弄得两人都是感到有点不自在 爱丽云连忙在桌后坐了下来 先是话里有话地对着雍伯文说道 那个小文啊 镜子我拿来了 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啊 然后转过头 对着姓费的老者说道 老先生 请把手放上来 啊 姓费的老者点了点头 将右手放到了桌子上 爱丽云大致切脉细细思量着同时问道 老先生 您贵姓啊 飞沫 啊 您今年贵庚了 五十九了 啊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哈哈 做了点儿 小声音 趁着这个功夫 雍伯文 转过身来 走到了那面爱丽云借来的半人高的大镜子面前 背对着二人 悄悄地自衣袋中掏出了张黄纸符 夹在了左手指边 右手捏起道指 嘴中无声念诵数据 将那张纸符贴在了镜面上 右指这么一点 不便扑的一声化为飞灰 沾的是整个镜面都是 随即一点点地渗入了镜中 消失无踪 镜中的景象随之起了变化 爱丽云与飞沫的形象慢慢地变淡消失了 吸气鬼的模样 由无到有 显现出来 凌空浮在椅子上方 瞧起来即是诡异 房间中突然升起一股令人不寒而立的寒意 似乎温度突然降低了十几度 虽然明媚的阳光仍然自窗口射进来 可是却丝毫不能减缓这种冰冷 爱丽云和飞沫不月儿童打了个冷颤 怎么这么冷呢 几乎就在同时那吸气鬼猛地抬起头来 看了那面镜子一眼 绿莹莹莹的眼睛中冒出可怕的凶光 张开满是野兽般尖利牙齿的大嘴 发出嘶嘶的嘀好 不对啊 雍伯文不禁大吃一惊 心里折瘣嘀咕 这反应跟书里写得不一样啊 哪出错了 难道是几百年前的老符咒跟不上形式了 难道这鬼都进化了 还没等得想明白那吸气鬼 已经自奉莫的肩上一跃而起 嘶嘶嚎叫着扑过来了 雍伯文心中大害 但却是惊而不断 闹在吸气鬼 叫我杀鬼与我神方 少呼一语收受不详 神师杀伐不必豪强 先杀恶鬼后展夜光 何神不服何鬼敢当 一极如微令 捏起五雷指击喝一声 打 右脚应声猛舵 左手指出一张扶纸 右手指印 奋力的向前戳去 指伏 在空中化作一道流光 闪电一般及时而出 郑重的 扑来的吸气鬼 哼的一声闷响 火光蹦践 那吸气鬼 小半个身子都被炸得吸烂 血肉我心脏滑滑的躺下 脑袋也只剩下半边了 里面的脑浆就好像豆腐脑一样 黏乎乎的混着血肉一同流了出来 不禁惨嚎一声 跳翻个跟斗 落回到了飞沫的肩上 紧紧搂住飞沫的脖子 将半边的脑袋贴在他的脸上 蛇一样的鲜红的舌头竟然探进了飞沫的嘴里 飞沫猛猛地挣扎着站了起来 双手紧紧抓住喉咙 喉咙间发出窒息般的咳咳的轻响 脸上迅速失去了血色了 而那个吸气鬼残缺的部分 却随之长了出来 爱丽云看不到吸气鬼 只见这个雍伯纹突然朝着飞沫方向 制出了张纸符 纸符在空中好像爆竹一般炸开 飞沫随即就变成这副 重度哮喘病 发作随时可能倒闭的可怕的样子 爱丽云悍然问 小文你做什么了 他这一张口却发现浓浓的白气 自嘴里冒出 原来房间中的温度持续的降低 到此刻仿佛已经是 严冬已至 森寒彻骨了 冻得他不由自主的瑟瑟发抖 雍伯纹 脸色凝重 微微的这么一摆手 自衣兜里掏出了八卦铜镜 扔给了爱丽云 同时向他做了个手势 爱丽云会议的接住了铜镜 一个剑步冲到了窗前 夏日炎炎的光焰落到他的身上 竟然也不能缓解冰了 似乎那含义是从心底升起的 外在的阳光根本无法驱退 雍伯纹随即咬破指尖 在左掌心急划了树下 而后闪身来到了飞沫身前 右手这么猛推 将他死死地按在了墙上 他背上的吸气鬼 立刻被击扁的 就好像照片一样 牢牢地夹在中间 吸气鬼的眼睛 已经完全变成了血红色的 狠狠盯着雍伯纹 双肘依旧紧紧扣住了 肺沫的咽喉 竟然深深地陷入了肉中 舌头还在肺沫的口中 急晃 断动着 砰 雍伯纹沉和一声 扬起楼掌 拍在那个吸气鬼的额头上 就听一声吹响 那吸气鬼的脑袋 就好像个熟悉鬼一般 被打得是粉碎 红白植物就如喷泉一般射出 落到了墙上 地上 两个人的身上 却化为了绿色的粘稠的物体 发出浓浓的腥臭的气味 无头的吸气鬼 从那个人墙夹缝中一跃而起 扁扁的身子 在空中膨胀回了原样 急慌慌地向着门口逃去 啊 雍伯纹闪电般地就跃到了门口 看准那个吸气鬼的来势 双手这么一晃 指尖已经各出 多出了一道指幅了 啪嘞 向前指出 啊 那吸气鬼如同撞在了墙上一般 历史被弹得 向房间内倒飞回去 当他经过那个镜子照射范围时 雍伯纹急声喝道 小云 早就叙事准备的爱丽云 应声举起八卦镜 将室外阳光反射到那面大镜中 只听翁立声轻响 这大镜中散发出耀耀的金色 一道八卦一样的光影子 镜中猛然射出 正将那个吸气鬼照在其中 吸气鬼致的一声化为一缕青烟 消失得无影 无踪 那金灿灿的八卦光彩 迅速地缩回了镜子 镜子 好像置入了石子的水面一样 晃动起一阵连影 随之在镜面凝成了一个 好像金字铸成般的八卦毒 而原本空无一人的镜内 突然多了团模糊的黑影 转眼间变得清晰起来 正是那只吸气鬼 就见他本来已经被雍伯纹打得残碎不全了 但是到了镜中又重新变得完整起来了 只是呢缩水了不少 大概只有原来的一半大小了 被震在那个八卦之下 紧贴在镜面的后方吱吱乱叫着 眼睛是越来越红 瞧下来就好像两个点亮的灯泡一般 散发着血蒙蒙的光芒 啊 这是 这回爱丽云也看到了 他见这个镜子中突然多出个黑乎乎的鬼 不禁吃惊的说不出话来 举着八卦镜的手不由自主的垂低了下来 折射的阳光便随之偏离了镜面 那吸气鬼本来一动也不能动 但是阳光刚一离开镜面 八卦消失不见了 他便突然在镜中跳了起来 对着镜面狠狠的一撞 呵 这一下好用力 竟然把他刚刚长好的半个脑袋 又撞得起来 模糊的血肉啊 脑浆啊 尽数粘在了镜面上 发出砰的一声脆响 那个大镜子应声一阵晃动 从墙上脱落 直直摔向了地面 啊 雍伯文眼睛手快冲上前去 一把拖住了镜子 将其顶在了墙上 吸气鬼那破烂的脑袋 竟然已经从镜中探出来了 一边叫 一边晃动着 奋力地往外钻 雍伯文 左手并起忠实两指 对着那烂西瓜样的鬼头 凌孔点话 十家喝道 遥遥明明天地昏尘 雷电风 我听我号令 我念宋咒 令鬼延年 将您印制 让鬼万千 谁手这么一拍 竟是拍进了 那个鬼脑子里 随即将那个鬼头 拍得塑回了镜中 却沾得满手是腥臭黏糊 恶心的雍伯文 闲闲闲一下扔了这个镜子 连忙抽回首大叫 小云姐 望 正呆呆出神发愣的爱丽云 回过神来了 应了一声 重新将八卦镜举好 金光八卦印在了镜面上 等时将那个吸气鬼给震住 雍伯文松了口气 不敢迟疑 后退了树布 掏出张扶纸 夹在指尖急速 毒杀麻痹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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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手将指幅 往那个镜子上贴去 小子 你敢画我 原本只会乱叫的吸气鬼 突然大喝 声音是又尖又细 仿佛刚刚淹了的攻击 雍伯文吓了一跳 手一啄嗦 这扶纸差点没掉到地上 指着吸气鬼 骇然说道 你还能说话 按照书上说的呀 这鬼被收阵之后 应当是口舌被封 四体镇压 不能动 不能说太厉害 可是眼前这情景 显然已经超出了书本中所教的范围了 小子 少要脱快学生 当心惹祸上身 吸气鬼 凄厉地大叫着 身体在金光八卦的镇压之下 开始慢慢地腐烂 就这么会功夫 表皮已经烂得是浓脂直躺了 雍伯文一惊之下 便立即镇定 指着吸气鬼喝道 人鬼殊途 你既然已经离开人世 就应当好好转世投胎 即使机缘未到残留人间 也不应该害人性命啊 若不换了 天理何在 枪出头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不会放过你 吸气鬼身上皮肤已经烂光了 血肉进漏 腹中的内脏也漏了出来了 肠子血管自体内分离出来 就好像一堆破乱的绳子 挂满了身体 恶臭的气味竟然从这个镜子之中直透出来 我化了你 我看你还怎么不放过我 公伯闻见着吸气鬼死到临头 居然还敢威胁自己 不禁冷笑一声 将那个符纸 贴在了镜子之上 纸幅 在八卦光芒的照射之下 变得如同水晶一般透明 一点点的向着镜内挤去 小子 你死定了 吸气鬼嚎叫着奋力的挣扎 虽然在八卦指幅镇压之下 却扔撞的这个镜面 砰砰直响 黄色的鬼液混合着腐败的碎肉 随同一下下撞击在镜中 飞进而出 目的一声闷响 啪 就好像个装满水的气球一般 炸裂开来 浓之四散 将整个镜面都占得一塌糊涂 此时那张纸幅刚好完全的挤进了镜中 庸博文松了口气 发觉衣服都已经被汗水给湿透了 竟好像刚从水里捞起来一样的 身上沾着鬼液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刺激性的气味 心中竟是京剧大于兴奋 她闭上眼睛定了定神 让剧烈的快要从嘴里跳出来的心脏 稍稍平静 这才转头对着那个仍举着八卦镜 动也不敢动的爱丽云说道 小云姐 放下吧 完成了 爱丽云已经是被害得 面清纯白 缓缓地放下了手中的八卦镜 结束了 当然了 庸博文虽然也感到双腿有点发软 但仍然强作镇定 笑着说道 我这当代天师出马 收拾这种小鬼 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已经把她给画 她刚说到这里 爱丽云突然面露惊恐 尖叫一声 指着她身后的大镜叫道 小心 叫声中却也没忘了 重新将那个八卦镜给举起来 庸博文心里已经只觉得后脚 一阵阴风吹过 满身汗水啥事变得冰冷 一时也顾不得回头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身体猛地往前急扑 身后传来一阵怪异的嘶嘶的声响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正追过来 正黄奇之间金光闪烁 八卦光影已经重新照到了大镜上 庸博文急急转身 还没看清楚状况 便听砰的一声脆响 眼前闪亮的碎片 漫天飞舞 一团黑影迎面扑到 庸博文情急之下 整个人身体像是造痒 双手捏起八卦 击乎 地运变化 很多心情 为富尔治迅发扬声 安迪罗其念 指尖 霹雳啪啦极响 呼啦啦一道电光脱手而出 郑重的 霹雷的黑影 这五雷护身咒法 乃是极为凶霸的道法 一雷祭出 人己同伤 便听 好似凭空打了个闷雷 镇里这小房间都是微微一晃 强烈的电光 在那怪异的黑影 与雍博文之间 爆炸开 两个身影被冲击得 好像风中末夜一般 倒飞了而出 哎呦 哎呦 雍博文结结实实地 摔在了地上 被自己的五雷咒 垫得是冲体 清烟直冒 便觉好像全身 被撕裂似的 无处不通 一时是头昏脑胀 四肢酸软 但是这在性命攸关的时刻 也不敢在地上躺着不动 紧咬牙关 强人通出 一跃而起 定睛 朝敌人看去 那个东西也是被垫得不清 好像是一滩烂泥 贴在了墙上 正挣扎着想要下来呢 就看得大约是有家犬那般大小 身体啊 肥嘟嘟的 又圆 又滚 就好像个大话的毛毛虫 只不过下方是密密麻麻 长满了蜈蚣一样的长腿 应该是头部的地方呢 却长着两只怪异的触角 没有眼睛 触角的下方裂开到大口子 浓浓的绿叶 正从那个口子中不停地流出来 雍伯文看得真切 一时心中寒气之貌 不停骇然脱口惊呼 啊 鬼谷 欢迎收听砍空作品 租鬼公司 演播 文浩 王后期 兔子 第四章 那鬼谷在墙上蠕动挣扎着 背上突然吱了一声 裂开了两道口子 一对透明的薄翅 自其中伸展出来 轻轻的就这么抖了抖 竟然嗡嗡的飞上空中了 旋即闪电般的扑向猎物 看准了那个鬼谷的来势 雍伯文倒翻个跟 走过了他的扑击 来到了桌子前探手 自桌中抽出了一柄半尺多长的陶木剑 在空中挽了个剑花 左手加张指幅 往这个剑军上一抹即可 神兵火急如厉厉 剑上红光一闪而过 恍若烈焰一藤而逝 屋内的冰寒的温度历时上升几分 雍伯文随即举剑向鬼谷砍去 那鬼谷顺是乖巧 似乎是知道这剑不能正面的应接 就好像苍蝇一般灵活的突然停止了前进 转为后退 雍伯文举剑紧追不放 同时大叫 小云 照他 爱丽云正站在窗边 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听到指示之后立刻照办 举着八卦镜 尽量地将反射的阳光 往这鬼谷的身上照 那鬼谷 一时不防被这八卦镜光给扫到 身上便支的一声 冒出夜里青烟 他不仅发出呱呱乱叫 慌乱着 扑着翅膀 闪避着阳光 雍伯文和爱丽云 从小玩耍学习 都是合作习惯的 此刻对付起这个鬼谷来 也是配合有助 一光一剑 围追堵截 渐渐地就将这个鬼谷 踢到了角落 但那鬼谷 也不愧是罕见的兄弟之物 虽然处于逆境之境 却也毫不惧怕 仗着灵活快速 每每一肩不容发之际 躲过了致命攻击 虽然少不得满身伤痕吧 但是却没有性命之忧啊 听说这鬼与主人心灵相通 他该不会是在拖延时间 召唤救兵吧 雍伯文这样琢磨着 心里有些焦急 恐怕再耽误一会儿啊 再生出什么变故来 随手将身上那件 呜呜的不成样子的衬衫 从身上扯了下来 看准那个鬼谷 闪避的方向 兜头智序 邓时将他罩了个正着 那鬼谷猛然间被罩住 显得极为的慌乱 没头没脑的乱飞 哼的一声 头撞上了墙壁 雍伯文抢上一步 举剑变刺 将那鬼谷牢牢钉在了墙上 浓浓的绿叶顺着墙 鼓鼓地流了下来 那鬼谷痛得身体流血 思教不绝 百足乱动 将那件衬衫扯得粉碎 雍伯文乘胜追击 再掏出张符纸 啪的按在了鬼谷两只 触须之间捏着八卦纸集合 注容吃尽 不所言成 飞天虚火大不扬精 鹤日狗斥 八方飞燕 极其如律令 骨体两栽冲着那鬼谷 喷出了口气 火焰猛地自讨木剑 插入处冒天 引燃了纸幅 而后好像浇了汽油一般 迅速地卷遍了鬼谷全身 给我 雍伯文冲着爱丽云一探手 爱丽云会议将八卦镜扔给了他 他转身将八卦镜 对准熊熊燃烧的鬼谷 火光映入境内 再反射出来 形成随着火焰 不停跃动的八卦图 震在那一团烈焰之上 鬼谷在火焰之中挣扎嚎叫 渐渐地没了动静 片刻之后火焰见息 紧在地上 余上了一堆细碎的灰烬 那桃木剑虽然插在火中烧了半赏 却是完好无损 连点火痕都没有 雍伯文确症就不放心了 转车回到桌旁 探手自桌内拿出一个小药瓶 将里面的消炎药都倒在了桌上 然后把地上的灰烬 仔细地收拢到瓶内 再掏出张符纸 塞了进去 拧紧瓶盖放到桌上 又将八卦镜给压在瓶上 忙完了这些 他这才稍稍地安心 一时感到是浑身乏力 扶着桌子喘着粗气 四下打量 飞沫 仍然晕倒桌前 不省人事 而艾丽云 则依旧站在窗前 面色是紧张得如临大敌 似乎没有看到雍伯文 已经消灭了鬼谷 雍伯文走到艾丽云的身旁 轻抚在她的背心 隔着她的衣服 感觉到她肌肉在微微地颤抖 也拍了拍她揉声说道 小云姐 没事了 艾丽云被她这么一拍 打了个哆嗦 抬头看了她一眼 扁了扁嘴 突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雍伯文知道 她这是被吓坏了 连忙将艾丽云搂在怀里 揉声说道 啊 好了好了啊 没事了 没事了 不用怕啊 再哭啊 就变成花脸猫了 艾丽云 趴在雍伯文怀里 哭了一会儿 情绪慢慢地平稳 止住了泪水 有些不好意思地 推开雍伯文 偷眼瞄了肺沫一眼 见这个老头 仍旧昏迷不醒 这才微微放下心来 抹去满脸的泪痕 注意到雍伯文 赤着上身的样子 不禁皱眉 你那可是雅各尔的衬衫 你知道多少钱吗 啊 咳咳咳咳 一时情急嘛 雍伯文干咳几声 解释了一下 连忙转移话题 小云姐 你去看看费先生 有没有什么事情 我收拾一下屋子 艾丽云正是心绪不宁的时候 再加上医者父母心 历时重计 点了点头 走到了费沫的身旁 一面为他检查 一面问 小文啊 刚才那是什么东西啊 那不是鬼吧 那个 那是鬼谷啊 有一部分算得上是鬼 确切点来说 那应该是一种 杂种的怪物 并不像是 鬼那样的自然产物 你听说过谷吧 鬼谷这种东西啊 就是先以炼谷的法子 炼出谷来 然后再以炼鬼使的法子 把这个谷给炼成鬼 最后再以降头术 将其炼成鬼谷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我也不太清楚 这种东西啊 邪门得很 书上说鬼谷一旦释放出来 可以把活人变成厉鬼 不过据说 谷与主人是联心而生 如果谷被以道法化掉的话 那主人也会跟着死掉的 雍伯文说这些的时候 心里总感觉有点不踏实 若是那鬼谷的主人 没死掉的话 肯定会找他这仇家来报复的 能炼成这种邪门的东西的人 绝非是什么好相遇的货色 为了与方外衣 那鬼谷的灰烬 得尽快处理掉 以防留下可供追查的线索 他虽然这样想着 但是呢 把艾力云担心 也不说出来 一面解释着鬼谷的问题 一面走过去 把原本开了一大半的窗子 大给推开 以更快的释放屋内的意味 然后自门后 拿出水桶和托布之类的工具 开始清理房间 他手上忙活着 心里却不免感慨 你说 他以前看到过那些鬼片里面 大师们捉鬼 哪怕弄的是 狼烟冻闭 可是完事之后 却不需要收拾房间呢 这 自己拼了命办完事了 却还要自己亲手去打扫房间 真是掉价呀 这会儿功夫 艾力云 已经检查完毕了 回头说 他没事 就是受到了不小的惊吓 而且有些气虚 他最近虚火上升 周身不调 庸博文可不懂这种医学方面的事情 听得他有点头大 连忙打断他的话说 啊 那行 死不了就行 那咱们就不用脱干系了 你这叫什么话啊 艾力云心里虽然很是认同 但是却也不会像这样无耻的说出来 当下横了他一眼 转身 以推拿之法在废墨的身上 推捏着 艾力云的手法很是老道 树下之后 废墨长叹一声 缓过气来 睁开眼睛 略显迷茫地看了看眼前家人 有点呆呆地问 发生什么事情了 刚才 艾力云觉得不怎么好解释 求助般地回头看了庸博文一眼 庸博文扔下脱步 来到了两个人身前 半蹲下盯着废老问道 废老先生 刚才你昏迷之前 有没有看到什么 废墨皱着眉头回想了一下 便惊呼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一个 黑漆漆的怪物 朝我扑过来 它的浑身流浓 堂血 好像烂了一半似的 庸博文点了点头正次说道 废老先生 无论你是不是相信 我都要告诉你 那是一只吸气鬼 一直附在你的身上 吸取你的阳气呢 你最近的种种不适啊 都是由此引起的 你之所以能够看到那只鬼 是因为 它被我以道法逼出来以后 吸自你的阳气自动凝行 所以你看到的呀 实际上是你被吸走的阳气 啊 你说我被鬼附身了 废墨一脸惊恶地望着眼前的青年人 不敢相信 他说的话 这这这这这这怎么可能 你你不相信吗 庸博文反问 这是现代人很正常的反应 废墨这么说 他也不感到奇怪 啊 不不不不是 不是 废墨心里似乎想到了什么 有点神不守舍的难难数据 突然问到 啊 那那那只鬼 现在怎么样了 哼 化掉了 庸博文一抬手 像这种害人的恶鬼 不化掉怎么能成呢 啊 啊啊啊 你你把它化掉了 废墨显得有点失魂落魄 看起来也是吓得不轻 嘴巴无声地开河 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如此呆了片刻 突然挣扎着从地上站起来 看了看了满身的乌乌 慌乱地说道 多谢两位 救命之恩 回头再现 我先走了 说完急急忙忙地往外跑去 废墨的反应 大出庸博文的预料 他原以为啊 这位老先生或许会不相信 或许呢 会向他请教解救之法 或许会对他感激不尽 但是唯独没想到 会如此慌慌张张的 如同逃难般地跑掉 庸博文不禁愣了一下 这才想到自己的话 还没有说完 紧追在后面大声说道 哎 废老先生 你听着我说啊 我敢肯定 那个鬼啊 是有人意识的 你自己千万要小心地方 要是有什么困难 就回来找我 废墨连头都没回 压根就不去理会 庸博文的话 只是埋头地往前急跑 那模样啊 就好像庸博文 是索命的恶鬼一样 庸博文有点不放心 正打算追上去 却见旁边一个房间的房门一开 一个六十多岁的干瘦的老太 自雾里探出头来 微笑着对着他说道 小伙子 你这一套江湖骗子的下人说辞啊 已经过时了 现在的人哪里会相信呢 我这老太婆都不用了 你这年轻人居然还用 怪不得你在这里这么长时间 都拉不到一个客人的 哎呀 做咱们这一行啊 也得学会与时俱进 紧跟时代潮流嘛 雍博文时的这个老太婆 知道他姓刘 做的呢 主要是占卜算命 据说以前是用一经百八卦 后来啊 这一套不流行了 就改成了占星塔罗牌 现在呢 干脆搞起电脑算命来了 还说什么高科技 预测未来云云 现在到他来这里 光顾的主要是一些中学生 对占星塔罗牌 那些怕来品 信的是死心塌地 而对那些土的吊渣的 中国传统则是 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所以刘老太 这也算是 以献身说法 来教育后辈神棍 雍博文对这种装骗 小孩的神婆 没什么好感 更何况 他这可是货真价实的 捉鬼除血 哪能跟这种骗子 相提并论呢 他听得心中不爽 但礼貌却还是要讲的 当下勉强地 对这个刘老太 呲牙一笑 转头再看 费沫 却已经没了影子了 他想了想 便觉得有些没趣 便不再去追了 反身回到了屋中 静艾丽云 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 呆呆地望着桌上 那个装满了 鬼谷灰烬的药瓶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便走过去笑着问 怎么了 还在害怕呀 那鬼谷已经被我化掉了 把灰收起来 只是为了预防万一 这些蛊虫的灰烬 残渣 通常都会有毒 得妥善处理才行啊 很危险啊 艾丽云回头望着她 说话的语气淡淡的 目光有点古怪 看得庸博文心里 一阵乱跳 陪着小星问 小云姐 你怎么了 啊 没什么 只是在想 以后的日子 你是不是都要在 今天这种生活中度过呀 艾丽云摇头望着这个 从小跟她一块长大的男友 有些失落地说道 你知不知道 刚才我要是没有喊出那一句话 现在被收拾掉的就是你了 而不是那个什么鬼谷 刚才的情形可谓是千钧一发 庸博文现在想起来也是不自禁的 后脊发冷 我知道 小云姐对我最好了 不要说这些了 艾丽云淡淡地打断了她的话 我只是想知道 你以后要是再遇上鬼的话 难道还要像今天这样用命去拼吗 这是我的使命啊 庸博文猜到艾丽云这种古怪态度的原因了 按着她的双肩 盯着她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 既然我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既然我是这一代的天师 那么这就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其实这个话呀 是一直以来她父亲最喜欢说的 从小听到大 几乎成了她脑海中 类似问题的标准答案了 只不过在这种双腿 仍然有点发软的时候 她不加思索地复述出来 倒也不见得她自己 是真的这样的想法 本来她打算在后边 加上一句属于自己的 这是我父亲和祖父 对我一直以来的期望 来进行解释 但是女友却没有给她这样的机会 听她说到这里 爱丽云点了点头 将她按在自己肩上的手给拨开 一语不发地站起来 转身往屋外走去 小云姐你 爱丽云从来没见过 女友这种表现 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她 叫了一声 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爱丽云停住脚步 转过头来说 我没事 只是想静一下 想了想又问 那你的工作 啊 去找 下午就去 雍伯文力就毫不犹豫地说道 既然已经说好了 我绝对不会反悔的 那就好 爱丽云展颜强效 这样吧 双塔文化公司想要招收美术编辑 下午我陪你过去看看 我先走了 她走了两步 又停了下来 小文 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能让我爸妈知道 要不然的话 嗯 雍伯文明白她的意思 点头 我不会让她们知道的 好 好 爱丽云 这才离开了 望着女友离去的背影 发了会呆 直到人 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雍伯文才回过神 呆了口气 木然地坐在椅子上 自言自语 看起来 我必须得在老婆和鬼之间 做出个选择才行啊 她打起那个药瓶 在手中把玩 默默思寸着 她已经见过鬼了 而且不仅捉到了鬼 还附带了一只 罕见的鬼谷 这二十多年来 学过的东西 今天都派上了不少用场 像当初 祖父和父亲最大的心愿 也不过就是见一见鬼 来证明自己这一身所学 并不是没有用处 在这一点上 和等了一辈子的两个人比起来 只等了二十几年 就见到鬼的他 可以说是幸运无比了 父辈的心愿 他已经帮着达成了 那么 然后呢 还要像以前那样 等下去吗 庸博文感到有些困惑 在没有遇到鬼之前 他幻想过种种可能 那种吸引 给了他等待下去的动力 可如今已经见识过了 再要让他像以前那样 苦等着鬼出现 却是不太可能的 人呢 总是这样 在没有达到目标之前 满身都是干劲 可是一旦实现了最初的目的 就会失去了努力的方向 而感到困惑 而感到困惑 无比了 他一直以来最大的心愿在今天 实现了 于是以前的那种等待中的交集与激情 也就没有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从小生活在亲人的呵护之中 遇到过最大的危险 就是小时候爬树 掉下来 摔落了一颗牙齿 可是从来没想过 有一天他会以性命来搏杀呀 在他一直的想法中 这天师捉鬼 应该是很轻松的事情啊 鬼 那种虚弱的东西 见到强大的天师 不是很应该立刻下的跪地求饶 然后自动自觉 心甘情愿地被收掉吗 可是事实证明 这只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 捉鬼 很明显是个高风险 低回报率的蓝领工种 第一次出工 不但报酬一点没有 还差点赔上了小命 欢迎收听 砍空作品 租鬼公司 演播 文浩 王后期 处罪 第五章 哎呀 很危险呢 庸伯文不自觉地说出了 跟爱丽云 刚才一模一样的话来 心里体会到了 女友刚才的担忧与害怕了 说实话 此时她回想起 刚刚那危险的一幕 被挤 仍然是一阵阵的发冷啊 在门外躲了半天的黑猫 小心翼翼地走回来 靠在主人的腿边 用头 轻轻地摩擦着 发出 嘀叫 哎 拥伯文把黑猫抱起来认真的问 棉花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要不然以后不去抓鬼了 老老实实找份正经的工作 然后努力挣钱 把小云姐娶回家 喵 喵 黑猫轻叫着 盯着情绪有些低落的主人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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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可以放弃呢 这可是我们天师派的天赋使命 爷爷爸爸的期望 可全都在我的身上呢 就这个时候黑猫换了换脑袋 啊 拥伯文愣了一下 点头说道 你 你也不同意啊 哎呀 是啊 这活实在是太危险了 小云姐的情绪 有点不对 肯定啊 是吓得不轻 我可不要为了捉鬼 到最后连老婆都跑掉了 哎 对了 以前听爸爸爷爷讲故事的时候啊 那些天师大多都是单身 我估计啊 很有可能老婆都是被鬼吓跑的 嗯 哎 这虽然说大丈夫和患无期吧 而且我这堂堂天师 也根本不惧怕那些吃妹王俩 可是这活风险大不说 报酬也是在太低了 你看 刚才我就一分钱都没挣到 小云姐说的对啊 我不能靠和西北风活着吧 黑猫用双爪埋住脑袋 有气无力地趴在了主人的大腿上 不再做生了 哎呀 这种鬼也不是那么容易碰到的 以后只要我不去主动找他 这按以前的概率来看 应该再过三十年才能碰上吧 嘿嘿 那就这三十年里 我就先安心地工作 娶妻 生子 那等这个三十年以后再碰上鬼的时候再说 依着老习惯把解决不了的问题暂时先放在一边 庸博文心里觉得顿时舒畅多了 当下不再想这些事情 打起精神接着收拾起那一片狼藉的房间 等到把房间收拾完了 便已经接近晌午了 庸博文件时间就不早了 琢磨着出去吃点午饭 便换上了件衣服 将那个装着的鬼谷灰烬的药瓶 揣好 转身刚想走 但想了想 又转了回来 将八卦镜 也揣在了裤头里 然后掏出古书和一叠空的黄符 照本宣科 连画了十几张符咒 把符与古书 一并地揣进口袋 这才离开了房间 他是想啊 顺道把这个鬼谷灰烬给处理掉 至于带着家伙 不过是以防不测之举 毕竟这鬼谷 在书里被说的是神乎其神 邪门无比 不能不小心地应付啊 庸伯文带齐了东西 把黑猫放在了屋内 转身出门 还把房门给锁好 这才往电梯方向走过去 刚刚转过拐角 一阵喧嚣的笑闹之声 传入了耳朵 他顺声看去 便见一男 数女 七个人 从走廊 另一端张扬而来 这六七个人 为首的男子 大富翩翩 油光满面 是一脸的横肉啊 仔细一看 这长得呀 这颇像个屠夫 厨子 黑社会 此人正是春城 第一风水大师 刘毅 刘大师身后 粗拥着几个女人 都是大师啊 这个星期新收的女弟子 个个长的是 风乳肥臀 性感逼人 打扮的也是花枝招展 妖眼无比 这上尼的雍伯文老远 浓浓的香风 便已经扑面而来了 几个人就看 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笑的是前仰后合的 全然不顾及他人的眼望 那几个女弟子呢 粉拳乱下 尽都吹在了师父的身上 而这个刘大师 也是极具的风度 和蔼地笑着 举手左右搁挡 那两只肥手 总是很不小心地 落在了弟子的胸臀 等要害部位 这大约是反射动作吧 每每此时 那五个粗胡萝卜般的手指 总是不自觉地 大力地合懂 合拢 捏得女弟子们 是娇声低交 这几个女弟子呢 却是尊实重道啊 虽然说是要害被袭 但是也不冲师父发火 反而是笑得更加妖媚了 而且努力地把 那高挺的山丘 往师父的身上去蹭 哎哟 这和谐融洽的师徒关系 看得雍伯文 眼热心跳 羡慕无比啊 像她与小云姐 相处了这么多年 却也只不过是 搂搂抱抱 拉拉扯扯 轻轻摸摸 那还得是在没人的时候 偷偷地进行 可是人家收徒 这才不过几天啊 却已经调教得如此 听话乖巧 大师果然是大师 的确是不同凡响啊 雍伯文盯着瞅了两眼 就这个时候 刘逸似乎是感觉到了 斜着眼睛回望那个年轻人 目光可是不善 雍伯文连忙收回目光 转身快步走到电梯前 两步电梯 都是往楼顶上升的 雍伯文 值得耐心地等待 便听那嬉笑声 由远而近 不一会儿功夫 已经来到身后了 什么 哎呦 师父你好坏啊 千万就让你好受 爽死你 只累的 直言片语吧 传入了耳朵 又只听着这 纯洁的年轻人 是脸红耳热 心乱跳 他正心慌意乱的功夫 却听那嬉笑声 停止了下来 接着一声 破罗般的粗嗓子喊道 哎 小子 啊 拥抱文文声转头 哎 便见一张大肥脸 近在咫尺 露出了金牙的大嘴里 一阵阵腐烂的臭气 吓得他连忙后退一步 那那的 哎 什么事啊 刘大师 依旧斜着眼睛看着他 冷冷地说道 小子 做人要知道好歹啊 居然敢跟我刘毅抢生意 我看你是不想在这春城混了 啊 不是 什么 雍伯文听得糊涂 不解的反问 抢生意 抢什么生意啊 我什么时候跟您抢生意了 刘大师哼了一声目露凶光 小子 就凭你 也敢接废老的生意 你也不看看 你自己有几心脊梁 在打听打听这废老是什么人 啊 雍伯文恍然大悟 看起来啊 他在走廊跟废墨说话 并且把老头带回自己房间的事情 被刘毅给看了 大师肯定是以为自己这个矛头小子 在跟他抢生意呢 哎 我没有啊 雍伯文想解释一下 但是刘毅已经不耐烦地打断了他 烦恼 接音强出头 我这是好心提醒你啊 这道行不够 就不要乱观闲尸 小心丢了小命 难道这刘大师 已经看出有吸气鬼附在费先生的身上了 那他为什么不管呢 应该是另有深意吧 哎 那我这么一搅和不知道有没有换来他的事啊 雍伯文婷的心里不安 正想向大师请教 这电梯门 开了 刘大师也不再理会他 搂着两个女弟子的肩头 抢先走进了电梯 其他的女弟子也不甘落后 嬉笑着跟了进去 电梯门随即合上开始缓缓地下降 哎 雍伯文呆了一呆 苦笑着摇摇头 见另一个电梯也降下来了 连忙走了进去 电梯内此时空无一人 雍伯文随手按了一楼的按钮 刚刚往下降了不过半层楼 电梯灯忽然哗哗哗哗哗 闪了几下 硬的这狭小的空间是明灭不定 我靠不过这么倒霉吧 又碰上故障了 雍伯文刚刚读那一句便听啪啪几声细响 这电梯微微晃动着几下 停了下来 四周变得是一片漆黑 已经是伸手不见五指 哎呦真是运气好像很差呀 雍伯文倒也不紧张 这栋楼的破电梯呀 也不知道是哪里产的 反正平均吧 一个月总要坏上那么两三次 虽然说质量如此之差 但是小气的物业公司却说什么也不肯换掉 他在这里才不过一个月多 但是也不是第一次碰上了 哎呀 或许回头应该画个增运符什么的带上 雍伯文在那百无聊赖的想着书上看到过的增加运气 以及转运相关的符咒 信手上诸诗纸在空中胡乱画 刚刚比划了两下 这指头便碰上了什么东西 软绵绵的 圆鼓鼓的 嗯 还很有弹性 他不禁微微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就听对面 巴的一声尖叫 竟然是女子的声音 哎哟 啊 啊 对对对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哎 他不对啊 雍伯文脑海里立刻显现出 自己现在按着的那个东西诱人的形象 本能的急忙缩手道歉 但是说了几句才意识到 嘶 事情不对头啊 电梯里 明明只有他一个人 那前面的女人是哪里冒出来的 难道又是鬼在作祟 咖 雍伯文心里已经立刻联想起 刚刚才被自己消灭掉的那只鬼谷的 不禁背脊发寒 哎呦 那鬼谷的主人这么快就来寻仇了 这个念头自然而然的冒了出来 雍伯文不假思索的一翻手腕捏起定鬼印 狠狠抓住手指碰到的那个部位 左手提起大喝一声 安杀逆罗提 阳手对着想象中应该是头部的地方拍了过去 噗 只听一声闷响 雍伯文这下拍了个正招 便觉过手处是软软热热的 似乎是个三角地带 他的手正拍在两个粗大的分叉的中央 虽然一时猜不透这是什么部位吧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不是脑袋 嗯 这是什么东西啊 难道又是一个鬼谷那样的怪胎 雍伯文正大感困惑 百思不得其解的功夫 只听对面那个女生怪鬼 又是尖叫一声 随即大喊 啊 死狼 剑锋力气直奔他的妹门 呦 雍伯文急急向后仰头辩觉 呦 带着股淡淡的幽香紧贴着笔记的仙 擦了过去 随即头顶破空之声 急想 有什么东西冲着顶门砸下来了 同时小付出也是尽力逼人而来 竟是上下同时公道 此刻 四下是漆黑一团 雍伯文 睁目如芒 情况不明 上下同时遭袭 但是却 毫不慌张 右手指是死死抓住不放 抬着左手 提右腿 隔挡敌人的进攻 这怪声女鬼 一击不成 随后接连袭道 进攻的 逆如暴风骤语一般 雍伯文已经凭着右手 定住他的方位了 虽然看不到来势 但是也尽可以 凭借着听觉 来判断 对方大概的进攻来势 勉强的 比挡下来 就这一时间黑暗之中 啪啪啪啪啪啪 极响 就有如十几个 戴着手套的 巴掌齐齐的拍手 竟是连成一片 分不出个数 短短不过几十秒间 双方也不知道 过了多少招了 那个怪声女鬼 在急攻的同时 还不断地大喊 你放手 干嘛 你放给我 声音是高抗坚力 朕的雍伯文是耳膜隐隐生痛 头晕脑胀 不仅心中悍然啊 暗响 在书上可没看到过 如此厉害的鬼神攻击啊 我靠 连机械退鬼咒都不能将他击退啊 这绝非是普通的厉害啊 这绝非是普通的厉鬼啊 庸河博文不离 这绝非是普通的厉害 这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孩 大约十七八岁的样子 长长的马尾辫 T恤衫 牛仔裤 旅游鞋 身材高挑 叫曼妙 是该秃的地方秃 该凹的地方凹 让人看着只想流口水 这用古人的话来形容啊 那就是 夫如宁指 领如囚棋 指如护膝 勤手额眉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好吧 这最后两句啊 其实不怎么恰到 因为此刻 这个明显刚刚成年的美人 怒火中烧 脸颊潮红 美目狼饰 这恶狠狠的样子 实在离可爱 稍远了那么一点点 虽然这位年轻女士 脚踩天花板 大头朝下 倒立于前的样子 实在是有些古怪 但是雍伯文 还是第一眼就看出 她是货真价实的人 而不是鬼怪 啊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首先 鬼 肯定是没有影子的 啊 要不是施过法的镜子 也映不出 鬼的形象 而从这位美女 在灯光下 影子清晰不说 从电梯 啊 那根镜子也差不了 多少的门上 可以清楚地看到 她那诱人的背影 其次呢 鬼可是鹦鹉啊 不会有热气 而从雍伯文 手抓的部位来感觉 她可以确定三件事情 第一 虽然隔着衣服 但是呢 敷如凝脂的感觉 仍然清晰无比的 让她感到有种 说不出的激动 第二 哎呦 这个部位显然是很大 大到雍伯文 无法一手掌握 而且弹性 实在是极为的坚挺 那个凸起的圆点 正好在她掌心处 让那种 微酥的马痒的感觉 从手掌 一直传到了她的心底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热气正透过衣服传过来 清楚地表明 她阳气充足 突如其来的灯光 让正在交手的两个人 都不由得愣了一下 双方目光撞到一起 在经过短暂的对视之后 同时大叫起来 雍伯文忙不迭地 收回了那侵犯对方 长达两分钟左右的魔爪 哎呦 那个女孩 也一下子从天花板上 掉下来 很没面子地 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来了个四脚朝天室 哎 小姐 你没事吧 看到这位年轻的女士 趴在地上 身吟着 似乎是摔得不轻啊 雍伯文好心上前 想要把她给扶起来 哎 你不要过来 你不要碰我 女士条件反射地尖叫起来 哎 吓得雍伯文连连后退 直撞到臂上 这才是停止下来 心脏碰碰乱跳 大有从嘴巴里 跑出来的架势 啊 素素狼 女孩用带着些许 哭腔的声调咒骂着 吃力地从地上爬起来 一只手揉着 被撞到的脑袋 一只手 按着刚才被雍伯文 抓着的胸部 眼睛红红地 满脸愤然 要知道刚才雍伯文啊 生怕定不住 这突然冒出来的厉鬼 所以抓的是相当的用力 那 那么重要 而且娇柔的部位 被这种抓鬼的重手法 捏了长达两分钟 这要是不痛呢 才叫怪事 对对对对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雍伯文意识到 自己犯了大错了 一时鹅脚汗水如吸 连忙解释 小姐 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是有鬼 我哪得像鬼啊 女孩恼火地冲着 已经快要被吓破胆的 纯洁的年轻人 大吼大叫 一点淑女的风范都没有 这个世界上 有我这么漂亮的鬼吗 有带影子的鬼吗 有带热气的鬼吗 你刚才抓着我的胸部 那么长时间 难道这点都感觉不出来吗 分明就是想借鸡占便宜 天下男人一般黑 但我还真没见过 像你这么黑 这么色的家伙 哎 可是 可是你突然冒出来 雍伯文被骂的 乐乐地说不出话来 只觉得自己真是比斗鹅还冤 刚才的事情能怪他吗 你说 这女孩的出场方式 也太怪了吧 黑骨隆隆的 突然凭空冒出来 这换成谁 不也得认为他是鬼啊 再说了 刚才的事情发生的那么突然 雍伯文紧张的要死 还要宁神跟对方过招 哪有闲心感觉 抓着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可是可是可是什么 没什么可是的 这么简单的茅山树 难道你都不知道吗 女孩根本就不给雍伯文 解释的机会 认定了他色狼的身份了 算了 这笔仗我会记下的 咱们先说正事好了 啊 说正事 雍伯文不解地看着 怒火未熄的女孩 想不到她会有什么正事 跟自己说呀 难道是要请自己去抓鬼 不会是因为被抓了一下 就要以身相许吧 你是天使道的吧 女孩从背包里 掏出个掌上电脑来 按了几下然后念叨 雍伯文 男 二十六岁 属猴 父亲雍景生 祖父雍朗为 自称是天使北派正宗传人 哎 等会儿 听到此处雍伯文忍不住出言打断 什么叫自称啊 正宗传人 对 正宗传人就是正宗传人 啊 那除了你们自己之外 有谁承认过吗 有正事的证书吗 女孩 得得有毕业证书吧 当会计 得有会计证 当司机 得有驾驶证 当警察 得有警员证 当医生 得有医师证 就算你什么都不做 但只要有一个地方住呢 就得有身份证 这些证 都是大家承认的证明 没了证明 也就没了大家的承认 那你就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做不了 可是这天师北派正宗传人 没有证 只是家里祖祖辈辈 都是这么说的 既没有现实中的证书 也没有传说中的令牌 那不是自称是什么呀 一家子 几辈人上百年的 天师北派正宗传人 传到了今天才知道 不过是个自称的 永伯文不禁呆呆地发愣啊 他是个聪明人 但越是聪明人 便越有骨子吃劲 你说他要是笨得 要死一根肠子 那就不会想的那么多了 管他什么正不正的 只要自己知道 是天师北派正宗传人 那就够了 可惜他不是 所以女孩简单的一句话 便让他心思 立刻翻腾起来 没有人承认 你就算抓了再多的鬼 那也是无证上岗啊 这要是换一个行当 从业资格检查部门 是要查你的 警察是要抓你的 同行是要排挤你的 服务行业 服务对象 也不会相信你 捉鬼这一行 就算是没有前两种 前两种影响啊 可是后两种呢 至少最后一样 庸伯文是深有感触 他在这里设了这个 捉鬼工作室 足足一个月了 印了一千多份小广告 满街张贴 可直到如今 也没有一宗生意上门啊 这世界显然不是清贫的 没有鬼 否则刚刚看到的 那个算什么呢 摆明了就是 人家不相信你 这个突然冒出来的 没人承认的 天使北派正宗传人啊 所以你的捉鬼行为 属于无证非法行为 女孩得意洋洋地说道 把你捉到的鬼 拿出来吧 唉 看在米市出饭上 这次就不做处罚决定了 隐隐然这口气 便是警察捉住了 无证小伤犯了 庸伯文感觉有点犯晕 随口回答 那鬼 那鬼 那鬼被我化掉了 什么 化掉了 女孩猛然尖叫 那模样就好像被猫 踩到了尾巴一样 指着庸伯文大笑 你个笨蛋 白痴 傻瓜二百五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庸伯文反倒被骂得清醒 怪了 哎 你给我等一下 等一下 小姐 不是 你是做什么的啊 我捉到鬼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女孩从背包里 掏出个小本文 冲着庸伯文一晃 我叫于纯冰 是法师从业协会的资格审查员 专门对付你这种无证从业的神棍 法师从业协会 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么个组织啊 庸伯文 杜伯文 杜伯文 是接过小本 见封面上印着 法师资格调查员 这儿 的字样 轻轻地翻开 里面贴着眼前女孩的二寸照片 姓名 职务 全部都是跟他说的分号不差 最下方权限一栏 偏写着 查处 无证从事 捉鬼 辟邪等职业者 整个证件 格式标准 印刷精明 更重要的是 在印件处 除了盖有法师从业协会字样的钢印之外 还画着张 复杂的符咒 庸伯文是正经的那行人啊 一眼就可以看 这个符咒 绝对是货真价实的正邪符 画了这道符 那么这个小本 除了证件功能之外 便还多了一个 地邪的护身左右 于纯冰收回了证件说道 法师从业协会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知道的 你要是捉不到鬼的话 再过一百年 也不会知道有这么个组织 这是个行业自律协会 统一管理 包括捉鬼辟邪 降妖除怪 风水堪雨 占卜算命 等等等等 所有跟传统玄学有关的职业 只有真正的法师 才能知道它的存在 雍博文怀疑地说道 我可是真正的法师 那我为什么不知道呢 你怎么这么笨呢 愚蠢冰撇了撇嘴 不懈地说道 不要说那么多了 总之 我代表法师从业协会 向你正式宣布 你刚刚的捉鬼行为 属于无证从业的违规行为 本来 只要你把捉到的鬼上交 既可以获得初级的从业资格证 又可以免于处罚 可是 可是你居然把鬼给化掉了 还敢袭击本调查员 嘿嘿 愚蠢冰不怀好意地 上下打亮着眼前男子 嘴角露出一丝欢意笑 雍博文被他看得心里有点发毛 刚想说点什么 原本正下降的电梯 突然停了下来 门缓缓地打开 一个人走了进来 这是一个 年纪大约是二十八九的 清秀的女子 合体的职业套装 干练的男士短发 显得说不出的精神 这个女子走进电梯 看了两人一眼 微微一笑着说道 小鱼 你又在捉弄人了 她的嗓音 略有些沙哑 但是极具雌性 有种别样的诱惑 愚蠢冰堵起嘴 做撒娇状 逆声着说道 我说婉 婉兰姐 她刚才欺负人家了 这一声是又嗲又甜 那个女子还没表示什么呢 雍伯文却不禁打了个冷颤 忍不住直咧嘴 不想这样 一唇冰 眼睛瞬间 这边撒娇 那边也没忘了监视 看到雍伯文出怪像 立时转过头来一瞪眼睛 你什么意思啊 啊 没有啊 我有点晕电梯 雍伯文慌张地解释 啊 你好 我是法师从业协会 春城分会 捉鬼辟邪方向 从业资格调查员 罗婉兰 罗婉兰说着 向雍伯文伸出手 雍伯文慌忙 同这个气度沉稳不凡的女子 握了一下手自我介绍 啊 我叫雍伯文 我知道 罗婉兰文叫着说道 实际上 你们雍家 早在四十年前 就已经列入我们 法师从业协会的 调查发展的名单了 但因为你们始终 没有捉到鬼 所以 便一直只是暗中观察 而没有进行接触 一直监视我们家四十年 怪不得我一遇到鬼 你们就及时赶来了 雍伯文不禁叫了出来 心里大感不爽 被人这么看了四十年 那还有什么隐私可言呢 啊 不是监视 是观察 罗婉兰解释说道 只是每隔一段时间 来看看你们的情况 至于我们能及时赶来 是因为协会已经发展出了 结合世界先进技术 形成的全方位 鬼魂的监测系统 我们可以时刻地监测 整个春城 无论在何位置 出现鬼魂 都可以立即发现 就好像你的房间 今天一出现鬼魂 我们就立刻知道了 但是还没等我们行动 那鬼魂的信息便消失了 我们通过调查这里的资料和分析 便可以判断出 那只鬼魂 是被你给制服的 原来是这样 那你们来找我的目的是 雍伯文听得心中疑惑 总觉得这罗婉兰 说得不尽不识 他们的那个什么监测系统 要真是那么厉害的话 应该早就发现 废墨的身上有吸气鬼才对呀 怎么可能认为 那只鬼魂 是在他这里突然出现的呢 不过雍伯文心中怀疑 嘴上可是没说出来 他一直没弄清 这两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呀 所以便留了个心眼 没把鬼是被人背到他这里 而且还附带一只鬼骨的事情 说出来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虞伯兵抢着说道 你捉到了鬼 便已经可以进阶出击法师从业资格了 只要你把捉到的鬼拿出来 我们就会发你 给你发证 让你成为法师从业协会的正式会员 从此以后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捉鬼了 雍伯文对这个话是嗤之以疑 难道我不教 你们还能禁止我捉鬼吗 我辛辛苦苦捉到的鬼 凭什么白白交给你们呢 不觉得你们这么做 太霸道了点吗 你要是不教的话 我们当然也不能禁止你捉鬼 罗瓦兰脾气甚好 耐心地解释说道 不过这样的话 我们也不会给你提供任何相关的信息 而且还会及时截住 所有可能在你附近出现的鬼魂 让你从今以后再也捉不到任何鬼 这话的意思明显就是要 变相地禁止雍伯文捉鬼 不过既然雍伯文已经决定 除非鬼主动找上门来 否则以后啊 再不从事就没有保险 特不稳定 风险超高 而且收入还极低的 蓝领公主 罗瓦兰这话对他 也产生不了任何危险 雍伯文淡淡一笑 那太可惜了 鬼已经被我化掉了 不可能交给你 化掉了 罗瓦兰显得跟愚蠢兵一样意外 你怎么可能把他化掉呢 哎呀 这可真是太 太 太愚蠢 很多 没天理 愚蠢兵在旁边 帮罗瓦兰把没好意思说出来的话 给补充完整了 小鱼 罗瓦兰 横了愚蠢兵一眼 吓得女孩吐了吐舌头 不敢再说什么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 罗瓦兰沉淡沉吟了片刻 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 需要回去向上级解释 请示 暂时我们不会对你下达禁桌令 不过雍先生 不过雍先生 以后你再遇到鬼的话 可千万不要再化掉了 鬼魂也是天地万灵的其中一种 随意化掉 有干天和 是要减瘦的 近二十年来 即便是再兄弟的鬼 法师们也不会将他化掉的 哦 雍博文心不在焉地回答 低头看了看手表 表现出一不耐烦的意思 罗瓦兰微微地一笑 很识相地说道 那就这样吧 我们以后还是会有机会再见的 现在就不耽误雍先生的时间了 小鱼 我们走吧 鱼唇兵不满地说道 啊 就这么走了 他化掉鬼魂 可是违规行为啊 好了小鱼 不要闹了 罗瓦兰轻微地 赤鹤鹅 雍先生还不是正式从业人员 谈不到什么违规 嗯 愚蠢兵撇了撇嘴 宠雍博文一皱鼻子 转身 走出电梯 罗瓦兰从衣兜里掏出张名片来 递给雍博文 啊 这是我的名片 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话 可以打电话找我 雍博文 随手接过名片 看也不看 揣紧兜里 毫无诚意地说道 啊 一定 罗瓦兰道 也不在意他的态度 很有风度地 为一点头 转身 离开 对于雍博文而言呢 初次与法师从业协会的接触 并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 他也不认为以后会再与这个见鬼的协会发生什么关系 所以当他来到一楼走出电梯的时候 就基本上把这件事情给忘到了脑后了 离开了写字楼之后 雍博文在附近的小饭馆随便吃了点东西填饱肚子 然后在饭馆买了金袋装的75度的散白 提着酒袋走了出来 叫了辆计程车便直奔市政府 这市政机关呢 属于皇器 在风水学上来说是 治阳孤煞之地 虽然这个地方本身有些邪气 但是用来镇压凶煞厉鬼 却是再好不过了 雍博文初次捉鬼 便碰到了鬼谷这种制邪之物 虽然成功地化掉了 但是心里老是觉得不踏实 既怕这个鬼谷啊 没死透 又怕阳谷者前来暴露 索性下了狠心 决定以借气震慑之法 镇压鬼谷残渣 这样一来 这鬼谷就算没死 也永远没有翻身现世的机会了 而更主要的是鬼谷主人 与鬼谷气神相通 连带着也会因此而气运大减 从此一犯官微是非 一惹血光之灾严重的 还会得精神病 当然了 这些都是书上写的 至于是不是真的这么灵验 那可就不知道了 欢迎收听 砍空作品 租鬼公司 演播 文浩 后期 处子 第七章 上回书我们说到 庸伯文 稀里糊涂的与法师从业协会 进行了初步的第一次接触 没什么好的印象 吃完饭呢 又带上了75度的散白 叫了辆计程车直奔市政府 打算去化掉这个鬼谷 庸伯文 进了市政大院 偷偷摸摸地避过了保安 直上市政大楼的天台 见楼顶没有人 选了块阳光照射充足的地方 将那个装着鬼谷灰烬的瓶子 拿了出来 撕开了酒袋 往瓶子里灌了一些 再把瓶盖给拧紧 置瓶于地上 沾着酒液 在瓶子的四周地面上 画了张大符 然后踏步 捏纸念动咒语 将剩余的残酒一饮而尽 举着打火机放在前面 鼓起两塞一喷 一团烈焰 喷射而出 立时将那个面大幅 引成了火符 天台 煞风甚大 便见那火符 闪着幽蓝的光彩 在风中摇曳 晃晃 却就是始终的不熄灭 药瓶的下方的地面 好像突然变成了流沙 随着燃烧 屏底 慢慢地下沉 片刻功夫 便已经没入了楼顶 四下里 火焰就在同时迅速向着平底沉没的方位流去 如同水般被吸进了下水道口 呼啦啦眨眼 烫得是一干二净的 原本在放着瓶子的地面上 仅仅留下了一个小小的圆形的弹痕 瞧起来好像是什么东西 相近了水泥里面了 佑波文在那儿 佑波文在那儿瞧了这个圆痕一会儿 怎么看都觉得挺扎眼的 老是担心 这要是有人会看到 万一看到的人这一时好奇 把他给挖出来 那可是大大的不妥 他便捉摸着去弄点水泥 把这最后一点痕迹给盖上 来个彻底的毁尸灭迹 可是还没等他去找水泥呢 手机却先响了起来 一听到是那熟悉的金刚经凡畅 佑波文便立刻知道是谁打的电话 这是爱丽云亲自给的设的电话铃声 爱丽云倒不是信佛 只是觉得啊 这个凡畅很好听 而且还可以随时用佛家势律 来提点男朋友 不要念花惹草 他连忙把种种的担忧 放到一边先接女友的电话 喂 小文呢 双塔文化那边我已经联系好了 三点钟过去 我的车停在你们楼下停车场了 你开车到诊所来接我吧 爱丽云在电话里的声音 听起来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了 这让佑波文放心了不少 当下在电话里答应着 便即刻转身 离开天台 暂时把掩盖痕迹的事情 忘到了脑后 就在佑波文离开天台 不过两三分钟的功夫 一个人 低着头闪闪躲躲走了上来 好像身有重病似的 亮枪着静止来到了方才施法之处 啪通一声就跪倒在地 双手摸着那个圆痕如丧烤笔般的呜呜的痛哭 把脑袋往地上磕得是砰砰直响 完了 全都完了 全都完了 一百年啊 一百年的心血啊 全都完了 完了 我 我对不起列祖列宗 我对不起子孙护太阳 这个人正哭得起劲 忽听有人喝到 哎 人干什么呢 要哭出去哭啊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那个人受到干扰 收了哭声猛然抬头看去 便见一个保安 正站在天台入口处 横眉冷目地望着他 保安一眼看到那个人的面目 历史脸色大变 好像见了鬼一般浑神筛糠 喉咙间发出格格的轻响 嘴唇 轻动 挤出一丝怪声 也不知道嘟囔了句什么 随即转身就跑 但他刚刚迈出一步 便觉一只冰冷其寒的手掌 捏在了脖子上 下意识地扭头看去 眼前 却是一片血光 正是下午上班的时间 弱大个停车场中 连半个人员也没有 皮鞋踩着地面 发出充满节奏感的脚步声 在空旷的空间中挥荡 更显出几分寂静 雍伯文呢 是一向不喜欢这地下停车场 这种地方 以他作为天师的专业阳光来看 地下停车场 中年不见阳光 潮湿 阴暗 人气稀少 绝对是滋生不净之物的良好出所 而他所在的这个写字楼 处于低洼地带 在水平线上来看 比附近其他建筑地基 至少要低上一米 使得方圆数里内的阴湿之气 全都聚集而来 所以这里的地下停车场 便尤其显得潮寒 即使是在燥热的三幅天 走进这里 也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打寒暂 雍伯文熟门熟路地走到那辆 停在车场中央位置的 白色奇瑞的旁边 上车发动 缓缓地倒出车位 砰 一声闷响 车身一震 一个不知从哪里窜出来的人影 正撞在车尾上 旋即向后跌去 哎哟 倒霉 雍伯文不禁重重一摔方向盘 感觉有点恼火 他倒车的速度啊 并不快 基本上等同于乌龟爬了 但是那个人窜出来的速度 却好像快得 好像急于投胎似的 摆明了驾驶是主动往车上撞的 一般来说会这么做的人 除了脑子进水之外 那就是企图恶意敲诈 这种目的 那就是碰瓷 要说这种事情呢 他以前倒是听说过 但是没想到自己会有轻身遇到的一天 雍伯文虽然这样恶意猜测对方的目的 但是撞到了人 也不能不理会呀 哎呀 只得下车 等他转到车后 见那个人 扔动也不动的趴在地上 看不到面孔 只是那身干净整齐的保安制服 分外的抢眼 他不禁一愣 心里便有点打鼓了 这保安再不计也不会干 撞车敲诈这种事情吧 除非他以后是不想再干这一行了 哎 先生 你没事吧 用沃文走到跟前弯腰去推那个保安 当他的手按到保安背上的时候便觉得触手冰冷僵硬 手中一动怂然精紧 本能地向后抽身后退 而那原本动也不动的保安几乎就在同时呼的直立而起 他的身体欲曲 手脚未动 就如同身下安了个弹簧一般迅猛无比的撞向了雍伯文 雍伯文大感骇然 情急之下整个身体向后击倒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但是那个保安却也没有停下来 随即对准雍伯文 倒了下来 大友将他押成照片之事 啊 雍伯文急急地测混 便听身旁 沉飞辉扬 那个保安已经撞在地上 听这一下 绝对是摔得不轻 此时两人并肩而卧 雍伯文扭头看去 那个保安 同时转头 两人刚好来了个脸朝脸 眼对眼 那保安的脸上的肌肉 僵硬 且奇怪地扭曲着 泛这种诡异的死灰色 虽然与雍伯文近在咫尺 但是那死鱼般 翻着苍白的眼睛中 却只有一片死迹 哎 你 雍伯文骇然发声 但只来得及说出这么一个字 那保安把头往前一凑 好像疯狗一样张狗就咬 雍伯文击击缩头 带着浓浓苦臭味道的白花花的牙齿 紧贴着他的鼻子尖擦了过去 上下牙齿撞在一起 发出 一声嘴哭响 他心里是又惊又惧 不假思索 去你的 飞起一脚 正中那个保安的小腹 这一脚 竟然深深地踢进了 保安的小腹之中 保安喉咙间 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嘀嘀的咆哮 双手双腿连盘带夹 牢牢地 插住了雍伯文的脖子和腰 奋力拉扯着收卡 雍伯文被掐得是恋红耳赤 张嘴吐舌 呼吸是越来越艰难 胸口好像要炸裂一般 双拳忽乱地吹出 轰轰联想间 唧唧都打在这个保安的脸上 直将那张死人脸 揍得好像猪头一般 保安却是不为所动 只是死死地 扼住雍伯文的喉咙 同时双腿不住地 加紧是回缩 呼的又是砰的一响 好像捅破了层 后牛纸皮一般 雍伯文那只 踢进保安小腹的脚 竟是被挤得 自后背穿了出来 雍伯文胡乱打了几下 没有任何效果 双手渐渐的无力 情急之下也顾不得许多 奋力捏起八卦指 捏动五雷咒 变成轰隆闷响 一道电光 在纠缠死斗的二人之间爆开 喘叫声中 两个身形同时向后弹开 浓浓的焦糊味道 刹那间声疼而起 那保安被垫的向后飞出好远 重重撞在了水泥立柱上 这才摔在地上 一眼瞧去满身焦糊不说 肚子上还破了个通透的大洞 那好像一捆烂绳子的肠子啊 前后露出 情形真是惨不忍睹 但发出惨叫的 却不是保安 而是雍伯文 刚刚两个人纠缠在一处 他这五雷咒啊 属于无差别攻击招法 虽然击飞了保安 但是自己也是被垫的 满身焦黑 清烟直冒 一时间是痛苦不堪 正应了那句 自作自受的老话 雍伯文惨叫了几声 还没等从满身撕裂般痛楚 所带来的窒息感觉中 回过气来 就见到受到重创的保安 一下子从地上弹了起来 好像没事人一样 迈着大步重新冲了上来 这 这是什么 活尸 僵尸 刑尸 要说雍伯文 平时专门主攻捉鬼呢 对于辟邪呀 灭尸这方面的事情 所知不多 平时看书呢 也只是草草的翻过了事 如今真到用的时候 自然是两眼一抹黑 深刻了解到了 输到用时方恨少 这句老话的现实意义 不过这种要命的时刻 可不是吃后悔药的好时机 雍伯文也顾不得多想了 连忙翻身从地上爬起来 往两旁看了看 正见到墙上的消防处 当即一拳一拐地奔了过去 驱肘将玻璃砸碎 拿出消防处 转身一看 就见那个保安 正一步一步地挪过来 速度已经没有 刚才撞车时那般快了 显然是 那周人鬼妖魔通吃的五雷法 对他也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雍伯文砍腐在手 心里历史有了底气了 哎呀 也不跑了 反倒迎着保安冲了上去 那保安 显然已经没有了 人类随机应变的思维的能力了 眼睁睁看着雍伯文 拿着力气冲上来 而且目露凶光来善不易 居然也不闪不闭 仍旧塞制着 扎着两只手往前冲 雍伯文自然不会跟这具尸体客气了 待冲到跟前 当即手起俯落 寒光闪过 那个保安的脑袋便打着滚 飞上了半空 哎 可是那个保安 掺着雍伯文砍脑袋的机会 一伸手掐住他的脖子 把他整个人拎到了空中 就好像拎只小鸡一般 轻松无比 雍伯文被掐得直翻白眼 当即挥着斧头 将保安掐着他的脖子的手给落下来 这保安虽然没了脑袋 但是反应却依旧灵活 右手被砍下来了 左手紧借着一伸 又掐住了对方的脖子 这瞧起来好像跟雍伯文的脖子 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 非要将他扭断不可 哎 雍伯文被掐得是怒火 跟废气一起的往上窜 力辅是落五 眨眼的功夫 这保安剩余的三只 全都离体而去 雍伯文啪击一下 摔在地上 痛得是屁股好像裂成了八瓣 一把把掐在脖子上的 那两只断手给扯掉 揉着屁股 撑着斧子站了起来 看着那被切得 如同蚯蚓般溜光的保安 身体居然扔在乳乳的而动 便扔了斧子 掏出了怀里的古书 翻到了相关的张印 又费了好几分钟 这才找到定时法 当下咬破手指 一样在保安的身体上 画了个血符 喃喃念了数句 那保安 终于安静下来了 哎哟 雍伯文这才松的口气啊 一屁股坐到地上 剧烈喘息着 从兜里掏出包香烟来 取出一根塞在嘴里 又拿出导火机点火 但是此时他的手 抖得是如此厉害 以至于好一会儿 都没能把烟给点着 最后只能泄气地 把打火机扔到地上 叼着那根没烟的香烟 正正地看着 那个保安破碎的尸体 发愣 七零八落的尸块 散落了一地 但是却连一滴血 都没有流出来 斧子切开的平滑的窗口处 肌肉泛着一样的惨白 血管断头 从中探出来 竟然是空的 雍伯文不禁感到一阵恶心 哇了一声吐了出来 他是吐了第一口 便再也抑制不住 低头大呕特呕 直到吐的是只剩了清水 胃里重新恢复了空荡荡 原始的状态 才算停下来 他又呆坐了片刻 待心头恐惧 与身上的伤痛 都稍稍减轻 提起精神 勉强地站了起来 将那几块蚕食收拢到一起 又掏出一张纸符来 轻轻晃着 扔在了石堆上 那堆石块 并好像被浇了汽油一样 砰的一声 熊熊燃烧起来 湿火闪动着诡异的 暗黄色的光芒 将雍伯文的脸 映得是阴晴不定 要说这件事情 跟上午捉鬼 灭谷没有关系 那可真是连鬼都不会相信 事情的发展 显然已经超出了 他以前所想的范围了 这样的抱负 会不会从此以后 接踵而来呢 这种抱负会不会 不仅仅局限于他一个人 而是要遍及他的 亲人朋友呢 啊 他一想到这里 心头大振 急急忙忙掏出手机 按下排在最前面的 那个快捷号码键 电话里传来阵阵待机的声音 雍伯文的心情 也随着这一声 接着一声 而变得越来越紧张 喂 电话那边终于传来了 那个熟悉的动听的声音 啊 雍伯文心里一松 吞了个唾沫 润了润 因为恐惧紧张 而又干又色的嗓子 这才尽量以平静的语气问道 小云姐 你没什么事情吧 艾丽云略显有些气喘地说 我能有什么事情啊 我正在诊所等你呢 你快点过来吧 啊 电话那头说到一半的话 突然变成一声短促的惊叫 学起所有声音 全都消失了 欢迎收听 砍空作品 租轨公司 演播 文号 王后期 兔子 第八章 雍伯文脸上的肌肉 秃得一跳 感觉自己的心脏 在刹那间 似乎停止了 跳动 我靠 该死 那个 那个家伙 果然也去找小云报复去了 你他妈的 雍伯文狠狠地咒骂着 三坐并坐两步 跑到了车旁 跳上了车子 廉价的奇瑞微型车 随即好像跑车一样 带着股旋风 猛冲而去 要说从写字楼 到爱丽云的小诊所 需要经过三条街 按平时最快啊 也是需要二十分钟的路程 被雍伯文 在十分钟之内就完成 代价就是 连闯了三个红灯 并且把那辆可怜的小车 擦得是满身伤痕 还离着诊所有上百米的距离 雍伯文就已经看到 平时里 总是人来人往的诊所门前 竟然冷冷清清的 连一个鬼影都没有 这让他的心不由地缩紧了 握着方向盘的手 都经不住抖了起来 千万不要有事 千万不要有事 雍伯文向所有知道名字的神神佛们 不停地祈祷 车子带着车轮摩擦地面的刺耳 的尖利声停在了诊所的门口 雍伯文冲下车两步来到门前 却看到门上挂着个 暂停营业的牌子 刺耳一听 门内悄无声息 他也顾不得附近其他人 惊讶的目光了 不假思索 对着门飞起一脚 碰 房门 被这含着 内加尽力的一脚 踢得给 引进去一个 伸脚印 重重地向内撞去 房门内啊 一片狼藉 就好像刚刚被龙卷风 刮过了一般 雪白的病历单 病历卡 撒得到处都是 后枕椅 东倒西歪 接枕台 翘着一只脚 斜斜地 椅在墙上 小云姐 雍伯文一面叫着一面 向里四处搜寻 整个诊所内空无一人 除了进门的接诊室以外 其他的房间 都如同平常一样整齐 很显然 艾丽云应该是 在接诊室内 遭到突然袭击的 雍伯文在房内 转了一圈 回到了接诊室 随手扶起一张椅子 坐了下来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慢慢地思考了片刻 试探着 再次拨打 艾丽云的手机 她传来的却是 已经关机 或不在服务区的提示 她想了想 又试着拨打诊所 几个护士的电话 这回倒是拨通了 只不过呢 三个护士都说 艾医生中午 回来之后 就给他们放假 说是下午休息 哎呀 失望的拆机手机 站起来重新仔细 检查接诊室 这一检查她发现呢 虽然室内是凌乱异常 但是没有东西损毁 这表明当事情发生的 肯定极为突然 而且短促 小云姐自幼一五双修 等闲三五个人 不能近身 怎么可能一个照面 就失手呢 难道是有鬼怪进来了 她想到了这里 站在接诊室的中央位置 捏着八卦指 大喝一声 独马蹄沙啪 房间的四角 幽的 升起了四股金光 就好像蛇一样 沿着墙壁 迅速地向着屋顶中央爬开 在她的头顶部位 汇成了一团 砰的一声爆开 金光好像水流一样 迅速贴壁流淌 眨眼的功夫 扑满了四壁 就连门窗也都是掩着 然后缓缓地消失无踪 这是当初 爱丽云刚买下这个开诊锁时 庸伯文设下的扶阵 可以驱邪避煞 增加气韵 四项驱煞避邪扶阵 仍然还在 鬼怪不可能进来 也就是说进来的 一定是个人 她琢磨着 第三次搜寻 接诊室 这一次 她试着找到 搏斗的痕迹 但是她没有发现 任何打斗所留下的 蛛丝马迹 却有一个发现 让她原本惊恐 慌乱的心神 稍稍安定了不少 她没有在室内 发现任何的血迹 那既没有搏斗痕迹 又没有血迹 那么爱丽云 活着的可能性 极大 来人很有可能是冒充病人 进屋 然后趁着爱丽云 打电话 分神的功夫突然发难 将其一击击倒 然后卢走 现在怎么办 报警吗 通知爱叔叔 永伯文随即否定了 这两个念头 报警 报警怎么说呀 难道说 她捉到了一只鬼 然后呢 被尸体给袭击了 所以担心女朋友 也遭到报复 她要是这么说的话 警察会不会立案 她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她一准 会被送到精神病院 通知爱丽云的父母 除了让他们担惊受怕之外 也不会对事情的解决 有任何的帮助 看起来只能靠自己了 她现在唯一的线索 就是那个 背着稀奇鬼 走进她生活的废墨 只要找到这个废墨 才有机会找到 那个重鬼害她的人 但是当时废墨走得 是极为匆忙 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看起来只有去找那位 刘大师打听一下了 但是刘大师既然认为 他在抢生意 又怎么可能把 废墨的联系方式 告诉他呢 以刘大师传说中的品性啊 就算是庸博文给他跪下 他也不会说的 哎呀 废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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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博文感到有些泛男 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 嗯 突然间感觉这个名字啊 有些耳熟 上午的时候 因为他的心神 全都被吸气鬼 还有那个鬼谷所吸引 所以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现在仔细回想 便觉得自己以前 好像在什么地方 听说过这个名字 哼 小子 就凭你 也敢接废老的生意 啊 你也不看看自己 有几斤几两 在打听打听 这废老是什么人 刘逸在电梯口 说的这句话 突然跳了出来 让他心里一动 当时他并没有太在意 但是此刻回想起来 这位废墨 应该是位非常有名气 而有势力的人物 要不然刘逸也不会这样说 更不会在送这位 废老先生出来的时候 表现得好像 在极力讨主人喜欢的哈巴狗一样 但是任雍伯文 如何绞尽脑汁的回想 也想不起来 在哪里听说过这个名字呢 那也急得他原地转了几圈 突然冲出门去 跑到路旁的一间 报刊杂志亭 把脑袋从窗口挤进去问 老板 有关于那个费莫的新闻报纸吗 报庭老板 此刻正坐在那里 看着份杂志 闻声抬头 一眼看到一个黑乎乎的 仍然冒着歇酒糊味的大脑袋 正从窗口挤进来 哎呦啊 妈呀一声跳起来 逃出报庭 跑了几步 见四下里是阳光明媚 不禁摸了摸脑袋 自言自语 哎呦我去啊 这不对啊 这大白天的 怎么可能有鬼啊 当下转过身来 往报庭方向看去 却见一个从头到脚 黑乎乎的 如同从煤堆里 爬出来的家伙 正呆呆地站在窗口前 望着他 我靠 妈的 吓死我了 老板不满地嘟囔一声 转身走过去 哎呦我去妈呀 小子 你这 以后扒完没灰啊 记得出来洗个澡 才出来见人啊 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了吗 啊 对对不起 我我我我 我有点急事 急事急事 庸伯文自知 现在形象可怖 也没心情计较 报庭老板 那不怎么礼貌的言语了 哎 老板 你有没有关于那个 费莫这个人的新闻 报庭老板说到 啊 哎 当然有了 你你要哪 哪些方面的 庸伯文没想到 居然真的能够通过 这种方式打听到 会友的心里一喜 不假思索的说 所有方面的 全都要 真的要 你等会啊 报庭老板眼前一亮 弯腰翻腾了一会儿 捧出一大堆报纸杂志来 往庸伯文面前这么一放 啊 这些 都是最近近两天的 我靠 这么多 多少钱呢 哎 一公司 啊 你等会啊 报庭老板拿计算器 按了半天 一公司 啊 二百六十一元三角 啊 你买的多 零头给你抹掉 你 算你二百六好了 老板说的是爽快啊 脸上也乐得 好像开了花一样 大约是自打 经营报庭以来 就没碰上过 这么大头的买主 拥博文这摸了摸口袋 尴尬地问 哎呀 我只有一百块钱 能不能便宜点啊 哎呀 或许 啊 报庭老板一口回绝 博尔家 我这已经给你抹铃了 我这是小本买卖 买一份杂志 能多少钱啊 博尔博文犹豫地看了看那一大堆杂志 一眼扫到了放在最上面的一本 财经杂志的封面人物 竟然正是费沫 旁边醒目的大字标题 著名企业家 西洋井集团 董事长费沫专题 他连忙一把抓起那本杂志 见标价 十元 便摸出十块钱扔给老板 啊 那我就只卖这一本就好了 说完转身就走 报庭老板待了一待 见着大生意就这么飞了 不禁大叫 哎哎哎 小伙子 你你别走啊 你不是说全都买下来吗 你价钱给上你行不 不行我少算你 算你二百五好了 春城首富 全国十大富豪第一 全球华人富豪榜 第三名 这三个能把人吓死的名头 都属于同一个人 西洋井集团董事长 费沫 这是个在春城打个喷嚏 都会引起一起台风的人物啊 他的名字几乎每天都出现在 春城地方报纸杂志的各种版面上 也只有雍伯文这个 两眼不闻窗外事 两眼不看窗外事 一心只在网上泡的网虫 才不熟悉这个名字 杂志上的介绍这位富豪的文章 写的就好像传奇小说一样 自幼 父母双亡 独自拉扯弟妹 白手起家 基本上小说里 一位传奇人物 应该有的苦难的经历 只一件都没落下 全都让这位费先生给赶上了 最离谱的是 你说这种即时性的文章 还提到了说 据某位高人说 费家呀 是受到了不祥的诅咒 所以全都短命 从费沫的祖辈起 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活过六十岁的 而费沫的父母 更是只有四十岁 就双双故去 害得雍伯文一边看一边 不禁猜测 这篇文章的记者 以前是不是写武侠小说起家的呢 雍伯文 是从没想过自己 这第一次出手捉鬼 居然就会救下 这么大来头一个人物 如果对方只是个稍有些名气的小人物 或许事情还好办一些 他完全可以直接找上门去 但是对于这样一位超级富豪来说 如果他就这么跑去 说这种最让富人忌讳的 鬼怪附身事情的话 只怕不等见到郑主本人 就会被他手下给扔出来吧 哎呀 不过现在可不是犹豫彷徨的时候啊 一想到爱丽云 此刻身处危难之中 性命危在旦夕 而且不知道会受到怎么样的折磨 他就任何顾忌都没有了 先去到公司找 不行就直接去他家里 逼要的时候 给他下咒也要把他逼住 雍伯文这样在心里狠狠说着 根本就不管这种行为 可是天师派的大忌啊 拿定了主意 他便立刻离开诊所 直奔自己的工作室小屋 所谓这公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嘛 考虑到对手连鬼谷活尸 这种东西都能练出来 必定是极难对付的 所以他要先回去背其家伙才行 这就跟人上街打架一样 再怎么不计 也得踹把西瓜刀一样的道理 啊这个符咒要拿 陶木剑要带 还有什么阴阳八卦镜啊 糯米铁杀黑驴蹄子黑狗血 凡是尽可能用得上的 尽都翻出来 最后又把十几本家传的法咒书 也一并带上 收拾妥当之后 雍伯文洗了把脸 换了身衣服 跨上了装满家伙事的大背包 左手拎着装满黑狗血的大号高压玩具喷水枪 往门口走 走了两步 一眼扫到了趴在桌子上睡懒觉的大黑猫 别伸出控制的右手 把他抓着后颈给提了起来 好梦正憨的大黑猫被吓醒了 诧异地瞪着主人 发出询问的 雍伯文解释说道 小云姐被抓走了 跟我去救人 黑猫惊叫一声 四爪乱灯拼命地挣扎 雍伯文是大为的不满 你怎么这个样子 好歹你也是我们家 从我爷爷辈就养起的老古董级的宠物了 听说这越老的黑猫啊 血就越有灵性 像你这样活得这么老的猫 我可是从来没见过的 想来你的血 那准是退血驱轨的好东西 所谓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我们家养了你几十年 今天用着你了 你还推三组四的 黑猫用两只前爪抱住脑袋 喵喵惨叫个不止 哎呀放心啊 到时候 我只是在你的腿上 割一个小口放点血 绝不会要你命的 雍伯文一边嘟嘟囊囊的 给吓破了胆的黑猫宽心 一边走到门口 抬脚把虚眼的房门给踢开 碰 房门重重向后荡去 便听碰的一声催响 哎呀 随即便是一声 哎呀一声 有些亚异的惨叫 哎 永伯文吓了一跳 出来之后向门后看 便见一个穿着鼻挺 黑色职业套装的年轻的女子 正捂着鼻子站在门口 大大圆圆的眼睛里 泪光连连 显然是撞得不轻啊 小姐 你没事吧 雍伯文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询问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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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轻女子揉了揉鼻子 又顺手 试了下眼角 将快要滴出来的泪珠 给试干净 这才抬起头 看着雍伯文问 您是雍伯文先生吧 这女子 大约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身先腿长 身材堪比职业模特 留着齐尖长发 眼若秋水 唇似红阴 加上此刻 眼内含泪水 光阴阴的 真是别有一番 我见有脸的韵味啊 只不过她的鼻子有点发红 颇有些酒糟笔 前兆的意思 大是破坏形象 呃 你 你是 雍伯文知道 那红鼻头跟自己脱不了干系 心里有愧 说话也没什么底气了 啊 雍先生 您好 我叫韩雅 是费先生的私人助理 年轻女子 韩雅 客气的伸出手 哦 哦哦 你好 真是抱歉啊 刚才 我不知道你在门后 雍伯文把右手的黑猫 往立下一夹 腾出手来 与对方轻轻握了一下 也不管这个黑猫喵喵叫的抗一声 先忙着道歉 啊 没 没关系 淑女被撞到鼻子尖 也不是什么好看的事情 所以韩雅 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下去了 轻轻淡了一句 便 转到了正题 我这次 我这次来是受费先生委托 费先生 雍伯文这是定下神来 立刻意识到这个名字的意义 忍不住激动地叫了出来 是费莫吗 啊 是 是的 韩雅见对方很没礼貌地直呼老板名字 心里我有些不爽 但是他没有表现出来 仍然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费先生说 很感谢您今天上午对他的帮助 非常抱歉 当时没能向您表示感谢 他在家里仍有些事情需要求助您 所以 希望能请您到他的家中帮着看一下 不知道雍先生是不是有时间呢 哎哟哟哟哟 他他他他有时间咱什么时候出发 雍伯文连声答应喜出望外 哎呀 万想不到刚刚还困扰自己的问题 居然这么轻易就得到了解决 听起来那费莫的家里 只怕还有些类似于 他背上吸气鬼那种不干净的东西 他正式寻找那幕后黑少的大好线索呀 如果方便的话 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 韩雅下意识地又揉了揉 扔隐隐作通的鼻子 费先生请了人去宅里帮着看风水 更好一道 第九章 啊那太好了咱们走吧 雍伯文更是高兴 反身把门给关上 看韩雅仍呆吏在那里 有点不解了 哎不是这就走吗 啊啊是是 韩雅似乎有些走神 呃您需要带着这些东西吗 还有您的宠物 他顺手指了指雍伯文手里的水枪和叶下的黑猫 啊这是我的必备的工具 听他这么一提醒啊 雍伯文倒想起黑猫的事情来了 连忙把他从肋下解放出来 重新提在手上 哎呀 黑猫可怜巴巴的喵喵叫着 一副要死不活的表现 这瞧起来啊 刚才被夹的是实在是不轻 哎不要乱叫啊 雍伯文不满的晃了晃手 结果这黑猫在了手里被晃得好像个破口袋一样 连喵喵的叫声都发出了一阵阵的颤音 啊啊啊啊啊啊 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残忍的人呢 居然这样对待着可怜的小家伙 韩雅看着这可怕的一幕 心中突然涌起一股怒火 只想摇眼前这可恶的两族直立动物一口 黑猫似乎感觉到了什么 瞪大眼睛紧盯着眼前 一看就很好心肠的美女 叫声越发的细弱 只如刚出生的小猫一般 让人听了就忍不住生起怜爱之心 我来抱她吧 韩雅终于看不下去了 伸出手 把可怜的黑猫 从那万恶的虐处者手中解救出来 这种不客气的动作 吓得雍伯文一呆 我们走吧 冷冷地抛下这么一句 抱过黑猫 韩雅转身就走 头也不回 此刻她的心里啊 实在是很愤怒 作为一个爱心泛滥的年轻女性来说 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这种可恶的情境 所以她生怕自己要是回头看到那张可恶的面孔 会忍不住把她揍成猪头 庸伯文听她最后的语气很是不善 大卫不解 不禁感叹啊 哎呀 这女人心海底针的老话 果然不假呀 两人一前一后下了楼 便见楼门前停着辆黑色的大长房车 旁边站着个穿着笔挺制服的司机 司机看到韩雅走出楼 立刻殷勤地将后面的车门给拉开 雍先生请上车吧 韩雅示意让雍伯文先上车 雍伯文也不客气 把那个大号的水枪抱在怀里 弯腰钻了进去 却发现车里已经坐了一个人了 那个肥头大耳满脸横肉 正是刘毅 刘毅原本满脸堆笑张口玉说什么 但看到钻进车里的是雍伯文 他脸上的笑容立刻一脸 凶声凶气地说道 小子 你来干什么 哥 那表情变化之快呀 即使是大牌影帝 也有自愧不如了 是费先生请他去的 韩雅说话间已经上了车 看到两人面对面坐着 略犹豫了一下 便坐到了雍伯文旁边 刘毅的对面 雍伯文冲着黑猫招了招手 但是这个家伙呀 却舒舒服服地趴在这个美女的怀里 不敢动他呢 只是瞪着眼睛 喵 寒雅文声 转头狠狠瞪了虐猫者一眼 往旁边挪了挪 又转过半个身子 尽可能地让黑猫离着他远一些 弄得雍伯文是莫名其妙 哎呀 韩小姐啊 这 干我们这行呢 像我这样 有真本事的 少得可怜了 啊 大多都是些没什么真本事 只靠张嘴糊弄人的混事 骗子 费先生的事情这么重要 这要是被那些巨星叵测 只想骗钱的家伙给耽误了 那可就不好了 刘毅说这话的时候 眼睛狠狠盯着对面那个抢生意的家伙 言语的指向性清晰无误 雍伯文听得有些恼火 但是想到自己此行是为了救人 不想多生事端 便强忍了下去 转头 不理这个死胖子 韩雅 冷冰冰的说道 刘先生 做好费先生交代给你的工作就行了 请不要干涉其他的事 刘毅碰了个钉子 黑油油的一张脸 仗成了紫茄子 却又不敢对韩雅发脾气 只得迁怒于此人 恨恨的瞪着雍伯文一眼 远不再说话 车内 沉闷下来 三个沉默的人加一只趴着的猫 相对无言 气氛显得有些尴尬 雍伯文刻意地把目光掉向了窗外 心里盘算着 哎呀 到了地方应该怎样下手查找线索呢 想了不知道多久 回过神的看到窗外 正匆匆划过的景色 如今待了一下 下意识地问 哎 这 这怎么到市郊区来了 哎呀 没见识啊 刘毅痴笑着 你以为 像费先生这种有钱人 啊 会像你们这些小市民一样 在争着抢着 在市里买楼啊 啊 韩雅则淡淡地解释说道 费先生家的老宅在市郊青山 这次的事情主要跟老宅有关系 明显话不投机 雍伯文也不想再自讨没趣了 便闭上了嘴巴 重新把目光挪向了窗外 沿着公路行驶了约么一个小时 车子顺着一条窄窄的小路 转下了公路 这条路很窄 仅能容纳两辆轿车并行 但是修的是极为平整 路两旁也不是其他乡村小路 随处可见的田地 而是秘密的丛林 林中尽都是粗大的杨树 枝叉层叠遮天蔽日 最小的怕也得有三十四年的树林了 小路在林中延伸着 直到消失在看不见的翠绿的深处 要说雍伯文在春城生活了这么多年 却从来不知道这市郊居然还有这种地方 不禁大感好奇 打开车窗 便感觉一股阴凉湿润的微风扑面而来 夹着淡淡泥土草树 清新味道的空气冲入鼻子 竟是说不出的清爽啊 顺路而行 十几分钟之后 前方路上出现了高高的铁栅栏大门 将这延长小路拦腰 结围了两段 这门是鼓着的对开样式 没什么样式的花纹 通体契成了红黑色 一眼看距与周遭的翠绿的密林 形成鲜明的对比 即是醒目抢眼 当车子距离门二十米的时候 这大门自动打开 车子停也没停 便直接驶入门 进门之后 车子又在密林中行驶了 足足有半个小时 最后转过一个将近九十度的弯角 视线才豁然开朗 前方密林近处 却是一处小半圆形的山谷 两峰左右而立 对着山谷这峰 都是如刀销俯砍般的 俏丽的石壁 山壁的下方的古地之中 却是好大的一片庄园 其间是房屋连绵 房舍连绵 多是平房 最高的建筑也不过是 三层小楼 那小楼 位于整个庄园的中心 粉红的颜色 分外的形容 庄园的围墙在山谷前 画了一个大型的弧形 左右两端与峭壁相连 混成了一体 其实这种景象呢 若是换个地方 山再高一点 林再密一点 再加上一点点 缭绕的雾气 来两只真琴异兽 或许会给人 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让人恍如置身仙境 但事实上 这是在东北 著名工业大城市的市郊 这里山虽然多 但是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 插天入云的高峰 就好像 那怀抱山谷的两座山峰一样 不过一百多米高下 若是和真正的山峰比起来 充其量也就只能算是 两个小土包 这片面积不小的庄园 被两个土包抱在怀中 那也就是毫无气势可言了 严格来说 反倒是有些滑稽的感觉 不过雍伯文倒也没注意这些 他虽然 专精捉鬼 但是天师北派中 也有一些关于风水地脉的著作 闲来无事的时候 也曾涉猎过一些 想到这有钱人的祖宅 跟祖坟一样 通常都是很讲究风水的 便忍不住在心中 将此地与自己所学的 对照了一番 这一对照 谁 雍伯文不禁大吃一惊 怎么看都觉得这庄园 风水无一不是犯风水大忌啊 细细打量下来 竟然是个罕见的兄弟 嗯 好 真是个好地方啊 刘毅的声音突然响起指着前方 豪气万千地说道 嗯 哎呀 这此地 山清临袖 双风 对峙 左护右挡 光字顶入 云气自聚 哎呀 想不发达 都难哪 哈哈哈哈 雍伯文听在耳中 心里不免 直直万低谷 这山风 粗陋单寒 血味孤陋 干燥无润 相知两山后城 夹行 左空 右缺 风射入 这老话说得好啊 阴风吹人绝 阳风吹人穷 如此恶学 若是立宅 必定是贫穷孤寡 家族见衰 实在是大凶宅地啊 怎么他却说是 风水宝地呢 但他转念一想 这也是啊 这要是真是凶宅 那费莫游 怎么可能 富甲一天下呢 哎呀 看来还是 刘毅说的有道理 看来 我这风水上的本事啊 比起人家 那还可真是差得远了 哎 你还别说这 刘毅人品 虽然差了些 但想来本事 应该还是有的 想到这些 他便把那一肚子 一律 都藏了起来 不敢随意地开口 以防给刘毅 抓着嘲笑 他的机会 房车停在了 庄园大门的前面 三人下了车 便听见 河水声 潺潺 寻声看去 却是有条水渠 自门前经过 沿着长长的原墙 向着两侧延伸而去 最后没入了墙内 恰似个八字的形状 庸不闻不禁 又皱了皱眉头 这宅门前水声 碑银 且取水分八字 主败财局寺啊 正琢磨着 便又听刘毅 高声指点说道 嗯 好水啊 好渠 此为水龙护器 主质财望丁啊 哈哈哈哈 寒雅不知可否淡淡笑了笑 刘先生 我不懂这些东西 你要是想 说给费先生听的话 那也得见到他才行啊 在这里 他可听不到你的高论啊 啊啊啊 是是是 刘毅得意的脸色 便是一江纳纳的 不再说话了 只是从随神的公文包里 掏出个罗盘来 瞧了两下 又向私下里看了看 眉头不欺然间 微微的一皱 但随即便显出一副 若无其事的样子 寒雅不再理会留意 来到门前 杨生说道 我回来了 开门 黑色的铁门 无声地向两侧 划了过去 一股子凉风 自门内吹了出来 拥搏文遍体冰凉 夏日里的满身 燥热 消失无踪了 只觉得这风中 似乎夹着股 不祥的阴气 不禁打了个寒阵 空着的右手连忙 捏了个定身护神咒 默默喝了句 猪邪必退 那扑面而来的阴气 应声飞散了 拥搏文铭声 往门内瞧去 最先入眼的 却是一层 绿色的矮树 矮树的后方 一道银亮的水柱 喷射而起 在空中 崩溅成四散的水花落下 不少水珠 随风飘飞 带来了这风中的 丝丝凉意 请进 韩雅薇薇做了个请的手势 然后当先向园内走去 他走了没有两步 刚迈进园内 怀里一直舒舒服服 趴着的黑猫 突然 叫了一声 猛的跳了出来 一溜烟跑到了 雍伯文身前 又舒的 跳了起来 三爬两寸间 居然轻轻松松的 上了他的肩头 然后趴了下来 长长的尾巴摇晃个不停 原本眯成一条细线的瞳孔 此刻完全张开了 紧盯着那栋开的大门 喵喵叫个不停 韩雅停住脚步 不解的看了看那只黑猫 它这是怎么了 啊啊 正轻轻拍着黑猫的雍伯文 听到询问 哦 它有点怕生 没事没事 没事 咱进去吧 怕生 韩雅搞不懂一只猫 有什么怕生呢 只是有点担心 黑猫重新落到 那个可恶的家伙手里 再受到虐待 便伸出手 咪咪 来到这里来 我帮你进去 这路上一只 很乖很听话的黑猫 此刻却好像没有听到 她的召唤一样 甚至连扫都不肯扫她一眼 啊 她不叫咪咪 叫棉花 雍伯文尴尬地笑了一笑 对着尖头黑猫说道 棉花 去韩小姐那里吧 让她抱着 黑猫无动于衷 压根就不理睬的 算了 咱们进去吧 韩雅感到有些泄气 又不敢在门口 当个太长时间 只得放弃抱回黑猫的念头 转身 进门 心里却是不满地 暗骂着黑猫啊 真是不知好歹 居然跟那个虐待 她的家伙如此亲热 哼 不知好歹的畜生 刘毅 阴阳怪气地骂了一句 晃着手中夺盘 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庄园 雍伯文随着往前走了一步 黑猫突然又是 似乎有些畏惧地 紧紧抓着她的尖头 连爪子都不知不觉地露出来 刺透她单薄地下衣了 把爪子收起来 你抓伤我了 伦伯文恼火地 敲了一下黑猫脑袋一下 胆小鬼 有我这当代天师在场 你有什么可怕的 黑猫喵喵地两声 尾巴高高地翘起 侧着头 瞅着她 满眼都是不信任的目光 哎 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雍伯文 大感不满 我可告诉你啊 现在是考验你我的时候到了 能不能找到小云姐 就看这里了 我们绝对不能退缩 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 炼鱼油锅 那也要闯一把试试 你要是以后还想跟着我儿子混的话 那今天就别想往回溜 先跟我把孩子喂来 他妈找到再说呀 说完不再理会黑猫 深吸一口气 脉步 入门 第十章 迎门是一层矮树墙 修剪得整齐而没有什么个性 星典有几朵洁白的小花夹杂其间 在一片绿色的映尘下倒也有几分别样的韵味 树墙的后面 是一个月牙形的喷水池 水柱喷起三四米高 在空中散落下来 在阳光中映出一片七彩的碎红 左右的空地是齐整的草坪 草坪上方错落散布着造型统一的木制的小房 一条鹅卵石铺就而成的小路 自草坪间蜿蜒直入庄园深处 沿路而入 穿过几个样式差不多的单调的小院 再绕过一条骨着无比的灰廊 那栋粉红的小楼便出现在了眼前 庄园内极为的安静 这三人一路走来竟是半个人影也没有看到 弱大个庄园冷冷清清显得是空旷而阴冷 后方的山壁 恰好将大半个阳光给挡住 除了大门前的那一片空地之外 庄园的其他部分都处在浓浓的阴影之下 空气中充满了长久不见日光所积累的阴冷与潮湿 更远一些的树丛防射间 有些淡淡的雾气缭绕不散 薄薄的白雾之间树窑草洞模糊一片 又似乎有些怪异的浅淡的黑眼自己介绍过 说 庸伯文突然生出一种被人窥视的感觉 整个背脊也如同浸在冰水中 寒意直透胸腹 手足一时间竟冷得有些麻木 刘毅的一张脸 也变得些许不自在 走路的时候 这脑袋摇得跟个不浪鼓似的 左瞧瞧右看看 越看这个脸色变越差 等到走到那个粉红色小楼前的时候 整个脸已经有些泛青了 紧绷的没有半丝表情 此地风水格局之差 简直已经到了举世无双的地步了 若是有此项目的话 足够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 什么绝世啊 败财 损命 伤身贫苦 孤寡 犯官威 兵劳灾 等等等等 样样齐全 认识什么样的人家住在这种地方 那不死个干净绝户 那才叫怪事 诶 可是人这费家却是反而人兵兴旺 而且大富大贵 这实在是让人摸不到头脑啊 当看到那个粉红色小楼的时候 刘毅终于 啊 惊呼出来 张口结舌指着那个小楼 愣愣地说道 哎呀 这 这是 这是学位啊 怎么能 怎么能 一时间胸闷气短 连话都说不下去了 什么学位被这么筑击建楼一折腾 龙器必伤 再好的格局都不复存在了 认识利宅藏人都只能招惹灾祸 龙博文眉头紧皱 心里啊 这一时间忐忑不安 只觉得这个地方透着股诡异 以他长久练就的法力灵觉来看 更是死气满盈 绝非活人应该待的地方 若不是为了救女朋友 只怕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扭头 就走 离这个邪门的地方 远远的 啊 怎么了 韩雅听到刘毅的叫声不解的回头 刘先生 有什么问题吗 啊 啊 没有 啊 没 没有 没有 啊 没有 刘毅的脸色变得煞白 神不守舍地回了一句 并自己在那里不停地嘀咕着 手指 在罗盘的遮掩下 偷偷地掐算个不停 这是听风楼 费先生接待贵客的地方 韩雅转过头来指着那个粉红色小楼说吧 走吧 费先生正在等着你们呢 心中 心中各怀不安的两个人随着寒雅走十击而上 到了门口 便可见门上方挂着块牌匾 梳着三个草体大字 听风楼 那扁是黑底 字色是鲜红 蒙一眼瞧去啊 淋淋淋淋便好像鲜血颇旧而成一般 哎哟 雍伯文看在眼里不禁打了个哆嗦 不愿在这个扁底下多待了 连忙呛上一步走进屋内 楼内客厅十分的宽敞 正当中摆着云石桌凳 南北两边是全套的酸枝工作椅 再往后则是摆放着栽了大棵花树的巨大的花盆 透过那个枝叶遮掩 可见后方的红林木雕刻的葵花名窗 窗上镶嵌着红黄蓝绿各色的玻璃 玻璃上树影泼缩摇曳 模模糊糊好像无数个手臂正在挥舞百动 迎面靠墙 正宗是一个高大的书架 架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书本 书架的正宗却是几层玻璃格的 放着这一眼就能看出价值不菲的玉器摆设 书架的左右 两侧可各建一道楼梯 想来是登上二楼的入口 整个客厅摆设造型古异盎然 雍伯文方一走进竟然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 就仿佛一不小心呢 走进了某个时空之门回到了过去的时候 又以为是跑到了哪家正在拍摄古装剧的剧组现场 两位请坐 我去请费先生过来 韩雅冷淡而客气的冲着两人一摆手 便转身走出了小头 这刘毅啊 大约是从成名以后就再也没走过这么远的路 就见到额头上已经是汗珠了 等这个韩雅一走便迫不及待的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 庞大的身躯压的身下的吱嘎吱嘎椅子 一阵作响 雍伯文倒是不敢疲惫 将手中的这个水枪与背上的这个大包卸下来 随手放在椅子上 又拍了拍肩头上的黑猫 有些无聊的在客厅里 转了几圈 便走到书架前随意的浏览 架上的几百本书中 倒有一半是 关于风水运程推命辟邪之类的 看起来费沫还是比较相信这些东西的 雍伯文随手抽了本《遗龙经》 还没等的翻盖 突然听到一阵 女子的哭声 隐隐约约地传来 黑猫吱声叫了一声 猫全都支了起来了 半躬着身子 一副叙事待发的样子 那哭声一闪即逝 等雍伯文支起耳朵 想要细听并查找来源的时候 已经再没半点声息了 她心中惊异不定 回过山来 却见刘毅 正稳稳荡荡地坐在椅子上 摆弄她那个锣盘 雍伯文便忍不住问 刘先生 你刚才 有没有听到一阵哭声 刘毅 爱理不理地瞟了她一眼 冷笑着说道 哭声 哪来什么哭声啊 你怕是有了幻觉了吧 小子 小子 当初我可是跟你说过 不要接费先生的活 也不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 这要是耽误了费先生的事情 你可小心要吃不了 兜着走 雍伯文不想跟这个刘毅多废话 却也知道今天要是不解释清楚的话 他是绝不会跟自己善罢甘休的 只是耐着性子说道 刘先生 你不要误会 费先生请我来不是看风水的 我不会抢你的声音 哦 那你来干什么 难道费先生特意请你过来吃饭的 刘毅满脸的机械 显然是不相信他的话 费先生说的家里有些 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请我来帮着给清理一下 雍伯文 含糊地解释说道 我是专门捉鬼辟邪的 对于风水这方面事情 我是一点都不懂 哦 刘毅脸色稍见缓和 我就说嘛 在春城 要说看风水 那有谁还能比我强啊 费先生也不可能再找其他人了 雍伯文见气氛缓和 强笑了笑 刚想说点什么 你哭声却再次想了起来了 但是这一回却是变得响亮许多了 期间充满了七晚 哀凉 让人听在耳中 便不自觉地 心里发酸 只要跟着掉下眼泪来 这哭声真真切切 是从楼上传下来的 雍伯文猛然转身 望向楼梯 肩上的黑猫不再叫唬了 喉咙间发出呜呜的低鸣 身子弓得越发紧张了 那哭声再次消失了 雍伯文回头看着刘逸问 刘先生 你听到了吗 刘逸的脸色变得是又青又白 眼中满是恐惧 勉强地点了点头 色声说道 听到了 真的是那些东西 这哭声飘飘忽忽 阴冷凄凉 绝非人声 就算是笼子听到了 也会不自己的 心里发毛 这刘逸啊 虽然是风水大师 但是在捉鬼上面 却是一窍不通啊 可是他作为 术法中人 对这些事情 却要比普通人 知道的多一些 所以恐惧之心更深 怕是错不了了 雍伯文点了点头 有些狐疑地说 想不到这鬼竟然如此凶利 太阳还没下山 就该出来作祟 说到这里 他突然笨住了 暗想着 费沫身上的稀奇鬼 不也是大白天 就敢附在人身上 到处乱走吗 这鬼说不定 和那只是一路的 那小云姐的下路 可就要落在这个上面了 想到这里 不仅精神一震 也不再多考虑 反身一个肩部 冲到包裹前面 抓了一大把指幅 塞进裤头 再把陶木剑 插在腰带上 犹豫了一下之后 把水枪挂在了背上 然后左手拿着八卦镜 右手捏了个护身法掘 扛着黑猫 大踏步地 就往楼梯方向走去 等到跑到楼梯口 他突然想起 就这么把刘亦扔下 好像不太好 停下脚步 刘先生 咱们一起去吧 啊 刘亦听了 大吃一惊 连忙陪着白手 笑着说了 啊不不不 不用客气 你去吧 我在这里帮你看着门 别让这鬼跑了 嘴上说着 心里确实吃饭低谷 你他妈这小子 不是有毛病吗 一听到有鬼 兴奋的跟吃了屎似的 啊 那好 雍伯文 其实也怕这个刘亦 跟着一起去啊 再坏了事情 见他推辞 便也不再客气 随即冲上左侧楼梯 数步间便上了二楼 二楼正对楼梯 是个小厅 一侧呀 摆着沙发茶几 一侧 墙上挂着超薄的 大屏幕电视 沙发左右两侧 各有一门 全都是虚掩着的 随风 而无声地晃动着 这电视居然是开着的 演的是一部 九十年代的 港产鬼片 里面的一群主人公 正被鬼追的是 狼奔鼠窜的 一个个鬼哭狼嚎 但是因为静音效果开着 所以没有任何声音 雍伯文站在楼梯口 不敢贸然进入 四下观察 没什么发现 才小心翼翼地 来到了茶几前 茶几上 摆着的是 鲜的水果 还有个茶杯 杯中成了半盏茶水 茶几旁的小垃圾桶中 扔着几个果盒 仍是十分新鲜的 竟是刚吃完不久的样子 他略意沉吟 探手摸了摸茶杯 茶杯触手 微温 厅中的一切显示 这里刚刚还有人 在吃零食看电视 可是现在 人到哪里去了呢 他举起八卦镜 右手在镜面上画了个符 低声鹤道 追邪左窝 与我神镜 上乎金水 内明外暗 何鬼可藏 何魂可躲 急急如律令 鹤霸举着镜子 在厅中照了一圈 指明神 往镜中观察 便见这个左侧门上 有一团模糊的阴影 一时而时 当即不假思索 来到左门前 推门而入 门后 是一间卧室 窗上装着提杂 画着淡绿色的窗帘 窗子半敞着 略有些潮湿的微风 不时地吹入 带动的窗帘 白雾不休 窗前 摆着张黑色的书桌 两边堆满了画卷 正中央一幅宣纸 压在镇纸下 长长地摊开 纸上画的是 水墨山峰铺图 墨迹 未干 一旁笔架上的画笔 笔尖仍是湿的 对着桌子的方向 是一张单人床 墙壁上方挂着 装饰用的宝剑 床底下 有只 样子像小棺材的琴盒 长行的房间 只有那一扇小窗 再加上此地 本就处在悬崖阴影之下 是以整个房间 是阴暗昏尘 充满了令人窒息的 压抑之感 室内无人 雍伯文拿镜照了一遍之后 也是一无所获 正疑惑不解的功夫 却又听到那 淒淒的哭声 扑得响起 却是从墙壁后方传来的 用八卦镜 对着墙壁照了照 却还是毫无反应 他不禁呆了一下 然后想到了上楼后 没有看到另外一条楼梯的事情 便意识到 二楼被分成了两个独立的部分 很显然 是他上错了楼了 我却真是那么麻烦 他恼火的咒骂着 转身下楼 看到雍伯文下来 刘毅便迫不及待的问 这抓到了 走错边了 雍伯文没工夫搭理他 匆匆忙忙 上了另一侧楼梯 登上二楼的一刹那 他忽然间有种 又跑回了左侧二楼的错觉 同样是二楼 同样是小客厅 同样是两扇对开门 如果说因为这些 是因为只是出于设计上 讲究对称的考虑 而再正常不过了 而客厅中同样的 茶几沙发 同样的电视 甚至茶几上同样吃了几个 新鲜的苹果 和那剩下一半的 微温的茶水 这就很显然 只能用诡异来形容了 如果不是那个房间中 无处不存的 逼人的阴气的话 如果不是这个房间的光线 至少要比左 要按了一半 他真的以为 自己跑回左侧二楼了 一个奇怪而模糊的念头 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 他消失得如此之快 以至于 让他根本没有办法抓住 只留下隐隐约约的不安 强压下种种不适的情绪 举步走到卧室门前 深吸了口气 轻轻地推开了门 强烈的阴寒之气 扑面而来 同样的卧室 小窗 书桌 单人床 床上的画卷 墙上的宝剑 还有床下 那小棺材样的琴盒 一切的一切都如同是 左侧房间的镜中倒影般 全无二致 唯一例外的只是 这间卧室的书桌前 坐着个窈窕的身影 虽然开门无声 但是那个身影似乎若有所觉 在雍伯文推门的同时 转头向门口传来 刚好与他打了个照面 这是一个不过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长长的头发 大大的眼睛 圆嘟嘟的嘴巴 皮肤泛着粉红的颜色 真是如同布娃娃一般可爱 只是这个小女孩 稚嫩的脸上却挂着 与年纪极不相符的哀愁与悲伤 眼泪 沁满了泪水 让雍伯文看了一眼 便经不住心声爱怜同情 几乎下意识就张口 想问问这个小妹妹 为什么独自一人在这里哭泣啊 但他方一张口 话还没说出来 内心就已经惊醒过来 哎呦啊 好个鬼祸之术啊 雍伯文在心底冷笑一声 居然敢对我这当代天师 实战这种手段 真是不知道停过地后 那个女孩 看到门口站了个陌生人 连忙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站起来有些不高兴地问 你是谁啊 为什么闯进我的房间呢 你的房间 雍伯文冷冷地说道 人鬼殊途 你既然已经死去 何必还要站立人间 在此作祟 说完 记起八卦镜 念动射鬼咒 派上定鬼符 大喝一声 提耶罗马轰 定鬼符 嗡的一声 轻响燃烧起来 镜面随着火焰跃动 射出一道金光 照定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啊的尖叫一声 整个身体在金光的照射下 立刻变得如玻璃雕像般透明 让你有什么鬼于伎俩 在我天师面前也是不堪一计 第十一章 雍伯文出手得胜 心中是大为得意 举着镜子 来到那个被金光定住的女孩的身前 冷笑着说道 唉 我看你死的时候 年纪也不是很大 应该没什么太神的怨念 战留人间 不过是受人驱使圈养 说 那个养鬼的是什么人 只要你老实交代 我便帮你超度 那个女孩 可怜巴巴的望着雍伯文 没等她啰嗦完 便哇了一声哭了起来 透明的眼泪 是一双一对的流了下来 被金光一逼 满天飞散 化为点点荧光 消失不见了 这种鬼祸之术 对我不好使 雍伯文不屑一顾的哼了一声 我有浩然正气在身 又有法咒护体 你这种 女孩是越哭越伤心 眼泪是越流越多 那飞散的荧光 很快便围满了她的全身 好像无数飞窝窝窝的 萤火虫一般 啥是好看 你不要哭了啊 雍伯文终于有点 坚持不住了 口气软了下来了 既然你那么害怕 驱使你的人 我也不为难你 先把你收了 等回头帮你超度好了 女孩的哭声不停 越哭越响亮 身形也是越来越透明 黑猫是摇头直叫 有些鄙视的望着这个 欺负小女生的家伙 雍伯文有点不知所措了 你不要再这么哭了 你应该知道你是鬼 这流出来的眼泪 可是你的元气所化 再哭下去 用不着我收 你就把你自己给哭光了 哭 仍是哭泣 只是这哭声开始衰弱了 雍伯文觉得自己 好像个残害幼女的 无耻的恶魔 又觉得自己道法高深 这个看起来没什么法力的小女鬼 也不可能逃得出自己的掌心 便将这八卦镜收起来了 柔声安慰说道 好了 我不收你 这总该 女孩哭声未止 突然凌空飘起 穿窗而出 刹那间消失无踪了 只是哭哭啼啼地抛下一句 大卫蛋 青小孩子 我让你出门被吊下来的 飞机撒鞭 我靠着该死的小龙力 居然敢跑 雍伯文大为光火 见他自窗口飘飞出去 一时被怒火冲撞了头脑 不假思索 一个垫步冲向窗子 黑猫一声不吭 突然从他肩上跳了下来 哐当 他的脑袋 结结实实地撞到了 铁栏杆上 一个人被重重地弹了回来 摔到了桌子上 再掉回了地面上 又这一时间是晕头赚脑 腰痛一折呀 趴在地上 哎呦哎呦地叫了好几声 才勉强爬了起来 重新冲到窗前 抓住两根铁条 凤粒地向下拉扯 这大约是年头久了点 再加上刚才又被狠狠撞了一下 那看似汗得极为牢固的铁栏杆 被他这么一拉 便整个掉了下来 他用力过猛 抓着栏杆再次 摔了个四脚朝铁 发的这个地板呢 忽通直响 黑猫摇着头喵喵直叫 一副不忍目睹的样子 哎呦哎呦哎呦 我这怎么这么倒霉呀 难道今天诸事不利吗 出门前查查黄历就好了 庸博文躺在地上 百思不得其 只是此时也不是思考 这运气走向的时候 他咬着牙强忍着痛楚 又重新爬了起来 将铁栅栏抛在地上 走到窗前 向下张望一眼 见着二楼也不是很高吗 回头对黑猫说道 苗花 你在这里等着吧啊 说完一按窗台 喷 跳了下去 虽然进楼没有多长时间 但是当他跳出窗外的那一瞬间 还是明显感到光线 似乎比刚才暗大了许多 他落到地上 四下张望 见着草地上淡淡的白雾缭绕 摄像昏暗 却是人影鬼影皆无 再抬头向上看 空中乌云翻滚 却不知何时阴天了 四下里是寒气逼人呢 阴森恐怖 尽管是专门捉鬼辟邪的天师 但突然落到这种诡异的地方 他还是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只觉得心中寒意 不停地往上涨 里外都是一片冰凉 他定了定神将八卦镜举了起来 只是四下无光 借光施法的追索咒 一时是无用武之地了 不过这点问题呢 却难不倒他 随手拿出手机 打开上面的电筒 往这个镜面一照 一道亮光随即从镜中冲了出来 他晃着镜子 把亮光落到了刚刚跳出来的窗口上 便见亮光中闪出一个弱小的黑影 庸博文掏出张纸幅来 一晃点燃 往镜面上一扔喝道 四井开明八戒六方 相光为隐 追索鬼气 无界可藏 无形可遁 击 那亮光中的黑影 要呼呼地向前飞去 引着那处光亮 最后落到了不远处的一间小房上 黑影随即消失不见 啊 我看你往哪跑 他得意地嘿嘿一笑 关了手机 跑到那个平房前方 却见这个平房正中间 我两道黑线将整个房子一分为二 左右各有一门一窗 门窗样式一模一样 倒是相当的对称 庸博文略犹豫了一下 刚想要推开右门 却忽然听身后有个空洞的声音问道 哎 你要找谁啊 他门窗回头一看 哎 母亲大吃一惊 身后不知何时站了个高大的中年汉子 西服 革履 衬衫雪白 领带笔直 头发梳得是整整齐齐 长得斯文 又 加了副眼镜 标准的成功白领的形象 只是他的肚子 就开了个透明的大洞 细碎的血肉 我内脏啊 挂得里外 皆是真是毫不恶心 好大的一只鬼啊 见了天师不逃 反而搭上画来了 真是世风日下 鬼风不古 没了天理了 庸博文 烧经既定大喝道 哎 你好大的鬼胆 那个中年鬼汉 听了这句话呆了一下 把手伸进那个大洞里 往上掏 掏了掏 抓出个胆来 放在眼前瞧了瞧 傻愣愣的说 啊 我的胆没有肥大的地方啊 很正常 你看 说着把那个汗液淋漓的一个胆 递到了庸博文鼻子尖底了 庸博文是天师 可不是医师啊 至今为止 见到的鬼两只 而且形象清洁 死尸 一个啊 也是被人泡滚的 不是那么恶心 如今这一个血淋淋的胆囊 放在眼前 虽然没闻到什么味道 可是也恶心的 他肚子里一阵翻滚 好选 差点没当场 吐出来 他捂着嘴巴 偶艺给强压下去 怒吓一声 找死 掏出纸服 披面打去 啊 那中年鬼魂 躲闪不及 被这个符咒 制了个正着 正贴在脑门上 纸符上画的咒 及时定光闪烁 画为万千条金丝 将那个鬼魂 上上下下 缠了个结实 那个中年鬼魂 大约是脑筋呢 不太灵过 都到这种地步了 还傻乎乎的问 你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我当然是收了你 拥博闻哈哈一笑 往身上这么一摸 哎呦 却发觉啊 这刚才过于匆忙 把收鬼的容器 给落到包里 这个中年鬼魂呢 这会儿却已经反应过来了 哇哇哒 大跳 哎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人要捉我呀 一边喊着一边 就好像蚯蚓一样 在地上拱啊拱啊 往远处逃 还想跑 庸伯文追上去 一脚踩在他的背上 说 是什么人在驱使你们 还有多少鬼谷 哎哎 救救救命啊 救命啊 这个中年鬼魂 扯着嗓子喉咙喊个没完 庸伯文是忍无可忍啊 怒着说道 你已经死了 哪还有命可救啊 不用这么喊了 啊啊啊 中年鬼魂待了一会儿 那那应该怎么喊呢 你应该喊救鬼才对 庸伯文扯起嗓子大喊 救鬼啊 有天使要化掉我啊 这样才对 哦哦哦哦哦 中年鬼魂恍然大悟 连连点头 然后大喊 救鬼啊 有天使要化我啊 哎 对了 庸伯文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就是天使北派当代传人 兼掌门 天使 雍 坏人 稚嫩的声音在他身后响下去 一个小小的身影 猛地扑了上来 狠狠掐住他的脖子 大叫 快放了一声说说 你这个坏人 鬼小力气大 庸伯文被掐得是直翻白眼 也顾不得再再再 做自我介绍了 反手去抓这个胆大包天的小鬼 但手这么刚一伸到一半 就被一个冰朗的大手给抓住了 哼 我们现在都落到这个境地了 啊 你们这些人怎么 还要怎么样啊 低沉愤怒的咆哮声猛然响起 伴随着的是一股巨力作用 被抓住到了手腕上 便听万古 咯咯作响 就好像思想被折断一般 哎呀呀呀呀 庸伯文痛得差点没流出眼泪来 勉强的扭头看去 就见一个身高足有两米的轻壮的汉子 正横眉怒目的站在一旁 紧紧抓着他的手腕 这个汉子啊 不过是二十四五岁的年纪 绑大腰圆 小平头 穿了个小背心 露出的肌肉块块奋起 往那里一站遍 好像一座小山 立在当场一般 只是这位汉子的小半边身子 就好像相片一样 扁扁的 血肉连同碎一段的胳膊 无力地挂在身上 不时地往下吊着渣子 庸伯文被小女鬼掐得是说不出话了 本能地挥起另一只自由的手去解救脖子的大难 但这只手刚抬起来就又被抓住了 这回抓住他手的 却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 穿着中式的休闲装 外表倒是完整无缺 只是瘦得厉害 以至于雍伯文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 还以为看到了一副骨头架子呢 因为他太瘦了 所以雍伯文被他抓住的地方被硌得生疼 就好像锁上了副手铐一般难受 哎呀 年轻人哪 得饶人处 且饶人嘛 老人家摆出一副和射佬的样子 说一句喘两下 说两句喘三声 真让人担心他会不会把肺子给磕出来啊 不行 今天绝不能饶了他 半边壮汉怒吼着说道 难得有个人闯进来 今天就要了他的命 别让那些家伙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 有道是人山被人欺 鬼山被人抓 我受够了 对 不能放过他 杀了他 有怨报怨 有成报成了 把他随时万段 大家都分一块尝尝 此起彼伏的吼叫声突然响起 把已经被掐得出气多 尽气少的庸博文吓了一跳 勉强的血眼睛四下一打亮 哎哟 只见着周围不知何时冒出了一大群死鬼 一个个是千奇百怪 死相是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 要多离奇就有多离奇 这要是换个胆子小的 只怕看到这情景 当场就要被吓死了 死鬼们是群情激愤 说着便急急挨挨地冲了上来 这个脑袋上插了把菜刀的猛男上来抓腿 那个脑袋拎在手里的经典的女鬼上来揪头发 另一个双手都掉了的干瘦的家伙张嘴咬耳 这乱哄哄闹喳喳 也不知道是多少手闭嘴巴 上来是又抓又咬 可怜庸博文身为当代天师一肚子的捉鬼咒 满身的灭鬼符 却只因一时大意失了先手 便落入了这群鬼手之中了 眼看着整个身子都要被扯得零碎了 我靠 靠 难道我就这么死了 庸博文满心的不服气与不甘心呢 但是却是毫无办法了 模模糊糊地想 以前就听说过历代捉鬼的天师最终都是死于鬼手 没想到我庸博文也会落得同样的下场 只可惜救不了小云姐了 也好 这样的话 没准我们变成了鬼 也可以作对同命 就这个时候 一阵烦音突然响起 紧跟着便是多人齐声的烦唱 随着这肃穆庄重的烦唱 一圈圈的淡淡的金光自庸博文腰间散发出来 金光过处 阴暗的世界 历时一亮 啊 金刚精 我靠完了 碰上佛道双修的了 我以为快闪啊 奶奶的怎么回事啊 不是掐着他的脖子吗 怎么还能唱佛经呢 这原本气势汹汹的群鬼啊 历时抛下庸博文 鬼哭狼嚎一哄而散 庸博文重重的落到地上 哎哟 摔的是屁股啊 腰背啊 都是生疼 摸着脖子 咳了好一会儿才喘过气儿来 然后 立即迫不及待的掏出手机 看了一眼 果然看到女友的照片 正随着凡音 在屏幕上一闪一闪 小云的电话 永波文欣喜若狂 下意识地就要接听 那他马上警觉过来了 左右一看 那些被凡畅吓跑的群鬼 并没有逃远 只是躲在周围的房舍后面啊 探头探脑的张望不休 想来只等这个佛经一听 便要重新冲过来接着报仇 不过 既然庸博文已经脱身出来 又哪能再给这些鬼家伙机会啊 当即左手掏出一大把指幅备用 右手接通电话 迫不及待的张口就问 喂 小云见吗 啊 请问是庸先生是吧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厚重的男子的声音 啊 庸博文一愣 心中起疑冷冷地说道 哼 就是你吧 说吧 你想干什么 变化那头沉默了一下 就这个时候 一个断了左脚的断脚鬼 壮着胆子 蹦蹦跳跳地冲了上来 庸博文抬手继续一张符纸 将那个断脚鬼定在当场 因为罗婉兰说了 画鬼有干天和 所以他这回出来戴的纸服 都是威力相对轻柔的定鬼收鬼服 只是他忘了戴收鬼的道具了 所以现在只能用的也只有是定鬼服了 小文 你在哪呢 电话那头终于传出声音了 却是艾丽云的嗓声 只是他语音低沉柔软 还带着点哭音 没有了往常那种干脆的豪快乐 庸博文听到耳中心痛不已 那驱鬼者的鬼谷被他化掉 这回抓艾丽云也不知道会怎么折磨伤害他 他一边制服 把冲上来的鬼 一一定住一边关切地问 小云 你没事吧 啊 现在好点了 你在哪呢 艾丽云语气分外柔弱 别害怕啊 我这就去救你 你现在在哪呢 庸博文急得是满心火烧火燎 恨不得直接从电话里钻进去 啊 救我 电话那头艾丽云明显呆了一下 我现在在名人医院呢 啊 名人医院 好 我知道了 等着 我这就救你 庸博文说到这儿 突然意识到事情不带对头 啊 你 你怎么到医院里了 是被人救出来了吗 抓你的家伙去哪了 啊 什么 什么被人救出来了 你在说什么呢 艾丽云 那头也是明显一头雾水 哎 这两边的话接不上头了 哪出错了 庸博文大惑不解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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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不是被抓走了吗 我哪有被抓走啊 艾丽云的声音显得有些哭笑不得 我只是摔伤了 现在在名人医院住院呢 啊 啊 摔 摔伤 庸博文大吃一惊 怎么摔伤的 咱们上午通电话的时候 你突然叫了一声 电话就断了 我再怎么也打不通 跑到你的诊所 也没看到你人 只看到诊所乱得 好像跟打过架一样 我还以为 你被这个坏人捉走了呢 你说话在这会儿公布啊 这周围的鬼 已经越定越多 把四面都给堵得 是严严实实 好像用鬼 砌成了面墙 不过还是有后来的鬼 从仙区的脑袋顶上 不停地跳过来 庸博文手中指幅如雪花 一样不亮地飞出 瞧起来是漫天皇甫乱飞 既有气势 又赏心悦目 你想什么呢 爱丽云轻声说道 接诊室的灯管坏了 我踩着椅子上去换 结果 一下彩片掉下来摔晕了 好在当时 有个朋友正好过来 把我送到医院来了 说起来都怪你呢 在我换灯管的时候 给我打电话过来 让我分神 要不然 我哪会摔倒啊 哦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啊 哎呀 庸博文原本始终在嗓子牙里提着的心 也总算是放下了一半了 啊 那 那你现在怎么样了 伤得重吗 没有摔坏吧 还好了 只是有些轻微脑震荡 嗯 脚扭伤了 手腕也挫到了 大概得一个月不能走路吧 爱丽云有些郁闷地说道 你在哪啊 快点过来陪我呀 啊 啊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庸博文如是重负地 常常出了口气 我现在在市郊 你等着我啊 我这就去看你 对了 你想吃点什么 四周的群鬼 继续地勇梦地扑进 鬼墙是越垒越高 摇摇欲坠 爱丽云考虑了一下说 嗯 我想吃烤鸡翅 雍伯文迟疑地说 受了伤能吃太油腻的东西吗 再说了 吃鸡翅膀会胖的 我不管 我就要吃鸡翅膀 你快点去买 我现在好饿 就等着你呢 爱丽云的语气甜蜜 竟然难得地向他撒起娇来了 哎 这雍伯文心里一荡热血上脑 险些没顺着鼻孔喷出来 立即不假思索 好好好 你等着 我这就去给你买 哎呀 他刚说到这里 四面的鬼墙 终于塌了下来 大鬼小鬼 全都没头没脑袋 砸僵下来 把他整个人 都给压在底下 底面上 刹那间堆起的 一个高高的鬼丘 上啊 压死他 其他没被定住的群鬼啊 一声发喊 兴致勃勃 继续往上冲 将那个鬼丘是越堆越高 第十二章 木的电光一闪 轰的一声 整个鬼丘 应声四分五裂 就噼里啪啦的 电火花 奔射而出 群鬼飞的是 满天都是 被电的 哎呀妈呀 叫个不停 天空中 好像落了阵鬼雨一般 将远近那些 还想要往上冲的鬼们 全都被砸的 趴在地上 我靠 老虎不发威 你们当我是病猫啊 拥搏文字群鬼下方 一跃而起 身上是青烟之帽 还带着浓浓的 焦虎味 哈 本天是本着上天 有好生之德 原想超度你们啊 没想到你们 既然如此不知好歹 今天我就把你们 统统化掉 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马王爷 有四只眼 就这个时候 一只吊死鬼 恰好在他身边 落了下来 忍不住纠正 哎 你是马王爷有 有三只眼 不靠 我就四只眼怎么了 啊 你还敢骑士 骑士眼不成 我骑 弄过文 飞起一脚 这可怜的吊死鬼啊 手捂足倒的 就飞了出去 变成了天边的 一颗流星 喂 小文 你怎么说脏话呢 你在干什么 怎么乱哄哄的 又跑去捉鬼了 爱丽云的声音 突然提高了几倍 拥不闻 吓得一缩脖子 这才记起来 电话还通着呢 连忙裴笑着说道 啊 没有没有 小云姐 有个朋友在剧组 在拍鬼片 我在给他们做 这个倒数顾问呢 不信我把他找过来 你问问 说着把电话 塞进了兜里 左手在身边 抓了个水鬼 右手抽出 腰间的桃木剑 抵在那个水鬼的脖子上 低声说道 你帮我圆个话 我就不话 你还帮你超度 你要是敢乱说话 我立马打的 你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声 那个水鬼呀 刚才一直在旁边听着呢 一看这位显然是一个 很有本事的天师 有求于他 命悬于人 那还不立刻把头点得 跟小鸡灼米似的 拍着高耸的胸脯保证 放心 包在我身上 雍伯文这才把电话 从兜里掏出来 递给水鬼 水鬼连忙 换了个笑脸表情 啊 喂 是小鸣姐是吧 啊 我是她的同学 啊 我们在这里 在拍个鬼片 需要一个到处顾问 所以特地就把她找来了 你 你们是同学 你贵姓啊 爱丽云的声音里 充满了怀疑 啊 我叫曹明明 跟她是大学同学 我们交情可好了 特好 上学的时候形影不理 有犯同吃有难同当 我经常听她提起你呢 水鬼的口才显然相当的好 啊 虽然连这位天师 姓什么叫什么 还都不知道 却把两人的关系 说得是天花乱坠 亲密无比 啊 你把电话给小文 爱丽云打断了水鬼的喋喋不休 声音突然变得极为的平静 水鬼一听 自觉地圆满完成任务了 得意洋洋冲着天师 打了个胜利的微字形手势 雍伯文大为高兴啊 接过电话 小鸣姐 没骗你吧 哈哈 冷笑声自电话那段传来 听得雍伯文心里打了一个机灵 突然间有种暴风雨将至的 不妙的感觉 但一时又想不出 哪里出了问题了 雍伯文 你好啊你 声音突然爆发至最高强度 震得这手机都是一阵乱颤 你真是有本事了 啊 这么多年了 我居然不知道 你大学手还有个 交情这么好的女朋友 女朋友三个字 说得是咬牙切齿啊 从中可以想象 此时此刻 电话那头美女 已经是火冒三丈了 啊啊啊啊 雍伯文呆了一呆 看了看水鬼 这才发觉 那居然是个身材火爆的大美女 再一回想的 刚才说话时的声音 简直甜美到了 可以把心脏病人溺死的地步了 这真是病急乱求医 致人找兽医 临死抱佛脚 却不小心抱了个阎龙王 这完了 这下可是死定了 这水鬼一看大事不妙 尖叫一声 啊啊 跟我没关系 历史溜的无影无踪 啊啊 雍伯文 你这个没良心的家伙 我摔伤了住在医院里 你倒好啊 跑去找老情人了 我算是看透你这个花心大萝卜了 你去死吧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爱丽云气得哭出声音了 抽抽叶叶的大喊大叫 雍伯文满头大汗 连忙柔声解释 小云 你听我解释 不停不停不停 你去死吧 我再也不想跟你说话了 虽然这样说 可是他也没把手机关上 不过雍伯文 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他只是一面在心里 哀叹着女人吃起醋来啊 真是不可理喻 一面集中心智 便谎话 你不知道 那个家伙在上大学的时候 原本是个男人 这才做了变症手术没多久 这种超乱而且弱智的借口 亏得真能想得出来 不过听他的解释 爱丽云声音明显柔和下来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你是不知道啊 这小子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个娘娘腔 毕业一毕业之后 就迫不及待的挥刀自攻了 这英伯文是越编越离谱 信口开河 就差把这个东方不败葵花宝典拉出来 糊弄女朋友了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爱丽云冷哼着 除非你现在就赶过来 现在 可是我在市郊啊 坐车来的时候还花了好几个小时呢 云伯文是大汗淋漓 对付眼前的这些鬼怪 都没感到如此吃力头痛 爱丽云根本不听他的 我不管 总之你得马上过来 你不是自称学了一肚子道法吗 那什么缩地成寸啊 飞天蹲地之类的法术应该会吧 云伯文都快要晕过去了 只得苦苦哀求 我又不是神仙 又不是毛山派的妖道 哪懂这些啊 姐姐 您就饶了我吧 这样啊 那好 给你四个小时 如果四个小时不到的话 爱丽云突然压低了声音 恶狠狠地说道 你自己考虑会怎么样吧 啊 四个小时不太够 你再宽限点 云伯文讨价还价的话还没说完 突然面前阴风扑制 百忙之中连忙 向后一闪 没躲过去 被迎面扑来的饿死鬼 给扑了个正着 仰面朝天摔倒在地 手机脱手而出 那个饿死鬼啊 一扑得逞 将云伯文压在身上 不禁得意地哈哈大笑 黏黏糊糊的口水啊 顺着下巴稀里哗啦的 躺的云伯文滿身都是 牛伯文怒吼一声 �ounce一 soy 顺着烛鬼 拼面打去 将这个饿死鬼 打得好像风 mud 一样 这 healed 飞上了 讨价还价的希望消失了 而且又落了个没说完话 就敢随意关机的罪名 雍伯文拿着手机呆在当场 这周围的众鬼 此刻好容易全都落了下来了 看到此情此景 便有胆大的鬼 欢喜地高呼 哎 他那根手机摔坏了 不能再放佛经了 兄弟们 大家一起上儿灭了他 估计这位啊 生前也是混黑道的 喊起来 也有黑社会火拼的味道 与驾驶 群鬼真可谓是一户百应 再度勇猛而上 这这这冲的上来 雍伯文目地将那个破手机 往地上一扔 仰天发出怒吼 你们这群王八蛋啊 我跟你们骗了 今天非把你们全都划掉不可 好吧 右手捏法诀 左手掏斧 口中即刻 赌杀麻痹后 虽然没有带相应的符咒 但是不代表不能现场再画出来 这一声咒语喝出 他周身 阳气大声 狂逢呼啸 银银有金光 自捏绝的指尖放出 瞧着雷露 瞧着雷霆之势啊 群鬼也都识化呀 一时是吓得缩头缩脑不敢上前了 有那胆小鬼的已经开始往后退了 他不敢这么做呀 那个连传带壳的干瘦的老鬼结结巴巴的说道 画鬼 油肝天河 一寸画掉这么多鬼魂 肯定是要遭到雷劈的 大家不要害怕呀 他是在吓唬咱们的 虽然这样说 但是他的脚步却不自觉的向后移了 身旁那个中年呆鬼小心翼翼的说道 大叔啊 我看这个家伙好像受了刺激了 有点抓狂啊 根据我多年从医的经验 处在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 行动会不受任何理智可言的 咱们还是先闪了吧 我靠 在咱们地盘 岂能让他成狂啊 半边壮汉大怒说道 你们这群胆小鬼 跟我上啊 说着话便大步冲上来了 后面诸多鬼 面面相去 全都稳稳地站在当场 眼巴巴地看着那位 鬼胆包天的壮汉 去单挑天师 没有一个敢跟上去的 也没有一个出生阻止 这就是长颜所说的 鬼心眼 他们呢 都盘算得清楚着呢 如果这位出头鬼 要是上去就被那个抓狂的天师 化掉的话 那他们就立刻有多远 跑多远 如果这位天师 真的只是在那里 放狠话 吓唬鬼 那么 就是 他该倒霉了 半边壮汉 刚刚冲到近前 雍伯文已经将 陶木剑插回腰间了 捏了个定轨绝 迎面打去 先把这个 往枪口上 撞的笨蛋给定住 然后左手掏指幅 右手拿钢笔 这就要现场改符画鬼 周围观望的群鬼 不约而同 小退了半步 有的已经开始转身 准备逃跑了 我半边撞汉 被定在当场 也已经意识到不妙了 吓得是鬼脸牛曲 居然也留下了 一串串逗大的汗珠 雍伯文的动作 突然有些发僵 左手在空荡荡的裤头里 掏了半天 愣是半张纸符 也没找着 就刚刚打电话 那么一会儿功夫 他竟然把带来的纸符 全部都用光了 哎呦 大事不妙 雍伯文用眼角余光 扫了扫周围观望的群鬼 只见这四下出路啊 全都被挡得严严实实的 虽然他不靠指幅 单凭念咒也可以画鬼 但是那可是极为 消耗法力的 累死他 也顶天能画个十几个吧 可是这里 却足有好几百个鬼啊 不过此时此刻 可不是在犹豫的时候 要知道那些鬼 可都睁着眼睛 看着呢 看我法咒啊 嗨 雍伯文物的大喝一声 转身就往小楼的方向跑 周围观望的 鬼还没弄明白 是此次的 他在干什么 怎么回事啊 什么情况 他已经冲到了 挡路诸鬼的面前了 面动五雷护神咒 刹那间是轰轰乍响 电光闪烁 将众鬼炸的是 人羊马翻 连喊带叫 临阵脱逃 能逃得像他这般 惊天地 弃群鬼 也算是 世间少将了 但那个观战的 干兽老鬼 却是看出苗头来了 急忙打喝 哎呀 他这是在 他果然是在 虚张省事啊 大活上啊 说完这么一回 那瘦弱的胳膊 高举在空中 群鬼受到激励 呼啦啦 追着雍伯文猛冲上去 那个中年呆鬼 正想跟着一起上 不想 那个干兽老头 去拉了一把 大叔 你干什么 中年呆鬼 不明所以 回头一看 却见那个 干兽老鬼 一手拉着 那个小女鬼 一手拉着他 不但没有上前 反而 却往后退 笨蛋呢 你想上去送死啊 干兽老鬼 低声说道 那个人呢 是正牌的天师 身上法力雄厚 即使没有指幅 但凭咒语 手印画掉 其实个鬼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他不是逃跑 renowned 是想保存实力 有些焦急的说 那他要真是那么厉害 那咱们更应该阻止他去取纸服了 要不然的话 这里这么大块地方 躲到哪儿还不被他抓出来化掉啊 哎呀 急什么啊 干受老鬼嘿嘿一笑 你以为把我们抓来 求在此处的那个人 真能坐着看他 把我们掉化掉吗 咱们现在的任务 就是先躲起来 走吧 说完不由分数拉起 一大一小两鬼就往回跑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雍伯文乍飞挡露出鬼 撒腿就往小楼跑 他的背包在那楼里 只要拿到这背包里的家伙 那还不是有多少鬼抓多少鬼 就这几百个 看起来没什么本事的普通鬼 还不够他一把抓的 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却是曲折的啊 五雷护身咒 固然威力其大 但是耗费法力却也不少 而最要命的是 护身咒对鬼并没有致命的效果 众鬼没了魂飞魄散 被化掉的顾虑 冲锋陷阵 宜寡灵孤 那可是任谁都不肯落后 一个个大呼小叫的扑上来 冲在最前面的背轰飞了 后面马上又涌现更多的 而且那些轰飞的 在落下之后 立马又重新加入到攻击队伍之力 拥搏文一连放了三个五雷护身咒 只累的是浑身发软 不过呀 好在这小楼离的也本就不远 他终于还是成功跑进楼里了 楼内正厅 警务依然 刘一 孤零零的一个人 有些魂不守舍的坐在椅子上 不安的转头四下张望 而那装满了各式捉鬼器具的背包 依然稳稳荡荡的放在了另一张椅 庸伯文顾不上大力刘一 跑到椅子前伸手就去拿背包 可是没想到 他的手居然到了背包前数方厘米处 就停住了 好像是被一层透明的薄膜给挡住了一样 任他如何努力 无法接触到他的背包 怎么会这样 龙伯文背上历史冒出一层冷汗 心里闪过一个念头 随即伸手去触摸那个放了背包的椅子 果然 手再次被无形的阻力给挡住了 心面电转 立刻回神冲着刘一大叫 刘先生 刘一突然打了个寒颤 啊 谁啊 是谁啊 你出来啊 我刘一可不是被吓大的啊 虽然口气显得很强 但是雨调声音僵冷 充分显露出他此刻色力内人的实际情绪 他的目光几度扫过庸伯文 可是对于这个站在他身前不过几米开外的大活人 却视若无睹 啊 阴阳风格 庸伯文道吸口冷气 心里一时间说不出的恍然 这怎么可能呢 难道我真的误入阴间了吗 不对啊 刚才我明明接到了小云的电话呀 这里应该仍然是阳士啊 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阴阳风格的状况呢 还没等他想明白那后面的鬼已经追进楼内 大呼小叫着扑了上来了 将宽敞的客厅挤得是满满 时时 刘一 面色恐慌四下张望 两耳中隐隐约约听到似乎无数恐怖的声音在呼喊 但是呢 却偏偏却又看不到任何东西 直下的是面无人色呀 魂不附体全身塞堂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雍伯文长期以来练无所得了 只见他在厅内 是闪躲腾挪上蹿下跳 眨眼功夫 就在众鬼之间穿过来 到门口举手再施出五雷咒 将那些堵在门口的鬼炸飞 然后闪电般冲了出去 雍伯文冲出楼来 百忙之中举目似望 只见着天阴风尘 不知何时四下里 竟然变得漆黑一团了 黑暗之中也不知道有多少鬼魂跑了出来 尽都张牙舞爪扑了过来 就好像跟他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似的 他心中惶疾 不知如何才能摆脱眼前这种窘境 偏偏这些鬼魂还不给他安静思考的机会 被鬼追得跑了几步 心中怒气渐浓 再怎么不记他也是堂堂天师北派正宗传人呢 居然落得被鬼追得是满地乱窜 这要是让人知道了还不得笑掉大牙呀 又让他如何去面对天师北派的历代宗师呢 他猛地停住脚步 指着这紧追不舍的众鬼怒着说道 你们再敢追过来我可不客气了 众鬼是轰然大笑纷纷叫嚷 哈哈哈哈你装什么装啊 没了指服你这天师就是梅牙的老虎 你吓唬谁啊 伯王是大为光火怒吓一声 抽出桃木剑左手结印 咬破食指往这个桃木剑上一抹 脚踏击星守孽法爵 集合 这是金光悬引雷霆咒 天师北派三大凶咒之一 一经施展出妖魔丧胆 鬼怪失魂 再强的厉鬼在这一击之下也要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如今用来对付这些个没有什么法力的普通鬼呢 基本上等于是杀机用牛斗 只是这越凶力强大的咒语啊 副作用便越强 想当年雍博文初学此咒心里发痒 跑到这世交无人荒野做实验 结果引来了九天惊雷之后 全身精气都被抽光了 就好像全身瘫痪似的 在荒郊野地 躺了足足一天多 才被不放心寻来的爱丽云给救下 又在床上躺了足足半个月 才算恢复 而更可怕的是 她事后掐指算来 自己的寿命 居然因此而短了整整一年 此刻她可绝不是气昏了头 才要使出这招啊 她心里啊 算计得清楚 就这些个鬼 精明的厉害 也不知道在这里困了多久了 显然已经有些鬼老成腰的味道 单靠口头恐吓是镇不住她 所以打算弄些气势出来 这金光悬引雷霆咒始动之际 雷鸣电闪声势是惊天动地 但是法咒要念拳才有用 你要是只念一半啊 那也就是听个音响效果 没什么实际意 此刻就这个法咒一念 陶木剑红光炸射 隐隐风雷之声 自九天之上传雷 刹那竟化为隆隆的闷响 似漫长的列车 自空时过 其震浓一风呼启 隐约可见 电光闪烁 真是海人到了极点 第十三章 见此异象 再笨的鬼也知道 大事不妙了 再也没了刚刚的嚣张的劲头了 全都抱头鼠窜 第一时间乱作一团 雍伯文一面尽可能地把法咒念诵的速度放缓 一面左顾右盼寻找逃跑的路径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猫叫透过雷动之音 清清楚楚传入他的耳中 雍伯文心里一动 寻声望去 恰见黑猫棉花 正趴在二楼的窗口 瞪着绿盈盈的眼睛望着他 哎呀 真是笨蛋 他大骂一声 立刻回想起 问题的关键了 甩手收了咒服 趁着鬼心惶惶无暇理会他的功夫 几步冲到了窗下 飞升而起 伸手搭住二楼窗台 随即双臂用力 一个人便跳进窗口 进了楼内 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便是 弯身身臂 将棉花一把抱了起来 哎 抱到了 他忍不住高兴地咧嘴一笑 狠狠亲了棉花一口 哎 棉花 这回可真是多亏你了 楼下 传来嘈杂的叫喊声 哎 这这 这小子又是诈 哎 他在二楼呢 大伙快上啊 这回说什么 也不能让他跑掉了 呼喊声中 群鬼冲到楼上是 你跳我飞 将那个小小的窗口 挤得是满满实实 庸博文抱着黑猫 一溜烟 跑下了楼梯 回到客厅 看到庸博文回来了 这刘毅好像遇见了久别的亲人一般 热情地张着双臂迎了上来 结结实实来了个雄抱 带着些许哭腔 叫着说道 你咋才来呢 那当然没有啊 你可回来了 是不是把鬼都抓起来了 哎呀 你是不知道啊 刚才我听到个好些个怪叫声 鬼没抓到 都在我后面跟着呢 庸博文一句话 把刘毅那刚刚有点人色的胖脸 重新吓回了白纸样 在你后面跟着呢 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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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一面往门口退 一面连声追问 估计快冲下来了 庸博文来到椅子前 抓起背包 套出一叠收鬼符 又拿出了珠红的葫芦 在手里颠了颠 冷笑着说道 这回我让你们看看 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 他拿着葫芦 纸服一转身 就看到那楼梯口啊 已经是挤了一堆鬼了 但是他们却只是在那里 连喊带叫张牙舞爪 却就是不敢上来 嗯 庸博文看到此情此景 心中起疑 也不忙着施法 走上几步 仔细观察 发现那楼梯口 好像有一道透明的墙壁似的 将那些鬼魂全都挡住 任他们如何努力 也没办法冲过来 哎 怪了 他心里隐隐约约冒出个念头 只是一时把握不住 便索性先放到一边 记起一道收鬼符念动咒语 再扶纸烧剑 并起剑纸冲着 叫得最凶的一只鬼一点 再往这个葫芦口一画 符咒诗出 便好像抛出了绳子 只要套到哪个鬼 往回这么一收 哎 便可收进那个葫芦之内了 但是让雍伯文没想到的是 他这一招诗出 那鬼倒是硬指飞来了 只不过仍然没能突破 那道透明的界限 只是在那凌空啊 砰砰直撞 每撞一下 就缩小一点 这不一会儿功夫 就变得跟个麻雀打小了 其他猪鬼见到此景 争先恐后地顺着楼梯 重新跑回了二楼 不一会儿功夫 便什么动静都没有 啊 天使饶命了 那鬼呀是怜哭待喊 再没有一点嚣张气焰了 哎 雍伯文轻叹了一口气 挥手解了法咒 那鬼如祸大事 连忙转身逃掉了 室内再度恢复了平静 啊 雍伯文松了口气 感觉双腿发软 就近找了张椅子坐下来 慢慢撕存着 刚才发生的那些诡异的事件 已经退到楼门口的刘毅 看到他坐下来 连忙跑过来小心翼翼地问 啊 全都解决了 哎 差不多吧 暂时没事了 雍伯文淡淡地说着 心里有些瞧不起这个胆小的家伙 哦 哈哈 哎呀 那就好啊 那就好 哎 这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刘毅干笑着坐下来 没话找话 啊 我碰了一些鬼 雍伯文考虑了一下措辞 选择了对方能承受得了的方式说出来 呃 因为家伙没带棋 所以回来取 那些鬼就追上来了 不过在楼梯口那里 被什么东西给阻止了 阻止了 刘毅摸摸头左右瞧了瞧 黑黑笑着说道 啊 哈哈哈哈 难道这里有什么宝物阵法之类的 可以克制那些鬼 这废老可不是一般人哪 这庄园的风水也不一般 肯定是有高人帮他设了驱轨的 有道是说者无以听者有心 雍伯文心里一动 刚刚那个模糊的念头 立刻清洗起来脱口叫道 哎 没错 是阵法 啊 什么 刘毅被他过激的反应吓了一跳 刘先生 你精通阵法吗 雍伯文突然问道 哈哈 那当然了 刘毅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师从龙虎山九鼎派 最精通的就是风水阵法 在春城 我要是在风水阵法方面称第二 就没人敢称第一 哎呀 那太好了 雍伯文笑着说道 说着站起来抓着刘毅就往二楼跑 哎呀 刘毅顺着他跑了几步回过神来 立刻挣扎 你你你你你你你干什么 你你干什么 你不是说楼上有鬼吗 哎 你你拉着我干什么 哎呀 放心好了 这边没鬼 雍伯文紧紧拉着刘毅跑上左侧二楼 来到了卧室窗前 指着窗外 刘先生 你看 看看看看 看什么 刘毅胆颤心惊地紧紧抓住雍伯文 缩头缩脑四下观察 生怕哪里冒出个鬼嘞 哪里还有心思往窗外看呢 看窗外 雍伯文哭笑不得地把刘毅拖到窗口 放心好了啊 有我在 保证不会让鬼伤害到你的 你看看窗外 窗外 偏近黄昏 整个庄园已是一片的阴暗 从这里居高临下看出去 可见那些小房子东一蹴细堆 四下散落在黑暗阴影中 显得是极为的杂乱 似乎没有任何规划 一开始刘毅看得还有些心不在焉 可是看了几眼之后 神色正中起来 举起手里的罗盘 嘴里念念有词的 推算个不停 怎么样 刘先生 您看出什么来没有 没错呀 没错 刘毅放下罗盘 神情显得有些古怪 这整个庄园都是一个风水大阵 不过这风水阵 是个罕见的巨阴凶阵啊 凶阵 怎么个凶犯啊 庸伯文不解的问 你来的时候应该也能看出来一些吧 刘毅忽然回头看了看 压低声一说道 这里不仅风水格局奇差 而且学位被人为的破坏掉 可以说是即死即败的凶宅 即便是服务员再后的人家 居住这种地方用不了多久 也会破产死绝的 这个我也能看出来一些 庸伯文心里忍不住有些嘀咕 这刘先生在刚进门的时候 明明一个劲地夸这里的风水好 怎么转过头来话就变了 再凶的穴也有破法 可是这里 却又被人刻意地 布上了一种阴谷的风水阵法 整个庄园所建筑 都是靠山一阵排列 祖阳碧日 令这里是阴气聚集不散 使着穴位的胸意 更是加重了数倍啊 刘毅额头上冒出冷汗 这种阴毒的风水阵 向来是禁忌 不知道这补阵的人 跟费先生有什么深仇大恨 居然会摆下这种令人断子绝孙的绝护阵呢 不过 费沫先生现在家里可是人丁兴旺 富可敌国呀 难道是这风水阵没起作用吗 庸博文现在关心的可不是这个问题 那你看这风水阵的阵心 是不是就是这栋小楼 就是这里 刘毅指着罗盘 此处为败学之地 阳损阴亏 你再看这楼 半边折在峭壁之下 终日不见阳光 所以这里是整个阵法的阴阳分界之处 左阴右阳 我明白了 这阵法在凶宅处聚集阴气 人为地模拟出阴间环境 所以才能收求那么多鬼魂 啊啊啊 这什么 这回轮到刘毅听不明白了 啊 我的意思是说啊 有人通过风水阵法 在这里 坐了个人造阴间 左阳 右阴 右侧的楼梯就是出入口 雍伯文顺嘴把刚才的经历 说了一遍 呃 刘毅一听这里有成百上千的鬼 可被吓得黑点 又白了十分 整个成了脱脂棉球色 浑身发抖 腿肚子转筋 哆哆嗦嗦地说 这里真是太些门了 咱们走吧 雍伯文摇了摇头 没好意思当面嘲笑这位 鼠胆的风水大师 扶着他下楼 又忍不住问 对了 费先生请你来做什么 经过刚才那么一番交谈 此刻刘毅对他的敌意 倒是全部抛掉了 解释说 费先生说 家里想起新宅 让我过来帮着看看 哎 你也知道 现在政府啊 挺反感这些事情的 所以他特意叮嘱我 不要对外人说 要是知道他家里这么邪门 那他从来不会来啊 雍伯文一面听刘毅说着 一面心里琢磨 很显然 这个地方的鬼 既受困于风水镇 又得到风水镇的保护 与风水镇形成了互记互制的关系 他对风水镇不甚明了 却也知道 这风水镇与费家的气运息息相关 如果贸贸实实的 深入阵法中的人造阴间 把那些鬼都捉了 那这里的风水镇局 肯定就会被破坏 到时候不知道会对费家 有什么影响 虽然说这风水镇与地脉 都破败到了极点 但谁敢说两者不是以毒攻毒 所以才造就了 费家富可敌国的现状呢 他心里不仅有些犹豫 一方面不能放任那些鬼魂 困流人间 时间久了 必会转化为凶鬼 利魂 危害人间 另一方面 又不好破坏这里的风水镇局 想来想去 只觉得是万分为难 两人各怀心事 回到客厅 却见韩雅 已经反了回来了 韩雅见到他们两个 便迎上来 抱歉 让两位久等了 费先生已经回来了 请跟我来 请跟我来 这里事情复杂超乎想象 更何况刘毅吓破了胆子 而庸伯文接到女友的通牒 两人虽然心事不同 但却都急于离去 默然跟在韩雅身后 各自盘算着应该怎么提出 现在离开的事情 三人 一前一后 离开小楼 转到楼后 又穿过了一条 古色古香的回廊 前方出现了一座花厅 门窗紧闭 淡淡的灯光自其中透出 在这日落月隐的黄昏时刻 显得分外的明亮醒目 花厅门口站着两个仆人 看到这三人走到近前 便默不作声 将门向两旁拉开 庸伯文看了那两人影 只觉得两人是面青 纯白 极无血色 像是在长期在这种 阴鬼横行的地方工作的缘故 要是再过一阵子的话 这两人必定是气亏血败 轻则大病一场 重则性命不保 他看在眼里心中觉得不忍 琢磨着回头 怎么也要想个稳妥的办法 解决这里的事情 这正想着心事呢 就听前方传来 刘毅带着些谄媚的声音 响了起来 哎呦 费先生啊 你好啊 庸伯文下意识地扭头 向厅内望举 只觉得柔和光滑迎面而来 视线模糊晃动 眼前一片花乱 他眨了眨眼睛 待到看清楚厅内的情况 这心中便是突得一跳 只觉得一股寒气 刺脚底升起 迅速上冲 整个身体就如同浸在了冰水中一般 宽达二百多米的大厅之内 灯火通明 长长的西式餐桌 摆在中央 桌上是佳肴风生 两侧坐了十几个年纪不等的男女 每个人身后都毕恭毕敬地 策立着一名仆人 富贵人家的就餐场面 也是如此的气派 但是让雍伯文心惊胆寒的真正原因 却是在那坐着的十几个 衣室华贵的男女 他们每个人的背后 都背着一个鬼魂 有的鬼魂 已经变得漆黑怪异 有若妖魔 紧紧搂着身前活人的脖子 有的 却还保持着生前的样子 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 趴在人的身上 悲鬼者的年纪越大 身上的鬼的形状 便越凶利 而在座者中 年纪最小的那个 不过十三四岁的女孩 身上背着的 竟是刚刚雍伯文 在房间中遇到的 那个爱哭的小女鬼 小女鬼看到雍伯文进来 便愤愤地瞪了她一眼 然后转过头 就趴在前面 那个小女孩身上 此刻这十几个男 父都规规矩矩的 坐在桌旁 可他们身上的鬼怪 却是焦头戒尔 是怪态百出 有的东张西望 有的拿香红的舌头 舔着桌上的菜肴 有的呢 在人的身上跳个不停 将这花天衬得是 阴森诡异 刘毅打招呼的 是个中年男子 四十岁上下的样子 吸服鼻挺 背上背了个四脚瘦小 肚大如骨的吸气鬼 那吸气鬼的样子 简直跟雍伯文 在肺沫身上看到的那只 从一个模子里 刻出来的一般 只是 令小一号罢了 中年男子皱着眉头 略有不屑地 扫了刘毅 与雍伯文一眼 淡淡地说道 两位请坐吧 我父亲马上就过来 原来 他就是肺沫的大儿子 肺鼎心 是这样的 刘毅虽然看不到 厅中的诡异的 阴森的一面 但是他却一刻也不想 在这个地方待下去 陪着笑说 既然你们在用餐 那我就不打扰了 今天天色已晚 不利于观测 不如我改天再过来好了 正所谓 好汉不吃眼前砖 雍伯文 眼见情况不妙 也不敢在这里多逗留 盘算着回头 再来打算 也跟着说 是啊 我们今天就不打扰了 改天再来好了 不用改天 今天的日子 可是刚刚的好啊 一个声音突然 从两人的背后响起 这声音 嘶哑苍傲 就如同用铲子刮磨锅底一般 是难听到了极致 两人都被这难听的声音 吓了一跳 转身看去 只见一个人 正站在门口 身着厚实的古式长衫 头顶礼帽 眼带墨镜 脸上蒙着一条大围巾 全身上下遮的是严严实实 仿佛一个超大吃的粽子 瞧那个身形 那个高矮 正是废墨 只是夏日最炎热的时节 他这身不伦不类的打扰 这要是走到街上啊 多半会被人当成疯子笑话 但在此刻 这种诡异的环境之下 却凤外显得阴森恐怖的意思 第十四章 韩雅大约是从来没见过废墨这种样子 吓得一时说不出话 刘逸 上前陪笑着说道 费老先生啊 今天日已经太晚了 光线暗淡 不适合看风水 我还是明天再来吧 不用明天 今天正好 费墨说这话的时候 紧盯着雍伯文 虽然隔着墨镜 但是那目光之中的仇恨之意 也清晰地透了出来 雍伯文 心中砰砰乱跳 实在想不明白 自己帮他把身上的吸气鬼除掉了 为什么他就好像 在看杀父仇人一样 看着自己呢 费墨甘笑两声 停下来将礼貌 墨镜 围巾 一一地摘除 大厅内立时响起一片恐慌的惊呼声 只见费墨的整个脑袋 就好像个烂柿子一般 皮肤也不知道哪儿去了 红的肉与青的筋 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 眼皮嘴唇也没了 圆溜溜的眼睛与白花花的牙齿 直接镶嵌在红内青筋之间 更让人恶心的是 那些脸部的肌肉已经开始溃烂了 黄的白的液体不停地滴下 腐烂的臭味远远传开 寒雅满脸惊恐 捂着嘴望着眼前的一幕 然后一声不吭 向后倒去 丁博文连忙伸手把他抱住 一时间温香软玉满怀 只可惜他现在就无暇去享受这种难得的艳福了 老爷 你这是怎么了 爸 发生什么事情了 爷爷 餐桌后的肺氏家族成员乱做一团 有晕倒的 有尖叫的 有捂着眼睛浑身发抖的 还有往这边跑的 最镇静的 却是肺顶心 他冷冷地喝道 都坐下 看看你们 像什么样子 真给我们的肺家丢脸 被他这么一喝 那些人不禁都呆了一下 然后慢慢地 平静地坐了下来 大眼瞪小眼 而却没有谁敢再向肺沫看一眼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 却是那些仆人 虽然面对如此可怖的景象 他们却好像全都好像木头一样站在那里 动也不动 似乎根本就什么都没看到 算了 都回自己的房间去 别在这里给我丢人现眼 肺沫冷冷地说道 家主说话了 威权无双 桌子周围的肺氏一家呼啦啦站起来 争嫌恐后地往花厅后方跑去 片刻间溜得是一干二净 唯有肺顶心 留了下来 等闲杂人等都走近了 肺沫咬着牙 这才冲着雍伯文 从眼缝里挤出一句话 小子 看到我这个样子 你满意了吧 雍伯文强色镇定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费先生 我只不过是帮你把背上害你的鬼给除掉罢了 是啊 你很了不起啊 是神通广大的捉鬼天使 可是 你有问过我需要你帮忙除鬼吗 雍伯文一失语色 在他想来 有谁不想出去缠生的恶鬼呢 这还用问吗 你以为这春城就你一个能人会捉鬼吗 飞沫的声音渐渐高了起来 我们家四代上百年的风水大计 都被你这个自以为是的王八蛋给毁了 雍伯文一时没反应过来 刘毅却已经惊呼出来 难道是白鬼巨财阵 哼 刘先生 不愧是春城风水第一人哪 不错 正是白鬼巨财阵 费沫 阴森森地疏了 原来如此 怪不得 怪不得 刘毅难难自语两句 突然打了个哆嗦颤声问 那你请我来的目的是 你既然知道白鬼巨财阵 那还用我说吗 今天你们两个都乖乖地留下来吧 抓住他们 那些原本一动不动的仆从 应声而动 同时花厅大门一开 十几个壮汉 鱼灌而住 将出口挡得是严严实实 与那些仆从形成合围之事 将刘毅雍伯文和韩雅围在当中 这些仆从 尽都是面青唇白 但凡是露出的地方 没有半丝血色 眼睛定定无神 而且如同死于眼睛一般 向上翻着白 举步走动间 动作略显得有些僵硬 雍伯文看在这里心里一动 便觉得眼前的情景似乎有些眼熟了 不 不要啊 刘毅大汗淋漓 连声哀求 费先生 你放过我吧 我 我其实没什么真本事 就是一蒙人的骗子 这风水什么的 我是一概不懂 只是靠嘴皮子 骗人混饭吃 费墨嘴角 抽动一下 似乎是在发酵 随着肌肉的牵动 便有碎肉掉下来 瞧起来不是一般的骇人 刘先生 太过谦了 难道 知道这白鬼聚财阵的人 还会是什么都不懂的骗子吗 叫到这里来的风水师 也有十几个了 可那些才是正格的骗子 没有一个能看出这里的风水阵 等死了之后 才知道一点用处也没有 靠 嘴那么快干什么 刘毅心里这叫一个后悔呀 真是悔得肠子都清了 今天的事情 看起来是不能善罢不甘休了 刘毅 不用求他 雍伯文情急之下 也顾不上客气了 顺手把怀里的美女塞给刘毅 也不多废话 提起五雷护身咒 冲着挡在门口那两个蒲丛 打了过去 激烈一声震响 电光闪烁 屋内电光随之一亮 那两个蒲丛 被惦记得是满身浇湖 倒飞出 把房门撞得粉碎 包围圈立时出了个缺口 这刘毅呀 也是个精怪 一看有机会 二话不说 双臂使力 把怀中美女像麻袋一般扛上了肩头 卖步就往门口跑 这已经烂掉一半的沸沫 看这个家伙来势汹汹不敢阻挡 主动闪到一旁 嘴里却说道 今天既然进来了 你还想出去吗 刘毅 你也是行家 又何必白费力气呢 不如乖乖地留下来吧 刘 我刘你骂个大头鬼 老子可不想死的 还被填在这里受苦 刘毅破口大骂的同时 脚下却是丝毫不停 他身体肥大 原本走几步路都要气喘的 但此刻的速度却是快得肥琐思 几乎是人影一闪便冲到门口了 拥博文居然都被他落后了好几步 不由得 大是惊叹啊 眼看再有几步就可以逃出大门了 不想门后人影一闪 焦糊的味道冲逼而来 随即两个黑乎乎身影挤进门来探手抓强留意 我去你妈的滚 如意怒喝一声 肥肥的身体猛的跳了起来 双腿在空中连环踢出 啪啪啪啪啪 正踢中那两个身形的胸口 便踢 两声闷响 这两脚深深陷进了胸口肌肉 居然被卡在了胸骨之中 留意着腿撤不回来 整个人失去平衡 重重自空中掉落下来 上半身着地震的是地面上颤 肩上的寒哑整个人被甩飞出去 原本下昏的寒哑被这么一摔大叫一声睁开双眼 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 却见数个痛体漆黑浑身青烟直冒的怪物 正从四面八方围上来 一边走还一边从身上往下吊着黑乎乎的碎渣 不禁眼睛一翻连伤都没坑便又昏过去 那两个胸口被踢漏的蒲丛 却毫不在意身上的伤势 缓缓低头看了看 然后同时抬手 把卡在胸口里的这个肥脚鸭子给扯出来 奋力的往两旁拉去 瞧那个架势是打算当场就把这个死胖子给一分两半 就这会功夫 庸博文已经冲到近前 反手自大背包里掏出了一把铁纱 劈灭撒去 便听 那两个铺从身上脸上 便是凡被铁纱制道的地方 全都露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洞 冒起屡屡红色的细烟 那些小洞旋即迅速的扩大眨眼功夫 就变成了一个个拳头大小的血窟窿 期间可见肉啊 血管啊 蠕动不休 却没有半点鲜血流出 那两个铺从同时软软地倒了下去 片刻间全身溃烂融化 最后只剩下两副白森森完好无损的白骨 见此情景 其他正在逼近的铺从全部都停下脚步 似乎感到有些畏惧 果然是虎事 庸博文心中稍安 转身站定对废墨说道 哎 停车场袭击我的那具活尸 也是你派来的 这铁杀 是他按照书上所写的专门配置出来 对付活尸用的法宝 经过黑狗血 糯米酒 符水 人身汁等诸多正阳之物 砖破活尸身上的阴气 对活尸来说呀 可谓是必杀武器 是又怎么样 当时我气晕了头 只想杀了你泄愤 好在你还有些本事 要不然的话 我可就没机会来修补好这风水大阵了 不过 你女朋友 应该是个不会发术的普通人吧 你什么意思 庸博文心里一跳 不期然的捏紧了拳头 放心 没什么意思 只不过 在同时也派了个活尸去诊所对付他罢了 估计现在 他的尸体都已经冷了吧 不过你是没机会给他收尸了 因为你今天绝不会有机会逃出去 这要是刚才没接到那个电话呀 庸博文只怕现在是 急得疯不渴 不过现在情形不一样 他至少知道啊 爱丽云此刻正好好的躺在医院里 等着吃烤鸡翅呢 以及琢磨着惩罚男朋友的办法 或许 那个活尸赶到诊所的时候 爱丽云已经被送去医院了吧 不过为什么他到诊所的时候 也没有发现那活尸呢 活尸 与僵尸不同 还有少许的智慧 诊所他部的法阵护人 那些东西进不去的话 就会在外面徘徊 等待机会 可是他当时在附近 却没有发现任何不妥之处 这可真是怪了 难道那活尸的智慧 又多了一些 所以知道翘班了 虽然一时想不明白 但是此时此刻 也不是想这些的好时机 此刻是黄昏时分 阳气大减 被日光逼入地底的阴气 重新聚回地面 正是这些阴邪之物 成兄的好时机 不利于做法驱邪 更何况现在摆明了敌众我寡 庸伯文也不会抱着这种 我不入地狱 谁放地狱啊 这种傻貌精神 硬挺着留在这里取鞋 秉着敌进我退 见是不妙立刻开溜的信念 庸伯文左手抓扶 右手捏杀 摆开架势 准备拦挡其余的活尸 扭头对刚刚爬起来 刘毅大喝 带他先走 刘毅答应一声 重新扛起韩雅 就往外跑 快上 魏莫怒吼声中 原本停下来的众多活尸 胡从重新向前逼近 哎 别过来啊 我这铁杀可是专门用来 对付你们这些活尸的 庸伯文恐吓地 撒出一把铁杀 没想到那些活尸啊 向两旁一跳 哎 就轻轻松松地躲过了 铁杀的袭击 这可真是正牌的活跳尸啊 飞沫 吟吟吟地笑着说道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少铁杀可扔 我东西多着呢 看到这水枪没有 正版的黑狗血 对付活尸这种邪物 是不二法宝 黑狗血不够的话 我还有百年老黑猫一只 庸伯文说着 拍了拍一只 在他肩上老是趴着的棉花 吓得可怜的黑猫 喵吾惨叫一声 全身毛都炸起来了 庸伯文说的是自信无比 心里却一个劲的在打鼓 暗暗许愿 只要我用博文 今天能生离此地 以后 我怎么再也不看那些恶心的活跳尸的僵尸电耳了 你以为 我这里就只有活尸吗 飞沫信心十足 我倒要看看你准备的东西 是不是能撑过一夜 两人正口头互相威胁的功夫 呼听门外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那刚刚逃出去的胖子又喘着粗气跑了回来了 你 你怎么又回来了 不会是迷路了吧 温伯文气得想当场掐死这个死胖子 刘毅带着哭枪说道 不是啊 这外面好多鬼 咱们出不去了 好多鬼 见到鬼了 你不是看不到鬼吗 雍伯文不敢再啰嗦 猛撒两把铁砂 拉着刘毅反身跑出房门 果然 门外的回廊啊 草坪上全部都挤满了各色的鬼魂 正张牙舞爪地冲过来呢 雍伯文这仔细一瞧 哎 都是熟人 啊不对 不对 是熟鬼 正是刚才那批追着他不放的恶鬼 呆呆的中年鬼汉 干瘦的咳嗽老鬼 甚至那美艳的女水鬼都在里面的 不用害怕 他们是处在阵法造成的人造阴间里 受困于阵法不能伤人 当他们不存在 冲过去就是了 雍伯文给刘毅吃了宽心丸 就打算把他往前推 但是这个死胖子 就说什么都不肯上前了 一边奋力后退一边说 太太太阳 太阳已经下下山了 是 什么 雍伯文大获不解 这太阳下山跟逃命有什么关系啊 这胖子不是被吓得神经错乱了吧 虽然这样想着 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抬头向上看去 果然见到天际一片的阴沉 最后一丝的光亮 正自缓缓地淡去 你们的死气到了 被墨的声音 自话听中悠悠地飘了出来 阳气一末 阴阳之界洞开 现在整个阵法都已经数基因 你要是有本事的话 那就把此地 这421个鬼魂 74个活尸和13个鬼谷 都化掉吧 前方群鬼阻路 后面活尸追击 暗处 没准还有一堆鬼谷 刺激而动 情势真是差到了不能再差的程度 刘毅吓得是面色如土 全身肌肉都跟抽风一般抖个不停 眼睛直往趴在他肩头的寒哑身上飘 目光中充满了羡慕 时成时时时琢磨着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昏过去啊 以减轻目前这种可怕的状况对脆弱的小心灵的冲击啊 好在庸伯文的性子却是 刚中有柔 那骨子摆折不挠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的狠劲 要不然他也不会在从没见过鬼的情况下 坚持自己信念长达二十余年 虽然情势危急 但是他却没有一丝的距异 既然无路可退 那就全力奋战 右手先抓了把铁纱以防活尸 左手掏出一大把纸服 腋下夹起了红葫芦 拉开架势 一副准备大批量的收鬼的样子 像个腐烂的尸体的肺沫 出现在门口 几乎就在同时 两侧的墙壁轰轰崩塌 从满天飞的砖石中 露出了一个又一个人形的大洞 那些面无表情的活尸蒲聪 自洞内走了出来 上啊 只要杀了他们两个 你们的痛苦就可以解除了 费沫沙哑的破罗嗓声 在沉沉的黑暗中 充满着异样的诱惑 听到了这一句那些活尸还没什么反应 可正面冲过来的群鬼 就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 发出高低错落的难听的叫喊 又蹦又跳 速度居然快了好几倍 独杀马毕后 庸博文念动咒语随手一扬 一叠收鬼符脱手而出 漫天飞扬 升到空中 便是一连串的砰砰微响声中 燃烧起来 一生星火满天 好不漂亮 定鬼符在刚才都已经用光了 此时剩下的都是收鬼符 倒也省得查看了 随手抓一把扔出去就是了 庸博文并剑指举葫芦 只带着指幅燃尽 便可大大方方的收鬼 他心里盘算着清楚 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在自己这边 留下硬拼 那是不执不扣的傻瓜 就算是指幅充足 可是法力啊体力啊 却不可能支撑 连着收着数百魂硬拼 再拼着几十个活尸 所以他打算靠着收鬼符 开出条路 从正面冲出包围 掏之遥遥 第十五章 要说他这打算呢 哎倒是挺好 但是就没想到那些指幅 堪堪然到了一半 平地里呼起一股阴风 那指幅便纷纷熄灭了 有气无力地坠落于地了 指幅没烧尽 那便半点用处也没有 跟撒了一堆白纸片 没有区别 啊 这怎么会这样呢 雍伯文可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情啊 以前看到过书里 也没有写过类似情形啊 一时间有些傻眼了 这些鬼符要是用不了的话 今晚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这是阴气太重的缘故 刘毅虽然吓得不清单 也知道自己能不能保命啊 全靠雍伯文了 见他出手失利 且迷惑不解 连忙提起精神为其解惑 这里本来就是破败阴气 再加上那阵法长时间的 困求猪鬼 使之阴上加阴啊 你那些指幅的阳火 顶不住阴气侵蚀 所以烧一半就灭掉了 还是拿些不用烧的指幅来用 或者你刚才放电那招也不错啊 不靠 你当我是发电机啊 五雷护身咒太耗费法力了 用的次数不能过多 我的定鬼符又用光了 雍伯文本能地催骂了一声 心底是隐约的一动 似乎从刘毅刚才那句话中 抓到了什么点 但是急切之间又想不清楚 等会儿 你刚才说什么 什么 拿些不用烧的指幅啊 不对 是前面 雍伯文件那些活尸 已经逼到近前了 连忙将手里的铁杀 大把撒出去 走低 逼得那些活尸 哎 连蹦带跳躲闪个不停 倒是于老式港片中 只会蹦不会跳的僵尸啊 有了几分神似 你那些指幅顶不住阴气侵蚀 刘毅 从后往前附述自己刚才的话 也不是 堪堪逼退活尸 那些鬼魂已经冲到近前了 雍伯文连忙掏出不用燃烧器和使用的定鬼符 一跌跌扔出去 把那些厉鬼统统定住 他这前后啊都要防顾 嘴上还要跟刘毅说话 一心三右 忙的是不亦乐乎 短短片刻便已经额头见汗手忙脚乱 眼看着就要抵挡不住了 那那那那阵法 长时间 困求助鬼 阴上加阴 你别说要说这刘毅的记性啊 也算不错 在这种情形之下 从后往前倒退 居然能一字不差 对 就是这句 雍伯文脑中一料 立刻抓住了刚刚冒出来的模糊的想法 这些攻击上来的鬼魂 并不是沸沫一样的 而是被阵法 阵困在这里 这里面就大有说到了 怎么了呢 要说一样的鬼魂呢 那会绝对服从主人的命令 但若只是受困于行事而不得不攻击 他们的普通鬼魂 那可绝不会像一样的鬼魂那样听话了 模糊的想法渐渐清晰起来 只是情势紧张 已经来不及细细考虑这个办法 是不是行得通了 他当下扬声大喊 我是天使北派当代传人 雍伯文 正宗的当代天使 我一脑门上立刻冒出一大片汗珠来 有点搞不清楚 这个家伙在搞什么啊 这个时候你还不赶紧想办法逃命 反倒做起自我介绍来了 天使北派 精善捉鬼辟邪 但是堪称天下第一的特长 却是超度鬼魂 你们受阵法镇压 既留人世间 无法转时轮回 超过十年 即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进入阴间 超过二百年 必定会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但是若有我相助 必定可以使你们摆脱困境 转世投胎 重新过活 这一番说起来 雍伯文已经是汗流浃背了 好几次闲闲 没被活尸给抓住 多亏了肩上黑猫 大叫 脾性 才算躲下来 群鬼 似乎无动于衷 依旧凶巴巴的 不停地向前冲 废墨 嘲弄得大笑 小子 你不是吓得大笑 你不是吓傻了吧 居然想要策动这些 胆小鬼造反 他们这些鬼魂都受困于阵法 要是敢忤逆我的意愿 我只要这么抬手 就可以让他们魂飞魄散 再说了 你天使派最不擅长的 可就是风水阵法了 你以为你有本事 解得了这白鬼巨阴大阵吗 我会解阵 胖子刘逸 心思赚得也不慢 立刻明白 雍伯文是想要阵前策反这些 被困在阵中的鬼魂 连忙扯着嗓子大喊 我是春城风水第一 第一人刘逸啊 师城龙虎山九鼎派 最擅长的就是 风水局阵 这白鬼巨阴阵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们不要怕他 他不是法师 没有法力啊 在阵眼之外的地方 根本就不能驱动 整个阵法 现在正是干掉 他的好时机啊 自古以来 有驱鬼的 有捉鬼的 有化鬼的 有养鬼的 还有搞人鬼练的 但是像这般临阵 策反鬼的法师 确实从来没听说过 这两位此刻的行为 也称得上是前无古人了 刘逸的这番话果然有效 那正猛的冲锋陷阵的群鬼动作慢了下来 你忘我 我忘你 似乎都有些犹豫了 飞沫感到有些不妙 扯着嗓子大喊 你们这帮死鬼都给我上啊 写不醒我现在就灭了你们 群鬼攻势顿了顿 但却恢复了原来的力度了 阵前策反宣告失败 这招明显不好使了 这 这 这 怎么办呢 刘逸可怜巴巴的颤声问 既然软得不行 那就只能硬闯了 这天师派啊 几百年来的威名 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今天 这莫名其妙的状况下 被他给弄去 庸伯文咬牙切齿 大喝一声 拼了吧 挥手自包里掏出最后两把铁砂 咬牙全都撒了出去 逼得那些活石仆从 狼狈后退 然后抽出桃木剑 并剑指咬破指尖 往剑身上这么一抹喝到 神兵火急如律令 击 桃木剑 蹭的冒出一抹红火的亮光 将持剑发飙的天师 脸色硬得是阴沉不定 跟进我 庸伯文反手拍了拍肩头上的黑猫 再撒出一把定鬼符 然后尸出五雷护身咒 将前方定在那里挡住去路的鬼魂 全部劈飞 捂着手中桃木剑 大踏步就往前冲 同时即刻 天为前 地为坤 乾坤无极 正气腹流 百携臂 桃木剑身 越来越亮 随着灰舞与黑暗中滑轨一道道明亮不灭的轨迹 一条条一道道 就犹如珠网似的天罗 在庸伯文身前身后 支撑一片火红的大网 将一行三人尽都护在其中 这是天师派中唯一的一套剑法 悬火辟邪天罗剑 共计三十六师 既可单剑施展 也可同时御使三十六剑 组成离火天罡剑阵 这套剑法全靠着施用法师自身的法力精力 借助陶木灵器燃起天罡正气焰 威力超强 称得上是鬼党杀鬼 协阻辟邪 实在是天下间一等一的破邪法术 当初他对付鬼谷也只不过使了两世 便大告成功了 只是施展这种剑法呢 不像是其他的法术那样 可以借助外力 而是全靠自身修为 雍伯文 自幼练习天师派道术 一身法力之深厚 算得上是世间少有 这施展这套剑法 也只能坚持十几分钟而已 至于同时施展三十六剑组成的剑阵 更是连半分钟都支撑不了 这也是他在开始的时候 并没有考虑到用这套剑法的主要原因 天罗剑一出 群鬼毙 胆大的抱头数算 胆小的当场趴在地上双手抱头 空中只驴下那桃木剑破空的呼啸之声 热浪翻滚之中 便连那阴风一时都消去不少 几人数步之间便冲进了鬼群之中 后面的活尸蒲丛似乎有所顾虑 全都放慢了脚步了 和那些鬼魂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雍伯文却知道这个法子不能持久 毕竟他还要留几分力气用来跑路 当下捂着剑拼了命的低头往前击跑 哎呀 这真是苦了留意了 一身肥肉 本来负担就重 再扛着个大活人 跑不了几步便已经是累得浑身发软 脚步一下下落在地上 沉得跟大象迈步一般 正挣扎着往前跑呢 忽觉左脚一紧一沉 哎 病好像定在地上挪动不得了 扭头一看 便见一只瘦的前后肋骨 一根根凸出来的无食鬼 正死死地抱住他的脚脖子 一边使劲拉扯着 一边在嘴里嘟呢 好饿呀 好饿呀 留意对鬼这种东西是不在行 不知道正牌的鬼魂 是不是直接食人血肉的呀 看到那黑漆漆的瘦鬼 撕着残缺不全的牙齿 对着他那又肥又嫩的脚脖子 张张合合 一副准备大块朵仪的样子 一时吓得是三魂去了两个 六魂丢了一半 骂牙一声 微软弱大个身子直挺挺的向后倒去 哎哟 啵通 正压在那无食鬼的身上 将那个打仗都不忘喊乐的无食鬼呀 压得是又扁又薄 跟相片一样 贴在地上 啊啊啊 雍博文听到刘毅的惨叫声 一时收步不及 又向前跑了两步 才停下来回头观望 正看到得到机会的周围群鬼啊 一拥而上 把他脱离了剑法保护的刘毅和寒雅 给抓住了 后方观战的飞沫 见群鬼得手 连忙大叫 快 快把他带到听风楼 众鬼嘻嘻哈哈叫叫嚷嚷 举着两人就往听风楼的方向跑 哎 救命啊 刘毅的哭声是震天动地 把什么鬼叫阴风啊 全都给压下去了 雍博文在肚子里痛骂一声 但呢 要不好放人不管呢 只得五箭紧追 不过看到这些鬼魂 不肯临阵反水 他心里有气 另一只手 不再捏法绝了 而是端起了一只 挂在肩上那装满了 黑狗血的水枪 要说这黑狗血啊 是辟邪的极品灵物 只是没有符咒配合 威力就要大打折扣 从毁灭性武器 退化成了 智商残性的武器 基本上要是喷到 鬼怪僵尸哪里 就可以把哪个部位给化掉 跟亡水对人的效果差不多 只伤不死 对人的作用或许会更大一些 但是对鬼怪来说 除了能激起他们的凶性之外 还真想不到有什么其他的好处 但是雍伯文要的就是激起这些恶鬼的凶利之气 鬼要是气起来会和人一样晕头 到时候不顾生死的扑上来 那就是等于自动的送到他的剑底下等死 这种要命的时候 什么化鬼有干天河啊 统统跑到脑后去了 减兽 那也比立刻死要强一百倍啊 好 就这么干 但还没等他大洒口血呢 一声嘀嘀的呼唤 却传入了耳中 大事啊 天事 请手下留情啊 手下留情 开什么玩笑 现在这可是拼命的 雍伯文扭头一看 却见一个干受老鬼 正胆怯地站在远处 借着周围群鬼的掩护 向他连连招手 这还是个熟人呢 不对不对 是熟鬼 刚刚才在听风楼外见过 还拉着手 劝他得招人处去招人呢 我正找你呢 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雍伯文有点小心眼啊 现在还记得 刚才差点被群鬼扯成碎片的事情 再加上这一肚子闷气无处发泄 濒临暴走边缘 一看老仇人在前 当时有点分外眼红的意思 一步冲到近前 抡剑就刺 老鬼吓得是整个变成了白色百忙之中 就地这么一滚 勉强躲过了这狠狠的一剑 咄咄嗦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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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起效果了 林博文心里一动 却不停手下的动作 只是把这个桃木剑在空中画来画去 斜着眼睛瞅着老鬼 做出一副不屑的样子 哼 我还需要你们帮忙吗 你要搞清楚 现在是你们需要我来帮忙 摆头困境 老鬼也不敢反驳 陪着笑脸 是是是 咳咳咳 我们需要天师啊 您帮忙 只是这个飞沫呀 这样控制整个法阵 我们要是不听命令的话呀 他只要反转阵法 是极阴变极阳 就可以立刻让我们全都昏飞魄散呢 咳咳咳 所以我们不是不想帮 让您帮我们 只是要顾忌呀 庸博文对阵法不了解 阵法我不行 你们得问刚才被抓的那个刘毅 他应该有办法 老鬼小心翼翼的 向这个阵法白痴解释 哎呀 天师不知啊 我生前呐 原也是个风水先生 对阵法略知到一二 这白鬼聚裁阵 结合阵鬼术 阳谷法 风水阵 以及奇门遁甲 是变化莫测 威力无穷啊 可以逆天改命 而且这阵法除了通常的阵眼 还有一个控阵者 整个阵法 与控阵者心意相通 只要他动动念头 便可以发动阵法 将我们这些可怜的小鬼 一网打尽 所以即使是破阵 也得先把这个控阵者 出去才行啊 以前有一个新来的风水师 被阵入阵中后 就想要发动叛乱 结果被这阵法打得是 魂飞魄散啊 雍伯文心里大是不以为然 他看得清楚 废墨呀 绝不敢发动阵士 把这些鬼魂全都消灭 一来呢 他这阵法 显然是需要聚集 白鬼因怨之气 来达到逆天改命的目的 这要是一次性 把几百个鬼全都灭了 这阵法也就失效了 这想来是废墨 绝不愿见到的 二来呢 只靠着那些笨拙的活尸 绝没有可能 把他和刘毅两个给抓住 可是这些胆小鬼却偏偏被吓破了胆 根本不敢冒着魂飞魄散的风险 来反对废墨 那你的意思是 他知道不可能说服这些胆小鬼 只得顺着老鬼的口气讨教办法 毕竟现在情况属于马甘尔大郎 两头害怕 妥协一些 还是有必要的 只要除了控阵者 这阵法就成了不能变换的死阵 到时候天使就可以从容破阵 解救我们了 老鬼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显然被困此处的日子里 不知道把这些想法在心里重复了多少遍了 非家每一代的当家人都是控阵者 本代便是废墨 只要除了他 你要杀人 庸博文打了个哆嗦摇头 我是天使 不是职业杀手 杀人可不行 嗯 老鬼在肚子里暗骂一声胆小鬼 面上 仍旧保持着恭敬的态度 哎呃呃呃呃不用杀他 只要把他打混就可以了 可是他身边有活尸守着 我想冲过去只怕不容易啊 这活尸虽然行动笨拙 但是力大无穷 而且属于打不死的小强那一类的 他的铁杀即将用尽 黑狗血呢 又只能伤不能杀 想要冲过去还真是个大问题 但心里不免有些懊恼 早知道这样的话呀 刚才就应该趁着铁杀充足的时候 冲过去先把废墨给抓住才是 天使放心哪 我这里已经有了 有了个计划了 保证 保证万无一失 老鬼黑黑奸笑着 尽显老奸巨华的本色 庸伯文将信将疑地把脑袋凑过去 听他的计划 站在远处观战的废墨 被挡住了视线 只见那道金光啊 不时在黑乎乎的鬼群之中闪起 但是具体战事如何呢 却是看不到 心里不免有点着急 但见雍博文的气势汹汹 再来打几个鬼怪都能收拾得了的狠样 又不敢上去亲自动手 只得不停地吆喝 快上啊 快上 一定要抓住他 要是让他跑了 我让你们全都魂飞魄散 正喊得起劲呢 忽见得闪烁的耀目的金光 猛然收礼而去 随即群鬼爆出乱哄哄的叫喊 抓住了 看你往哪跑 你天使天使你也不过如此 你个笨蛋 你就别想逃了 这么容易就上当了 你还真是太傻了 期间还夹杂着雍博文愤怒的呼喊声 放开我 你们这群不止死活的死鬼 居然敢这样对我 我非把你们全都换了不可 抓住了 抓住了 为莫乐的是合不拢嘴 懒肉啊 随着笑容与说话 一块块的不停的还往下掉 还有几块掉到嘴里 他顺便嚼了脚步一咽下去了 他伸长了脖子 往声音传来的方向 使劲地张望 遍见远备远处挤在一起的群鬼 突然翻了个花的喷泉一般 向上 涌起一排排黑乎乎的手臂 那如林的手臂上 方举着不断挣扎的人影 可不正是刚才还威风不可一世的雍伯闻吗 只见他桃木剑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浑身都沾满了绿油油黏糊糊的鬼夜 那形象真是狼狈到了极点 好 好 太好了 肺沫激动的是咬牙切齿 似乎恨不得立刻扑上去咬上这个 天师两口 但是他还是理智地抑制了冲动挥手说道 带到听风楼 群鬼应声而动 呼喝着抬着拥博文 眨眼功夫就跑远了 肺沫 松了口气 啊 怎么也想不到这么容易就把这个 有些本事的天师给抓到了 看着群鬼去得远了 这才回过神来 只觉得一阵恍惚 摇晃一阵 险险没摔倒 幸亏 及时扶住身旁的一个活石仆丛 才稳住身形 可是腰间却因为用力啊 而掉了好大一堆烂肉下来 他皱着眉头 看了那个烂肉一会儿 这才抬头冲着花亭叫道 顶欣 你出来 什么事 费顶欣从花亭里走出来 远远站了出来 似乎是刻意地同飞沫保持着距离 你跟我去听风楼 飞沫招手示意 这些活石不能进真言 会被那里的阳气催浮 我快要不成了 需要你帮忙 我不去成吗 费顶欣犹豫着不愿意挪动步子 你 你不去怎么成呢 费沫语气中 掩不住浓浓的怒火 我走之后 这阵法 就要靠你维系了 你迟早都要有这一天 趁着这个机会 你好好看看这阵法是怎么运行的 书本上看来的东西啊 到底还是不如实践来的重要 他知道 这个儿子向来反感这些 法术鬼怪的事情 不愿意继承这个家族 传承了上百年的特殊遗产 但是作为长房长子的命运 却已经早在一百年前 就已经注定了 就像他一样 尽管有一万个不愿意 到最后 也只能接受 因为 这绝不仅仅关系到 他个人的命运 而是关系到 整个家族的存亡 费顶心塌了口气 不再说什么 自顾自地往厅方楼走去 这一切 在这个阵法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 他不能拒绝 也无法拒绝 这是从知道家族 这个天大的秘密之后 他就十分清楚的事实 宽大的客厅 被晃动的烛光 映得是阴暗不定 一闪一灭之间 似乎整个房间 在阴府与阳市 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中 不停地摇摆着 那两排算质工作椅 都已经靠在 两边的墙上了 五地的正中央 多了三条长条的 粗实的木方桌 此刻雍伯文 正被结结实实地 绑在中间的方桌上 手脚摊开 呈出一个标准的 大字形 头顶 耳侧 腋下 跨间 绞心的桌上 各点了只 半然的白蜡 阴风吹过 烛光晃度 似乎随时 都有熄灭的可能 雍伯文便觉得 一缕缕的寒意 自手心脚心 头顶心 不停地渗进来 随着血液 在身体内 缓缓地流淌 钻进了心脏 跑进了肺部 将身体里的温度 一点点 一丝丝的冰结 在他左右两侧 各有一张同样的方桌 分别绑着胖胖的 刘逸 和苗条的 寒亚 待遇 基本相同 只不过两人 都是头顶上方 没有点蜡烛 寒亚 仍移动不动地 保持昏迷状态 而刘逸 不知 是不是神经 与身体 同步肥大的缘故 虽然 下到了 浑身肥肉 都抽筋的地步 却仍然没有昏倒 却一个劲地 在那里 念叨着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诸如此类的废话 那个黑猫 则没有享受到 与人同等的待遇 而是被胡乱地 绑在桌子腿上 正美好戏地 喵喵地叫个不停的 立了大功的群鬼们 将三人 架进了屋来 绑到桌子上之后 便都 畏缩地 退到了楼外 从门窗外 探头探脑地 向里张望着 让本来就 阴气浓重的空间中 便又平添了 一层诡气 费顶心 拖着沉重的步子 来来回回 忙了好一会儿 才把那些蜡烛 全都点燃 忙完这些 他便默不作声地 站在了 雍博文的旁边 紧皱眉头看着 桌上 这个面色紧张的青年天师 他背上的吸气鬼啊 也感觉到了宿主郁闷的心情 而老老实实地趴在他肩上 没有任何举动 雍博文见费沫 还没有进来 并问 你知道 你背上有只吸气鬼吗 你知道 你的所有亲人身上 都有一只吸气鬼吗 费顶心面无表情地说道 那叫石气鬼 最喜西时人的阳气 病重体弱 最引其上身 他背上的吸气鬼 不安地挪动了一下 伸出血红的长舌头 在费顶心的口鼻间 来回地浮动 雍博文看得背上一阵恶寒 犹豫了一下 终于还是忍不住 问 那 整天背着个鬼 有什么感觉 很累 费顶心 语心麻木地 如同失去了一切感情 每天都好像背着个 沙袋行动一样 做一点事情就会感到疲惫 脖子 后背 总是又酸又痛 颈椎老化的厉害 似乎稍大一点的动作 就会断掉 我从十岁阳气充足起 就开始背着他 到今天为止 已经整整背了他 二十七年三个月 零十八天了 听伯文可以深切地体会到 那平淡语气中 所包含的痛苦与绝望 虽然他自己现在也属于 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的地步 却还是真诚地说道 其实 我可以帮你们 沸顶心眼神一跳 带着种机械 盯着这位基本上等于 砧板上的肉猪的天师 刚想要说话 沸沫那沙哑的 如同破罗嗓子般的声音 响了起来 你打算怎么帮我们呢 就像帮我这样 让我现在求生不能 求死不得 一点点的腐烂掉吗 你可真是好心肠啊 啊 随着声音沸沫 缓缓地走进了楼内 他的步子 迈得非常的慢 基本上就是一点点地 往前挪动着 但即使是他的动作幅度这样小 大大小小的烂肉块 却仍然不停地随着他向前移动的步伐 往下掉 在他走过的路线上画出一道诡异的暗红色的诡计 雍伯文看到飞沫的样子不禁吓了一跳 只不过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飞沫的身体却烂得更加厉害了 很显然他的腐烂速度在加快 虽然现在双方处在敌对立场 但雍伯文知道这种情况 是由于自己冒冒失实出手捉鬼所引起的 大敢过意不去 满怀歉意地说道 费先生 真是抱歉 我不知道会发生这种事情 很抱歉 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 本来只要再过六个月 我就可以毫无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 而只要再过六个月 这个阵法就可以完成全形运转 从此以后我们费家的财源将源源不绝 直指富家天下 这是我们几辈人上百年的心血呀 眼看着就要实现了 可现在只因为你这位伟大的天师 不问清缘由 见鬼就捉 而全被破坏了 难道这些只是你一句抱歉 就能补偿得了的吗 凄惨的形象配合着悲怀的语调 再加上伤感的内容 实在是很能感动人的一幕 所以软心肠的雍伯文 听得是心里难过 只觉得自己实在是最大恶极到了不死 不足以泄天下的地步 但好在他还没糊涂到家 很快就回过神来忍不住说 费老先生 你现在的情况虽然让我很抱歉 但无论如何 你们以风水阵法 困求群鬼 让他们无法转世投胎 都是不可容忍的恶行 所以即使是我在动手之前知道的这些事情 我也绝对不会不管的 你现在觉得自己很可怜 很悲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这些被你困在这里的鬼魂 升天不能入地不得 欢迎无路 投胎无门 又是怎么样的悲惨呢 能够成为白鬼巨阴阵的一分子 为我费家改命换运出力 是他们的荣幸 被莫喘息着发出近乎疯狂的大吼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势成王败寇 就算是法力强大如你 现在不也是落到我的手上 让我摆布吗 你想对我做什么 说实话 庸伯文对这个问题啊 一直很好奇 这阵法都已经被破坏了 这老家伙又烂成这个样子了 难道他还能挽回些什么吗 想来这种只抓不杀的行为 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泄愤那么简单 哈哈哈哈 等你死了你就明白了 魏莫哈哈大笑着 似乎打定了要让雍伯文 做糊涂鬼的想法 不肯再跟他废话 绕到雍伯文头顶上方 再离这方桌 大约五米远的地方站定 这才对儿子说道 顶心 动手吧 废顶心 转身 走到那个书架的前方 伸手在玻璃锄的中央的位置 按了一下 就这整个书架 便从中间裂开 如同滑门一样 向着两旁闪去 露出了后方墙壁上的一个 圆形的空洞 洞中交叉挂着一柄长剑 和一只斧头 那剑与斧头 全都是暗红颜色 猛一瞅剧 仿佛是凝满了浓血似的 他伸手摘下那个斧头 走回到废墨身前 面向方桌上的雍伯文站定 举起斧头 冷冷的目光 直落到年轻天师的脖子上 放心 你不会有任何痛苦 我会一斧将你的脑袋 劈成两半 这句话听得雍伯文 背上不禁冒起一阵寒气 看着离他远远的废墨 废老先生 既然我这样严重伤害了你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亲手 杀了我 报仇泄愤呢 我站到你旁边 好让你有机会 把我这个阵法控制者杀掉吗 费沫突然冷笑了一声 压低了声音 说道 我忘了告诉你 那些鬼魂所见所闻所说的一切 我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就好像我现在不想让外面那些笨鬼 知道我在说些什么 他们就绝对不会听到我的话一样 在这阵法中 我就是神 我就是主宰 什么 雍伯文心中一跳 几乎本能地用力挣扎 想从这桌上下来 按照他和老鬼的约定 他身上绑的绳子 不过是个摆设 只需要轻轻一挣就可以挣脱 但此刻的骨族全力身体 却连离开桌面一毫米的距离都办不到 这下他可真是吓得魂飞魄散 心里冒出一个清楚的念头 中计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都在商量些什么吗 不过就是想利用活尸不能进阵眼的限制 打算在这里对我突然发难 让我来不及运转阵法来对付那些死鬼 这些纯鬼也不想想 他们都是我费家转运的最重要的财富 我又怎么舍得对付他们呢 你想不到吧 这绳子是我专门用来对付你这种法力高强的天使的 叫做捆盗锁 你的法力越深厚 它便会捆得越紧 这一声惨叫 来得是真是突然到了极点 此刻雍伯文正自怨自意的在心里念叨着 聪明反被聪明悟的台词 突然听到费莫那得意洋洋的语气 话为一声凄厉的惨叫 不见一啵嗦 努力抬眼向上瞧去 正看到 那颗半烂的头颅飞上半空 而原本持斧站在那里的费顶心 此刻转动着身体 把砍出去的斧头收回来 血斧带着飞溅的浓稠的液体 在空中划过一道暗红的 不祥的轨迹 费顶心的叙事好一会儿的斧头 没有落到仇敌 天使的头上 反倒是划过了老爹的脖子 这个转变太过出人意料了 雍伯文整个人都呆在那里了 直到看见那红色的光迹 笔直朝着自己砍下来 这才禁不住失声大叫 血斧贴着雍伯文的胳膊 划过了困刀索 重重地堕入了桌内 困刀索虽然是件很厉害的宝贝 但说穿了 也不过是根施过法的绳子 怎么可能经得起一斧子呢 当即也就断成两截了 费顶心背上的吸气鬼 仿佛感受到什么刺激一般 猛地一跃而起转到他的身前 那哭如干柴的双臂 紧紧搂住他的脖子 双腿盘在他的腰间 整个脑袋凑到面前 笔对笔口贴口 简直就像接吻一样 救救我 费顶心两手在身前 乱抓乱捂 却无法碰到那个吸气鬼 随着从喉咸挤出来的血丝求救声 整个人就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迅速地受下去 楼外 发出震天动地的吼叫声 这群鬼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 一个个是大呼小叫 手舞足蹈 从门窗 远远涌入 争先恐后地扑到 沸沫 那扔摇晃未倒的 无头的尸体前 手扯嘴咬 一时间是血肉横飞 场面之恐怖血腥啊 绝对属于超限制级版本 这一连串的事情 接二连三地发生 快得甚至让人连眼睛 眨的时间都没有 庸博文一时间脑海中一片空白 望着眼前这疯狂而古怪的一幕 足足过了十几秒钟才反应过来 立刻把缠住的绳子给扯下来 从桌子上一而起 也来不及念咒了 咬破手指 再掌心画了个符 劈手将发疯的群鬼打去 便听霹雳一声大响 仿佛凭空打了个炸雷一般 震得这整个小楼都晃了一下 那个正撕扯沸沫 身体泄愤的群鬼 被这一记掌心雷 震得是晕头转向 好像喝醉了似的 一个个脚下发虚 原地转了几圈之后 便噼里啪啦摔了一地 后面扔不停地往楼里挤的鬼魂 看到这情景都被唬得停下脚步 不敢再往前面冲了 其实这掌心雷啊 不比这五雷护身咒 区别大概就是跟鞭炮 跟手雷的差不多啊 动静极大 却没什么实际性的杀伤力 就是一生想过之后 鬼魂突然被震的是找不着北 可是雍伯雯的两只耳朵 却也是嗡嗡乍响 一时间好像聋了一般 费鼎心身上挂着的那个吸气鬼 也被这一声雷响 惊得是全神耸动 本能的扭头往发声的方向扭去 已经被吸掉了小半条命的费鼎心 得着机会扯着嗓子大喊 天使救我 不用他喊 雍伯雯就已经行动了 他劈出一剂掌心雷 原本就是一石二鸟的用意 看到那个吸气鬼寻声扭头 便一个肩步冲过来 捏起主鬼印 对着那吸气鬼的大头 就狠狠地一下 那吸气鬼被打得 从宿主的身上倒跌出去 好像个皮球一样在空中 咯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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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了不知道多少个跟斗 重重摔在地上 发出支了一声尖叫 随即一跃而起 恶狠狠地凌孔朝着雍伯雯 扑了过来 雍伯雯手中没有家伙事 不敢跟这个 运有鬼谷的恶鬼正面死磕 闪身躲过 冲着门外大喊 背包老鬼 把背包给我 刚才啊 他在假装被擒之前 把那个装了 全部捉鬼形头的背包 交给了老鬼保管 虽然有背包 隔着里面的东西 不能伤害到老鬼 但不管怎么说那些家伙对鬼来说 可都是属于极度危险的物品啊 所以这老鬼拿在手里就好像 定时炸弹一样 那叫一个胆颤心惊啊 此刻听到雍伯雯的叫声 躲闪那吸气鬼的攻击 于是便没能接到 那纯属地摊货的大背包啊 虽然款式很新 但是质量 这明显不过关啊 被这么一甩 历史四分五裂 一背包的什么符纸啊 狗血啊 糯米 各式各样东西 全都飞僵出来 不过要说这个吸气鬼啊 也是倒霉到家了 就往这一扑 哎 刚好扑到 就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一箭不落地砸到他身上 尖利的惨叫声中 刚刚还气势汹汹的吸气鬼 整个向着空中高高弹起 淋淋淋淋撒出好一大棚 鲜绿的鬼叶 就只见他从头到脚 沾满了黄色的纸服 一只胳膊因为沾了狗血 而不停地冒出青烟 身上还不时地 啪啪爆响 似乎体内埋了无数 超小型的定时炸弹一样 没响一声 便有一处爆开一团 浓绿的颜色 但是这些相对来说 都是小伤 最要命的是 那只桃木剑 居然好巧不巧地 插在他的脖子上 像那细麻杆一样的脖子 来了个对穿 吸气鬼在空中扭动着身子 一面大叫 一面伸手 想把这桃木剑给拔下来 但是桃木剑本身就是辟邪之物 再加上画了天师派的符咒 哪是他这种鬼怪可以触碰的呢 他的手只要一粘到剑柄 就好像摸到了烧红的烙铁一样 青烟之冒 庸不闻怕他伤得太重 以至于鬼骨破体而出 连忙冲上前去握住剑柄 飞起一脚 将吸气鬼给踢飞出去 随即捡起葫芦 抓了张飘飞的纸服 苦着脸 把血刚刚凝住的食指 再次给咬破 S 画下符咒 奋力冲着吸气鬼 打去 那符 在空中 无火自燃 划过一道明亮的光际 仿佛流星一般 直落到吸气鬼的身上 便听 那吸气鬼满身的收鬼符 便在同一时间 熊熊燃烧起来 那符 烧得是极快 眨眼功夫 便告燃尽了 黑灰 洋洋洒洒地落下 雍伯文念霸咒语 并剑指 冲着吸气鬼一点 随即往这葫芦口一划 便听 似乎是小鸟在空中 快速飞过一样 黑影一闪 那吸气鬼 便被吸进了葫芦里 雍伯文连忙掏出塞子 将葫芦口给塞住 啊 这才烧松了口气 抹去额头上的冷汗 回身看着费鼎心 正呆呆地坐在地上 便走过去说道 费先生 多谢了 费鼎心恍然地回过神 站起来 表情复杂地看了一眼 父亲已经残缺不全的尸体 低声说道 你不用谢我 其实我只是在帮他 也是在帮我自己 他其实在中午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只不过因为怨气 而拖着残破的身体滞留人间受苦吧 雍伯文艺是默然 这些情况 说到底都是由于他 行事貌事所致 心中满不适滋味 叹了口气 正想再诚恳地表示一下歉意 费鼎心却突然转过头来 注视着他 陈生说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吗 啊 什么 雍伯文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弄得有些摸不着头脑 你真的可以帮我和我的家人脱离这个阵法的控制吗 费鼎心只得补充一句 啊 雍伯文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刚才的那番劝降工作 居然在这位费家大公子的身上也起了作用 这可真称得上是无心插柳之举了 当然 当然 我一个人或许不行 但有刘毅这个风水阵法师 说到这儿 雍伯文这才想起来 那桌子上还绑着两个人呢 连忙走过去把刘毅和寒雅给放下来 当然 也没忘了解救他家的棉花 哎呀 这刘毅呀 虽然吓得不轻 但是刚才那一幕都看在眼里了 也知道最危险的时刻已经过去了 又听到费鼎心的话 所以 一下 桌子便迫不及待的派在胸口保证 费先生 你放心哪 有我刘毅在 保证帮你破了这白鬼巨音大阵 只是他语音发抖 实在是不能给人 以信任的安全感 费鼎心却收起了初见两人时的轻面 对刘毅郑重点头说道 啊 那就有劳刘大师和拥天师二位了 只要能让我们费家脱离苦海 我一定重谢 听到重谢这两字 刘毅不禁就是两眼发光啊 邓时挺直胸膛 把最后一丝胆怯都抛到了脑后 大声说道 肯定没问题 他的话音刚落 就听背后传来了音作作的一声 大师 随着这一声 便是一阵凉嗖嗖的音风吹在后脖子上 刘毅是惊魂出定 哪受得了这种惊吓呀 哎呦 怪叫一声疏了一下 钻到了雍博文的身后 说话的老鬼见刘毅动如脱兔 心里不禁按赞一声 哎呀 你还别说呀 这位刘大师虽然胆子小了些 但是动作干净利落 果然有高手奉范啊 雍博文见老鬼过来知道他的意思 点头说道 放心 我和刘大师这就破阵 帮你们解除痛苦 刘大师 你说是不是啊 刘毅可不敢得罪这些鬼 连连点头应道 我们这就开始破阵 请你们都让让 我好盘查阵势啊 群鬼立刻拾去的一红而散 全都消失的无影无踪 三人把云美人寒哑放置到二楼的房间 刘毅这才壮了壮胆子 拿出罗盘 四下仗梁测算 测完听风楼正厅又举着罗盘走出去 在山庄的各处信步游走 测算 庸博文和庄博文和费顶心呢 跟在后面是边走边谈 庸博文心中有许多疑惑 便借此时机都提了出来 费顶心因为要他帮忙破阵 倒是也没有隐瞒 将自己的事情一一地说出 原来这白鬼巨阴风水大阵 正是费墨祖父时所部 当年的费家可不像现在这么风光 费墨的祖父叫费财 人如其名 十足的费柴一个 基本上就是那种干啥啥不成 吃啥啥不胜的米虫 费家祖上原本就是普通人家 没什么积蓄 到了费财这里呢 又是只会花不会挣 等到父母故去之后 他很快也就比正牌的乞丐 还要穷上那么三分了 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 按着费财先生的水准 下半辈子估计肯定就是要从事乞丐 这份很没前途的工作 但是 他的人生偏偏就发生了转机 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许除了费财以外 再也不会有人清楚 总之 穷了很久的费财 忽然有一天遇上了一位高人 据这位高人指点 他现在之所以会这么穷 跟他的人品能力没有关系 而是家运不好 你看 这位不知哪里冒出来的高人呢 据说是跟这个费财这个落魄户 很投缘 不仅教了他改命换运的方法 而且还送了他一大笔钱 根据高人的指点 费财买下了现在的费家庄园所在的位置的地皮 并利用原来的风水地势 布下了这个白鬼巨阴风水大阵 所谓这个白鬼巨财风水大阵 简单来说呢 就是 据白鬼因怨之气 与急破 急败的风水地脉相冲 相克 达到物极必反的目的 以此来改命换运 这阵法从布置下来的那一天 便开始逐步转变费家的气运 使其家财滚滚 而等到一百八十年之后 转法运 转一个轮回 便可以达到彻底改命的目的 从此以后费家的命数 便可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大富大贵 只是这阵法呀 阴损至极 白鬼怨念与风水地脉相冲 相克 改运的中介便是费家子孙 他们需要以自身为素 重养至阴至损的鬼谷 令白鬼怨气通过鬼谷 作用到人的身上 再与这破败风水局势 对人的影响相冲 从而达到运转整个风水阵的目的 每隔五十年 一个鬼谷养成就会破体而出 人死鬼灭 费家的财运 也在同时更旺盛一层 所以费家自从费财开始 便再也没有一个能够活过六十岁 这听风楼便是阳谷之地 设计时便是左右对称 身上养了鬼谷的费家人 每个月都要在这楼里的房间住上一天 身上背得吸气鬼 便会在这一天中自动脱离人身 到右侧的阴间居住西局阵法中的阴院之气 当时雍伯文在阴间中看到的那个小女鬼 就是即将附上费家最小的女儿 费云木身上的吸气鬼 人已自身养了鬼谷 性命血气便等于与那个鬼谷共享 寿命大打折扣不说 两者其中之一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另一个用不了多久也就会完蛋 所以说雍伯文冒冒失失地 化掉了费墨身上的鬼谷 就等于同时要了费墨的老命 也难怪人家会如此火大了 而更重要的是他化掉了这眼看就要形成破体的鬼谷 就等于破坏了阵法的平衡 将近五十年的财运积累 一朝消散不说 整个费家都有可能死光光 而挽救的办法只有两个 一是杀掉化鬼的法师 以其法力魂魄际阵 重新平衡阵法 另一个就是解除这风水阵 但一来当年那位高人 没教过解阵的办法 二来呢解了风水阵就等同于破了费家 依此而来的财运 所以费墨从愤怒之中冷静下来之后 便放弃了简单把雍伯文杀死谢愤的想法 而是选择把他引到山庄阵法内杀掉 记阵 这些事情只有长房长子才知道 也只有继承了阵法的长房长子 才能看到这些鬼魂 家里其他人全都不清楚这些事情 也看不到那些鬼怪 费定心最后说道 本来按照那位高人最初留下的阵法说明来看 也只需要一个人以身饲养鬼谷就可以了 谁知道这阵法运转起来之后日子久了 但凡是费家的人只要年满十岁 便会有阵中的鬼魂自动上身 吸取氧气培养鬼谷 我女儿小木 今晚才过了十岁的生日 就在我面前幸福许愿的时候 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小小的女鬼一脸 怨愤地趴到了她的身上 小木当时打了个哆嗦 对我说她有点冷 还有些喘不过气来 说到这里 费定心的声音有些哽咽 停了下来 把头转过去抽动鼻子 发出很重的鼻音 这个时候 刘毅已经转变了需要看的地方 刚好走到庄园的大门前 停下脚步 手捧螺盘 转身对费定心说道 哎呀 费先生啊 我已经看过了 这阵法极为复杂 绝非是普通的风水阵 而是结合了异鬼法 捉鬼术 风水阵等多种术法的复合阵法 破解起来十分困难啊 而且 她说到这里似乎有些为难 看着费定心 欲语又止 此时费定心已经平定了情绪了 看到刘毅这份样子便说 刘大师 有什么需要你尽管开口 只要是能破得了这阵法 我一定重重心 哎呀 这不是报酬的事情啊 刘毅迟疑地说道 这阵法 与你们费家的气运息息相关 这如果破掉的话 只怕以后的财运会大大的衰败 就算再改换风水局面 也最多只能有个中等人家的气运了 这都没关系 只要从今以后我们费家不再受到这阵法的困扰 只要我的女儿能够像普通孩子那样平静地生活 这就够了 费定心平静地说道 你们知道吗 当我看到那个小女鬼趴到小墓碑上的时候 脑子里就只剩下一个念头 无论如何也要让她摆脱这可怕的命运 所以当听到你们说可以破阵的时候 我便立刻做了 帮助你们的决定了 第十八章 刘毅听完点头说道 啊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没问题了 本来此地群鬼聚集 要是我自己的话 根本没有能力破阵 但要是有了拥天使的帮忙 破阵绝对不成问题了 我们先回去准备东西 再配合天使 说到这里他掐指算了算 后天正午时分 是这一个月之中 阳气最盛的时候 我们俩 我们两个便可过来破阵了 雍伯文有些不放心的问 刘大师 我刚才收了费先生身上的吸气鬼 不知道会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啊 毕竟这费墨的前车之剑 还在那里摆着呢 他如果不问明白的话 怎么也不放心 显然 这也是费顶心关心的问题 听他这么一问 便也把询问的目光 偷了过去 啊 放心好了 刘毅微笑着摆手 你这次没有化掉那个吸气鬼 不会对费先生的身体 造成什么伤害的 听到这句话 两人都不禁松了口气 啊 那既然后天才破阵 那是不是先请雍天石 把我家人身上的吸气鬼 都收了 好解除他们的痛苦呢 雍伯文刚想答应 刘毅却摆了摆手 哎 这个不急 啊 那些吸气鬼 原本是用来平衡 阵中的风水破败之力 与鬼魂的 因怨之气的中介 现在一收一化 已经破坏了阵法的平衡 要是再把他们其他的都收了 这两样气力 可就直接作用到人的身上了 倒是只怕等不到后天正午 整个废家的人 就都要死于非命了 啊 还有 你们要注意啊 这两天任何人都不可以离开这里 以免破坏现在阵法脆弱的平衡 那我们呢 是不是可以吗 可以帮我们脱离这个阵法呀 老鬼突然从刘毅的背后冒了出来 抽冷子来了这么一句 呦 当时就把一脸高人气象的刘毅啊 吓得妈呀怪叫一声 一个肩部缩到雍伯文的身后了 雍伯文回想刚才刘毅说的话 意思好像是 在破阵之前 不能再对阵势有任何触动 便自以为是的说 啊 这个不急 现在我们不能再对这个阵法 做出任何破坏 等后天破阵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解脱了 不 他们不用等后天 刘毅在天使背后小声说道 现在啊 你就可以把阵里的所有的鬼魂都收了 那些吸气鬼都已经吸足了音乐之气了 这一两天 没有这些鬼魂 也不会对整个阵局造成任何影响的 而且 刘毅突然把大头凑到了 雍伯文的耳朵边上 用极低的声音说道 你可别忘了 这些鬼有多痛恨飞家的人 现在这飞沫死了 费顶心身上的吸气鬼又被你给收掉了 整个阵法已经没了控阵人 也就没有人能够压制这些阵中的鬼魂 这两天 他们要是万一起了什么心思 想要报复费家人的话 那费家这十几口 可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啊 对了 还有那些活尸啊 也要一并解决 省得出什么乱子啊 雍伯文听的是连连点头 对于刘毅能够想得如此周到 大干佩服便对那个老鬼说 既然刘大师说没问题 那也就没问题了 你去 把这里的鬼都集中到听风楼那里吧 哎 送 这老鬼心包采烈 应了一声 输了一声 呦的一声 飘得没了影子 刘毅 松了口气 从雍伯文的背后又钻了出来 哎呀 我 要收这些鬼啊 得先把听风楼那里的正鬼印法破掉才行 要不然 你可不可能把他们带出这个风水阵的 雍伯文虚心听着连连点头 当下三人又折回到听风楼 依着刘毅的指点 把那个血红的牌匾给摘下来 便可见的牌匾后 居然还有一块青铜的手掌印的牌子 手指捏了个古怪的定印法 上面刻着曲曲弯弯的符号 敲起来 只怕有些年头了 这便是那正鬼印法牌了 雍伯文将这法牌取下来仔细观察 不禁大感奇怪 天师派也有手印法诀 但是这种印法 他却是从来没有见过 从样式来看 肯定不是道家的手印 哎呀 这是藏文 留意见多识广 这应该是藏密的正轨法印呢 听说修为高深的话 佛可以全凭印法来异鬼驱神 也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这法牌一取下来 整个听风楼似乎都微微晃动一下 阴风大作 地面浮起了一层淡淡的白雾 透着彻骨的寒气 在这阴风之中便可见 大大小小的鬼魂 急急哀哀的飘了过来 就是一眨眼功夫 便将这听风楼前那一块空地 全都挤满了 一双双绿莹莹的鬼眼 全都一眨不眨的望着楼前三人 眼神里充满着一种 难以形容的异样的情绪 就好像是小偷看到了宝石 嫖客见到了静女 黄鼠狼瞅着小母鸡一般玩 老鬼自后方飘过来 到了庸伯文面前 恭恭敬敬地说道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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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会有什么事情吧 老鬼倒是没想到 眼前这位年轻的天师啊 居然还能替他们考虑到这一点 不免有些感动 那种运了骨的鬼 已经成了厉鬼了 要是关在一起的话 我们这些普通鬼 肯定会受他欺负的 雍伯文听老鬼这么说 便把葫芦放回了腰间 正想转头像费顶心 借样东西装鬼呢 不想费顶心 却转身走进楼里 不一会儿功夫 便拿了个玉瓶 走了出来递给雍伯文 雍铁师 这个瓶子行不行啊 倒是可以 雍伯文认出啊 这是摆在书架上的 那个古董玉器 迟疑了一下 没敢接 倒是可以 但是这太贵重了吧 随便找个普通品子 就可以了 嗨 这有什么贵重的 你随便用吧 就当是一件小礼物 送给你好了 费顶心倒是没把这个 这么个玉瓶放在眼里 顺口送人 把旁边的刘逸啊 哎呦 羡慕的眼珠子 差点没瞪下来 心里真后悔 自己刚才怎么 没找点借口 要点东西呢 看人家说的这么大方 再推辞呢 那就是小家子气了 雍伯文也向来是个大而化之的人 远不再说什么 接过玉瓶 又从楼内 撒了一地的家伙中 找回了朱砂伏笔 做法念咒 一番改造玉瓶 这才捧着走出楼 大声说道 诸位 现在就开始吧 楼外早就等得有些不耐烦的群鬼一听可以开始了 立刻蜂拥而上 争嫌恐后地往那个玉瓶里钻 这白鬼齐动 那场面可不是一般的壮观呢 便见着音风呼啸 含雾鼓动 群鬼飘飞而起 会在一处向那个玉瓶中挤去 就仿佛一条黑龙平地腾空 扭动身躯 钻进了玉瓶 强大的力量冲着雍伯文 立足不稳 连连后退 一个不小心绊在门槛上 摔了个四脚朝天 那玉瓶立在他的胸口上 这群鬼不停地钻进去 产生的力量压得这位收鬼大天师直翻白眼 自从有着天师捉鬼这种事情以来 像眼前这样被收的鬼不但不跑 反而争先恐后地抢上来被收 是从来没有过的 想来以后也是难得一见了 称得上是空前绝后的壮举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 这四百多个大小鬼魂 才算全都钻进了玉瓶里 这次足以名垂千古的史上 数量最强收鬼行动 便宣告圆满结束了 至于那些活师仆从 确实很好解决了 只要让他们走进听风楼 会有会儿功夫 便是烂的事 连扎都也不剩 这是因为啊 孤阴独阳 不符合天地平衡之道 所以到了晚间 当整个阵法都转为极阴的时候 作为阵眼的听风楼 便是极阳之地 以达到阴阳护记的目的 这极阳之气 对于阴体的活师来说 就等于是正午阳光之下的 这个雪人了 片刻功夫便可将它们全部孵化 当初在地下停车场 袭击的雍伯文的那个活师啊 之所以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 一呢 是因为刚刚由活人转化为 身上还有些阳气存在 二是因为 那地下停车场的阴气 浓重 适以活师行动 而那个去袭击爱丽云的活师呢 因为受到雍伯文所设阵法的阻挡 不能进到诊所里 只能躲在外面呢 等待机会 那结果还没等到爱丽云出来 就已经因为阳气侵蚀而烂的 一干二净了 群鬼收射 活师化尽 这一晚的事情便算是告一段落了 雍伯文和刘毅走出厅峰楼 不约而同地常常出了口气 对望了一眼 脸上都露出了一丝轻松的微笑 闲死还生的共同经历 已经让两人之间最初的那些不快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反倒有了种同生共死的亲切的感觉 哎呀 今天的月色 不错呀 刘毅抬头望天 说了句毫无意义的话 此刻虽然风水阵游在 但是因为鬼魂们都已经收尽了 所以因怨之气 一扫而空 原本被阴风惨雾遮掩的夜空 变得是凤外的晴朗 一弯新月 斜挂西天 半天月光如水 半天星光点点 万里夜空 半丝云也没有 一眼望去 只觉得这暗黑的苍穹 凤外的高原 胸翼之间 似乎随之一阔 哎呀 是啊 月色 雍伯文随口附和抬头一看 已经吸血的弯月 心里突然一跳颤声问道 现在 现在 现在几点了 啊 哎呦 十二点多了 刘毅掏出手机来瞧了一眼 大发感慨 哎呀 过得真快啊 都已经下半夜了 十二点多了 雍伯文 雍伯文 脸 声音都变了 啊 这 难道出了什么差错吗 哎 跟你没关系 雍伯文哭丧着脸 我女朋友受伤 进了医院 刚才打电话 限我四个小时之内去见她 可是现在 除非是用飞的 费鼎心一看 恩公有难 连忙问道 啊 他在哪个医院呢 雍伯文 愁眉苦脸 这脸色呀 比刚才对上几百个鬼 还要难看许多 名人医院 就算现在开车去 到地方也得三个多小时啊 哎呦 费鼎心掏出手机 说了一句 把青鸟开过来 转头 安慰说道 这好办 天使放心 肯定啊 让你及时赶到 雍伯文听的是将信将疑啊 但看人家胸有成竹的样子 也不好追问 便反身回到厅峰楼里 把那一地的捉鬼器具 全都收拾起来 又向费鼎心要了个背包 连同装鬼的玉瓶 葫芦 都放进包中 数分钟之后 就听见楼外 传了轰轰的震响 他跑到了门口一瞧 直接是 狂风大作 沙石飞扬 一架小型的直升机 正缓缓地降落在 楼前的草坪上 天使 请上飞机吧 时间肯定来得及 费鼎心指着飞机 一脸的得意表情 啊 庸伯文和刘毅 最妄言 心里不约而同 生出相同的感慨 有前言哪 刘毅也不愿意 在这里多待着了 当下跟费鼎心 约好了破阵的时间 便和庸伯文 一同上了飞机 驾驶员控制飞机起飞之后 问道 请问 是直接去明日医院吗 啊 不 先去东河街老赵烤鸡铺 去买鸡翅板 哈哈 老弟啊 要说咱们春城的烤鸡翅 那还得是 巨浮楼的最低头啊 不如去那里买吧 哎 庸伯文摇头解释说道 我女朋友啊 最喜欢吃的是 老赵的口鸡翅 说是味道纯正 这巨浮楼的鸡翅呢 虽然口感很重 但是啊 却没有那种 纯天然的味道 直升机 呼啸着直奔城驱而去 庸伯文向下回望费家庄园 但见那一排排小房 全都冷冷清清的 耸立在月光之下 巨大的高牙阴影 因着方位的关系 而将听风楼后方的庄园 全都引在了黑暗之中 从高空中摇摇观望 便恰如一个巨大的 不规则的阴阳太极图一般 半明半暗 半阴半阳 回想刚刚那惊险的一幕幕清静 他不仅有种恍如一梦的 不真切感 反手摸了摸背包里的玉瓶 那冰冷实在的感觉 却明明白白地告诉他 刚刚那一切 确确确实实地发生过 老赵考级专卖店 位于东河街与大兴街的交叉十字路口处 铺面呢 虽然不大 向东南两个方向各开了个门 落地的大玻璃窗 两只笑容可居的唐老鸭拱手立于其上 显得是极为的醒目 因为这个老赵的手艺好 店铺生意向来是不错的 但是呢 也仅止于不错而已了 和大店的生意那是没法子比啊 今天有酒楼准备宴席 一次订了一百只烤鸡 那便是难得的大生意了 所以这店里连老板老赵 带两个伙计 一直忙活到了十一点多 才收工 哎呀 这三个人拖着疲倦的身子收拾了一下 刚刚把店铺的门给关上 便听见外面传来巨大的轰鸣声 狂风卷着街上不多的沉沥 琵琶地打在门板上 发出清脆密集的响声 呦 三人大感后期 正想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铁卷门却突然被拍得砰砰直响 一个略有些焦急的声音喊道 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老赵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连忙打开门 火 迎面一股狂风灌了进来 推得他是连退了几步 才算站定 吻了吻神向外看去 第一眼看到的就是 那停在大街中心的直升机 一个年轻人正站在门外 看到老赵开门便说道 老板 还有烤鸡翅吗 有 有 请进 老赵一看 这位居然坐着直升机来买烤鸡翅 你以为这是这得有多大的买卖啊 不由得有些沾沾自喜啊 赶忙客气的把人往店里绕 同时问 您要多少啊 雍博文不加思索 来五个包好点 哎哟 这肯定是慕名而来啊 打算先尝尝味道 要是好吃呢 再大批量的订货 老赵这么一琢磨呀 心里更是乐开了花了 乐点点的跑过去 从刚烤完的烤鸡上 卸下了五个翅膀来 给客人尝鲜 包什么多少钱 雍博文一面说着面掏钱包 老赵啊 正被自己的想法 积得是脑子里一团浆糊 也没考虑对方话里的意思 连忙说 不用钱不用钱 这几个翅膀啊 就当是我送您尝尝鲜的 哪能收钱呢 雍博文被老赵的阴晴 弄得有些 摸不着头脑啊 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啊 但是看老赵那副坚决的样子 再加上他急着离开 并不再说什么 结果有伙计包好的鸡翅 点头道了声泻便转身离去 老赵呆呆地注视着雍博文 登上了飞机 才觉得有点不对头了 连忙扯着嗓子大喊 先生啊 查完了吗 打算订多少货呀 直升机螺旋桨的巨大的噪音 把老赵那充满期望的声音 全都压了下去了 雍博文坐在飞机里看到老赵冲着这边直张嘴 还以为是在告别呢 便微笑着挥了挥手 直升机随即呼啸着冲天而起 老赵长大了嘴巴 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终于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了 父亲愤愤地冲着地上吐了口口水骂道 屁 买了个熊呢 有钱人了不起啊 半夜出来买鸡翅宝那样坐飞机 你想卖个屁 你想卖 这回再也没有其他事情了 雍博文乘着飞机直奔名人医院 等到直升机来到了医院 离着艾丽云的最后实现只剩下了 不过三分钟了 雍博文拿出多年来练出的轻身的本事 还没等着直升机完全落地啊 就拎着包跳了下去 三两个剑步冲进医院来到服务台前 连声问道 请问艾丽云在哪个病房 呃 外科303 值班护士很快查到了病房 谢谢 虽然焦急 但是却很客气的声音 响了起来 不用谢 小护士微笑着抬头一瞧 却发现服务台前连一个人眼都没有啊 他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堆 以往听过的医院里的鬼故事 不仅吓得是心里发慌 坐在椅子上瑟瑟发抖 用手掩住嘴 才算没叫出声来 此时 直升机呢 足以传出几条街的轰鸣声 已经惊动了医院里的医生护士 加病人了 啊 顶着这国人看热闹 不怕死的精神 但凡有空闲 没睡下 能动弹的 全都急急忙忙的往楼外跑 想要看看 这是怎么一回事 只见医生公友 不匆匆 护士病人相服鞋 一群群一对对 那叫一个热闹 完全没有注意到 那缩在服务台后面 被吓得浑身发软的小护士 看着下方这热闹的阵势 驾驶员愣是没敢往下落 重新拉回高空 转头问刘毅 先生 您去哪儿啊 语气熟练热情 估计这位啊 驾飞机之前应该是开租租的 啊 去银座大厦吧 啊 刘毅是很有气派的一排驾驶员 心里彻脚一个得意啊 要知道打车 人人都有机会 可是这打飞机 却是人生难得一回啊 三楼 303 是个单人的病房 一床 一桌 床前放着台电视 门侧有个衣橱 脸盆架 环境虽然干净整洁 却也是单调的要命 放眼望去 从墙到地 在到床上 背单都是清一色的素白 这种地方待得久了 真是好人也要闷疯了 当直升机的轰鸣声 从窗外传进来的时候 爱丽云 正百无聊赖地靠在床头 看着电视里的一等烧菜的节目 怎么这么吵啊 听到这种从来没听过的巨大的轰鸣声 爱丽云忍不住好奇地伸长了脖子 向窗外张望着 但是却什么都看不到啊 心里便有点着急 生气地一拍受伤的左腿 嘟愣着说道 四向文 都怪你 你怎么还不来啊 抱怨了两句 窗外的声音 更加响亮了 似乎还夹杂着许多人大惊小怪的声音 爱丽云这本来就好动 喜好热闹的人 听到这乱喉喉的动静便再也坐不住了 从床上下来 拳着伤腿 用一只脚往窗前蹦去 哎 你怎么下床了 惊异的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 刚刚走进病房的年轻人 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一米八多个的大个 合体的鼻挺的西服套装 眉目清秀 架着服无眶的眼镜 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 完全没有通常的高个子身上 有的那种过于生猛的感觉 爱丽云扭头瞧了瞧来人 便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啊 外面不知道有什么事情那么吵 我想看看 啊 嗨 外面呢 不知道从哪里啊 飞来一架直升机 听说还从上面跳下个人来 年轻人一面说着一面走过来 很细心地掺着爱丽云走到窗口 啊 那个人呢 刚才跑进医院了 或许是哪个有钱人家来看急诊吧 啊 开直升机来看病 爱丽云不由得撇了撇嘴 这有钱人也太夸张了点吧 嗨 别看了啊 回床上啊 好好休息吧 年轻人体贴地说道 哎呀 这都后半夜了 你这男朋友 可能真的赶不过来了 哼 他赶不过来 爱丽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但这句话也只是在心里嘟囔了一下 并没有说出来 转身想要回到床上 可是他因为失神呢 一时忘了自己脚伤的事情了 结果左脚不小心地落到了地上 哎呀 他痛得低叫一声 身子一歪失去平衡 斜斜地摔倒 年轻人眼睛手快一把扯住他胳膊 将他抱在了怀里 所以 当雍伯文以百米冲刺的速度 一口气跑上三楼 来到303病房前 隔着门上的小窗 看到的便是这样的一幕 夜色迷蒙的窗前 高大帅气的年轻人 怀抱着娇美的女孩 女孩脸上通红 似乎有些害羞 而年轻人 则专注地注视着他 眼镜里 闪动着某些 很值得玩味的情绪 这真是 很浪漫 温馨的一幕啊 有点像 很烂的 三流言情剧里面 逼洒的狗血场景 只是这样 雍伯文看到眼里 可就不感觉什么浪漫了 而是 心里酸溜溜的 好像不小心 打翻了一瓶老陈醋 相当的不是个滋味 拜托啊 这哪儿冒出来的家伙呀 干什么抱别人的女朋友 抱得那么紧呢 他一时呆呆地 站在门口 不知道自己 应该怎么反应才对 酸气冲天 踹门而入 一把将女朋友抢过来 再质问他们两个 哎呦 好像有点过来 这又不是在桌奸 平静地敲敲门 然后很客气地问他们 在干些什么 啊 不行不行不行 雍伯文现在的心情激动 且醋意 酸意十足 实在是不敢保证 自己说话的时候 可以保持平静 重重地拍一下门 把他们两个惊醒 然后躲到一旁 一会儿再装作 若无奇事的样子过来 好避免双方尴尬 哎 这似乎是个不坏的主意 雍伯文在这里想得 实在是太过入神了 甚至没有注意到 这原本这虚眼的房门 在他刚刚不经意地 伸手一推之下 正缓缓地打开呢 就算是帮忙 也没必要拉到环利吧 爱丽云没有料到 对方居然会突然 做出这么亲密的举动 心里觉得有些不高兴 但考虑到 对方出于一片好意 也不能证实 他是否真的有 趁机吃豆腐的心思 所以他在微微待了一下之后 便轻轻挣扎了一下 但是年轻人 目光发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明显处在神游太虚的状态 竟然没有注意到 怀里家人的挣扎 哭 就在房间里外三人 各怀心思的莫名状态下 轻轻地响起 推开的门 撞到了墙上 三人同时回过神来 目光随着声音 汇在了一处 年轻人微欲一愣 雍伯文 目光闪烁 爱丽云最先轻呼出声 用力从年轻人的怀抱里 挣扎出来 单脚连蹦带跳 向着雍伯文跑去 神情急切 以至于蹦得太快啊 两跳之后就失去了平衡 张牙舞爪 向前摔去了 年轻人紧张地迈步 想要过去抱住摔倒的家人 雍伯文 当然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不顾一切地把手里的背包 往地上一抛 一个剑步 窜到爱丽云的身前 双臂一张 将女朋友给抱了个结实 爱丽云惊魂未定 脸孔有些发红 望着男友的脸 似乎想要说什么 但是却因为紧张 而急喘了两口气 口鼻之间呼出的微热的气体 喷到了雍伯文的脸上 带着一丝淡淡的香甜的味道 让雍伯文心神一阵恍惚 望着那乌溜溜的大眼睛 心里不自觉地想 无论他怎么解释刚才的事情 我都相信他 绝不追问 这个念头刚在脑海中闪过 爱丽云已经喘云了气 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 凶巴巴地叫道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是不是想饿死我啊 哦 哦 这很正常 这很正常 这要是他急急忙忙地解释 那才是真有问题 听到这一声吼 雍伯文什么怀疑都抛到脑后了 对自己刚才的心思感到有些羞愧 但是对于怪罪呢 也不能不辩解啊 四个小时 我没迟到 为了能赶来 我可是现借了剧组的直升机飞过来的 他一边说着一边清澈熟路地 把怀里的女友打横抱起来 轻轻地放到病床上 紫衣兜里掏出了包 包得严严实实的鸡翅膀 递得过去 他可是没敢把这个鸡翅膀放到背包里啊 一来那里什么都有 他怕脏东西粘上 二来 要是被爱丽云看到包里那些捉鬼的器具 那可是件麻烦事 让你四个小时来 你不会提前点吗 原来那直升机是你弄来的 大半夜弄得惊天动地的 也不怕别人杠里扰民 爱丽云语气缓和了一些 又把那个鸡翅膀给塞了回去 把我打开了 哦 对了 他忽然狐疑地打亮雍博文两眼 你怎么搞得这么脏啊 不会刚在地上打过滚吧 没在地上打过滚也差不多了 啊 在费家那一阵子 呵 跳高跃低 摸爬滚打 这身上怎么可能不脏呢 不过这话雍博文可是不敢直说 只得解释 啊 在那个剧组的时候 给他们做示范动作时 不小心摔了一跤 倒是顾问还需要做动作示范吗 爱丽云表示出很大的怀疑 被彻底无视掉的年轻人 直到此时才发出声轻壳 来提醒面前两位自己的存在 爱丽云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居然能把在眼前的大活人给忘到脑后 不好意思地一吐舌头介绍说道 嗯 小文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王约翰 我们接到王大妈的侄子 我当时衰婚了 是他送我来医院的 雍博文觉得似乎以前听说过这位王先生 而且印象啊很不好 啊 你好王先生 这次可多亏你了 他一面伸手寒暄 一面仔细打量这个王约翰 比我高 哎 是 比我帅一些 哇 穿的衣服都是名牌啊 看起来应该有点钱呢 哎呦 你说你挺大个男人 在手上戴了个戒指干什么 还是狗头的 真没品味 雍博文在心里是越比较越泄气 跟对方比较起来 基本就是一无是处嘛 这种认识让他感觉相当的不爽 勉强找出点对方一些缺点 哎 来大家的贬低 哼 不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王约翰客气地说道 我和小云认识也有段时间了 哦 雍博文拉长了声 瞟了爱里面一眼 眼神的意思很明显 再问 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这个人呢 爱里云眨眨眼睛 透露出跟他也不是很熟的信息 雍博文表示不信 结果换来的是 胳膊上被狠狠掐了一把 同时收到你敢不信我的威胁的眼神 王约翰在旁边看着两个人是没来眼去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 这两位啊 通过这种方式 在进行着一种无声的交流 两人之间这种不需要言语 便可以让对方明白自己心意的默契 让王约翰感觉自己站在这里是十分的多余 便又倾咳了一声 既然已经没什么事情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啊 这就走了 再多坐一会儿呗 爱里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显得是毫无诚意 语气中甚至有种很高兴的意思 庸伯文干脆站了起来 慢走啊 下楼踢手小心点啊 你整灯坏了 黑得厉害 他这句话的时候 人家王约翰先生还没卖布呢 王约翰 摇头笑了笑 终究还是很有风度的 没有计较这两个人这种态度 你们慢慢聊吧 不用送我 说着 往门口走去了 庸伯文可是没想过要去送人呢 但是爱里云轻轻推了他一把 他只好不怎么情愿地站起来 跟在后面 把王约翰送出门 庸伯文一眼看到自己的背包 还躺在地上呢 便连忙捡起来 一面往回走 一面把手伸进了背包 他的动作突然就僵住了 看到庸伯文突然间满头大汗 一副便秘的模样 爱丽云不解地问 怎么了 啊 我把棉花放在背包里 怎么不见了 庸伯文还有最最重要的一句话 没有 也没敢说出来 那就是装鬼的那个玉瓶 也一并不见了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啊 那里面装了几百个鬼啊 这万一被不知情的人给放出来 还不知得惹出什么事情来呢 要知道那些鬼 可都是被关了不少时候啊 难保不会有一两个 出现点精神分裂症状之类的毛病 而变成厉鬼 啊 想到可能引起的后果 庸伯文心里不禁砰砰直跳 紧张得全身冷汗直冒 衬衫被心煞食湿得惊透了 你怎么还带着棉花啊 快去找找吧 医院里不让带宠物的 别再让人抓了 庸伯文等的就是这句话 马上转身就往外跑 应该不会有事吧 那个玉瓶 我已经用法术封住了 符纸贴在瓶口里面 不会有人看到的 那些四棉花 真是笨到家的猫了 让他看着瓶子塌到好 连自己都丢了 果然是太平星国时期的 玉碧文采梨花水平啊 发出这一声充满了 贪婪与兴奋感慨的 是个四十多岁的 干瘦的男子 穿着一身 将洗得干干净净的 蓝白格子的病号服 虽然年纪不大 但是脑袋呢 已经半秃了 光流的大脑门 在灯光下闪闪发光 脸部皮肤呈现出一种 重病缠身多时 才有的苍白与干苦 但此刻 他的脸颊上却泛着 因激动而引发的 不正常的 阴红 想不到 企业居然能捡到 这么个宝贝 我李学人 终于也有 十来运转的一天了 黑面黑黑地 笑着轻浮手中的玉瓶 一面贼头贼脑地 往门缝里 往外张望 这刚刚走廊里 踩到那个 不知道是谁 扔在地上的背包的时候 他还觉得很是倒霉 想要大声地叫骂两句 找到背包的主人来 可是还没等地喊出声 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瓶 就从这包里滚了出来 要说他原本呢 是个专门 捣通古董的小范 虽然一辈子 没见过真正的宝贝 但是眼力却是不差的 一眼就看出 这被人随随便便 扔在地上的玉瓶 似乎是北宋年间的骨 哎呀 他立刻把已经涌到嗓子眼的那声喊叫声 又吞了回去 往左右看了看 确定没人 这才抱起玉瓶 以柳瓶跑回卫生间 随便选了个侧位蹲进去 坐在马桶盖上 仔细地见上了一番 终于确定这是一支 北宋太平新国年间的玉碧文采梨花水瓶 他几个月前呢 刚在新闻里看过这关于这种玉瓶的消息 那是在索斯比拍卖行上 被拍卖的一支相同样式的玉瓶 最后成交价格是三百万美金 这一想到怀里抱着的是三百万美金 他就激动地喘不上来气了 有点心脏病发作的前兆 连忙从兜里掏出药瓶来 含上两粒苏啸救星丸 一声轻轻的猫叫在理学人的脑袋上面响起 吓得他浑身含毛倒数 眼前也黑 差点没把含在嘴里的药丸给吐出去 扶住墙壁好一会儿 才算恢复过来 便看见一只肥大的黑猫 正趴在肩壁墙上 瞪着一双绿盈盈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他呢 妈的哪来的死猫 真他妈讨厌 理学人骂了一声 冲那黑猫挥了挥手 想把他吓走 但是啊 那个黑猫却是不领情 只是摆了摆尾巴 扔住紧紧地盯着他 嘿他妈的 你看着我干什么 我又不是耗子 理学人骂了一句 不再理会 这来得稀奇的黑猫了 接着低头查看怀里的玉瓶 又是越看越是喜欢 越看越是高兴 仿佛已经看到那大笔的美金抱在怀里一样 看了一会儿便憋不住的黑黑直笑 这要是让精神科医生看见了 一准给他换了个病区 他看了一会儿 发觉这个瓶口处有点黑黑的东西 黏在上面 以为啊 是刚才在地上沾到了脏东西 便站起来 往外瞧了瞧 见没人进来 这才走出去 把玉瓶凑到水龙头底下冲洗 细细的水流 落到瓶口上方 便好像被什么给挡住了似的 直接顺着瓶外壁流了下去 仿佛那个瓶口处盖了个透明的盖子 又好像那个瓶子里面已经塞满了东西了 甚至连一点点的水珠都再也装不下了 可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这个瓶子都是空的呀 而且也没有盖子 第二十章 理学人怀疑地把手伸到了这个瓶口里 摸了摸了 结果呀 扯出一张黄纸条来 上面画着弯弯曲曲的符号 这看起来是张符 已经被浸得湿透了 连上面的符号都被水运 化开成一团模模糊糊 他随手把符纸扔进下水道 再次用瓶口接水 可是这水 这依然流不泄去 呦 真他妈邪门了 他不解的嘟囔着 把这个瓶子倒过来使劲地晃了晃 别晃了 突然 突如其来的声音在瓶子里响起 这声音是阴瑟瑟的 寒意十足 怎么听都不像是人 能发得出来的 李学人被吓得手一哆嗦 玉萍脱手而出 他不禁惨叫一声 想要伸手再去抢救 却已经来不及了 玉萍直直地朝地面摔了下去 这一下要是落实了 估计这瓶子立马就得变成 几十上百块 不要啊 李学人发出了绝望的哀嚎 眼前是一片漆黑 但是奇迹出现了 当玉萍眼看就要落地的那一瞬间 他却突然停在了半空中 好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 给拖住了一样 开始缓缓地向上升起 一股淡淡的黑气从瓶口里 好像水流一样冒出来 迅速爬满了光滑的玉萍外壁 让这白色的瓶子 眨眼功夫就变成了 黑白相间的模样 望着眼前这诡异的一幕 可怜的李学人 甚至还来不及为这玉萍 完好无损而欢呼 就一直不扛地 直挺挺地摔倒在地上 凡人肉眼看不到这个老鬼 拖着玉萍 站在洗手池上 望着倒在地上的家伙 困惑而不解地搔了搔头 我死的有那么难看吗 至于这人看一眼就吓过去了 黑猫棉花轻轻地跳在直直神气的李学人的身上 来回挪着小碎布 一边走还一边摇头 也不知道在那里对这个丝的胆小 表示轻蔑呀 还是对老鬼的糊涂 表示不满 尖锐的警报声随着闪烁的红光 一同充满整个空间 这是个面积大约在400平方米左右的宽敞的房间 正东的墙壁上是个宽大的电子屏幕 显示着整个春城的祥图 这不仅包括春城 甚至周边的小村庄都详细地列了出来 屏幕前方是一排监控仪器 因为是夜晚的关系 只有两个坐在仪器前的值班人员 此刻 电子屏幕上城区某处的位置 正有一个鲜红的红点不停地闪动 而下方仪器上的一盏小红灯 好像警灯一样转了个不停 尖利的声音正是从红光下方传出来的 是东城区 其中一个人一边说着 一边在仪器前快速操作着 会员路名人医院三楼 东侧卫生间 标准指数3.26 非立鬼形鬼魂 年限大约是42 危险指数0.1 另一个人拿起面前的话筒开始呼叫 喂喂 这里是监控中心 确认名人医院有非正常产生的鬼魂出现 请附近的伙计前去处理 十几秒钟后传来回音 这里十八组正在附近 前往调查 请将相关数据传送过来 呃 呼叫者待了一会儿 怀疑地问 小鱼儿 这种事情好像不是你们负责吧 喂 你有意见吗 仪器中传来 很好听的声音很甜美很温柔 但那个呼叫者却好像听见狼叫的小羊一样 吓了个哆嗦连忙说 哎哎没有没有没有意见 哎数据这就传送过去啊 谢谢 话筒那边声音随即消失 呼叫者吓得一呆 满脸担忧地对同样一脸不知所措的神情的同伴说道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嗨 应该不会吧 罗小姐肯定跟他在一起 就这样我才担心呢 为什么呀 罗小姐办事向来是稳重细心呢 是啊 可是罗小姐也向来对她是千一百顺呢 什么都是有着她的性子来啊 而且啊 你来得晚有些事情啊 你不知道 那那你的意思是要通知主席 哎呦可不敢啊 如果主席知道的话 他肯定能猜出是咱们两个通风报信 那到时候麻烦可就大了 那那该怎么办呢 那如果真让他闹出什么事情来追究起责任来 咱们也跑不掉啊 哎呀是啊 哎 有了 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你快快快说 哎 我们抛硬币吧 啊 字就通知主席 辈儿就不通知 这 这就是你他妈的办法 那就这样吧 呼叫者掏出一枚硬币 向上抛起啊 双手在空中一合 将翻滚的硬币夹住 缓缓打开 哎呦 是字 通知主席吧 就在这个时候通讯器中突然传来冷冷的一声 你们两个家伙 我可都听到了 什么 两人脸色大变急忙扑到通讯器上查看 哎呦 然后同时发出一声哀嚎 这下可咋的通讯器为官 哈哈 银伸伸的笑声从通讯器中不断的传出 带着强大的壓迫感 瞬间充满了宽敞的空间 让两个倒霉蛋 意识是满头冷汗 天使大人啊 天使大人 当老鬼在走廊尾端探出头来轻声招呼的时候 急得汗流浃背的雍伯文 正像眉头苍蝇一样 沿着三楼并区漫长的走廊四处乱窜呢 很有点像这个夜里踩点的小偷 听到老鬼的声音 他立刻跑过去 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把揪住老鬼 低声喝道 你怎么跑出来了 瓶子呢 其他鬼呢 这通常来说呀 正常人是抓不到鬼 即使是天使也不例外 他之所以能抓到鬼 是因为手上捏着捉鬼印 这样抓在鬼身上 就是戴着满是尖钉的手套 抓在人身上一样 那可不是一般的难受啊 老鬼痛得是呲牙咧嘴 可是又不敢挣扎 只得陪着笑脸说道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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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 天使啊 瓶子王好无损 棉花大人正在看着呢 其他的鬼也都老老实实的 在里边带着 没有跑出来呀 我这是来 出来给你报信的呀 本来呀 这应该是棉花大人来的呀 不过他不放心 那瓶子不肯离开 我就只好来了 听到这瓶子没事 啊 用博文心里一松 便把老鬼给松了开 一时对于错怪对方 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只得干笑着说道 这话您怎么不早说呀 言下之意 责任还在老鬼 这老鬼心里也握火呀 我倒是想说呀 可你也不给我机会呀 但是这种责怪 天使嫌疑的话 他就是不敢说出口 只得说了句 瓶子在卫生间里 跟我来吧 说完不再理会这个家伙 转身 往卫生间 飘去 庸伯文 心情大好 乐呵呵地跟在老鬼的身后 已经开始盘算 拿回瓶子之后啊 怎么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跟女朋友 共度这个夜晚了 要知道 虽然他们两个青梅竹马 两小无才 情投意合 从小玩到大 但是这二十多年里面 还真就没有机会 在一起待上整整一夜呢 但是当走进卫生间的时候 哎呦 拥抱文不禁吓了一跳 闪着水色光泽的瓷砖地面上 躺着个脸色白得比鬼还吓人的 干瘦的男子 玉萍就放在他的手边 而黑猫 则懒洋洋地趴在他的身上 舔着爪子 看到主人来了也不起身 只是轻轻地叫了一声 哎呀 算是打招呼了 这情景啊 实在是太诡异了 你想想看啊 午夜 卫生间 倒地的男尸 诡异的黑猫 是不是很像这三流恐怖片里的 老套剧情呢 这是怎么回事 你做的 拥抱文指着地上躺着的男人 发出疑问 鬼祸人命 这可是不晓得罪命啊 这老鬼可还想平平安地转世投胎呢 这个大帽子一扣下来 历史吓得他整个缩了一小圈 连忙便捷 不是我 不是我呀 不是你 难道是棉花 拥抱文不放心地走上前去 摸了摸发觉 这个人虽然呼吸和心跳都稍微弱了一些 但总归还是活人 还好没死 大概是心脏病发作了吧 刚才我出来的时候啊 就看到他突然晕倒了 这老鬼可不敢说 这个人是他吓昏的 他就是透了玉瓶的人呐 算了 你进来吧 我还得快点回病房呢 拥抱文一手拾起玉瓶 一手抱起黑猫 用眼睛示意老鬼 不要耽误时间 老鬼自然拾去啊 呱呱地凑过去 就打算钻回玉瓶 可就在这个时候 一变突生 一声脆响 一个云捧形的东西砸碎窗子 飞了进来 落到地上 无声裂开 散射出淡淡的绿色的光芒 光芒中 老鬼那即使是在雍伯文 开了天幕的眼中 也若隐若现的身体 居然变得好像实体一样 清晰可见 无数绿色光点在它身中 漂浮着 就好像一大群萤火虫在飞舞 啊 这是什么鬼东西 这是什么鬼东西 狱人一鬼满脑的雾水 同时开口向对方问出 相同的问题 又是一声大响 这回整个窗子四分五裂 玻璃碎片好像正急阵雨一样 随着冲击力喷向整个空间 一个身影应声闯入轻轻落地 悄然无声 一道细细的红色光束 自其怀中射出 正落在这个老鬼的额头上 雍伯文眼间看得清楚 只见他突然破窗而入者 是从上到下连同手套鞋子 都是统一的黑色 头上戴着闪着绿光的夜视镜 长长的黑发在脑后竖成了马尾 甩动个不休 双手抱着只自动步枪 贴在夜视镜前 那束红光正是从枪端的瞄准镜 射出来的 只是此刻厕所内 灯光通亮 这一身装扮打扮呢 未免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谁见过灯光下用夜视仪的 这 这 这什么呀 特种部队 恐怖分子 国际大道 总不会是梦游症患者吧 雍伯文这一愣神的功夫 来人扣动扳机 砰一声清响 一团火红的光芒 自枪口喷射而出 刹那间飞到老鬼的身前 迅速展开 化为一张完全由光芒组成的大网 网上白光闪动 却是一道巨大的符咒 天使 救我 老鬼反应好快啊 一看到那张大幅的光网 便知道事情不妙 呦的一下子 躲到了天使大人的身后 啊 这家伙也是捉鬼的同道 雍伯文心里大感怀疑 怎么看眼前这人 都不像是同行啊 那巨大的浮网 却好像身份标签一样 表明了来者的身份 让他想不相信都难 当初看到刘毅 调戏女弟子的时候 他就感觉这位风水大师啊 实在算得上是 他们这一行里的另类了 可是今天晚上才知道 什么叫做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变态之外更有变态了 转着这样的心思 可是雍伯文动作却是毫不迟疑 飞身上前 抬手一抓 便把那光网抓在手里 嘶哦 他只觉得这掌心一片灼热 好像抓到了蜡烛的火焰一样 微微刺痛 再往手里瞧去时 便见那光网 好像幻影一样 徐徐消失 手中竟然什么都没有抓到 不是符咒唤出的法像 微微一皱 迅速在脑海里翻腾起 以前看过的相关点击 却没有找到任何类似的道数 走开 来人沉沉迪鹤飞起一脚 就想把雍伯文给踢开 雍伯文不闪不躲 微移侧身 哎 猛然冲到那人怀里 双手提出 抓住对方双手 奋力掰向身体两侧 然后急冲不止 整个身体都贴在对方身上 顶得来人身不由己的连来后退 一气撞到墙上 这才算停止下来 那个人双手背质 怒喝一声提膝 向雍伯文跨肩 身体向后一攻 就想摆脱束缚 雍伯文反应极快 对方抬腿刚刚抬起的时候 他就一脚踩下去了 同时另一只脚 也现一步踏过 整个身体往前这么一挺 把对方牢牢地压在了墙上 那个人惨叫了一声 声音清脆悦耳 诶 诶 雍伯文听到这一声 不仅感觉动听 更觉得有点耳熟 似乎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声音 微微一正 仔细瞧过去 只见那宽大的夜视镜 后面露出半张白腻的面孔 鼻梁挺直 樱桃小嘴 便觉得发觉啊 自己似乎在哪里见过这个人 他正琢磨着 那个人已经低声怒喝出来 是色狼 放开我 诶 这个称号好熟悉啊 雍伯文性格是有些内向 做人呢又方正 活了二十多年 却只有一回被人称作色狼的历史污点 而且还是 就在白天的时候 愚蠢兵 他脱口叫出来 低下头 抵住那个夜视镜 向上一顶 夜视镜便从眼睛的部位 磨到了额头上 露出了一双怒火正翅的 乌黑的大眼 哎哟 果然是那个小丫头啊 雍伯文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居然这么快 再次见到这个小女生了 一时呆呆呆望着对方 心里不禁感觉有些古怪 两人两次相遇的环境都很古怪 这第一回呢 是停电的电梯 第二回是半夜的南厕所 而且都是莫名其妙就打起来 快放开我 愚蠢兵恼火地扭动着身体 原本刻意压低的声音 不自觉地抬高了几分 啊啊啊 雍伯文被他这么一鹤回过神来了 这才发觉 两人此刻形状有点尴尬 他的身体紧紧压在鱼唇兵 那凹凸有致的胶躯上 双手则将他的双臂高高地抓起 紧紧按在墙壁上 而更重要的是 他的两只脚还踩在少女 娇嫩的玉族之上 随着他的身体的扭动 温软的身体不停地 挤蹭着他的每一个部位 那感觉真是销魂啊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雍伯文一边抽身后退 一边忙不迭地道歉 吃了大亏的愚蠢兵 看到雍伯文撤了身子 立刻一端手中枪 把黑洞洞的枪口 对准了眼前可恶的色狼 哎 雍伯文反应极快 看到愚蠢兵端枪 立刻一把抓住枪管 挪布转身 以背抵住小女生 以肘制体反手擒拿 轻轻松松把那危险的凶器 给夺了下来 你 愚蠢兵怒不可 偏偏就拿对方无可奈何 看到雍伯文那宽厚的肩膀 就在眼前便一口咬了下去 哎呀 啊 雍伯文惨叫一声 身体猛地向后一顶 咔 将愚蠢兵重重地撞到了墙上 窗口 突然阴影一闪 一个人就在此时跳进来 二话不说 一拳打了过来 哎 雍伯文偏头侧身 躲过了一拳 依旧死死压着身后的女孩 顺手蹲起刚刚抢下来的自动步枪 拿枪当棍子使 狠狠砸向了来人 哎 是你 那个人突然轻轻叫了一声 反手抓住砸过来的枪托 低声叫道 雍伯先生 是我 不然来 哦 雍伯文此刻也认出 眼前这个女子啊 正是白天碰到的 罗婉兰 唉 这才放开手中的枪 同时向前急跑几步 放开了愚蠢兵 第21章 哎 算了 于纯兵火冒三丈 咬牙切齿 已得了自由 立刻不肯甘休的冲向佣伯文 哎 小鲲� 罗婉兰 罗婉兰一把抓住暴走抓狂的女孩 你打不过她 她对这个女孩啊 相当的了解 知道 如果自己说一些 哎呀 冷静 不要冲动 千万不要冲动 之类的话 肯定不会起到任何作用 所以一张嘴便直接指出厉害关系 嗯 愚蠢兵一听这话 果然便停了下来 恶狠狠地瞪着雍伯文 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好像是一只 叙事待发的恶狼一样 罗婉兰 牢牢拉着愚蠢兵 同时问道 雍伯文 你怎么也在这里 要说他这话 问的实在是没有道理 人哪有一个女人 在男厕所里问男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的道理 雍伯文还没来得及说话 愚蠢兵就已经恶狠狠地说了 婉兰姐 这还用问吗 你看 他对那个鬼的不微乎劲 那个鬼啊 肯定就是他养的 我早就看出 他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没想到 他不光化鬼 居然还养鬼害人 地上那个人 肯定就是被他的恶鬼 给害死的 哎 这雍伯文 话还没说一句呢 就被扣上了一顶 养鬼害人的大帽子 这可有点急了 哎 你胡说什么 我可没有养鬼害人 这鬼是我捉来的 准备明天替他超度呢 你捉的鬼 骗谁啊 于春兵冷笑着说的 从监控台发现这里有鬼 到我们出现 不超过三分钟 你不光捉住了这个老鬼 还能把他训得 对你毕恭毕敬的 啊 这本事可真不小啊 就算是你们天师派 十足张灵在生 只怕也远远急不上你了 罗婉兰虽然没有说话 但是脸上也摆明了 怀疑的态度 庸博文虽然脾气好 却也受不了这种嘲讽 更何况刚才的事情 也不全是他的错呀 便冷冷地说道 谁说我是在这里捉到他的 老鬼 你自己说 是不是被我捉到的 啊 是 是啊 我啊 确实是被庸天师 从郊外捉来的 老鬼实趣地说道 原本呢 一直是和其他的同伴 待在这个玉瓶里的 刚才这个玉瓶被这个人偷走了 我才不得不出来 通知庸天师的呀 咳咳咳咳咳 这鬼是你养的 还不是你让他说什么 他就说什么了 于春冰撇着嘴说道 我们监控台 全天监视整个春城地区 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出现 像他这样非正常的鬼魂 你在哪里捉到的这个老鬼啊 雍伯文也正是年轻气盛的时候 本身又有几分傲气 哪收到了这个呀 冷哼着一举手里的玉瓶 哼 在哪里捉的你管不着 不过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这瓶子里 总共装了三百多个鬼魂 都是我一次捉来的 你们要是真的那么了不起的话 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鬼魂的存在呢 三百多个鬼魂 这话一说出来 罗婉兰和于春冰同时惊叫了起来 咳咳咳咳 啊不 不是三百多个呀 老鬼 倾咳了一声 很客气地纠正了三人 啊 这里加上我呀 总共有 四百二十一个鬼魂 男厕所里 立刻多出了两个美女雕像 短暂的尴尬寂静之后 罗婉兰最先回过神来 干咳了一声 庸先生 我能检查一下玉瓶 以证实你们说的话吗 庸博文虽然心里很不高兴 但考虑到女朋友 还在病房等着自己呢 他也不想耽误太多时间 犹豫了一下之后 便一声不吭地把玉瓶给递了过去 罗婉兰从口袋里抽出了一只钢笔模样的东西 对准瓶口按了一下 一道淡淡的绿光 自笔端射进了瓶里 钢笔随即发出清脆而鸡泻的声音 经探测得知 共有非正常性鬼魂421个整 平均标准指数2.95 非立鬼形鬼魂 危险指数0.05 因逗留人间过长 无法正常转世 建议先集中拘留处理 等待7月15日鬼门洞开 将由亚洲法师合作组织统一超度 这回轮到雍伯文大吃一惊了 指着那个钢笔 这是什么 这是便携型智能鬼魂探测仪 土老妈 现在已经21世纪了 捉鬼也要现代化了 还有几个像你那样用老办法 念咒画符的 捉鬼也要现代化 雍伯文实在搞不懂 捉鬼怎么能够现代化呢 果然是400多个鬼魂 罗婉兰神情复杂地收起探测仪 我这一辈子见到的鬼夹起来 还不仅你自信捉过来的零头多 通常人死掉了之后啊 魂魄便会直接脱离人间 进入阴间 只有在人间残留一定时间 无法再通过正常渠道 进入阴间的鬼魂 才能被称为鬼 也正是因此他们才需要天师的超度 才能重径轮回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鬼魂呢 哦 我想等过几天忙完一些事情之后 就把他们给超度了 超度鬼魂与破阵 一样需要耗费极大的法力 所以雍博文想等完成破阵的工作之后 再超度这些鬼 但是他并没有把风水阵的事情说出来 只是含糊地带过了 你要超度他们 哈哈 愚蠢兵似乎句句都要跟着对着干 冷笑着说道 就算用从业协会的鬼魂超度机 在普通日子里 也只能一天超度一个鬼魂 这四百多个鬼魂 凭你一个人的力量 那得超度到后年马月去啊 虽然这话不好听 但是呢 却是事实 也正是雍博文一直考虑的事情 凭他目前的法力 大约三天可以超度一个鬼魂 那这四百多个鬼魂 要一一超度下来 那他几年之内就什么都不用干了 没见到鬼的时候 天天想着捉鬼 可是如今捉到鬼了 这才知道鬼捉得太多 也是一件麻烦事 他一时是沉默不语 没有理会 愚蠢兵的嘲笑 罗婉兰轻轻拉了愚蠢兵一下 示意他不要说话了 把玉瓶还给了雍博文 雍先生 我倒是有个提议 或许可以解决你现在面临的困难 啊 什么提议啊 雍博文本来也没有多生气 现在情绪已经基本上恢复平静了 你还记得我白天跟你说的事情吧 你现在手中有四百多个鬼魂 只要向协会交纳一个 便可以成为会员 任何困难问题 都可以向协会提出帮助请求 就算是咱们春城的法师从业协会能力 不足以解决这件事情 也可以向全国法师从业协会求助 甚至向国际法师联合会求助 到时候 这四百多个鬼魂的问题 不过是小事一件了 从业协会 为什么要会员交纳鬼魂呢 你们要做什么用啊 本着对自己所捉鬼魂的负责的精神 雍博文提出了 从白天起就一直窝在心里的余问 罗婉兰解释说道 要会员交纳鬼魂 实际上是一种资格认证的方式 只有捉到了鬼才能证明 你确实是有法力的法师 而不是招摇撞骗的神棍 协会要鬼魂并没有其他用途 会员交上去之后 就会用超度机 为鬼魂进行超度的 那这种规模庞大的协会经费 又是从哪里来的 容博文对于这个解释 并不能完全相信 是来自于高级会员缴纳的会费 罗婉兰想了想 不如这样吧 雍先生 明天你要是有时间的话 就来春城的协会总部来看看 要是觉得没问题 就交纳鬼魂入会 要是不能接受我们 你也可以选择自己的办法 罗婉兰的话说的是合情合理 又是完全替他考虑的样子 容博文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这场厕所风波 至于告一段落了 罗婉兰与容博文约定了时间 又把法师从业协会的总部地址 告诉了他之后便拉着于纯兵 离开了 容博文将老鬼收回到坪里 抱着黑猫匆匆返回病房 陪着女朋友 热闹一时的厕所 冷清了下来 只有那位横财飞走 又被吓得重病发作的 李学仁先生 仍趴在地上 好在啊 容博文虽然恼火这个人 拿走玉瓶的可耻行为 但终究是心肠太软 也没有不管他 出了厕所之后 便给值班台打了个电话 声称自己在厕所里 发现了一个晕倒的病人 几分钟之后 一大堆文讯的医护人员 便急匆匆地赶来 抬走了可怜的李先生 这位李先生呢 本来就病得不轻 经过这一晚大喜大悲的情绪波动 又被吓了个半死 醒过来之后 神志始终是恍惚不清的 整天抱着那个重病房用的塑料的叶壶 在那里嘟囔着什么宝贝啊 玉瓶啊 白万丰啊 之类的话 谁要是敢从他手里抢下那个叶壶 他便会跟发疯了一样 跟那个人拼个你死我活 一个星期之后 他便被转到了精神病院 继续治疗了 几人在南厕所里折腾的声响 传遍了大半个三楼病房区 再加上这理学人神秘昏倒在厕所里 醒来之后神经分裂的事情 一天之后 关于医院三楼病房区南厕所有厉鬼出没的说法 便传遍了整个医院 两天之后 这件事情便闻名春城 为春城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闲扯胡侃 平添了一份谈资 从此以后 名人医院厕所厉鬼的传说 广为流传 多年不衰 而且花样翻新 版本无数 更有春城当地的一个写手 据此写出了本 惊悚的鬼怪小说 畅销一时 翻印几十次 亦成了多国文字 销量直逼上亿之巨 被称为中国第一本真正走向世界的纯娱乐灵异小说 此写手 由此也像其他有名或者不太有名的前辈一样 被挂上了中国的斯蒂芬金的称号 着实风光了好几年呢 雍伯文回到病房 见爱丽云 正坐靠在床头 手里无意识地撕扯着鸡翅 却没有吃 皱着眉头 一副若有所思 神有物外的样子 想什么呢 雍伯文心里有鬼故作平静地打招呼 啊 没什么 爱丽云回过神来 轻轻拍了拍伤腿 这下可麻烦了 哪也去不了了 嗨 这有什么麻烦的 雍伯文坐到旁边 怀里的黑猫立刻跳出去 钻到了爱丽云的怀里 爱丽云低下头去摸黑猫 雍伯文趁机把藏在身后的玉瓶塞进背包 这才笑着说道 你想上哪儿的话就跟我说 我背着你去好了 没志气 你就不会说买辆车拉着我去啊 爱丽云不满地哼了一声 放下黑猫 把一只鸡翅膀塞过去 啊 你也吃点吧 雍伯文干笑着接过鸡翅 一边咬着 一边含糊不清的嘟囔 这有什么难的 等我挣了大钱 我买一架空中客车 给你当专机好了 你就吹吧 把牛吹上天啊 我就可以骑着牛飞了 把买空客的钱啊 省下来吧 两人闲扯了一阵子之后 直到后半夜两点多 雍伯文实在是扛不住困倦了 说着话便迷迷糊糊地 睡了过去了 他这一天里啊 摸爬滚打 捉鬼斗尸 从市区跑到远郊 从上午一直折腾到半夜 又累又乏 便是铁打的人 也支撑不住了 黑猫跳下了床 跑到那个背包前面 用爪子扒了扒 然后瞅着爱丽云叫了两声 我知道 爱丽云摇了摇头 伸手轻抚着身旁 睡得好像婴儿般安静的男友 纤细的指头划过她的脸上 身上那些在费家庄园 打斗时留下的清淤的痕迹 神色间有种说不出的复杂 过了好一会儿 她抬手在空中这么虚化了几下 金光一闪 好像凭空里一朵金色的莲花 烧开机械 便见一缕淡淡的黑气 自雍伯文的身上冒出来 随着金莲 一同消失在了空中 她正正地望着黑气消失的地方 悠悠她了苦气 喃喃地说道 该来的总归是要来 终究还是挡不住了 语气中竟是有着说不出的失落 与悲伤 黑猫棉花跳到床上 钻到了爱丽云的怀里 喵喵轻叫着 似乎是在安慰着她 爱丽云拍了拍黑猫 嘴角上翘似乎想要微笑 但眼角却庆祝了两颗晶莹的泪珠 划过瓷器般精致光滑的脸颊 在黑暗之中一闪而逝 青藏高原 喜马拉雅山脉深处 在这片世界上最接近天空的土地上 有太多太多的现代文明 所未曾发现过的神秘的领域 这是一片广阔的山谷 四下里被连绵不断的雪山层层包围着 谷中却是碧草青青繁华盛开 一片浓浓的春意 山谷的上方 中年遮盖着浓浓的云气 即使是太空中密布的卫星 也无法穿透云气遮掩 发现这个山谷 一座白色的山峰 在谷底中央冲天而起 仿佛立剑一般直插云霄 山峰四壁绝险 皆如刀削斧舵一般直上直下 没有任何通路 这没有任何道路的山峰顶端 却没有其他山峰那样的尖端 反而是平坦无比 仿佛与人的山峰 仿佛是被巨斧拦断一般 说不出的突兀 就在这平坦的峰顶 佛寺都笼罩在淡淡的金光之下 远远望去气势磅礴 仿佛整个山峰都只不过是这佛寺的基座 让人不自禁地从心底 升起一种顶礼膜拜的冲动 这是佛寺最顶端的房间 从这里站在窗口向下俯视 便可看到整个谷底 以这山峰为中心 分为八块区域 仿佛是盛开的八瓣莲花 簇拥着险峰佛寺 每块区域皆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统一高度的低矮的房舍 密布其中 隐约可见大大小小的古怪的器械 穿梭往来 飞腾下落 这房间呢 大约有千多平 四壁上皆汇满了色彩艳丽的壁画 但壁画的内容 却不是常见的佛教故事 而是一个又一个的离奇的 惨烈的战争场景 场面之残酷 内容之血腥 画风之逼真 让人一望之下 便不由地生出一种 出身于修罗地狱般的恐怖的感觉 正东的位置上 立着一面三米高的塑像 这像不是常见的菩萨金刚罗汉 而是一个白面老者 高鼻深目 求然 左半边脸表情和善 右半边脸是争鸣恐怖 真的是离奇 诡异难测 这老者 头戴王冠 身披战甲 左手捧着卷经书 右手持着面圆轮 那轮上张满了红色的血迹 猛一瞅去 那鲜血好像扔在不住地往下逼 而老者的身前 竟还有一个裸女的塑像 这女子 身材圆润丰满 表情栩栩如生 跪于老者身前 仰面注视着老者 脸上满是神圣 肃穆之色 若是再仔细向下看的话 便还可以发现 老者的脚下 踩着个表情痛苦的人头 鲜血自断颈处 喷涌而出 蔓延而下 使这身像 在基座色泽 一同变得很红 仍然仿佛鲜血凝旧的一般 第二十三章 房间的正中央 有一黄铺大床 六七个身材娇美 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的女孩 裸着身体 躺在床上 互相的爱抚 亲吻 当人心破得 身影的喘息声 不断地响起 给这阴森诡异的房间 平添了一抹 淫迷的气息 碰 一声轻响 房门被推开 一个穿着大红喇嘛袍的 中年男子 气喘吁吁地跑进来 冲到窗前 噗通一声 趴在地上醒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 沉声说道 活佛 灵塔 气险 他的声音 微微地发颤 显示出他强行 压抑下去的极度的激动 那个窗前站着的光头男子 面向窗外 看不到正面样猛 那背影肌肉囚结 四肢修长 皮肤 精白如玉 却还透着一丝丝隐隐的红韵 他虽然不着一丝 但是副手而立 便自然而然有种强大的威严呼之欲出 男子并没有把目光从窗外收回 只是淡淡地问 哦 几层啊 九层 全部 红袍喇嘛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整个身体都不由得 等了一下 当时守塔的 搬错岗刺一般九人 全部吸了进去 男子发出低沉 阴邪的笑声 属于我们的时代 终于来临了 是 是 红袍喇嘛将脸 死死地贴在地上 不敢抬头 只是低声地硬核 哈哈哈哈 先四方护法尊者 男子笑声一脸 声音突然变得冰冷无比 使整个房间的温度 都仿佛一下子 降了许多 红袍喇嘛 一声不吭地爬起来 半躬着身子 垂头倒退而行 一气 一口气 退出门外 消失不降 那银迷的声音 仍然响着 诱人的躯体 依旧在扭动着 但是两人 在对话的时候 却始终没有 往大床上扫过一眼 仿佛那声音 那景象都不过是 虚幻的泡影一般 和歌山县 高野山 东密真言宗所在的 金刚风寺 在进入现代社会 成为旅游圣地之后 便再没有了 往昔的神秘感了 肃末的佛教圣地 每日里被迎来送往的游客 沾满了无知的俗气 与铜臭 应有的灵气 与洁净 日渐消失的无影无踪 便连真正静心念经 礼佛的和尚 都很难找出一个了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 真言密宗 也正像其他宗教 在进入网络时代后一样 不可避免地陷入了 日落西山的窘境 但是这只不过是表象罢了 若是谁有机会在夜半时分 穿过金刚风寺 便会发现 原本毫无人踪的 后山密林之中 多出了个小镜 沿着这小镜向前 若是有本事越过 迷魂法阵的阻拦 便可以看见密林深处的房舍 那不过是些矮小的木屋 星典地散落在高大的林木之下 若是从上方看过来 除了那茂密的树干 不会见到任何东西 这里才是真言宗 真正的总山本所在 也是东密 作为历史阴影中的隐秘王朝 影响整个日本的枢纽所在 即使人们口耳相传 却从来无法证实存在的 李高野 正是灵明前 最黑暗的时刻 密林间一片漆黑寂静 偶尔微风扶来 枝叶摇摆清晓 仿佛千手万臂的鬼怪 在阴暗中尽情伸展着手臂 玉影堂的长明佛灯 在微风之中轻轻地摇摆 将整个大堂晃得是 明灭不定 正堂中央的空海法相 便也在光与暗之间不停地闪动着 面色阴晴不定 竟仿佛活了过来一般 披着粗布的袈裟 须发揭白枯瘦老和尚 盘坐在大堂中央 紧闭双眼 手中碾动着一串乌黑的佛珠 嘴唇无声地如捏着 这真是充满了古风的一幕画面 要是不知情的人突然走进来 或许会怀疑自己不经意间穿越时空 回到了古代了吧 默默的 安静燃烧的长明佛灯 啪的一声爆响 火焰随着这声爆响窜起好高一截 整个佛堂在这一瞬间变得明亮异常 便是点上了一百瓦的电灯泡 也急不上此刻的亮度了 空海法像上的三谷楚 便在同时闪起一片五彩的华光 那光彩如同焰火般自谷楚上 升腾而起 在空海法像双目凝视的方向上 无声地爆开 化为满空的光点 若天女散花般自老和尚上方 徐徐落下 老和尚低旋了一声佛号 猛地睁开双眼 眼中一片平和 如古井无波般 不波不蓝 佛堂上的一切意象 便在他睁眼的同时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切都恢复了平常 仿佛刚刚那华丽鬼奇的一幕 不过是一场幻象 老和尚轻叹了口气 放下佛珠 手 撵着独鼓印 没诵金刚 撒锤心咒 低喝了一声 雷 光影晃动的世界猛然一顿 似乎在那一声吼中 时间也停止了下来 而后 他缓缓起身 走出佛堂 站在门前 抬头仰望 上方 是古树 觅食层叠的枝叶 将天空 严严实实地遮挡 但是当老和尚 抬起仰望 那些枝叶 便锁锁地移动 片刻功夫 便在他视线投射处 闪开了一个空洞 繁星密布的苍穹 落入眼中 老和尚看了一眼 便缓缓地和尚眼睛 仿佛变成了 泥塑 木雕 站在夜色中 一动不动 这老头子 看到了什么 略有些油滑的声音 在老和尚的背后响起 一个淡淡的人影 仿佛鬼魅一般 凭空浮现 满满清洗起来 化作一个 十七八岁的少年 他穿着大裤头 花衬衫 头发染成了 焦黄的颜色 左耳上穿了个 七八个小耳环 嘴里咬着根 冰棒 这一身行头是 不伦不类 仿佛是刻意想 打扮成不良少年 但是呢 却不得其法 结果搞得跟 兔包子般可笑 老和尔老和尚 老和尚八叶枯木 头不回 眼不争 何时沉生出道 心动而已 哦 哦 少年表情恶劣烈的一脸嘴 哈 你的心 不是已经烈化了吗 居然又动了 哦 这可真是一件大事啊 这要是让你那帮徒子徒孙知道了 只怕要吓得 连魂都丢了吧 动与不动 非在心 而在世 八叶枯木声音平稳 对少年的态度 惠为异 少年眯起眼睛 露出一副好奇的样子 能让你心动 而且念念不忘的事情 也只有 你见了吧 难道是 不错 奇迹 已经来临了 老和尚猛地再次睁开双眼 原本的平和 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 却是燃烧着熊熊烈焰的热望 佛前长明灯 哭了一声 由那弱小一团火苗 变成了一束不可逼逝的 白痴的火炬 空海法相 那一直阴暗不定的面孔 被映成了一片清白 纽约 凌晨4点36分 混合了各种废弃的灰呛呛的浓雾 笼罩着这世界最繁华的都市 站在133层酒店套房的客厅 从落地大窗前向外张望 只见淋漓的高楼 在灰色的云雾中 稀稀疏疏地冒出头来 仿佛海面上的一层层 孤独的暗礁 出生的太阳 从灰蓝色的平面下方 探出半张脸孔 金色光线 在上与下的不同蓝色上 映出深浅不同的赤色的曲折的痕迹 一静一动 相应乘去 仿佛两条巨蛇 隔着天与地的距离 相互凝视着 阳光自宽大的窗子照射进来 把光明提前于地面人间 带来了这接近天空的房间之中 虽然从面积上来看 这应该是一间豪华的总统套房才对 可是房间内部却没有通常高级套房 才都有的奢华的装饰 确切点来说呀 这间宽大的房间内除了地板以外 没有其他任何装饰或者物品 瞧起来这更像是一个刚刚完工 还没有进行装饰的空桶房间 房间的正中央赤裸着身体的少女 正迎着那一缕出洋和光 扭动着柔美的身体 时尔以单手之地 身子与地面平行 两只脚翻过来 勾在自己的颈中 时尔全躯一地 身体后弯 双手抓耳 虽然每一个姿势都显得极为的怪异 是人类肢体根本无法达到的极限 可是少女的动作舒缓流畅 没有一丝一毫的耻物 仿佛全身都没有了骨头一样 每一个关节都可以随意地曲折 每一个部分都能弯转变化 金色的阳光落在那无暇白玉般美好光洁的身体上 泛起一层淡淡的光韵 拢在少女深周 给人一种说不出的圣洁之感 门突然被打开 一个三十左右岁的女子一手举着电话 跑进来 张嘴欲喊 但看到眼前景象便立刻停下脚步 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 此刻 那少女恰好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 整个身体尽量地伸展 形成了侧卧之姿 平地没有任何支撑 却是悬空三尺 身上淡淡的光韵 全身收敛体内 宽大的房间内历时一暗 散射的阳光竟全都集中到了少女的身上 少女在空中侧卧了约梦五分钟 这才盘膝坐起 缓缓落地 双手高高伸向空中 阳光并好像失去了约束一般 猛地弹射开来 洒满整个空间 一时满是金光耀眼夺目 少女 于那一片金光之中自地上站起轻声问道 什么事情 那个一身古板套装 鼻子上还架了副黑边眼镜的女白领 这才轻声说道 刚刚接到通报 根据卫星监控 昨夜于北纬43度05 45度15 东京124度18 到127度02之间的方位 发现相近反应 只是过于微弱 不能完全确定 少女自房间的角落里 拾起了宽松的运动衫穿好 冲着女白领 微微笑着说道 只怕有人要睡不着觉了 小姐 那我们 女白领迟疑地问 少女面露一种古怪的笑意 古先生怎么说 古先生自昨天中午十二时起 开始闭关 并声称要参悟天道 准备肉身成佛 破碎虚空 女白领越说声音越低 有些胆怯地看着明显露出 恼怒神色的少女 哼 这个老花头 少女不满地甩了甩头发 去通知他们准备一下 我们明天回国 是 小姐 女白领欣喜地应了一声 转身离去 少女突然轻声塌了口气 走到窗前 凝望外面的灰雾渐渐散去 露出本来繁华的钢铁森林 双手在胸前截了一个怪异的印靶 随即双手向外这么一蹦 一道淡淡的光亮 自如鲜花般绽放开的食指间弹射而出 就好像快隔慢放镜头中 急速生长的小树一般 曲曲折折向上延展 眨眼功夫 幻化为了一株花树 枝分久叉 每叉上都盛开着一朵 流光溢彩的五色莲花 点点荧光自花蕊处散散而出 星光满室 异香扑鼻 这一回不会错了 少女凝望着九莲花树 难难地说道 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雍伯文挤在爱丽云的病床上 直睡到第二天上午九点 才醒过来 这个时候啊 医生已经来过 为爱丽云做了副检 确认她的伤已经没什么大碍 可以出院 雍伯文帮爱丽云办了出院手续之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就是 要带女朋友回家休养 爱丽云的父母刚好都在家里 看到宝贝女儿一天不见便受了伤 心里自然不爽啊 爱家妈妈抱着乖女儿 眼泪汪汪地盘问了一番 还直埋怨 她为什么不往家里打电话呢 顺便感慨女生外相 女儿长大了 便不跟家里贴心了 啊 摔伤脚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也不对父母说了 爱家爸爸不能像妈妈一样 抱着女儿说些贴心话 只得抓住雍伯文审问 详详细细地询问了 女儿是如何如何受伤 受伤之后又是怎么进行处理 处理完毕之后 临床表现等等等等 种种细节 那语气啊 眼神呢 简直就像是在怀疑眼前这个不务正业的小子 是女儿受伤的罪魁祸首 好在两个人根据多年来的经验早就已经预料到眼前的情景 在路上就已经对好了所有的口供了 尤其是爱丽云仔细地把昨天自己从打摔倒之后的所有经过 包括从王约翰那里听来的 他昏迷时送到他医院的那部分 全都一五一十地交代给了雍伯文 好让他把这个英雄救美的主角换成自己 以增加在二老心目中的好感度与信任度 爱家爸爸呢 也是从小看着雍伯文长大的 盘问完女儿受伤的经过之后 少不得顺便就雍伯文就业的事情进行训话 耐心地劝导眼前妄图把他女儿拐跑的小子 首先呢 你得有份好工作才能养活得了未来的老婆 不要整天搞那些神棍才干的事情 做人要脚踏实地的 不要好高误远 这爱家妈妈呀 是当老师的 爱家爸爸 共同生活久了 不免要尽诛者赤的问题了 训起话来呢 也是如同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态度耐心细致 寻寻善诱 简直就是把雍伯文当成了失足青年来挽救了 连盘问带训话 足足进行了一个小时 直到爱家母女从房间出来 爱家爸爸这才算住口 爱丽云看雍伯文满头大汗 面清纯白 坐在那里一副将要昏过去的样子 心里不忍便说道 小文啊 你一会儿不是要去面试工作吗 快走吧 可不要迟到了啊 对了 晚上过来吃饭 帮我买份烤鸡翅 雍伯文听到这句话如获大赦 蹬的一下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抛下一句 啊 那好 爱叔叔 爱婶婶 小云姐 你们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尾音尚在室内回绕 他人已经冲去门去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幸被主人 遗弃在沙发上的棉花 有些委屈地甩了甩尾巴 发出 喵 一声轻叫 爱家爸爸怀疑地望着女儿问 她真的是去面试工作吗 爱丽云坐在沙发上 把棉花抱在怀里 轻轻拨弄着黑猫的耳朵 低着头说 我昨天骗她说我要结婚 她有点急了 答应我去面试工作 要不是我摔伤腿的话 她现在应该已经在 双桃文化公司上班了 还是小爱有办法 爱家妈妈笑着说道 不如啊 等晚上她回来 我和你爸做出戏 加重一下她的危机感怎么样 唉 没用了 爱丽云揪住了棉花的耳朵 有些茫然地抬起头 昨天她已经见到鬼了 啊 什么 什么 爱家夫妇同时惊叫了出来 然后面面相去 爱家爸爸好一会儿才问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你和棉花整天跟在她的身边 哪个鬼敢靠近呢 那不是正常的鬼 而是附在人身上的稀奇鬼 是跟一位走错路的老先生 一起过来的 我当时不能做什么 也只能跟在她的身边 悄悄锁住了捉鬼的房间 使整个过程不会外泄 爱丽云塌了口气 唉 在那之后 我装作很害怕地来炸她 她最终还是答应我去建工了 可是没想到 我又摔伤了 她晚上赶到医院的时候 身上的阴气重得吓人 肯定是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难道 这真是不可阻挡的命运吗 爱家爸爸突然脸色一变 勃然大怒一拍巴掌 叫他 这臭小子 刚才看的说话是 吞吞吐吐 目光闪烁的样子 我就怀疑 不是他送你去的医院 居然敢骗我 你看我今天晚上 我不好好的 你 爸 爱丽云哭笑不得 实在搞不懂老爸 在想些什么呀 更重要的事情 他不去理会 偏偏却在这种 无足轻重的问题上 纠缠不休 对 对 现在他就敢骗我们 将来取了小云的话 那还指不定会变出 什么谎话来吧 爱家妈妈连绳复合 玩了玩袖子 我可又好几年没揍过 这臭小子了 今天晚上 我非把他屁股打成巴巴不可 哎呀妈 爱丽云恼火的使劲的 拉扯着棉花的耳朵 痛得棉花连声惨叫 哎 好了好了 女儿心疼男朋友了 啊 妈不打他就是了 再说了 孩子大了 也不好像小时候的时候 那样打屁股了 爱家妈妈看到 女儿满脸的怒气 连忙改口 同时踢了老公一脚 啊 啊啊 是是是是啊 这回就放过他了 爱家爸爸 立刻领会领导的意图了 啊 随着改换语气 陪着笑脸说道 啊 乖女儿啊 不要生气 啊 你们在搞什么 爱丽云终于暴走了 站起来大吼 小温见到鬼了 你们没听到吗 爱家爸爸连连点头 啊啊 听到了 偶尔一两次 不会出什么事情的 啊对了 那个鬼你收拾掉了吧 那鬼里的蛊虫 已经快要成形 小温把鬼连蛊一同化掉了 爱丽云有气无力地坐回到沙发上 我担心的是 昨天下午到晚上那段时间 唉 棉花 你要是能告诉我们 发生了什么事情 该多好啊 受到责难的黑猫 难为情地把脑袋 埋在了两只爪子里 护住饱受折磨的耳朵 不敢出声 应该不会有事吧 毕竟棉花一直在她的身边 除非是西边的那种风水阵法 爱家爸爸迟疑地摸着下巴 不过 这事说起来还真是古怪啊 以你的身手 怎么会摔伤呢 当时的情形很奇怪 爱丽云皱眉说道 我怀疑 有人在搞鬼 既然小温已经遇到了鬼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爱家妈妈终于提出了 关键的问题 好办 不如像我以前提议的那样 一劳永逸 跟出后患 爱家爸爸连线杀气 目露胸光从怀里 掏出根金针高高地举起 封住他的 你想害死小温啊 两只母老虎同时抓起 恶狠狠地盯着出了 馊主意的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的背上 立刻冷汗密布 我也只是提一下 如果不行 那咱们再想其他办法好了 庸伯文自然不知道 爱家三口的讨论 他急急忙忙逃出爱家 叫了辆计程车 按着罗婉兰留下的地址 直奔法师从业协会 法师从业协会 位于春城的南区 斯林街中段 这里是整个春城最繁华的地区 高楼林立商铺密集 一个十几平米的林街店铺 往往就可以卖到五十几万的价格 绝对成得上是黄金地段 当庸伯文听到罗婉兰说出的地址后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无论是电视 电影 小说 故事 还是道家典籍里面提到的法师们 那大都是躲在深山老林里 一副不敢见人的样子 以方便吸取天地精华 毕竟无论是道家 还是佛家的大师们 捉鬼 驱邪 降妖 逐魔 都只不过是闲来无事 增加收入 吸引信徒的父业 他们真正的主业 还是修行自身 成仙成佛 而弘法嘈杂诱惑众多 那绝对不利于修行的 可是这个法师从业协会 居然大模大样地把耸布 设在商业繁华区 这可真是太出人意料 从密集的车流里 挤出来之后 计程车停在街边 雍伯文走下车抬头一看 眼前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厦 保守估计啊 绝对是在一百层以上 整个楼体的外表 以玻璃式材装点 在阳光下闪着耀耀的光彩 一行大字沿着外墙 从楼顶一直沿到了 入口大门的上方 人间仙境文化传播中心 就是这里了 雍伯文原以为啊 就算是这法师从业协会总部 本着中隐隐于市的原则 设在了闹区 可也应该低调一些啊 哪曾想进会是如此嚣张的一些高楼啊 他抬头仰望着眼前的高楼 呆呆地站在街边 引得来往行人不时投入了 讥笑的目光 并有好事多嘴地嘲笑着说道 看见没啊 这又是哪来的土包子 连个高楼都没见过 至于吓成这样吗 雍伯文稳了稳神 对于这个 做法高调的法师从业协会 是大感的好奇 卖步就往楼里走 结果刚刚推着这个玻璃旋转门 走到楼内 刚往大厅中央这么一站 还没等找人询问怎么找罗婉兰 两个保安便走上来 客气地伸出手 哎先生 请出示您的证件 证件 雍伯文不解的骚了骚头 什么证件啊 其中一个保安鄙夷地看着雍伯文 不屑地说道 工作证 贵宾卡 邀请函 什么都可以 这里是非对外开放单位 不是什么香巴佬都可以进来的 原来啊 两人在门里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雍伯文 站在楼外 仰头呆望的傻样 也认为这是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香巴佬 一看他推门进来便上前阻挡 说什么也不能让这种土包子进来 玷污这种高贵文雅的场所 这当时罗婉兰可没说过进门还要证件呢 他可是连身份证都没带 雍伯文不仅有少阶啊 看着雍伯文不仅有些为难地说 我 我我没带什么证件 那两个保安一听 哪还会刻起来立刻沉下脸 没有证件 不能进入 请立刻离开 雍伯文看着两个人有动手的驱使联邦说 我是跟罗婉兰约好的 他是在这里工作吧 罗经理怎么会认识你这种 也不骚泡尿尿 照着你自己是什么德行 快走啊 不然我们报警了 永果文低头看看自己 这才注意到 他身上的衣服 还是昨天的那件 今天呢 事情太多 从爱家逃出来的又匆忙 以至于没时间换衣服 现在这衣服上 哎呀 脏兮兮皱巴巴的不说 还有骨子浓浓的汗味 也难怪这保安会看不上他 哎呀 早知道就留下罗婉兰电话好了 永果文有些傲丧的想着 不愿意跟那两个保安起冲突 只得转身往外走 两个保安呢 紧跟在后面像皇贼一样的盯着他 大概是不亲自把这香巴佬给送出去 就不放心吧 哎哟 哎哟哟哟 永老弟呀 你也来了 熟悉的声调突然在前方响起 正垂头丧气往前走的 庸伯文一抬头 便看到红光满面的刘毅 正挽着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 迎面走过来 啊 刘先生 你怎么也 庸伯文这话一出口啊 便觉得自己问的太蠢了 既然这刘毅是货真价实的风水大师 那肯定也是法师从业协会的会员了 刘毅热情的上前拉住他的手 哈哈哈哈 哎呀 咱们至少也算是半个同行了啊 我当然也得来这里了 你办完事要走吗 哎 要没什么急事的话 就等我一会儿啊 出去啊 一起吃顿饭 顺便商量一下这个 费先生那件生意啊 庸伯文苦笑着摇了摇头 啊 我的事情没办成 这不是没有证件 被人赶出来了吗 你没有证件 刘毅呆了一下 显得有些意外 但很快就回过神来了 这里进出什么时候需要证件了 说着上下打亮了庸伯文两眼 恍然大悟地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老弟啊 再怎么说 这里也是高级商业区 你出来的时候 怎么也不换件衣服啊 啊 哈哈哈哈 庸伯文解释说道 哎 我这临时有些事情 事情太紧 所以没来得及换 至于被未来的老丈人 盘查了好几个钟头 以至于吓得落荒而逃的糗事 他当然不会笨笨地说出来了 刘毅笑着拍了拍庸伯文 转过头沉下脸 冲着那两个保安说道 妈的 你们两个狗脸看人低的家伙 啊 只认衣服不认人啊 知道这是谁吗 两个保安早就被刘毅 刚才那一系列的表现给吓到了 但凡知道刘毅的人谁都清楚 这位刘大师结交的人物 那可都是非富即贵 就算是对着春城市长的时候 也没见他这么热情 甚至有些巴结的意思啊 而且听他话里的意思 两人似乎还有些生意上的往来 难道这香巴佬还真是个大人物不成 听说那些个有钱的大人物啊 通常都有点装穷的怪癖啊 眼前这位不会就是这样一个有钱人吧 啊 是 是 两个可怜的小保安 还没弄清楚这位庸先生 到底是什么人物啊 就已经吓得是冷汗如雨 面无人色 像他们这种地位的工作人员 得罪大人物的下场 通常就只有一个 众人皆知的下场 刘毅正打算替雍博文 捏造个足够吓死 这两个小保安的身份 呼听有人在远处高声喊 雍先生 雍先生 几人寻声看去 就见罗婉兰正匆匆忙忙跑过来 这香巴佬果真是约了罗经理啊 不 这香巴佬果然不是香巴佬啊 两个小保安是待若目击 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未来可悲的下场了 看到罗婉兰 雍博文松了口气 招呼说 罗小姐你怎么知道我来了 罗婉兰跑到众人面前 先狠狠瞪了那两个保安一眼 然后才解释说道 我刚好到保安室有些事情 是在监控系统里面看到的 刚才的事情真是对不起了 请跟我来吧 余总正等着你呢 没关系 我这个样子也很难不让人误会 雍博文看了那两个 已经吓得面如土色的保安 心里有些不忍 他们也是在尽自己的职责嘛 哈哈哈哈 雍老弟就是心肠好 那我先走了 一会儿你要是先下来的话 就在这里等我 咱们去吃饭啊 不用客气了 雍博文有点受不了 刘毅这种热情的态度 哎 不光是吃饭 还有费先生的事情要商量一下 刘毅说完也不给雍博文 再拒绝的机会 晚起身边女子 静止离开 竟然始终没有跟罗婉兰 说半句话 罗婉兰狠狠瞪着 刘毅离去的身影 冷哼一声 转过头来对 雍博文说道 雍先生 你还是少跟这种人打交道为好 雍博文看得出 罗刘两人之间呢 似乎有些不愉快 但是他不想理会这种事情 便笑着解释说道 我们最近有些合作 罗婉兰摇了摇头 雍先生 跟我来吧 说完不再理会那两个小保安 拉着雍博文 向楼内走去 电梯在最顶层的八十八层 一声轻响 电梯门向两侧滑开 走出电梯被狭小空间压抑的视线 历时一宽 眼前是一个将近千平方米的 宽敞的大厅 看上去比一楼的正厅还要大上好些 整个大厅没有任何装饰 仅在对门的窗下 放了一排宽大的沙发 大厅的正中央的天花板上 是一盏华丽的大型枝形西顶吊灯 吊灯下方站着一个人 大约是五十岁上下 身宽体胖 足有一米九的个头 往那里站了就如同小山一般 这身材体型再配上近乎光头的板寸 很有些古代绿林好 很有些古代陆林好汉的气势 这是咱们春城法师从业协会的主席 于城市先生 罗万兰轻声介绍 您好 于前辈 雍伯文客气地伸出手去 但是这位于前辈却出乎意料地将他怀抱在怀里 热情地给他来了一个大耳有力的拥抱 如红钟般响声的声音随之响起 年轻人不用客气 你可是咱们春城的骄傲 你太客气了 雍伯文被抱得喘不过气来 拼命地挣扎 才算摆脱了这一下 如同黑熊河壁般的拥抱 喘着粗气说 于城市满面红光相当的兴奋 这可不是客气 现在全国都知道我们春城出了个捉鬼奇才 这一出手就捉到了四百多个鬼魂 这可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捉鬼了 称得上是空前壮举 来这边坐 说着便拉起雍伯文的手 把他引到了沙发上坐下 然后向大厅的另一角走去 雍伯文顺着他走过去的方向向前看 这才发现在大厅的东南角上 居然有个小型的酒吧 我不喝酒 雍伯文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要知道东北啊 是苦寒之地 烈酒可以驱寒活血 但凡东北人很少有不喝酒的 好 那我给你来杯橙汁吧 于城市倒是毫不奇怪 转过来又问 小罗呀 你要喝点什么呀 威士忌 威士忌 罗瓦兰坐到雍伯文的身边 轻轻拍了拍有点不安的年轻人 不用这么紧张 于先生人很好的 哦 对了 你还不知道吧 他呀 可是小鱼儿的父亲呢 小鱼儿的父亲 雍伯文的脑海里不禁浮现出 那个满面通红羞怒表情的娇小的美人 一时怎么也无法把他的形象 和眼前这位土匪般气势强悍的人物 联系在起来 大脑思维回路不禁出现了暂时性的断档 于成士拿着两个杯子走回来 将橙汁塞给了发愣的雍伯文 笑着说道 哈哈哈哈 尝尝 这呀 可是新榨的鲜橙汁 跟你平时喝的那种碳酸饮料 绝对不同啊 雍伯文浅尝一口 除了觉得烧酸一点之外 倒也没觉得感觉有其他不同啊 啊 咱们谈正事吧 虞成士站起来 在大厅中央缓缓躲着步 啊 你的事情小罗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先介绍一下法师协会 以及相关组织的情况 和能够提供给你的帮助 然后再让小罗带你去参观一下 你再考虑是不是加入协会怎么样啊 嗯 这话说的倒是合情合理 雍伯文也觉得挺合适 便点了点头 哼哼哼 虞成士清了清嗓子 开始先介绍法师从业协会的概况 第24章 咱们法师的全球性组织成为国际法师联合会 成立于1973年9月7日 原成为国际法师委员会 1986年改为现在的名称 英文所写是IFIM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 现有职员80多人 来自世界40多个国家 另外有280名文职人员 昼夜与123个会员国的法师组织联络 密切关注全球各地的鬼怪灵异 邪恶等等 非人间力量发生事件 并调节各国述法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IFM的工作主要是由全体会议 执行委员会 秘书处和成员国国家法师组织负责实施 全体会议是国际法师联合会的最高机构 每年举行一次会议 执行委员会基本上每年召开两次会议 负责监督全体会议决议的 贯彻执行 并为全体会议准备议程 我国的全国性法师组织 和西南协会 咱们春城法师从业协会的直接主管 便是东北协会 春城法师从业协会成立于1985年 在全国来说也算是很早的一个协会了 主管春城及周边市县的所有法师从业人员 以及相关灵异事件的调查处理 目前有正式会员105人 配备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各式仪器设备 在捉鬼超度 驱邪除魔 风水测算等等各个方面 均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你现在的问题是 鬼捉得太多了 又都不是厉鬼 恶鬼 所以需要足够的力量来为他们进行超度 但是我们春城协会的力量 也不足以超度这400多个鬼魂呢 听到这里 雍伯文迟疑地问 昨天罗小姐说你们可以向全国 乃至国际法师联合会求助 如果让全国各地的协会 帮一下忙的话 这400多个鬼魂应该不成问题吧 余成是愣了一下 然后爽朗地大笑起来 走到近前轻轻拍了拍 雍伯文的肩膀 不用担心 我已经帮你想好解决的方法了 只要在7月15 鬼门洞开的时候 集合咱们春城所有 具有捉鬼去邪资格的法师 再配合这里的超度仪 就可以很轻松地一次性超度这400多个王魂了 等到7月15 雍伯文不解地说 今年的7月15上个星期才过呀 那不是还要等一年 那这一年里这些鬼怎么办啊 一直疯起来吗 我怕他们不愿意啊 他实在是搞不明白 明明向上求救 可以很轻松地解决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位余总 却非要强调利用春城自己的力量来解决呢 唉 当然不能这么做了 我们也是尊重鬼权的 余成是摇头说道 不过这就要看你的决定了 毕竟这段时间里 这些鬼魂是归你监管的 我们不能干涉呀 啊 这样啊 雍伯文迟疑地想问问 自己可不可以向 要求向全国求助 尽可能在最快时间内 把这些鬼魂全部超度 毕竟是带着400多个鬼 同居一年 又要防着艾丽云知道 这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无论哪一块 出点纰漏都够他受的了 罗婉兰却突然站了起来 将怀中的威士忌 一饮而尽笑着说道 余先生 我还是先带雍先生 在各处参观一下 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吧 说完轻轻拉了雍伯文一下 啊 也好啊 了解一下我们的实力 有助于帮助他做出决定 余成事 微笑着说道 连再说话的机会都没得到 雍伯文 就被罗婉兰 硬给拉进了电梯 哎 罗小姐 为什么余先生 不肯向全国求助啊 电梯门一关 他便立刻发出疑问 罗婉兰 微笑着看着眼前 这虽然法力高强 但是却涉事未深的年轻的法师 咱们春城的法师从业协会 是全国成立最早的分会 会员人数最多 设备最先进 力量最强大 势力弱一些的 如华东 中南的大地区协会 也远远不如 当余先生 今早把你一次性 捉到四百多个鬼的消息 通报全国的时候 就连总会的主席都有点眼红了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向全国求助的话 肯定会嘲笑我们协会 图有虚名 连这么点事情都无法自己解决 啊 原来是死要面子 硬冲大班算啊 雍伯文恍然大悟 肯笑两声 不再说什么了 电梯 在快速的下降 狭小空间内的气氛 一时显得有些尴尬 罗婉兰犹豫了一会儿 才有些迟疑的在问 呃 雍先生 我有个问题 不知道 当不当发问 啊 什么问题 你是从哪里 捉到的这四百多个鬼的 啊 试骄 因为答应过肺顶心 为了肺家的名誉 而不说出这件事情 所以雍伯文回答得很含糊 试骄 什么地方 这么多鬼魂出现呢 我们的监控仪器 却没有任何发现 罗婉兰知道自己问的 显得很不实相 人家已经含糊地回答了 就表示不想说出来 但是这个问题 却非问不可 一方面呢 关系到 鬼魂监控仪是否出了问题 另一方面 这是虞成士让他问的 这位死要面子的主席先生啊 虽然好奇地要死 但是却无论如何 自己是问不出口 当然了 罗婉兰也十分想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 雍伯文犹豫了一下 知道要是不解释清楚的话 总归是个问题 便说道 我答应了对方 不把这件事情说出去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这些鬼魂 都是从一个风水阵法里 捉出来的 那个法阵自成体系 在阵内形成人造阴间 在阴阳阻隔之下 阵外的人 无论用任何法术 都无法探知里面的 鬼魂存在的 原来是风水阵法呀 看来监控仪 还是有很大的缺陷 罗婉兰皱起了眉头 一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电梯到了一楼 并没有停下 反而是继续下降 因没有了指示灯 也不知具体下降了多少 从与上楼时所花的时间 来对比来看 大约是在地下五层左右停下的 罗婉兰放弃了皱眉 苦丝 领着雍伯文走出电梯 哇 当雍伯文走出电梯的时候 看到眼前的情景 便禁不住发出惊呼 面前 是一处圆形的白色大厅 柔和的光芒 自天蓬墙壁的地面 散射出来 将这个地底的世界 照得如同地面的白昼一般通亮 沿着圆形的四壁 是一圈巨大的 足有六七米高的计算机屏幕 各种各样的数据画面 不停地在屏幕上闪过 数之不清的 全身白衣的工作人员 正在这些巨大的计算机面前忙碌着 让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个某个高级的科研所 这就是法师从业协会的监控中心了 最中央的大屏幕上是整个春城地区的电子地图 监控仪通过设在春城各处的电子法眼 时刻监视着每一个角落 同时 法师从业协会 雇佣的专业的猎捕队员 每天分区巡视 一旦在哪里发现鬼魂 便立刻由最近的猎捕小组前去处理 当然了 这里的监控对象不仅仅是鬼魂 像左侧的一部分屏幕 监控的主要部分便是 妖精 而右侧的一部分屏幕监控的主要目标则是 恶魔 从最底层的监控中心往上来 紧接着就是 处理中心 捉到的各式的鬼魂 妖精恶魔都要在此地处理 普通的鬼魂需要超度 而作恶的厉鬼 则是情节不同 分别处以关押 以致化掉 不同程度处罚 做了坏事的妖精们通常要被罚作苦役 恶魔是西方的产物 一旦捉住过界的恶魔 通常是暂时关押起来 等与西方的降魔者工会 沟通之后引渡 只是最近这一百多年 大约是由于环境的关系 妖精已经是很少出现了 倒是经常会有越界的恶魔到处捣乱 能够帮助雍伯文超度鬼魂的超度仪 也在这一层 因为事关紧要 雍伯文很仔细地参观了 鬼魂超度仪所在的超度室 那是一个大约三百平米左右的房间 布置着六道引渡法阵 阵法中央停着一个子弹头式样的仪器 通体金属制成 也看不出内部是什么样子 需要超度的鬼魂 由后部的小门进入 然后开启仪器 一般需要24个小时才能完成超度 倒数第三层 是研究中心 马专门负责各种先进仪器的研制开发工作 据说在此类方面 春城已经具备了国际先进水平 研制的驱魔枪等武器 远消至欧美各国 占据该类市场份额的30%以上 而在捉鬼辟邪方面的各种器具 更是稳定东南亚第一的位置 实际上现在捉鬼啊 已经基本上依靠各种的器具了 而不是法师个人的法律水平 像雍伯文这样 纯粹靠自己力量去捉鬼的落后方法 早在十几年前就已经被主流捉鬼精英们所抛弃了 这些经营事项啊 都是由从业协会下设的专门销售公司负责 这也是维持整个法师从业协会的最主要的经费来源 于城市便是这家公司的创办人 以及现任董事长 倒数第二层则是办公中心 分成鬼魂处理部 风水综合部 命理研究部 妖精管制中心 以及专门处理与恶魔等相关的事物 与外事处理中心 六大部门 每个部门都还各有详细的分工 一时也无法一一介绍 当两人一路走过时 刚好看到刘毅正坐在风水综合部 跟对面的一个年轻人说着什么 看到他们走过 刘毅便微笑着冲他们点头示意 结果换回 罗婉兰一个大大的白眼 最后的地下一层是展览中心 介绍春城法师从业协会的创业史 各种工作业绩 名人名士等各方面成就 以及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的 普通知识介绍和样本 参观完毕 庸博文对法师从业协会也算有了差不多的了解了 最终决定加入法师从业协会 坚决拉庸博文 这个一次就能捉到数百个鬼的天师奇才 加入春城法师从业协会 也是虞城市的意思 毕竟这人才难得 要是他们留不住的话 难保不会被其他或者是上级协会给拉拒 成功完成了虞城市的指示 让罗婉兰心里是相当的愉快 便又向庸博文解释一下 协会会员分级的情况 协会会员分为三级 普通会员 中级会员 以及高级会员 各部门都有各自的入会标准 对于鬼魂处理部来说 任何一个法师只要上交一个鬼魂 便可以成为普通会员 普通会员可以拿到协会颁发的从业资格证 加入全国从业网络 这样无论出差到任何地方 都可以及时向当地协会求助 捉鬼达到50个以上的 才可以晋级中级会员 中级会员除了初级会员的全部权利之外 还有资格申请加入协会各部门进行工作 对于当前的就业情况不景气的社会现状来说 这可是个相当不错的机遇 协会的工作薪水 高福利 好工作轻松 所以大部分法师 在晋级中级会员之后 都会主动选择申请成为 协会的工作人员 捉鬼达到80个以上的 就是晋级到高级会员 高级会员除了申请成为工作人员之外 还可以向协会申请开设公司 比如于城市的法师器材公司 就是在他成为高级会员后申请成立的 开设公司可以向协会提出人力物力方面的支持 同时作为回报 公司成立之后需要每月向协会缴纳一定的费用 各地的从业协会主要就是依靠这些高级会员 缴纳的费用来维持运作的 你现在手头上有几百个鬼魂 可以直接成为高级会员 而这些鬼魂又得一年以后集体超度 在这一段时间里 你完全可以雇佣他们作为员工 开一家公司 罗婉兰很是热情地为雍伯文出着主意 前年有个高级会员叫做贺炳文的 因为川中一个小村里的凶宅 一次性捉到了十多个鬼 经过谈判之后 鬼魂们为他工作一年 他则以超度作为报酬 他回来之后啊 便设立了一家恐怖电影特效服务工作室 专门为拍鬼电影的提供鬼魂演员 生意一直做到美国去了 一年的时间就赚到了一千多万 哎 记得去年有部很有名的恐怖电影 叫做鬼来电吗 那里面呢 就是真正的鬼魂 雍伯文不解地问 这和羊鬼异鬼有什么区别啊 那可是邪法呀 罗婉兰说道 当然有区别了 羊鬼异鬼 那是用法术强制性的控制诡异 让他们听令 而我们现在已经是文明社会了 绝对尊重鬼权 雇佣谈判处在平等位置 双方属于契约关系 与普通的老板与员工啊 没什么区别 当然了 如果你要成立这样一个公司的话 还得跟你捉到的鬼魂们 商量一下具体细节才行 雍伯文一时沉吟不语 考虑着设立这么一个公司的可行性 罗婉兰看了一时拿不定主意便说道 嗯 要不这样吧 你先交一个鬼来做个登记 先把高级会员的身份给定下来 至于开公司的事情 你慢慢考虑 开不开公司 无所谓 但这入会的事情还是越快决定 越好 以免夜长梦多 经过于城市的宣传 现在全国上下的法师协会都知道 春城出了这么个捉鬼奇才 难保不会有人跑过来挖墙角啊 雍伯文之所以犹豫啊 主要是因为开公司不是不行 但如果要开这样一家鬼公司的话 那势必要先征得爱丽云的同意才行 而爱丽云摆明了很讨厌 她搞这些鬼鬼祟祟的事情 嗯 注册会员没什么坏处 先注册好了 至于开公司的事情 得先跟小云姐商量一下 如果她不同意 那就不开了 雍伯文拿定了主意便说道 啊好吧 那到哪里去注册交鬼啊 对于交哪个鬼 雍伯文都已经考虑好了 啊 那个吸气鬼 明显已经失去了理性了 身体里又有极度危险的鬼谷 无论如何不能留在身边 既然协会想要啊 那就交给他们好了 第25章 罗宛兰一听雍伯文答应下来 便高兴地领着她直奔鬼魂处理部的注册中心 办理相关事宜 只是当听说雍伯文要交出来的呀 是个有神经分裂症的吸气鬼 而且鬼体内还孕着一只鬼骨的时候 整个注册中心历史是人阴阳马翻 这吸气鬼又可称之为石气鬼 是常见的恶鬼的一种 在这里的工作人员至少是终极会员 也不是没见过这种恶鬼 但是鬼骨这个东西呢 却全都是听过 没见过 少不得都要挤过来看个热闹 到最后 大半个鬼魂处理部的工作人员都跑过来了 还有不少外部的过来 也跟着凑热闹 便连余城市在听说这件事之后 终于也忍不住的 跑到现场观看了 这整个过程就简直好像表演一样 雍伯文当着众人的面 把这吸气鬼放进了特意取来的 专用的尖鬼容器里 那是个长方形的盒子 一个人多高 四面透明 向来只有少见的恶鬼才能用到 雍伯文将葫芦嘴插入容器吸口 本来还想着念两句咒语 把这吸气鬼给逼出来 没想到这刚一插入便听 一声轻响 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掉进了容器内 随即伸展变成了头大身子瘦 四肢细小的 吸气鬼 这吸气鬼猛的看到这么多人 也是十分的惊慌 在这容器里是乱跳乱叫 砰砰直往着玻璃壁上直撞 工作人员随即将吸气鬼推到了观察室 开动扫描仪 一束绿光落在身上 吸气鬼立刻变成了半透明状态 而且被牢牢的钉在了容器当中 动弹不得 鬼骨就整个蜷缩在吸气鬼的腹部 好像个虫茧一样 唯有细长的口气向上伸去 一直抵达到了吸气鬼的喉部 这样一来吸气鬼吸食的阳气 便都落到了骨虫的体内了 成为它生长的营养来源 而吸气鬼本身则因为吸收不到阳气 长期处于饥渴状态 不得不停地吸收人的阳气 在这种情况下呀 吸气鬼与宿主都是无时无刻 不处在痛苦之中的 得意的只有鬼骨 雍伯文继为协会那些神乎其神的 仪器感到惊叹 又为设计出这阳骨之法的人 恶毒而心惊 一想到自己日后 可能就会与这样狠毒的人为敌 他便禁不住大为偷偷 从来没见过鬼骨的协会工作人员 以鱼城市为首大惊小怪的围着容器盯着猛看 不时地发出一阵阵惊叹声 你感觉就好像跟那些动物园里参观什么稀有动物似的 可怜这吸气鬼 好歹也是一著名恶鬼呀 结果却落了个被关在笼子里观赏的下场 这要是他神经正常的话 肯定要羞愤的想要自杀了 观赏了好一阵之后 鱼城市这才回过神来 立刻安排部下为这吸气鬼拍照 设像 联络各地的协会主席 准备以视讯会议的方式 来向各地同行再显摆一把 雍伯文不想参与这些事情 仔细叮嘱鱼城市 暂时不要做任何会伤害到这吸气鬼的事情之后 以正常程序取得了从业资格证 高级会员证 一枚紫色的高级会员徽章 以及一套申请开办公司的表格之后 便向罗婉兰告辞了 罗婉兰因为要忙视讯会议 便没有多留他 只是叮嘱他仔细考虑一下开公司的提议 并告诫他 这么多鬼 要是一整年无所事事的话 很容易会惹出事端来 开公司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挣钱 而是为了给这些鬼找点事情做 好打发这一年的等待时间 雍伯文回到了一楼大厅 远远地便看到刘亦正挽着女伴 坐在左侧的咖啡厅里 刘亦一看到他过来了 并热情地招了招手 随即站起身迎了上来 先是看了一眼他胸前别着的徽章 笑着说道 老弟啊 想当初我成为高级会员 用了足足八年的时间 到现在还只是个银辉会员呢 哎 没想到你这刚一加入 直接混了高级会员不说 还是紫辉会员 真是好生可畏呀 雍伯文一愣 往刘亦胸前一看 果然看到他别着的徽章啊 是银色的 这当时取徽章的时候 他还以为所有徽章都是紫色的呢 也没有在意啊 现在听刘亦这么一说 似乎这徽章的颜色还有区别 连忙问 这徽章还分等级吗 这是高级会员内部的一种等级 刘亦拉着雍伯文 到了咖啡厅里坐下之后 解释说道 这高级会员呢 共分为六个等级 以徽章颜色区别 从高到低 依次是紫红蓝绿成银 像我这种英辉会员 是高级会员里面最低的等级了 只比中级会员多了个开公司的权利 而你这种紫辉会员 是国际承认的最高等级会员 在咱们这头啊 通称大天师 在欧美呢 俗称大祥模式 是公认的业界顶尖人物 有资格竞选协会主席 以及成为IFM的秘书长了 那权利是大的没边儿了 哎 总之啊 是好处多多 一时也说不了那么清楚 现在 全世界的紫辉会员 加起来 也只不过是二十几人啊 像你这么年轻的是头一份 看起来啊 老鱼是铁了信 要把你打造成 咱们春城的明星了啊 真舍得花本钱 雍伯文感到奇怪 这么重要的事情 刚才罗婉兰 怎么没跟他提过呢 刘毅看着那美紫辉会员 眼里满是羡慕的神色 说道 哎呀 哈哈 老弟啊 从今以后 这大哥的声音 快要靠你照顾了啊 哈哈 啊 雍伯文一时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 只得黑黑的干笑两声 哎 你可别以为我是说笑啊 哈哈 用不了多久啊 你就明白了 哎 走走走 咱们先去吃饭啊 顺便商量一下明天的事情 哎呀 费先生把希望寄托在咱们身上 咱们得把这个事情 干得漂漂亮亮才行啊 说完也不给雍伯文 推辞的机会 拉着他直奔 香格里拉 这可是春城最高消费的地方 平时雍伯文也就站在楼底下 仰望感叹一下 却从没想到自己 也有机会跑到这种高级场所 体会吧 有钱人的奢华 进了楼里就跟香巴老进城一般无二 处处的都感到新鲜无比 对于那规矩多多的 周到的服务 也是进退失据 搞出了不少笑话 好在这里的服务员 除了长得堪比模特之外 也都是训练有素 对他的任何失礼行为 全都是视若无睹 这才让他的尴尬 减轻了几分 至于他们是不是在心里 笑话这个土包子 那就不得而知了 庸博文 刚刚大学毕业设施卫生 刘毅又刻意逢迎 这顿饭吃的两人都是相当的愉快 谈的也是极为的投机 至于刘毅那个女伴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花瓶摆设 整个吃饭期间 竟然连一句话都没跟庸博文说过 这中国人的交情啊 大多都是在酒桌上喝出来的 这餐虽然没喝酒 这餐虽然没喝酒 但也是宾煮尽欢 两人的关系 自然也就亲近了许多 用饭完毕之后 这两个人都已经开始称兄道弟了 这刘毅啊 本来还要用车去送庸博文 但是呢 被婉言谢绝了 便也不再强求 与刘毅分手之后 庸博文叫了辆计程车 静止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室 把身上的这些东西 加上鬼魂安置一下 然后换身衣服 这才去买鸡翅 看女朋友 在老赵口鸡店的时候 庸博文没看到 总是站在柜台后 手帮的老板老赵 忍不住好奇一问 这才知道老赵啊 因为急火攻心 病倒了 哎呀 他不禁在为感慨 人生无常啊 你说这老赵 昨天半夜的时候 还看着好好的 一宿过去 居然就病了 真是应了那句 病来如山倒的老话了 他感慨了一番 随即拎着鸡翅膀 扬长而去 到了爱家的时候 刚刚是下午三点 爱家夫妇都不在 只有爱丽云 一个人百无聊赖的 报纸之玩具狗熊 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 黑猫棉花呢 老实地趴在她的身旁 呼呼大睡 看到庸博文开门进来 她便把手里的狗熊扔过去 喂 这么长时间 跑到哪里胡棍去了 我还以为过了中午 你就能过来陪我呢 庸博文走过去 先讨好地 把手里的鸡翅奉着 然后搂着女友的乡间 笑着说道 我去了趟 人间仙境文化传播中心 爱丽云听到这个名头 心里便是咯噔一下 暗想 那不是法师从业协会吗 她去那里干什么 难道法师从业协会 找上她了 不可能啊 我当时明明把整个房间 都封住了 她心里琢磨嘴上却说道 啊 那可是咱们省最大的娱乐公司了 你跑那里去做什么 庸博文游游郁郁地说道 小 小云姐 我跟你说件事 你可别生气啊 说吧 爱丽云拉长生 心里大感不妙 庸博文便把 从打爱丽云离开她的工作室后 发生的事情 从遇到于纯兵 罗婉兰 再到遇上活尸袭击 直到费家捉鬼破阵 一样不落 一一五一时的 对女朋友汇报了一边 当然 那些危险关头 能忽略的 尽可能的忽略了 忽悠不过去的呢 则轻描淡写的 一语带过 饶是这样 爱丽云也听得是 心中砰砰乱跳 背上冷汗之冒 想不到昨天 我进医院那段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费家怎么会有 这种风水阵呢 不知道老爸 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好在那阵 自成体系 外界应该无法 察觉里面 发生的事情才对 只是对付 那个活尸的时候 什么安全措施都没有 哎 事情怎么会 变成这样啊 当听到 雍伯文描述 捉鬼从业协会 里面的 现代化装备时 他心里 会有的移动 或许 这也是个办法 到了这个地步 也不能阻止 他从事这行了 但至少 可以想办法 不让他 使用自己的力量 这些现代化的 捉鬼器具 正好可以拍上用场 雍伯文将事情 说完之后 提心吊胆地 看着脸色 阴晴不定的 艾丽云 小心翼翼地问 小 小云姐 你觉得 我开个公司 怎么样 艾丽云要过证书 徽章 仔细看了看 然后说道 嗯 听起来倒是个 蛮正规的机构 不会是骗子集团吧 应该 应该不会 雍伯文不明白 艾丽云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 艾丽云 寻思了一个措辞 这才沉着脸说道 嗯 捉鬼这件事情呢 太过危险 我是不赞同 你从事这行的 庸伯文心里一跳 就完了 完了完了 没希望了 没希望了 唉 看到庸伯文 一脸失落的样子 艾丽云心里 轻叹了口气 知道 如果自己不同意的话 她虽然肯定 不会从事这行 但从此以后 难免会郁郁寡欢 这却是自己 最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嘛 我觉得这个 法师从业协会 倒是挺有意思 艾丽云 画风一转 作为公寓善吉士 必先利其器 你要是打算 从此以后 从事捉鬼这行的话 庸伯文连忙解释 我不是要捉鬼 是打算 开个用鬼 做员工的公司 我现在手头 有四百多个鬼呢 艾丽云狠狠 白了她一眼 把她的话 给硬顶了回去 只要是你以后 想从事 跟鬼沾边的工作 那就先把家伙 准备齐了才行 这样吧 你明天先去买一套 那个协会出产的 现代化的 捉鬼装备 省得万一有事 再赤手空拳来对付 钱你不用担心了 我先帮你垫着 顶你的公司 挣了钱之后 再还我好了 听她说完 雍伯文整个人呆在当场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艾丽云有点被她的表情 吓到了 连忙轻推了她一把 小文 你怎么了 少云姐 我好感动啊 雍伯文突然眼泪 往往一头扑到了 艾丽云的怀里 闷声说道 我原本还担心 你会反对我 开个鬼公司呢 没想到 你不仅同意我干这行 还出间支住我 便在那里乌夜 便轻轻如同着脑袋 艾丽云心里感慨 轻轻抚着男友的脑袋 两人一时都不再说什么 只是默默地相拥 正应了 此时无声 胜有声那句老话 得了圣旨的雍伯文 第二天一大早 先直奔法师从业协会 去买现代化捉鬼工具 打算就此鸟枪换炮 再也不用呢 流传了上千年的 陈旧的方法 原本听罗婉兰的介绍 这些东西都价格不菲 他还以为啊 要花上好一大笔钱 才能置办齐全呢 但是让他出乎意料的是 他竟然一分钱也没花 便得到了一整套最先进的捉鬼器具 原因很简单 这是高级会员的福利之一 因为根据不成文的规定 高级会员 要么是自己开公司 要么会到协会工作 所以这些钱 可以暂时寄到账上 等将来从他缴纳的会费 或者工资里扣除即可 这也算得上是意外之喜 庸伯文喜滋滋的 拖着装了各式器具的两大行李箱 出了协会 便打算按照原定计划 先去刘易的风水工作室 与刘易会合 然后同去费家庄园 把那里的事情了结了 等庸伯文到了风水工作室的时候 刘易和费鼎心 早就已经等在那里了 两人各自拿着需要的器材 随即与费鼎心动身 前往费家庄园 到了费家庄园 刘易先不急着进去 而是乘车沿着庄园外墙绕了一圈 每隔一段距离 便下车将一枚黄玉雕城的福令 埋在地下 总共埋了21颗 然后又让费鼎心安排直升机 载他们到牙上 上牙之前 他告诉费鼎心先回庄园 把家人都集中到听风楼等候 费鼎心此刻是严听计从 安排完直升机 便匆匆地返回庄内 来到那牙上 刘易沿着牙记 又埋下了七颗玉符 虽然雍伯文对这风水阵法也不太了解 却也能看得出 他布置玉符阵呢 取的是四神二十八秀法位 以阵气辟邪为主效 一时不解 便问 哎 刘大哥 这白鬼巨阴阵阴气浓重 破阵正应该 散阴巨阳才对啊 你怎么还要布置阵气呢 刘易摇头说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阴气啊 同时也是费家的财气 要么就这么散去 从此费家财运一落千兆 用不了多久 就会破家败财了 我以这四项二十八秀 定神阵法 阵住这股阴气 等破阵时再施展改命法门 便可以让这阴气 溶尽费家的血脉 虽然不能再让他们 像以前一般裁员广进 不断累积发展 但是至少可以保持 目前的财气水平 依旧可以做个 暗乐的附加翁啊 庸伯文迟疑地说道 这阴气入脉 怕是对费家人 身体有妨害吧 哎呀 从此以后 费家后人 必定是体弱多病 容易造妖啊 刘易叹了口气 今早你没来之前 我已经征求过 费顶心的意思了 这是他最后的决定 所谓人为财死 也不过如此了 庸伯文漠然点头 忽然想起一件 在心头盘横了 几天的疑问 便问 刘大哥 这废墨 为什么要把你引到 这风水阵里啊 刘易脸线愤色 怒着说道 那个老不死的是 想要杀了我 这白鬼巨阴阵 需要一个懂得 风水术法的鬼魂 作为阵破 来稳定阵法的运行 阵破被困在阵眼里五十年 便会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啊 届时便需要寻找新的阵破 我在春城风水界的名气最大 也确实是有真材实料 所谓树打招风 这老不死的 这回就选了我做阵破了 要不是庸老弟 你插进来 破坏了他的计划 只怕我现在啊 已经被困在这白鬼巨阴阵里 忍受种种痛苦折磨了 说起来 你对我可是有救命的大恩啊 真是不知道 怎么谢你才好了 刘大哥 咱们现在已经是兄弟了 要说谢那可就见外了 这话呀 原是刘毅 昨天在酒桌上的原话 此时被他拿来借用 他说的这也是心里话 两天接触下来 他觉得刘毅这个人 虽然粗鲁好色贪钱 但是却为人豪爽 真情真性 很对他的脾气 刘毅听他这么说 不禁大笑起来 重重一拍他的肩头 说得对 咱们兄弟就不说那些见外的话了 走 破阵去 等两个人来到听风楼的时候 费鼎心正急的是在楼门口团团乱转 一看到两人便迫不及待地迎了上来 大师 天师 咱们是不是这就开始啊 这个时候刘毅绝对是首脑啊 所以听费鼎心这么问 庸伯文便把目光投倒过去 等待指示 啊 可以了 刘毅抬头看了看天色 现在 当日中天 正是一天里阳气最盛的时刻 庸老弟啊 你现在就进去受了那些吸气鬼 我在外面布置一下 啊 庸伯文点头答应 便跟着费鼎心 走进楼内 此时 费家的亲属全都按着刘毅的吩咐 被安排在楼上等候 因为这听风楼的阵眼所在 所以 为了暗和阵法阴阳护记的要旨 楼上的房间都修的是左右对称 一模一样 左阳 右阴 阳面的给人住 阴面的给鬼住 每个费家人到了十岁 就要在这楼上 住上一天 以便隐鬼上身 现在费家的人全都安排在了左侧楼上的阳间 庸伯文将携来的装备取出装好 便告诉费鼎心将家人一个个地叫下来 他将枪口对准楼梯 每吓了一个人 他便立即开枪 把来人背上的吸气鬼给网住 随即开动身旁的吸鬼机 将其收射 他因为已经数次和这个吸气鬼交过手 已经有了对付的经验了 这次呢 又准备充分 所以这一次虽然是集中对付十几个吸气鬼 但是呢 却平安顺畅的 平均两分钟 抓起了一个 远不像第一次对付费墨身上的吸气鬼时 那样惊险艰难了 四十多分钟之后 全部的吸气鬼都宣告被捕 仍然稀里糊涂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费家亲戚们 来不及开口询问 便被新一代的当家人 通通地赶出了听风楼 雍伯文以最新的轻型捡鬼仪 对捉来的猪鬼进行扫描 结果发现 除了那个刚刚附上费顶心女儿的小女鬼 一切正常 还没有运出鬼骨之外 其他猪鬼 全都体内有骨 且精神分裂 他便把那个小女鬼单独分出来 准备带回去跟其他鬼魂 安置一处 至于这些骨的神经鬼吗 既然于成是那么喜欢 就全部送给他好了 等到收鬼完毕 费顶心便叫人进来 开始往外搬东西 雍伯文看得是莫名其妙 看到刘毅领着六七个人进来 过去一问 哦 才知道破阵的最后一步 就是要炸掉听风楼 破坏整个阵眼 他身后那六七个人便是专门负责爆破的拆楼的专家 半个小时之后 在爆炸声中 乒乒乒乒乒乓的倒塌 就在同时整个庄园中呼的起了一阵阴风 黑渗渗的浓稠的气体从地面上不断的冒出 在阴风的卷送下向着倒塌的听风楼飞去 渐渐的整个阵眼所在的位置全都被包在其中 黑气在阵眼上方旋转着 仿佛一条扭曲着升天的巨龙 向着晴蓝的天空飞去 但是 他升到与山崖平齐的位置时 却好像碰到了无形的屏障阻拦 无法再向上腾空半步 下方的黑气却扔不断地涌上来 慢慢在空中 聚成了一团乌黑的乌云 待所有黑气都升到空中 那听风楼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甚至连一点残渣都没有剩下 在原本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大坑 木的28道半透明的光束 从四面升起起起起射入黑云 那黑云之中 引现出一道道白亮的光芒 仿佛是闪电在不停地划过 木的霹雳一声震响 黑云迅速张开 好像是一匹展开的黑纱 迅速铺满整个庄园上空 然后再一点点 一块块地消失无踪了 灼热的阳光重新落了下来 给阴森的庄园带来了一丝 久违的酷热 就在那黑云爆开的时候 雍博文敏锐地发现 费顶心的脸上 闪过一丝淡淡的 阴灰的色彩 人为财死啊 他脑海中回想起 刘毅那满怀感慨的声音 成了 走 咱们去看看这阵眼里 有什么宝贝 刘毅啪地一拍手掌 雍博文呆了一呆 下意识地问 这阵眼里还有宝贝 当然了 这种持续百年的风水阵 在布置时 就会在选定的阵眼 先埋下一样法器 来维护整个阵法 不会受到自然变化的影响而中断 俗称定阵庄 这种法器啊 不仅很珍贵 而且啊 还是认定摄阵者门派的线索呢 难道你不想知道 这种阴损的阵法 到底是出自谁手吗 雍博文一听 还有这种事情 赶紧跟着 费鼎心也是大感好奇 先安排其他人 到后面花亭里等着 然后不甘落后地 跑了过去 那大坑 深达四米 成道锥形 坑底露出一个黑曲曲的东西 在太阳的照射下 闪着异样的乌色的光泽 三人小心翼翼地 下到坑底 才看清他的样子 那是一尊 猙獰的雕像 头戴方冠 身披重甲 右手是圆盘样的武器 左手提着个 面目痛苦的人头 这瞧起来 好像是个刚刚自战场上 走下来的武士 三人都瞧不出 这东西有什么来历 最后 刘毅 无奈地说道 哎呦 没办法呀 看来只好交给协会 让他们坚定了 可惜了 什么好东西 一旦交上去啊 就别想让他们再吐出来了 雍伯文倒不觉得 这东西有什么可惜的 只是认为 再怎么说 这也是费家的东西 不经主人允许 就直接拿走 似乎不太好吧 好在啊 费鼎心 失去得很 当即表示 既然这是破阵所得 当然就应该 归刘大师处置 随即他将大师与天师 单独请到书房 一人奉上一张支票 以做报酬 雍伯文往着支票上 扫了一眼 立刻被那一长串的铃 给吓了一跳 脱口叫了出来 一百万 刘一偷偷掐了他一把 然后漫不经心的 把自己的那张支票收好 老弟啊 说起来 这次的事情 也不是很难解决 一百万 虽然少了点 哎呀 你也不要太计较了 然后又对脸色 有些尴尬的费顶心说道 费先生啊 你不要介意啊 我们庸老弟啊 虽然年轻 但是身份却不低啊 你看到他这紫色徽章没有啊 这是国际上公正的顶尖高手 才可以佩戴的标志啊 你要不信 可以去找人打听一下 相信以你的身份 应该能够打听得到 他每次正式出手的酬劳 都不会低于三百万美元啊 两位天师请不要误会 我只是 这只是请你们喝茶的钱 费顶心擦了擦 鹅脚的汗水 陪笑着说道 正式的酬金 会直接打到二位的账户上 请两位的把账号 留下就可以了 雍博文被刘易忽悠的是迷迷糊糊 但是呢 又不敢当着费顶心的面说什么 好不容易等到离开了费家庄园 他才忍不住说 刘大哥 这一百万就不少了 你怎么能骗费先生 说我的酬劳是三百万美金呢 要是他真的打定 那不就穿帮了 哎呀 老弟啊 你这就不懂了 刘易安慰地拍了拍 年轻人的肩膀笑着说道 费家呀 财大气粗 三百万美金 对于他们来说 不过是九牛一毛 咱们这次啊 等于是救了整个费家的命 又帮他们安定财气 保证日后的荣华富贵 收他这些不算多 这也是为你自己标明身份 以后再有人找你帮忙 出的价钱就不会少于这个数了 你呀 不用怕他们拆船 紫辉现在是国际上最高行情 是出手一次一千万美金 他要是真打听啊 只会感谢 咱们给他打了折扣呢 庸博文心里还是觉得有些不安 突然间成了百万富翁的冲击 让他晕乎乎的 有种喝醉了酒的感觉 好在啊 他陶醉了一阵子之后 倒还记得要办正事 虽然有了钱 可是公司却还是要开 这里面最重要的目标 并不是为了挣钱 而是为了给那些 还在人间待上一年的鬼 找点事情做 以防他们在这一年里 穷极无聊 搞出什么事情来 于是他被按照原来的计划 搭着刘毅的车 回到了银座大厦的工作室 他这次回来啊 主要是向瓶子里的群鬼 征求意见 看看他们是不是同意 开办这样一家公司 在自己的手下工作一年 这也是罗婉兰告诉他的 现在啊 提倡尊重鬼权 既然他是要雇佣群鬼 为工作人员开办公司 那就得先征求鬼方的意见 在平等合理的基础上 签订工作合同 要是违反了这一规定 那可就有一鬼的嫌疑了 回到那个小房间之后 雍伯文先布置法阵 将整个房间 同外界隔绝起来 以防阴气外泄 以及阳气内侵 同时预防哪个鬼 要是想不开突然逃跑 布置完毕 他再打开瓶子 把里面的四百多个鬼魂 都放了出来 四十多平米的小房里 一下子装了这么多鬼 历史是阴气森森的 仿佛突然间来到了鬼域 群鬼们挤挤挨挨把房间 从上到下 从地板到天花板 每一个角落都站满了 这才算勉强的挤了下来 群鬼被关在那一个小瓶子里 是一天一夜 突然被放出来 不免有点新鲜高兴 你吵我嚷 积极推推 让这个小小的空间 是乱成一团 好在此地已经隔绝了 要不然这鬼声鬼气传出去 非得把左邻右舍 那些冒牌神棍 全都吓死不可 庸伯文正打算让他们安静下来 突然想起那个小女鬼 连忙把她放了出来 这小女鬼 当然是群鬼中相当有鬼缘的 一看到她出来 群鬼纷纷挤上来 嘘寒问暖 显得及时关心热络 庸伯文看在眼里 便心里不免感叹 这世人都怕鬼 却没想到这鬼之间 也是有真情啊 任由这群鬼 吵闹寒暄了好一阵子 这才出声 整顿秩序 并把他们需要在人间 待上一年才能被超度的事情 宣布了出来 听到这个消息 群鬼都安静了下来 好一会儿 那个老鬼才小心翼翼地问 请问天使大人哪 这一年里 打算把我们关在什么地方啊 我的意思是啊 既然还需要在人间待上一年 那能不能给我们换个宽敞点的地方啊 那个小瓶子做个临时期神的场所还可以 这要是在里面待上一年的话 只怕大家都要变成这种风鬼了 啊 是这样的 别人给我出了个主意 雍伯文把法师从业协会 允许以合约形势雇鬼开公司的事情 说了一遍 最后说道 呃 我这是来征求你们的意见 我想开办个公司 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 啊 如果不同意的话 那我就再找个地方 把你们关上一年就好了 听到那句关上一年 群鬼的脸色变得好难看 纷纷叫道 不要关上一年 同意做故宫 还是那个老鬼谨慎 挥手示意群鬼啊 不要吵嚷 然后问道 天使大人啊 你要怎么雇佣我们呢 是要用异鬼术吗 不不不 这不是异鬼 是跟人类一样的 平等雇佣关系 雍伯文在法师从业协会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件事情问清楚了 你们要是同意呢 就签一份服约 这样呢就可以把你们这些 有雇主的鬼 从无主孤魂区别开来 方便你们在外工作 等到明年合约期满之后 作为报酬 由协会统一安排超度你们 你们得知道 这件事情需要花费 协会大量的人力 部力 所以就算是我肯无偿帮你们 他们也不肯啊 老鬼详细地问了一些 其他细节之后 转头与群鬼们 进行了一番讨论 最后决定 同意接受雍伯文的雇佣 毕竟事情在哪里明摆着呢 要是不接受的话 不仅会指不定被在哪里 关上一年 而且那个什么法师从业协会 还不一定肯他们进行超度 可是要接受了 这不仅在这一年里 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人间 而且一年后的超度 也有了保障 这要是不答应那才是傻鬼 听到群鬼答应下来 雍伯文不禁心中高兴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明天就去协会 办理相关的手续 正式开办公司 让我们齐心合力 在这一年里 把这个公司办好办大 呃 天使大人呐 老鬼干咳了一声 打断了雍伯文的话头 呃 您打算开办个什么样的公司啊 啊 雍伯文微微一愣 哎哟 这我还真没有想过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车祸鬼说道 哎呀 这怎么能行啊 开一家公司 得先做其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做好市场调研 写好商业计划书 寻找投资 那事情多了去了 哪能是说办就办的呀 像你这么貌貌实实的呀 办什么公司 都得是有赔无赚呢 这老鬼吓得一腿 把这多嘴 老鬼吓得一腿 把这多嘴的车祸鬼给踢飞了 这老嘴吓得一腿 把这多嘴的车祸鬼给踢飞了 然后笑着说道 呃 天使大人呐 您别介意啊 这小子啊 就是个愣不轻啊 咳咳咳咳 做事啊 跟走路一样 横冲直撞的 要不然也不会被车给撞死嘛 庸博文倒是觉得这车祸鬼说的挺有道理的 倒也不生气 思索了一下说道 嗯 咱们这不是人类那种正规的公司 主要工作人员就是你们了 投资什么的你们不用担心 不如大家商量一下咱们开什么公司好了 用鬼能开什么公司呢 这可是一个新课题啊 在座的虽然都是鬼 但是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却没有一个有这方面的经历的 一时全都是埋头苦思 庸博文想了想又说道 以前有个前辈 开了个恐怖电影特效服务工作室 专门为鬼怪电影提供鬼魂演员 只是 咱们这里鬼数实在是太多了 要是开那样一个工作室的话 根本用不了那么多鬼 嗯 哎 对了 你们都抱下自己生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咱们就可以根据你们的本事来开公司了 群鬼都没有意见纷纷叫起来 哎 我以前是游地员的 我生前是会计 我活着的时候是老师 我原来是司机啊 谁抱出来庸博文倒是吃了一惊 喝 这些鬼还真是三教九流干什么的都有啊 他正琢磨着 呼听一个动听的声音 我原来是当演员的 哎 这声音好熟悉啊 开头一看 哦 居然是那个给他惹了大祸的溺死鬼 他不禁有点好奇 啊 那你是怎么淹死的 在海边游泳的时候 淹死的 逆死鬼伤心地说道 都怪那个出租救生圈的黑心老板 租给我个劣质产品 结果在深的地方 一下子泄了气 我就沉底了 早知道 当年我就不去那个海边度假了 都怪我的那个经纪人 说什么海边度假 有一身心健康 这下倒好 连命都丢了 他在这里诉苦 不想雍伯文突然跳起来叫道 有了 我知道开什么公司 能让大家都有工作的机会了 第27章 雍伯文 微微一笑说道 那就是 有鬼出租公司 广告词我都想好了 你们听着啊 想租鬼吗 价格便宜 种类齐全 服务周到 无论您是要用来下人整股 送货快递 还是做网页视觉特效 当电影临时演员 做家庭教师 只有你想不到的方面 没有我们做不到的服务 还犹豫什么 赶快来吧 午夜 十一时 人冷 车夕 路灯昏暗 春城虽然也是 北方屈指可数的大城市 但是毕竟比不了南方 那种不夜城 北方人没有夜生活的习惯 通常一过十点钟 大街就冷冷清清了 即便是春城夜里 最繁华的东林街 到了这个时候 也是鲜有行人 唯有各家声色的娱乐场所 仍有音乐嬉笑声 不时地飘上大街 不过那可是大多都是 开高档小车的主子 用不着两条腿 和坐巴士 东林街头上的巴士后车站 平时是人满为患 可是到了此时 却只剩下了一对小恋人 在那里等着最后的一趟班车 说他们是小恋人 那可绝对是名副其实 两个人呢 都不过是十四五岁的样子 一脸的稚气 仔细瞧瞧身上还挂着书包呢 想来是放学没回家 直接就出来 你浓我浓了 这两位此刻正抱在一处 大街边上就不停地 亲亲摸摸 那份大胆 可要远胜成年人 你爱不爱我 爱 真爱假爱 当然是真爱了 嗯 你爱我有多深啊 玛丽亚娜海购有多深 我就爱你有多深 你是我的天 我的地 我的生命 通常说到这个时候 小男生的甜言蜜语 总是能够把小女生 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 然后就可以开始伸长缠绵 逼拼男女双方肺活量的热吻了 一切都很完美 简直就是一幕 最最经典烂俗的言情剧 必过的场景 两张嘴已经越接越近 眼看就要粘在一处了 对不起 请让一让 我要贴小广告 一个很不识趣的声音 突然在小男生的身后响起 严重破坏了刚刚酝酿 浓厚的暧昧的气氛 这眼看着就要粘在一处的小男女 同时转为了冲天怒火 非法在街头贴小广告 可以原谅 如此嚣张的 不必外人的贴小广告 也可以原谅 但是如此嚣张的 在街头贴小广告的同时 打扰了一对亲密中的青春期恋人 这是绝对不可以原谅的 原本准备做口夜交流的两张嘴 同时发出了因为咬牙切齿 而产生的可怕的磨牙声 本来紧闭双眼打算迎接热吻的小女生 首先张开眼睛 将愤怒的目光直直投向男友的背后 打算以最犀利的贺骂给那个可恶的小广告 张贴者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但是当他看到男友背后的景象时 情绪立刻发生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愤怒不见了 因为怒火而羞涩而潮红的脸颊 变得苍白如纸 咯吱吱的磨牙声 变成了不由自主的轻轻的撞击声 整个身体都在微微的颤抖 如果不是有男友之称的话 他一准得瘫倒在地 小男生尚不清楚 女友的情绪转变如此剧烈 还以为他是气得发抖 拍了拍他的后背 很有性格的冷哼一声 转头张嘴伸手 打算给背后这个不识趣的家伙 一个下辈子都难忘的教训 让他明白得罪了热恋中 因为被打扰而欲求不满的年轻男子 会有何种可怕的后果 身后的情景映入眼中 接下来的动作既不是斯文扫地的破口大骂 也不是全武行的该出手时就出手 而是颤抖 哆嗦 小男生的背后并没有人 只有两叠白色的小广告 不在空中 还在那里上下的抖动着 显出一副很不 显出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 请让一下 你们挡路了 我们贴广告是有额定任务的 请不要耽误我们的时间呐 虽然客气 却明显的有些不耐烦的声音 在沉沉的夜色中回荡着 带来了几分令人毛骨悚然的 阴厉的味道 小男生的喉娟发出一连串的 仿佛气泡不停破裂的轻响 她的嘴唇哆嗦了好半天 终于从不断打架的尺缝中 爆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叫 有鬼啊 叫出这能传出十条街的 激烈的叫声后 小男生也不知从哪里 爆发出无穷的勇气 猛地跳起三尺高 甩开怀里的女友撒开鸭子跑了 只见她是气死流星 快捷无轮 刹那间就跑出半条街了 更厉害的是 她一边喊一边喊 中气十足啊 拖着长长的尾音 直滑过路灯昏暗的黑漆长街 不知道下醒了多少 不知道下醒了多少熟睡中的婴儿 经得些许嫖客 飙射当场 萎靡当场 溃煞无数的那家高手啊 那被刚刚还在甜言蜜语的男友 无情抛弃的小女生 显然受不了如此打击 翻了翻白眼 一声不吭地昏倒在地了 搞什么 这就晕菜了 漂浮在空中的小广告后方 发出不满的嘟囔声 没错 虽然看实际情形啊 但是小男生并没有叫错 拿着小广告的正是两个鬼 一个文质彬彬 西装笔顶 白脸 大眼睛 头发梳得是油光可见 就插在脸上标明 我是花花公子 几个大字来表明身份了 流出道道 血痕的蹊跷 则表明这位是被人给毒死的 另一个呢 却是又黑 又瘦 劈了个光头 对挂小挂大裤衩 对金小挂大裤衩 脚踏脱鞋 显然是出身于下层社会 他的死法 也不如花花公子那么高明 后脑勺 开了一个大洞 脑浆什么的 挂得满后背都是 显然是被什么东西给砸死的 这鬼魂的形象啊 正是他们生前的最后一刻的模样 直到投胎以前 都不会有任何变化 就像电视啊 电影小说里那种千变万化 还经常换衣服的鬼 那纯粹是胡扯 绝对不会存在于现实中的 这一开始说两句 并发出嘟囔的 就是那个花花公子 哎 现在这小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 那真是太差 黑兽光头瑟瑟摇着头 显得很不以为然 我像他们这个年纪那会儿 半夜赶上乱风港 拿着骷髅头当玩具的 什么鬼都吓不到我 哎呀 行了算了算了 快点贴吧 今天任务要完不成了 花花公子 一面扯着手里的小广告 往着站牌柱子和附近的电线杆上贴 一边不满地抱怨 哎呀 真不知道老板是怎么想 我高明俊 怎么说也是一风流梯躺有钱的少爷 居然让我出来贴小广告 哎 哈哈 有钱少爷 有什么了不起的 啊 没看人家大明星 教授也都出来贴小广告了吗 现在公司刚开张 庸老板不说了吗 等业务上了正轨以后啊 就给大家分工 让个人呢 都从事生前的工作专业 你倒是得好好想想自己会什么吧 啊 别到时候啊 只能分到贴广告的工作 黑手光头不屑地瞥了花花公子一眼 在心里又补充了一句 哼 一个寄生虫吧 有什么好狂的 啊 我会什么 哈哈 花花公子冷笑着说道 我会的东西那可多了 你知道什么呀 啊 我看你才要准备 呃 贴上一年的小广告呢 然后也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什么都不懂得涂老漫 两个鬼伴着嘴 手上的动作却丝毫不缓 但见的白色的纸片是满天飞舞 不一会儿的功夫 站牌上就已经贴满了内容相同的小广告了 想租鬼吗 价格便宜种类齐全服务周到 无论您是要用来下人整骨 送货快递 还是做网页视觉特效 当电影临时演员 做家庭教师 只有您想不到的方面 没有我们做不到的服务 还犹豫什么 赶快来吧 本公司新进开张 特价五折筹并赠送精美礼品 先到先得 请勿措施良机 联系电话1304131 等等等等 联系人 有鬼承租公司 当两个鬼正贴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这两鬼在贴呢 一辆绿白相间的计程车 正缓缓地从街上驶过 车里坐了两个人 司机三十多岁 长得是圆圆胖胖 乘客却是二十出头 脸上还稍有学生气 正趴在车窗上 向外张望呢 略有些激动指着那后车站台低声叫道 哎哎有鬼我看到了 二叔咱们去抓吧 司机淡淡地扫了一眼 那两个认真工作的鬼魂 笑着说道 哼 那个鬼啊 不能抓 小薇啊 看仔细点啊 他们身上有服务法合约印痕 是有正式工作的雇佣鬼 肯定是哪个高级会员的公司雇员呢 小薇 睁大眼睛仔细观察 果然看到那两个鬼的脑袋顶上 都悬着一个淡淡的形象字符 不禁问 哎 那是哪家的法术啊 啊 那是个 玉字 是天师派的法力象征 听说最近协会新加入了一个天师北派的年轻会员 出手就捉了四百多个鬼魂呢 入会直接当上了级别最高的子会会员 这肯定是他新开公司的雇员 司机将车停在了路边也不急着开走 我的天哪 一次就捉了四百多个鬼 小薇是满脸的羡慕 我要是有这么好运就好了 你 我去 哎呦 司机毫不客气地给了小薇一个暴力 就你那水平 要是遇上四百多个鬼魂 只怕命都没有了 还好运 哎 人家可是赤手空拳呐 什么现代化设备都没有 全凭自己本事捉到的 你呀 好好努力吧你 小薇 嘿嘿敢笑两声 摸了摸头 又问 对了 根据协会规定 高级会员开设会司 需要雇佣一到两名会员 二叔 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我也想去 你 你去 哎呦 司机又给了小薇一个暴力 最低条件是中级会员 实力那得震得住那群鬼才行 你一个财入会的初级会员 也想去这种大型的鬼公司工作 做梦吧 小薇 不服气地涂了涂舌头 却也不敢再说什么了 司机看那两个鬼忙活完事 正转身离去便说到了 小薇啊 给急救中心打个电话吧 干什么 小薇不解 笨 哎呦 邦的一声 第三个暴力扣下 司机愤愤地说道 没看到站台上 夏淫个小姑娘吗 小薇摸着脑袋 不满得多呢 有话你好好说吗 你干什么老打人呢 再聪明的脑袋 也经不起这么打呀 你说什么 都没说好了 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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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程车内传出了滴滴的惨叫声 吓得还没走远的两个鬼 奇奇地回声 向着计程车方向张望 黑手光头问 车里有那两个男人呢 你说他们在干什么 花花公子 仔细瞧了瞧 肯定地说道 没看到一个再打另一个吗 肯定啊 是计程车杀人狂魔 我们就要有新的 恨死鬼同伴诞生了 扯 黑手光头不能同意 他下手不中啊 应该是在打情骂俏 没听那个再喊轻点吗 两个男人打情骂俏 花花公子摸着下巴 黑黑奸笑 浮相连篇 原来如此 兄弟说的有道理 那咱们别打扰了人家啊 走吧走吧 两个鬼面带吟笑 转身离去 那个司机啊 猜得没错 这两个鬼 便是雍伯文新成立的 有鬼出租公司的雇员 定下了公司名头 业务范畴等等 主要内容之后 雍伯文便立刻前往 法师从业协会 注册登记 办理公司 并跟那四百多个鬼魂 签下了为期一年的 服务法合约 这鬼公司 就算是正式成立 但是根据 法师从业协会的规定 成立 拥有十个以上的雇鬼的公司 就至少得雇佣一到两名 中级以上的会员 以防雇鬼失控 或是出现其他问题 雍伯文也不认得其他会员呢 便听罗婉兰建议 由协会 为他安排帮手 成立公司后的第一件事情 那当然就是选择办公地点了 费顶心的酬劳 已经转账了 按照当日会价折算之后 雍伯文的户头上 足有两千多万 哎呀 这突然间变成了千万富翁 让这向来穷的是叮当响的年轻天师 兴奋的都有种找不着北的感觉了 既然是有钱人了 又是开办雇员 足有四百多的大公司 那就绝不能再窝在那间 四十平米的小屋里 常言说得好 有钱好办事吗 雍伯文拿出了七十三万 在市郊买了栋 面积在两千多平的 三层的商业用小楼 作为公司办公的地点 那当然了 他本来啊 是想在春城最繁华的地段 买一层写字楼的 但是考虑到鬼公司 只能在夜里营业的特点之后 还是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 这种公司啊 不用挂牌子 也不用到工商局去注册 更不用去缴纳税金 只管接上电话和网络 准备足办公用品 便正式开张 大把的票子砸下去 所有事情办完 却也花不过一天半的时间 到此时 协会帮他选派的工作助手 还没有选定到位 雇佣诸鬼的第一项任务 就是集体出动 趁着月黑风高 到大街上 张贴小广告 为公司做宣传 这是雍伯文 目前唯一能想到的宣传方式 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公司 除了这种手段之外 也真就没有其他办法宣传 想在电视 广播 报纸杂志上打广告 那什么门都没有 两鬼贴完手头的广告 晃晃悠悠地回到公司 却见已经有大半个同事都已经先回来了 正在雍伯文的指挥下摆设办公设备 把那个桌子搬到左边去 快调调看这个电脑是不是出问题了 那个沙发不是摆在门口的 送三楼去 帮我搬过设立 群鬼被指使的是 晕头转向 忙做一团 现在的雍伯文呢 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整天咧着嘴 笑个不停 站在大厅中央是挥臂 站在大厅中央挥臂指赤 意气风发 正得意的功夫 就听被摆放在门口前台座 接待员的美女腻死鬼 喊道 老板 有客人了 哦 这么快就有声音上门了 雍伯文喜出望外 放弃指挥群鬼 跑到前台 只见一个苗条的身影 正在门外徘徊不定 却是始终不敢推门进来 那个身影啊 瞧着眼熟 雍伯文往门口凑了两步 正想看清楚点 不想门外那个人 却先惊喜地叫了起来 雍先生 这回雍伯文倒看清楚 诶 这还真是个认识的人 谁啊 废墨的私人助理 韩雅 第28章 那天晚上在费家庄园 形象恐怖的费墨 刚一露面 这位韩小姐 就被吓得整个晕菜 事情结束之后 费顶心派人 把她送到了客房 还找来了费家的私人医生 给她检查 结论是 惊吓过度 啊 没有什么大碍 以后 雍伯文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没想到她居然会成为自己开公司的第一个上门客户 听到韩雅招呼 雍伯文便笑着迎了出去 哎呀 这不是韩小姐吗 您怎么来了 是费先生派您来的吗 嗯 我已经不为费家工作了 韩雅显得有些为难 难为情地低声说道 雍先生 我是有些私人的事情来找您的 不为费家工作倒是也很好理解 即使是天师 也很难接受老板是个烂了一半师的事实 只是这个私人的事情 那雍伯文实在想不出 自己同这个仅有一面之缘的女人之间 有什么私人的事情 但是又不能说什么 只得摸着头笑着说道 啊 那那 请进来说吧 韩雅朝楼内望了一眼 显得有些胆怯地摇了摇头 我不进去了 咱们在外边说吧 雍伯文不解地回头望了一下小楼一眼 本立刻明白为什么韩雅不敢进去了 此时这个小楼内灯火通明 倒是不假 只是那灯光啊 却透着骨子阴森森的味道 一眼望去似乎有层薄薄的沙巾 照在眼前 使楼内的景物遮上了一层淡淡的灰烊 这是阴气过于浓重导致的正常现象 鬼魂是阴露 有鬼之处必有阴气 这小楼内聚了四百多鬼 这阴气有多浓 那就可想而知了 这也就是雍伯文这久经修炼的正牌天师 身上自有正阳法力护体 才可以在楼内安稳地待着 这要是换了普通人的话 哪怕再强壮的 进去不出十分钟 肯定会头晕目眩 这倒真是个问题 要是客人不能进屋 那这公司为谁服务呢 雍伯文摸着下部思索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一时啊 却把旁边的美女给忘到脑后了 寒雅等了一会儿 看雍伯文皱着眉头没有回答 心中一时忐忑不安 他来找这位整天跟鬼打交道的天师 原本就好不容易才鼓足了勇气 此时得不到回答 便有些打退堂鼓的打算了 便说道 雍先生 你要是有事的话 那我改天再来吧 啊 雍伯文回过神来 连忙笑着说道 啊 我没事 既然你不愿意进去 那咱们就去其他地方 啊 这附近有家咖啡厅很不错 不如去那里坐一会儿 寒雅推堂鼓没能敲响 正要点头答应 眼角里余光却忽然地发现 雍伯文的背后的一块阴影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着 向外钻出 这场面可真是诡异了啊 那东西黑乎乎地看不清楚样子 挣扎着从阴影中伸出细长的爪子 一样的东西 在空中摇摆着 就仿佛那些恐怖电影里复活的死尸 又或者是异形 寒雅只觉得心脏好像被电流突然击中了一般 脸上的血色刹那间退得是干干净净 一手无嘴 一手指着那个阴影上发出一声压抑而凄厉的尖叫 雍伯文被寒雅的举动吓了一跳 同时只觉得身后是风声撒响 似乎是什么东西在快速地跃到头后 联想到韩雅那仿佛见了怪兽般的惊骇的神情 她心里立时生起一种很不好的感觉 不假思索地向前迈出一步 同时迅速扭伸 就这个时候 一条模糊的黑眼正从她身后的地里跃而出 这景象让她不自禁地想起 那天仿佛梦一样遇到的算命先生的经历 恐怖而丑陋的坚立的恶鬼的形象 在眼前是一时而过 雍伯文心头寒气之貌 不假思索地捏起法印念动咒语 就打算先给这不速之客 来个五雷护身咒再说 但是还没等她把这五雷护身咒使出来 那从地里跳出来的黑影 却先发出一声尖叫 斯策狼不许念咒 是 啊 是你 雍伯文一听着专用的称呼啊 就知道是谁了 不禁大感诧异 连忙停止念咒 这出场方式比鬼还要鬼的愚蠢兵笑着说道 嘿嘿 我就知道你肯定又会不分青红皂白就动手 好在我喊得及时 你是笑得呀 甚是开心 对自己的仙剑之名 极为的得意 雍伯文是哭笑不得 正打算问问这小丫头跑来干什么呀 却听身后传来噗通一声 就好像是个麻袋掉到地上了 扭头一看 一合 却见寒雅脸色惨白 双目紧闭已经昏过去了 啊 想想这也很好理解 以雍伯文这种专门跟鬼鬼怪怪打交道的天师 每次还都被这位大小姐的诡异出场方式给吓得心惊肉跳呢 韩雅这种胆小的小女子昏过去那也是再整场不过的反应了 啊 每次出场都能碰上你在干坏事 愚蠢兵猛地跳了过来 瞧了瞧晕倒在地的韩雅 四色狼 你是不是要迷奸这位美女啊 雍伯文翻了翻白眼 不理会的 走上去给韩雅检查了一下 确认他没有什么大碍 便把他抱起来 往屋里走 哎 我跟你说话呢 愚蠢兵讨了个没去 大感不爽 追在雍伯文的屁股后面叫道 啊 你居然当着我的面就要把他抱回去 哎 你难道当我不存在吗 雍伯文有点恼了 猛地转身盯着这个小丫头 你来我这里干什么 要说他们两个 至今为止的两次接触都不是很愉快 所以他可不认为这小丫头会很好心地来庆祝公司开张 给你打工啊 愚蠢兵得意地从胯包里掏出了份 印着法师从业协会名头的红头文件 在他眼前展开 啊 什么 为派你给我当雇员 雍伯文看清文件的内容之后忍不住发出一声怪叫 吃惊之余啊 差点没把怀里抱的寒雅给扔递上去 这罗宛兰在想什么呀 居然给他派了个这么个小宿敌 还不得把他这个新公司给搅得天翻地覆不可呀 这小丫头骗子在他手下连着吃了两回亏估计做梦都在算计着怎么报复他吧 说起来 这罗宛兰不会是以权谋私打算帮这个小丫头大搞打击报复吧 没错 愚蠢兵可不理会这位未来老板的感受 得意地掏出自己的会员证 晾了晾 我可是正牌的中级会员呢 呵 就算这丫头是紫辉会员 雍伯文也不敢顾他 便委婉地说道 啊 你看你这个年纪还得上学吧 出来打工会耽误学业的 愚蠢兵立刻从跨包里拿出了另一个小宝贝 来了一亮 本姑娘去年刚拿了学时学位证 你大学毕业了 你才多大呀 雍伯文怀疑这小丫头弄了个假证来糊弄他 你以为我像你那么笨吗 我高中初中加起来只念了两年 便跳级考大学了 雍伯文眼前的小丫头骗子的脑袋顶上 立刻出现两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天才 他晃了晃头 把幻觉从眼前给咬走 换了一个借口 呃 这 公司要晚上开工 女孩子睡眠不足的话会影响皮肤的 一看你就没开过鬼公司 整个一菜鸟 余淳冰 激笑着说道 这鬼公司是白天接生意 晚办业务 难道你以为所有人晚上都不用睡觉的吗 我签的是白天工 专门负责接下生意 嗯 你好好看看合约吧 雍伯文是忍无可忍了 也不找借口了 直接了当地说道 我不想顾你 愚淳冰却早就料到这一点似的 胸有成竹一笑说道 合约上已经注明了 公司要是单方面违约的话 除了要赔偿我违约军之外 而且 在雇佣到新的员工之前不得开招 要是你连我这种品行良好的善良少女都不能容的话 你认为 谁还会肯来为你打工啊 呃 这是赤裸裸的危险啊 可怜的新晋庸老板 被手下的第一个人类员工给噎得是半句话说不出来 就好像斗牛一样瞪着眼睛 呼吱呼吱的从鼻子喘了两肝粗气 最后却也只能无可奈何的放弃了继续与这个小丫头斗嘴了 呵呵 好难不跟你斗 等回头我找协会处理 我不信他们不给我这个面子 他一面恨恨的在心里想着应召 转身往楼里走 这毕竟怀里还有一个美女等着急救呢 俞纯冰 大获全胜 美滋滋地跟在老板的后面 乐得是合不拢嘴 其实啊 雍伯文倒是有点 以小人之心夺人家这小女子之父了 要说愚蠢兵 虽然牙尖嘴利 口头不饶人 但是却也不是那种蛮不讲理的女孩 虽然两次遭遇都被这死色狼占了便宜 但回头心情平静下来之后 便想明白这两回的错呀 其实主要都是在自己的身上 自然就不会像某人想的那样 时刻算计着报复了 他主动要求到雍伯文的公司来工作 主要倒是出于一种 崇拜的心理 要知道这位二十年未开张 开张就抵别人二百年的老土天师 现在可以算得上是法师界的闪亮巨星了 现在在春城 别说愚蠢兵这种年纪 刚好在追星正赤阶段的小丫头了 便是那些三四十岁的中年法师 都对这位心星都是满心的崇拜 当知道雍伯文开公司需要帮手时 足有上百人报名 占了整个春城法师协会会员的半数 愚蠢兵呢 一是靠着老爹的裙带关系 二是靠着自己呀 在这协会的人缘好 这才算抢下了一个名额 提前从罗婉兰那里 得到内部消息的小丫头 兴奋得不得了 也不等正式公布了 就自己拿着签好的合同 来找着未来的明星老板 而雍伯文呢 这阵子都在忙着百平女朋友 张罗开公司 哪知道现在啊 自己已经成了货真价实的明星法师 自然也就不明白愚蠢兵的心思了 雍伯文抱着寒雅 直上三楼那间属于老板的超大办公室 将其平放在沙发上 然后先施展了个简单的金光定阳咒 暂时把这间屋子里的阴气都给驱散 画了张醒神符念动定魂咒 啪 把扶射往美女的脑门上一贴 便听一声诱人的声音 韩雅缓缓地睁开眼睛 茫然地看着身旁正关切看着她的雍伯文 然后张了张嘴 发出一声尖叫 有鬼 雍伯文背着突如其来的一声 吓得一哆嗦 联盟安慰 韩小姐别怕啊 刚才那不是鬼 但是韩雅惊魂未定啊 那是一句两句劝得住的 抱着双膝团坐在沙发上 哽咽哭啼 瑟瑟发抖 哎哟 雍伯文看得这叫一个心痛哦 美女害怕的样子 自然是我见有脸啊 可是踩在沙发上的小高跟 却也是货真驾驶啊 那沙发可是正宗的鳄鱼皮沙发呀 刚摆上还不到半天 就印上两个鞋印了 这美女的脚丫子踩的鞋印 与正常人也是无异的 更可怕的是 那两个锥子般的小高跟 随时都有四川沙发表皮的可能 这让穷惯了的法师 如何能看得不提心吊胆 见通心疾首呢 韩雅哭了半嗓之类的 灼嘴笨石的法师是满身大汗 这才算安定下来 韩小姐 你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雍伯文抹了把额头的冷汗赶紧问正事了 啊 那天的事情 我听费先生说了一些 韩雅慢慢地说着 似乎是在下着某种决心 在听完这一句话后停顿了好一会儿才猛然抬头 紧盯着雍伯文说道 鹰先生 我可以拜你为师 跟你学习捉鬼的法术吗 啊 这句话可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雍伯文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不解地问 你为什么要学法术啊 我以前从来不相信这世界有鬼 韩雅一说到鬼这个字眼 便显得相当的紧张 这让雍伯文看在眼里不禁恶意地猜想 这位要是知道 他现在所在的这间屋子里 就有好几百个鬼魂的话 也不知道会被吓成什么样子 我从小就不习惯被动地生活在威胁中 小时候我很怕虫子 可是我偏偏要去捉各种各样的虫子来解剖 直到我再也不怕它们 我想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不希望时刻都活在 有可能被鬼伤害的阴影中 所以想学习一些法术来防身 听到解剖虫子的那句实 雍伯文可真是冷汗之冒啊 还以为这位啊 是要效法小时候学了法术 来捉两个鬼来解剖着玩呢 雍伯文皱眉说 事实上鬼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怕 他们并不会无缘无故地害人 而且 即使是你要防鬼也不需要学习法术啊 我给你画几张符再做几个护身符 便足可以让所有鬼怪不敢进你的身了 这不一样 那毕竟是靠外力得来的保护 我从小就相信 求人不如靠自己 外力得来的东西 毕竟不如属于自己的可靠 我可以向您交学费 贵一点没关系的 韩雅急着说道 听对方这么说 雍伯文不禁笑了笑 他现在已经是千万的身价了 所以笑起来很有点 视钱财如粪土的样子 我完全忘记了 刚刚因为一张沙发而急得满头冒汗的事情 这个倒是没必要 我收你为徒也可以 我这里先开了一家公司 还缺一个帮手 不如你来做学徒工吧 一面学习法术 一面帮我打理生意 这年头肯学法术的人可真是越来越少了 难得有个主动送上门来的 他倒也不会挑三拣四 而且啊 他还有一举两得的用意 找了这么个帮手 一来可以防止协会 再塞些莫名其妙的人过来 二来 提出不聘任于纯兵的要求时 理由也显得更充分了一些了 真是太谢谢您了 韩雅刚要感激两句 雍伯文摆了摆手打断他说道 哎 不过话我得说在前面 学习法术可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既然入了我天师派 那就绝对不能半途而废 你得明白这一点 我知道 我不怕吃苦的 呃 您开的是什么公司啊 韩雅迟疑地问道 有鬼出租 雍伯文得意洋洋地介绍自己的公司 专门乘租各种鬼业务 韩雅脸色历史白了一半 呦先生啊 我现在还不会法术 既看不到鬼 又不能对付他们 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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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太合适吧 这好解决 回头我给你画一道开眼符 回去之后用牛眼泪 无根水 清晨露煮柚子叶 然后用开眼符 蘸水擦眼 连擦三个早晨 就可以开阴阳眼了 至于法术 慢慢就学会了 说到这里头不禁拿起了 当初愚蠢兵说话的语气 现在捉鬼也已经现代化了 有各种先进设备 在学习基础法术的时候 你可以先用这些捉鬼设备 事情就算什么定下来 说起来呀 这也算得上是 雍伯文收的开山大弟子 不能就这么简单拜师 当下雍伯文选了个 黄道吉日 与寒雅说定 到时再举行拜师仪式 第29章 事情呢 就算这么定下来了 说起来 这也算得上是 雍伯文收的开山大弟子 不能就这么简单的拜师 当下雍伯文选了个 黄道吉日 与寒雅说定 到时再举行拜师仪式 商量完了事情 雍伯文见他精神不振 直到刚才那一下呀 吓得不轻 便画了张安神壮气符 叫了辆计程车 安排他回去 先好好地休息 等到拜师那天再来就行了 把韩雅打发走以后 雍伯文就在这公司里 转了一圈 他发现在他离开的 这一小段时间里 重轨已经收拾好了 整个小楼了 那开放式的办公大厅里 阴气阵阵 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鬼魂 像模像样地坐在那里 或是摆弄着电脑 或是写写画画 在他们的桌子上 放着名牌 和生前从事的职业 以及各种经历 这些名牌和介绍 都是给普通人看的 好让他们能够选择 自己需要雇佣的鬼魂呢 看起来 没有老板的瞎指挥 鬼员工们工作的效率 明显提高了不止一倍啊 拥搏文件 没什么需要自己忙的了 便着手解决 房间中 阴气过剩的问题 解决这种问题 最好的办法 当然就是把所有的鬼 都给赶出去 但是对于一个鬼公司而言 显然这也不现实 拥搏文决定 在一楼接洽上门生意的接待室 布置一个巨阳法阵 这样就可以保证 普通人在这里的安全了 想是这么想 不过这种法阵 布置起来啊 并不是很容易 如果靠着拥搏文 自己一点点布置的话 只怕三天也忙活不完 好在咱们的拥大天师 已经很实圈的步入了 现代化法师的行列 倒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 笨哈哈的 拿着什么猪傻呀 伏笔 以法器去布置了 就在他买的那些设备之中 就有法阵布置的发生器 一套有四件 每件的外形都设计成了 美观精致的工艺品的模样 内部存储了高达九十三种 常用的法阵的信息 应用时只要调出相应的名称 就可以了 拥搏文买的这套法阵发生器 是壁画外观的 画的内容呢 是清明上河祖图 这挂起来呀 别有几分雅致的味道 啊 弄好了接待室 拥搏文满意地在沙发上 坐了下来 那个石圈的美女 逆死鬼 立刻奉上一杯热茶 让这个穷法师 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 被侍候的有钱人的感觉 嗯 拥搏文美滋滋地 品着热茶 心情大好 跟美女逆死鬼 闲聊了几句 这才知道这位美女啊 名叫 徐可 生前虽然是个演员 但是呢 只是那种 没什么名气的 三流小明星 就连被淹死的新闻 也没有几家八卦杂志刊登 拥搏文呢 心情不错 又想到自己以后 可能也要为影视公司 提供鬼怪特效 便顺口许了点空头诺言 答应 有机会啊 便最先考虑 让许可出演电影 倒把这位生前死后 一般倒霉的小明星 感激得差点一身相许了 这闲聊了一阵 拥搏文才猛然想起 于纯冰的事情 哎呀 他居然把这个丫头 给忘到脑后了 他赶忙向许可 询问 于纯冰跑到哪儿去了 啊 于小姐认为啊 自己现在是副总经理了 所以让我们帮他 把您旁边的那个房间 给收拾出来 现在应该还在屋子里吧 许可如实地回答 这个小丫头还真是自来熟啊 居然就这么 自认当副总了 他躲到房间里干什么 不会打算今晚就睡在这里吧 哎呦 想到这个让人头痛的女孩 拥搏文 所有的好心情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急急忙忙跑到二楼 往那房间门口一站 最先看到的便是挂在门的醒目的标牌 上书一行金灿灿的大字 副总经理事 这牌子比旁边总经理事标牌 还大了两圈还多 这 他不是随身都带着这个牌子吧 拥搏文心里嘀咕着 推门而入 一声尖叫猛然响起 拥搏文茫然地望着 坐在宽大办公桌后面的小丫头 搞不清楚她叫什么呀 喂 进女士的房间 难道不知道先敲门吗 小丫头气势汹汹 也不知道谁才是老板 被劈头训了一顿的拥老板 干咳了两声 咳咳 于小姐 我好像没有 算了 我大人有大量 也不跟你计较了 于纯兵很有气度地挥了挥手 指着桌上的电脑 你过来看看 我刚做的 那电脑上 显示的是一个刚刚做好的网页 空荡荡黑漆漆的房间中 一个半身血肉模糊的鬼 正站在那里 看到拥搏文站到电脑屏幕 面前便张着残缺不全的嘴巴 嘿嘿一笑 佣老板 要雇鬼吗 本公司乘租各种鬼魂 价格便宜 种类齐全 服务周到 本公司新进开张特价五折筹宾 并赠送精美礼品 先到先得 请无措施良机 联系电话 130-4131 有鬼 成租公司 这个鬼啊 庸老板 认得 正是他手下重鬼里 死得最难看的一个家伙 据说生前呢 是被火车给撞挂的 唉 这是我做的宣传广告网页 租用协会的专用代理服务器 每星期换一个鬼 做专制宣传就可以了 于纯冰得意洋洋地说道 哼 怎么样 这种宣传方式啊 肯定比你那老土落伍的贴小广告方法有效率 庸博文扎扎嘴 心里啊 是挺佩服的 嘴上却说道 咳 于小姐 我好像还没答应雇佣你吧 这事啊 你说了不算 哎 于副总干脆地否决了庸老总的妄想 难道你想违约 庸博文败下阵来 只得暂时转移话题 借着时间不早地由头 劝小丫头 赶紧回家 此时啊 已经是过了半夜十二点了 庸博文这一边劝 一边在心里骂于成氏这当爹的 平时也不知道是怎么管教女儿的 也不归琴也不出来找找 哪管打个电话催一下也行啊 于纯冰听他这么说 转了转眼睛 笑着说道 哎 你不会是想让我就这么一个人回去吧 庸博文总算是机灵了一回 立刻不假思索地说道 我帮你去叫辆出租车 结果这句话换来一顿白眼 于纯冰撇撇撇嘴说道 送我回家了 没听说最近流行出租车恶魔吗 四色狼就知道占人便宜 一点也不懂得怜香惜悦 人家要是在路上遇到坏人怎么办啊 让色狼送以防遇上坏人 真不知道这色狼跟坏人 在这个小丫头心目中哪一个更危险呢 庸博文可不认为 哪个家伙会真那么不开眼 来惹这个暴力女 虽然于纯冰打不过她 但是并不代表这个小丫头啊 真的就这么好欺负 庸博文可是听刘毅说过 于城市是毛山派的大宗师 奇门遁甲幻术弥法天下无双 这于大小姐呢 家学渊源 在春城法事界也是小有名气的天才少女 她不但武功高强 而且奇门遁甲一处学的是精湛无比 这从她每次出现的诡异的方式 就可以略亏一般了 庸博文虽然这样想 但考虑到她既然开了口 如果不答应的话 只怕这事不会就这么算完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能不跟这个小魔女斗啊 就不斗的想法 她便答应了下来 两个人下了楼 于城兵呢 先到楼门叫车 庸博文则向猪鬼交代了一下 便也跟着出来了 她早在买下这栋小楼的时候啊 就布下了四项金锁镇 走的时候呢 只需要启动 便等于给这个小楼关上了 专门防鬼出入的防盗门 所以呢 也不用担心她走了以后 这些鬼会四处乱窜了 庸博文交代完所有的事情 走出公司 就看见于城兵正站在街边打电话呢 声音率有些刻意的压低 哎呀真的 不骗你们 不信到我家 说到这里 她一眼就瞄到 庸博文已经走了过来了 便慌慌张张关了手机 伸长脖子 装模作样的往那黑洞洞的长街 两端张望 还煞有其事的在那里嘟闹 哎呀这 怎么一辆计程车也没有啊 此地位于市郊 本就荒僻 此时呢又已经过了后半夜了 街上连半个车也都没有 叫不到车也很正常 庸博文虽然对他刚刚偷偷打电话的行为 感到有些怀疑 却是也不想多问 陪着他在街边站了一会儿 感到有些不耐烦 别说道 哎呀 余小姐不如你给家里打个电话 让你父亲派个车来接你吧 要说这余城市啊 那可是春城数得着的富豪 派个车队来接女儿 想来也不显得过分吧 余淳冰嘟了嘟嘴 却说道 你太没诚意了吧 送女士回家居然要半路脱逃 没车有什么关系啊 我们走着走就好了 我就不信一辆计程车也遇不上 说完 你不管对方答不答应 就自顾自地迈着步子往前走 嘿嘿 难道他从来不知道征求别人的意见吗 庸博文心里一直犯逼狗 觉得这余城市的家教问题啊 很大 回头再一想 自己的鬼员宫里面似乎生前有一个礼仪教师 那或许可以推荐一下 让余会长啊 过来教导女儿 严格来说 两个人并不是很熟 此时又是各怀心事 于是一前一后 默默地向前走着 一时间竟然没什么话可说 气氛显得相当的尴尬 庸博文在心里推测了一番 把鬼家教推销给余城市的可能性 熟一间眼角余光一扫 却发现原本走在前面的余城兵 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和他 并惊而行了 而且还时不时地偷偷地瞧着他 他不禁感到有些奇怪 暗暗猜测这小丫头在打什么主意呢 能问个问题吗 于淳冰犹豫了好一会儿 终于主动开口 打破了沉默 什么问题啊 庸博文侧过头看着他 这一举动让于淳冰似乎感到紧张 两手一会儿插进牛仔裤兜 一会儿又背到腰后 来回挪动了好几下这才问道 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啊 捉鬼画幅 庸博文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回答 也不是问这个啦 我是问你平时有什么爱好 有什么爱好 庸博文摸着下巴 仔细想了想 啊 看看书 听听音乐 他呀 是个喜静不喜动的人 也不爱交际 所以呢 平时最大的消遣 就是看书 听音乐 当然被爱丽云拉着上街闲逛 这个除外啊 啊 那你平时都喜欢哪方面的书啊 于淳冰问话的语气 倒有点像职业的八卦记者的味道 嗯 武侠小说 历史小说 闲书句多吧 这种看起来毫无目的的闲聊 让庸博文的心神不欺然间放松下来 感到有种难以言的惬意与平静 哦 哎 那你喜欢听谁的歌啊 于淳冰的问题是没完没了 嗯 我 我有点怀旧 我不太喜欢过于流行的前卫的歌曲 嗯 而且平时更喜欢听听钢琴曲啊 二胡曲之类的 庸博文想了想补充说道 我小时候学过拉二胡 不过好久没拉了 你还会拉二胡啊 真厉害 愚蠢兵弦得挺崇拜的 等有机会一定要听听 嗯 估计会让你很失望的 庸博文淡淡笑着回答说道 嗨 我从小啊就一直想学要乐器 冒名参加了很多学习班 什么钢琴啊 小提琴 琵琶 鼓针 学过好多 可惜我总静不下心 美学一样都是浅尝辙止 为此我妈没少说过我 说这话的时候 小丫头微微地弯着头 似乎在回想着什么 嘴角挂着一丝甜甜的笑容 在这一刻她所有的张扬 都收敛得无有无踪 显出一种难得的温静秀气 两个人说说走走 虽然只是闲聊聊些闲话 相互之间的关系 却也随着这种闲聊 而变得慢慢地融洽起来了 不知不觉间 半条街走过了 眼前是自立路与和平大街的交叉十字路口 这要是白天的话呀 这里总能看到一溜的计程车 但是此时却是冷冷清清 仅停了辆少林牌的大型巴士 那个巴士啊 已经是淘汰的型号了 外表呢 漆成烤肉的红色 车顶上挂着块霓虹闪烁的 长条的招牌 咱家麻辣烧烤餐车 车前架着露天的烧烤架 炭火正旺 一个黑瘦的中年人 正坐在烤架前烤着羊肉串 滋滋的声响中 香气四溢 真是别有一番诱人的味道 车内灯火通明 却没有客人 年纪约在十八九岁的矮胖的女服务员 坐在司机的位上 正靠着方向盘 打着瞌睡 看到两个人迎面走来中年人 摇摇招呼 哦 吃点羊肉串吧 正宗的新疆小高羊肉 有小有您 哎呀 忙了半夜了 庸伯文倒是觉得有些饿了 但是想到旁边这位千金小姐啊 十之八九不会吃这种路边的大排档 犹豫了一下就想回绝 没想到愚纯冰轻轻推了推他的胳膊 我 哎 我饿了 咱们吃点东西再走吧 这倒是大厨庸伯文的意外 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也不说什么 领着他上了车 选了个中间的位置 坐了下 胖服务员 在两人上车时就已经惊醒了 一面揉着眼睛 一面走过来放下菜单问 哎 吃点什么 我们这有烤肉串 烤板筋 烤鸡肚 烤油一须 烤月牙骨 炸抽豆腐串 炸鸡骨架 哎 这一长串的菜名爆出来 大气也不出一口 倒很有些做说唱歌手的潜质啊 雍老总还没开口 于副总却先抢着点菜 先来二十个肉串 十个板筋 四个鱼牙骨 再来两天啤酒 啤酒要烟筋干啤 其他的过会再说吧 雍伯文听的是目瞪口呆 等那个胖服务员走了 这才问 哎呦 业务挺熟啊 经常来吃啊 是啊 愚蠢兵说道 你别看我老爸 现在像那么回事 没捉到鬼成为会员之前 只不过是个厨子 家里也没什么钱 这大排道 可是我放学之后 经常光顾的地方 雍伯文听了心中不禁感慨 啊 原来你父亲也有落魄的时候啊 真看不出来 哼 这有什么好意外的 咱们法师协会的这些个会员 当初哪个不都是混得差劲之极的 就说跟你一个楼的那个刘毅吧 这个人呢 本事不小 只是死脑筋 这个不看 那个不算的 规矩多的能把人下个跟头 原本穷得越越靠政府救济吃饭 只不过三年前 突然开了窍 如今却也是文明春城的有钱人了 雍伯文简直无法想象 像贪财好色的刘毅居然还有这么段光荣的历史 忍不住追问 这三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会让它转变这么大 嗯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知道这件事情的人不多 啊对了 婉兰姐原先跟刘毅是朋友 她肯定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虞存兵似乎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情 就刘毅那个大脑袋 粗脖子的蛤蟆样 有一阵子还想要追婉兰姐呢 说话的功夫 那个胖服务员端着餐碟走过来了 碟中时香气缭绕 离着老远就可以闻到了 这么快就烤好了 于春兵连忙抽出方便筷子 掰开在桌上敲了敲 啊 夜半寒露食 啤酒羊肉串 那是神仙般的享受啊 餐碟放到桌上 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竟好像是重重地扔到桌上一般 雍伯闻 威仪皱眉 正想训斥那个服务员两句 还没等开口 目光就被那碟盘中的羊肉串 给吸引住了 第三十章 这个肉串烤得可真是太有特色了 红一块 黑一块 有的地方已经是焦的直冒青烟 有的地方还带着血丝呢 这肉串 不能吃吧 每等客人开口 服务员已经先行说出了事实 拥搏文艺抬头 就见那个胖服务员脸色铁青 蹊跷流血 张嘴一说话呀 鲜血便咕噜咕噜的往外躺 全都焦到了那盘半熟的肉串上 散发出一股子 几个星期你洗的 臭脚鸭子的味道 眼看着做好的美食 却因为被人破坏而不能再食用 这感觉 很难受吧 胖服务员脸上的皮肉 开始一块块的往下掉 露出纠结的青筋血管 香红的肉块底下 似乎还有小虫 不停的蠕动着 他大约啊 是还想发表一些与哲学相关的演讲 来表明自己 并不是一个很浅薄的死东西 但显然对此不感兴趣的愚蠢兵 却不打算给他这个机会 一看到那个服务员的死相 小丫头就尖叫一声 整个人兴奋的从座位上悦而起 哎 火狮 一边叫着 一边飞起一脚 踹在这个胖服务员的脑袋上 一声吹嘴 就好像是踢折了根木头桩子 那腐烂的脑袋硬脚飞出 连带着从枪子里扯出了一大套 零七八岁的下水 什么肠子肚子心肝肠肺之类的啊 挂在一处 臭鱼烂虾般的腥臭的味道扑鼻而来 让人作呕 嗯 好好笑 鱼唇冰左手捂着鼻子 凌孔又是一脚 把那个胖身体 踢得去倒背 在过雨间 连帆带滚 摔了个七扭八歪 七十八岁 拨着一大怪下水的脑袋吼叫着飞了回来 长得如同某种两栖生物的舌头 从口中飞出直射向愚蠢兵 雍伯文自然不会这么袖手旁观 当那个舌头自打他身边飞过的时候 他顺便抄起一只肉串铅 扎了过去 汁水四溅 那舌头被整个偷穿 钉在了签子上挣扎不休 人头发出杀猪似的尖笑 一个脑袋顺着舌头便飞了过来 颤我的防湿器 于春兵大叫一声 从胯包中掏出个防狼气势的东西 迈上一步 冲着人头就是一家 琵琶电花闪动 飞头上青光缭绕 垫的是黑烟石帽 万里的一正 把舌头顺着这签子扯出两片 这才逃脱出去 远远的飞在了 车尾喘息不止啊 这是四海法器开发公司的最新型防湿器 专防僵尸活尸丧尸 能射出五米远的电击弹 电击弹电击功率高达160万伏 别说是你一个尸体 就算是神仙也照样把你烤成肉串 于春兵得意洋洋的高举着防湿器 顺便呢 为老爸的公司新产品 做了下广告 雍伯文对于于春兵此刻兴奋的 好像吃了春药的三月发情的母猫般的表现 不能理解 从他的经历来看 他可不是第一次碰上这种邪武了 不会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危险呢 干嘛还跟中了彩票大奖似的 开心的合不拢嘴呢 那边 无头身体爬起来 晃晃悠悠的往两人这边走呢 于春兵得势不饶人 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拿着防湿器就冲 变得那尸体跟发炎跟风似的 哆嗦个没完 那边人头一看着身体被虐了 尖叫一声 张子大嘴就飞了过来了 这回他可学尖了 没敢再吐舌头 而是身上的那一挂肠子飞起来了 在空中扭曲缠绕而上 雍伯文一看着人头这招盘长大阵 不好对付 双手紧灭法印就打算来个五雷护身咒 于春兵却笑着说道 哎 不用念招 看我的吧 一脚把垫得半熟的尸体踹飞 然后探手从这胯包里掏出只 电光闪烁的长剑出来 又何 这也太夸张了吧 那么点的小胯包里居然能装下 这这这这一柄长剑 雍伯文看得是直犯眼韵 斩 于春兵顺手这么一抛 那光剑 便飞了出去 在空中就转了这么几个圈 把飞来的那些肠子切得是七零八落 啊 玉剑术 雍伯文吃惊的叫了出来 万想不到武侠小说里面虚幻的东西居然会出现在现实中 这是遥控福建 于春兵把手里小巧的遥控器亮给这个徒老帽天使看 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 现在干咱们这行也得现代化才能追赶上世界潮流啊 你以后啊 也是咱们国家有数的那个几个指挥会员了 是要经常到国际上露面参与事务的 没事 都去协会转转 长长见识 别出去 之后让人家老外给笑话咱们 下水被切 人头发出呜呜的声音 仿佛哭得是很伤心呢 往着车窗上一撞 撞破玻璃飞了出去 后面半熟的身体紧跟着人头同时从车窗撞出 啊 等等我 等等我 哼 这种小角色根本不堪一击 居然也敢来招惹咱们两大天师 于纯冰收起遥控福建 一起飞扬 好久没碰上这么不长眼的家伙了 但是雍伯文却是毫无喜色 皱紧眉头紧盯着车外 一语不发 这绝不会是普通的活石害人 他从那胖服务员说话的时候就已经猜到到底是什么人在作祟了 当初 当初他在收掉沸沫身上的鬼谷之后 大白天就受到活石的袭击 那次啊 那次啊是费莫所为 而这一回控尸攻击的手法如出一辙 只不过时间换成了一碗 那活石呢 也更加灵活 更强大了 似乎还有了稍许的变异 这内脏随着人头身体分离的本事 让那个活石看起来更像是某种妖物 但是正如于纯冰所说 这不过是个不堪一击的小角色而已 就算没有他于纯冰在场 雍伯文他赤手空拳 也能收拾得了这家伙 敌人如果有些报复的话 绝不会想不到以这活石的本事 根本无法对付 这说明敌人还有后手 这活石不过是吸引他注意力的牺牲品罢了 这边雍伯文还没想完全呢 那边于纯冰大叫 咱们可不能让这害人的东西跑了 咱们追啊 说完一纵身 就要顺着那身体撞破的车窗 跳出去追击 雍伯文生怕他就这么冒冒失失跳出去 再中了埋伏 连忙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别急啊 于纯冰这个时候啊 已经跳了起来 整个身子都往这车窗扑去了 被雍伯文这么一拉 立刻失去了平衡 哎 身子以外当场摔下来 额头重重地撞到了餐桌上 狂当噼里啪哩啪啦 一连串的杂响 这餐桌啊 整个散了架了 可怜的小丫头趴到地上 一时就没了动静了 哎 哎 于小姐 你 你 你没事吧 雍伯文吓得是手脚发麻连忙 赶紧弯腰想要扶他 死了 你要死啊 于纯冰呼地发出一声怒吼 猛地从地上越而起 砰 一声闷响 于小姐的后脑勺 跟雍先生的鼻子进行了第一次的亲密的接触 哎呀 哎呀 啊 两人同时大声惨叫 于纯冰被撞得重新摔回地面 雍伯文连退了几步是鼻血长流啊 啊 太痛了 于纯冰捂着额头 小心翼翼地从地上重新爬起来 乌叶着说道 死色狼 你要谋下恨命 你不用这么干嘛 雍伯文远以为这火爆丫头会大发雷霆 然后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对他大打出手 却没想到他只是拼命地揉着额头 用泪光闪闪的大眼睛着盯着他呢 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这下可让他心里一下子充满了负罪感了 捂着自己鲜血直流的鼻子连声道歉 我是想要你不要去追 小心有埋伏 只是个活尸罢了 这种东西智慧有限 怎么可能做什么埋伏啊 我这下撞得可不轻啊 小丫头那白袭的额头整个都轻肿起来了 雍伯文望着黑沉沉的车外的世界说道 活尸当然不会设埋伏但是人会啊 人 愚蠢兵不解的歪头想了想 呼的叫了起来 对啊 咱们刚上车的时候那个服务员明明是个人 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烂了一半的活尸了 肯定是有人在作祟 那个服务员要是一开始就是个活尸的话 绝不可能瞒过他们两个 雍伯文背上是冷汗之冒啊 这位神经真是太大条了 这么不对劲的事情 他居然才想到 车外突然传来怪异的嘶嘶的声响 似乎是毒蛇在不安分的吐着杏子 越来越响与越来越近 木的车身一震 发出刺耳的钢铁的摩擦声 高速旋转的圆形的钢巨样的物体 应声从前车切入 就仿佛切豆腐一般 飞速的划过钢铁的车身 整个车顶被掀得斜斜向上飞起 哎哎趴下 雍伯文一个虎扑 把还在分析那个活尸出现问题的愚蠢兵 给扑倒身下便听见一声哐当 小丫头惨叫一声 显然是不知道又撞到哪里了 灯光啪啪啪啪 闪动树下随即全都熄灭 四下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雍伯文看不到任何东西 只能感觉到巨大的冰冷的气流 从背上刮过 好似吹入了一阵旋风 带得无数的杂物啊 飞起落下 噼里啪啦砸到背上 头上什么酱油啊 辣子啊 什么蒜泥啊 醋啊 刺鼻的气味在空中 弥满开来 上方似乎有巨大的阴影飞起 片刻之后 车外传来巨大的坠落的轰响 四下里随即变得死一般的安静 雍伯文小心翼翼地转头向上看 却没有看到想象中的星空 视野中依然只有一片无边的黑暗 怎么了 愚蠢兵挣扎着从他身上钻出来 也顾不得再抱怨撞同了自己 扭头张望 啊 怎么这么黑啊 他甚至 连就压在身上的死色狼的样子 都看不清楚 一时间觉得心中有点发慌 连忙紧紧抓住他的胳膊 这才稍绝安全 是阵法 龙伯文虽然这样说 但并不是那么肯定 道家阵法 有扭转乾坤之力 发动之时 必定会对四周的环境产生影响 而一个道家的法术的修炼者 最讲究的就是天人合一 自然环境发生任何不正常的变化 都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应到 可是直到现在 他也没有感觉到任何阵法发动的迹象 听说是阵法 于春兵把胳膊胯包抽出来 从里面掏出个笔状大小的黑色的圆管 对着上方这么轻轻一按 一颗拇指头大小的淡绿色的光点 在这个圆管中喷射而出 直飞出六七米高 无声的胀大 见风就长 越长越高 化为一颗人头大小的光球 就如同个轻气球一般悬在了空中 绿光如水 在空间中四溢着流淌着 将黑暗的环境映照的是分毫必现 庸博文眼前一片绿莹莹的花乱 茫然地问 这什么 赵明蛋 专门针对各种术法造成的 试纯屏障 可以持续三十分钟 是我老爸公司 1993年延 于春兵啊 还想再做一段广告呢 结果说得正在信头上的时候 鼻端 传来一股紫臭 顺着味道一看 哎哟 便见刚刚逃出去的那颗烂头 正拖着残余的内脏 顺着地面爬过来呢 呲牙咧嘴 奔着他小巧挺拔的鼻子尖就咬了上来 啊 他忍不住尖叫一声 再想从包里掏家伙 却已经是来不及了 正危急时刻 只听到他身上方 传来一声陈鹤 哎呀 一根肉串竹签 硬生扎住 端端正正从头刺入 穿过整个头颅 嘟了一声 钉进了下方的八式金锁底座上 这下呀 可不是竖法 而是纯正的内加功夫 雍伯文 自五岁起开始修炼天师派的内加功夫 二十岁那年 一针小成 虽说不像武侠小说里写的那样 棉花飞夜便可杀人那般夸张 但是平日里 真力贯注之下 便是纸片 也变得是监狱钢铁 绝对可以拿来充当菜刀的 此时用在竹签上 不过是小事牛刀罢了 轻而易举的把这个头骨加铁板 一同贯穿 人头张紧撕胜 列为两片的舌头土的老长 向渔纯兵的脖子上 卷了过来 这回渔纯兵反应过来了 顺手从胯包里掏出只小巧的掌心雷手枪 对着人头就是一枪 没有震耳欲聪的枪声 只见一股浓烟 自枪口喷出 直呛尽人头大张的嘴巴 呼的一声 这人头蹊跷冒火 刹那间就被烤得焦糊了 用狗闻松了口气 却也不敢大意 不从地上爬起来 先转头观察四下环境 这巴士 整个从中央横着被平整地切开 上半截车顶 飞得是无影无踪 便连那些车窗 锅里都齐刷刷地切开 没有半点碎渣 由此可见 刚才飞过的那个巨大的圆盘的力道 是何等的巨大了 于纯兵在他身体下转了个身 变成了面朝上躺着 把嘴巴凑到他耳边低声问 怎么样了 温热的气体喝得雍博温水耳朵发痒 他这才注意到啊 身下压着的那个身体 竟好像个正牌的喜梦斯大床垫 柔软且充满了诱人的弹性 两团结实的肉球 紧紧地顶在他的胸膛上 带来说不出的异样的感觉 让他心里似乎有只小小的恶魔 兴奋地扯着嗓子 喊叫个不止 催促他做点什么 更进一步的动作来 当然了 这只小小的恶魔 只不过稍稍冒了一下头 就被名为理智的天使 拿着大棒锤 当头给砸了回去 雍伯闻定了定神 不敢再这么趴在人家女孩身上了 连忙起身 装作若无其事地说道 不知道刚才飞过来的是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某种飞盘样的武器 愚蠢兵倒是没想那么多 跟着站起来 拍了一下身上的灰法 又忍不住 揉了揉额头上的轻包 转头四顾惊讶地说 怪了 怎么还是什么都看不到啊 那光弹 高悬空中 绿光披萨而下 照亮了巴士周围 方圆百多米的地方 但是超过这个范围 却依旧是黑漆一片 刚刚走过的街道 到两侧已经熄的灯 灯火隐隐的林立楼房 全都消失在黑眼中了 雍伯文 原地走了几步 莫颂咒文 右手捏法绝并剑指 在左掌心上急划束笔 坐 沉合一声 劈手冲着左前方车头方向 打了过去 一道金颤颤的亮光 是掌心喷涌而出 仿佛滑空而过的利剑 在黑暗中一闪而过 金光过处 那无边黑暗 仿佛是被撕开了口子的黑色的幕布 点点的灯火星光 在那裂口处透了进来 这招啊 叫做金光破甲术 是天使派专门用来探测阵法 深浅性质的咒法 就如同军队里的卫星雷达 交战之前 你得先把敌人的脑底给摸个清楚 知己又知彼 基本上就是百战不殆了 金光一过 那黑暗便迅速的合拢 很快就劈出来的灯火 重新吞噬了 第31章 但是这么一下 雍伯文心中便有底了 微笑着说道 没事 只是个小小的幻法阵 外门邪道也敢在我面前卖弄 真是不自量力 看我破了他的法阵 语气中是自信满满的 像极了那高不可攀的绝顶高手 那么那雍大高手说着话 这就要施法破阵 可是这架势刚摆起来 咒还没来得及念呢 便听 一声长响积极破空而来 那巨大的圆盘 硬生自黑暗中破斩而出 或者圆盘来得好快呀 又没有了车身阻挡 几乎是私生房起 就已经斩到两个人身前了 这一下可真是大出意料 实战不足的雍大高手 下的是手忙脚断 一时竟不知如何应付才好了 好在愚蠢兵够激凌 一看事情不妙 矮下身子奋力这么一拉 扯着雍伯文 斜斜的摔倒 那圆盘几乎是 贴着雍伯文的脑袋飞过去 切下了一群 寸许长的头发 雍伯文哐当一声 摔了个是结结实实啊 但是立马一遇而起 怒吓一声 把手冲着愚蠢兵一伸 把福建借我用用 他刚刚把话说满了 就被来了这么一家伙 这面子丢大发了 可是有点恼羞成怒 愚蠢兵看他面色不善 涂了涂小舌头 把那个光闪闪的福建 自胯包里抽出 递了过去 雍伯文到底也没看出来 这小小的胯包 如何能装下这么长的 一柄福建呢 不禁心里又是一阵低谷 他一阵手中的福建 剑着剑长两尺五 剑身上印着是密密麻麻的符咒 剑饿的两面 有两排圆形的按钮 按钮上呢 刻着细小的转子 绿光映照下一团的模糊 一时也看不清楚 都写了什么意思 愚蠢兵看得神色疑惑 解释说道 这剑身上封好了各式的法咒 用哪个直接按钮就可以了 不用再念咒了 然后又把遥控器递过去 那这上面的按钮更详细 你用这个吧 雍伯文摇了摇头 没接遥控器 也没问这福建具体如何使用 右手持剑 左手自裤兜里掏出张空白的黄符纸 往天上这么一抛 随即缩手 自上衣的口袋里抽出了支 毛尖的碳素水笔 拇指驱弹 仗着笔帽弹得高高飞几 水笔在纸间转了一圈 就着空中飘荡的符纸 刷出一道符咒来 那符记鲜红如血 映出银银的火光 原来啊 这水笔中灌的 却是画符专用的朱砂 眨眼之间 符纸画就笔帽 刚好回落 正正套到笔上 用博文随手将笔 抛回上衣口袋 伸手这么一捞 接住正飘飘而下的符咒 剑间回转 将那符纸穿在剑上 屈指这么一弹 符纸便扑了一声燃烧起来 这一套动作呀 耍得是干脆利落 潇洒无比 要说愚纯兵虽然有个 茅山道宗师的父亲 但是这些年来 大家都在大力提倡 法术要现代化 捉鬼辟邪 全都是用的一气运作 从来没见过这种耍法 一时看的也是目瞪口呆 不禁满心崇拜 把当初笑人家图老帽的话 早就泡到九霄云外去 雍伯文 一领剑决 长剑在空中曲折划过 火光闪动 顺着划痕 留下了明亮的轨迹 却是汇成了一个大大的煞 长剑在那四点水的最后一点落尾 不止恰好燃尽 破空四声再响 那锯盘自黑暗中再度破空而来 花亭谷杨田兴飞金金制火轮 不转气震竹煞 斩妖邪 阎神赤 极其逐利 雍伯文 剑交左手 脚踏于步 念诵咒法 右掌拍出 啪 那个闪亮晃动的煞字 便迎着那个圆盘击飞而出 这是天刚震煞诀 专门用于对付各种 一邪识轨的阵法 他瞧着圆盘是来势诡异 猜测着对方大约是意识某种 邪怪潜在幻阵中四肢而动 便使出这震煞绝来 只削那暗中使圆盘的要挟被打中 那便历史是行销魂灭的下场 当然了 这些都是书上写的 至于实战效果如何 庸大天师自是不知 他前二十五年 活得跟常人无异 从来没有遇上过任何邪事 这些法术 向来都是纸上谈兵的东西 如今使出来 自己心里却也没底 一掌拍飞煞字 便立刻拉着愚蠢兵 重新握倒 那圆盘与煞字交错而过 仿佛没受什么遮拦 各自依着原本的轨迹向前划过 这回啊 那个圆盘又低了足足半米 从头至尾将这个巴士车 又大行削去了一段 连带着车里的桌椅啊 也都被齐齐的断掉了半截 煞字 眨眼隐没便听轰的一声 黑暗中爆出一团火花 仿佛是个手雷炸开了花了 火光爆出 一个巨大的黑影 微一晃身 猛地向前迈出一步 这一步落下 便踢 普通一声闷响 底面都不自禁地晃了一晃 而这一步 那黑影便迈进了 照明弹的光圈范围之内 将身形 露了出来 只见这黑影 身高足有三米开外 还眼高鼻 青面獠牙 头戴方官身披重甲 这身穿着打扮 俨然就是个古代的武士 这巨人武士 左手提着个短粗的圆棍 右手却捏着串佛珠 迈上这一步 将手中圆棍这么一举 那切开的巴士车的圆盘 在空中打了个盘旋 迅速飞回 牢牢牢地嵌在了圆棍的顶端 形成了个怪模怪样的兵器 雍伯闻着一打眼 便觉得 哎 这个武士好生眼熟啊 似乎曾在哪里见过呀 但是仔细回想 以前看到过的书本上 但凡是提到妖精邪怪的 却没有一个是这副样子的 巨人武士收回圆盘 向前迈出一步 甚至是地面啊 颤动不休 他高举圆盘捏动佛珠 发出喃喃的念诵之声 羞辱善业 害不善业 当得善无畏 若如实之我 当得生无畏 若于取运 所及我身 舍字色相关 当得无我无畏 若害运驻法攀原 当得法无畏 若害法助无缘 当得法无我无畏 庸国文原本趴在那里 老老实实地 无苦回想 自己到底在哪里 看到过这一形象 那念诵之声 传进耳朵里 他却突然感觉心里一颤 似乎被这经文给刺激到了 大为的不爽 正当自己的情绪 疑惑不起之际 身体却好像失去控制一般 自动地从地上跳起来 一扬伏剑 指着那个巨人武士喝道 呆 小小的腰痛邪道 也配在我面前念法 这话一说出来 倒把自己给吓了一跳 赶紧抬手捂住嘴巴 心里是又惊又去 这 怎么也想不透这二十年来 向来安分手挤的嘴巴 居然自己说起话来了 巨人武士 明显被这一嗓子给喝的是大为火光 也不念经了 喉间发出一声低沉闷喝 圆盘声应声飞出 雍伯文先是已经本能的就想要就地趴下 但是还没等付诸行动 脑海中啊 似乎的莫名闪过了一招从来没见过的剑发出来 他本能的长吸了口气 随即喊一声 大喝一声 体内真气法力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 汹涌地运行 伏剑高高举起 看准那个圆盘来势 一剑斩下 这一声大喝毫不响亮 宛如平地里打了个霹雳 震得那车内那些破桌子烂椅子 一地的瓦罐啊 盘碟啊 劲得嗡嗡乱颤 轰然巨声响中 火花喷剑 圆盘竟被这一剑 斩围了两半 各自斜斜地向两侧 冲冲迷许的距离 突然间消失不见了 维闻两声叮当微响 似乎什么小东西坠落到地上 斩断了圆盘 见势不止 直落向地 所指之处 便好像甩过一条长长的鞭子 前方黑暗 撒一声 裂为两半 如同拉开的黑色幕布 不住地向两旁侧去 露出星光满天灯火闪烁的城市的夜景 那个巨人武士 不敢掠着惊天一剑的剑锋 晃了一晃 竟好像幻影一般 原地消失不见 看到敌人之阵法 被这一剑给破去 庸伯文不假思索 扯起愚蠢兵 跳下巴士 两步之间已迈出了阵法的范围 那巨人武士 重新浮现在黑暗之中 极不甘心地怒吼了一声 脉步就追 沉重的脚步 踏得地面是通通直响 好像战鼓雷动 震得他呀 地皮颤动不止 好厉害啊 再给他来一剑 愚蠢兵见雍伯文大显神威 兴奋得又蹦又跳 扯着他的袖子直叫 看不出来了 超命吧 雍伯文沙哑着嗓子回力 愚蠢兵威一愣神 回神一看 不仅吓了一大跳啊 只见雍伯文是面色惨白 满脸都是痘大的汗珠 身子摇摇欲坠 随时都有摔倒的可能 你 你怎么了 有点脱力 雍伯文摆了摆手 说了这么两句话 眼前就是一阵发花 刚刚那一剑呢 猛是够猛 可是代价也是相当的大呀 这一剑看出 大半真气汹涌而出 随后勉强跑了这么几步 便气喘心计 出现了脱力的征兆了 我 我跑不动了 你 雍伯文很想英雄地说一句 你先走 我等着 但是还没等他说完 愚蠢兵很是干脆地 打断了他的话 既然这样的话 那咱们掏命吧 说完 从胯包里掏出个 机车头盔来 扣到了雍伯文的脑袋上 啊 你有机车 雍伯文怀疑地盯着这小小的胯包 打算看看呢 怎么把一辆机车从这胞里给套出来 没有 于晨兵把胯包斜胯在身上 喊了句 走了 走了 纵身一跳 脚下坚硬的水泥路面忽然就好像个水面 他拉着雍伯文便沉了下去 哎哟 那个巨人武士 恰好追出了黑暗 一脚踩在两人沉默的地方 砰 重重印出一个大大的脚印 他的身形随即迅速地缩小 眨眼功夫就变成了个不过拳头大小的雕像 一动不动地躺在那个大脚印里 破破烂烂的巴士 重新地出现在街边 那烧烤的炭炉已经熄灭了 黑瘦的中年汉子 喘着粗气从车底下爬出来 捂着胸口 亮亮呛呛跑到脚印前 捡起雕像 雕像 通体遍布着细碎的裂纹 似乎轻轻这么一碰 就有可能散成一堆碎块 黑瘦汉子 脸上划出一抹淡淡的红色 哇的吐出一口鲜血 近处喷在那雕像上 雕像发出西陨般的细响 那鲜血精好像全部吸进了裂缝里 片刻功夫 这雕像上的鲜血 点滴不胜 裂缝发出微弱的红光 竟好像活力般 缓缓如动 合拢起来 片刻功夫 就完复合 仅仅仅在表面留下了一道滑痕样的细纹 居然是破魔把剑 黑瘦汉子摸了摸嘴角的鲜血 怪不得能破了这巨阴阵 原本呢算计得很好 怕庸伯文异鬼帮忙 所以没敢在公司里动手 而是选在半路拦截 又花费了好大的一功夫 布下了这暗阵 以能发挥法身的最大威力 但是千算万算 没能算到这有如神来的惊天一见 黑瘦汉子呛壳着 好像个肺结核患者 捂胸弯腰 抱着雕像 沿街而去 微坏的功夫便消失在了拐角处 街头恢复了午夜时分 应有的宁静 目的一个人影 轻飘飘地落到了巴士车前 仿佛那落下的 国国士片风中的秋夜 没有发出一丝的声响 一声轻响 翠绿的手杖轻轻一顿 插进水泥地面 半夜仍戴着墨镜的算命先生 掐着手指 顿足感叹 治港治阳 无间不摧 果然是大日如来金刚界 唉 我来得迟了 他略意环顾 目光 凝在了水泥地面上 那一连串的 深巨足印上 不禁微一皱眉 正在上前细看 便听见那破烂的巴士后面 传来一阵 框汤的碎响 一个无头的胖大的身子 应声从身后 转了出来 张着双臂一步步 向着算命先生这边 慢慢走过来呢 哼 滚开 算命先生不耐烦的老远 挥了挥 就好像赶苍蝇一般 那无头身体便顺着手势 倒飞起来 直挺挺朝着那破烂的巴士 壮举 一道寒光猛的自黑暗之中 一闪而过 带起呸的一声吉祥 那无头身体 硬生分为两片 顺着力道向着两侧分飞 看看飞出不到半米远 便轰的一声 燃起两团烈焰 不等摔落在地 便烧得连渣都不剩 只剩下几点星星火光 仿佛是萤火虫般 在夜空之中 飘飞随风飘舞不定 算命先生 左眉轻轻一挑 紧紧握住翠绿手杖 低贺说道 大乐金刚 便听见一声轻笑 一个人自街边的黑暗中 缓缓地走出 离着算命先生 百步左右停了下来说道 蒲师兄 好久不见了 算命先生 左眉不住地跳动 翠绿杖 缓缓地拔出 冷冷地说道 我是姓随 不是姓 彦 哈哈哈 想不到 这么多年 师兄居然毫无寸进 居然仍看不破这一点执念 符号不肯放松 只怕今生无望正果了 这个人中等身材 西装革履 头发油光 鼻挺口方 只是双眼瞎长 猛一瞅过去给人家印象 颇有些奸诈之感 瞧他这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 说话见面带微笑略显轻调 但是语调却是老气横秋 与外表很不协调 算命先生也不与他争论 只将翠绿杖横在胸前问道 谷阳定 你既然已然离去 今天还回来干什么 师兄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我自然就是为何而来 可惜咱们都来得迟了 谷阳定淡淡地说道 当年 时不待我 若像师兄一般执念不离 只怕我青龙寺一脉 真的要永绝于世了 天下何处不可修行 师兄只执着一地 未免可笑 算命先生冷喝一声 若当年 争贺祖师 也跟你们的想法一样 那这中途密宗 只怕早就断绝了 听说你们这几年 弄得不错 仅在上流社会中 发展信徒 如今也是富可敌国了 谷阳定听得出 算命先生 语气里的讽刺的意味 微笑着说道 万物皆有佛性 师兄执念过重了 又何必执着于信徒 来自何方呢 两人这久别重逢 站在这里是你一言我一语 唇枪舌剑说个没完 但是就是光打嘴杖 却是不动手 将这个君子动口 不动手的争议啊 发挥的是淋漓尽致 那一时却好像忘了 此来的最初的目的 这个时候就在不远处的街角 一个人头稍冒了一下 朝着这边略意张望 并又缩了回去 这个人呢 正是刚刚离开的那个 黑兽中年汉子 他当时被那破魔八剑 惊得是尸魂落魄离去 走了一半 才记起还有个 抹一袋的活尸 需要处理 便转了回来 不想刚好撞见这一幕 他知道 这两个人 都不是自己能惹得起的 本想就这么转身离去 但转念一想 立刻放弃了这个念头 而是从街角拐出 不紧不慢地 向着与两人相反的地方 方向走去 几乎就在那个黑兽汉子 转出街角的同时 两人仿佛晕好了一般 立刻闭嘴 只是那么静静地对视着 却都没有去理会 那个黑兽汉子 好一会儿 同时不屑地冷哼一声 转身 各自离去 再不忘对方一眼 第三十二章 古阳定走的方向 恰好与那个黑兽汉子相同 只是吓得这位人凶啊 手脚发软 足足这么走出半条街 古阳定 古阳定 方从顺着一条小胡同转进去 黑兽汉子啊 连忙加快脚步 一路一路一路跑出千八百米 来到了一条街 恰好见到一辆计程车 自街上慢慢驶过 他挥手教主钻上车 说了地址 带这个车驶出三四里地 才算松了一口气啊 软软瘫坐在座上 这才发觉汗水 已经把衣衫浸得惊湿了 没有人注意到的是 当所有人都离去不久 一个模糊的黑人 突然从那破碎的巴士车后 一跃则起 仿佛是个超大的飞鸟 在空中展开一对巨翅 飞上了夜空 计程车 载着黑瘦汉子 穿过了大半个春城 直到市区 最后来到了 距春城大约三里许远的 一处小村 这个小村呢 为十里堡 统共只有五十几户人家 因为临近春城的缘故 村里靠着供应市区的 青菜秦淡而发展起来的 虽然是农村 但是生活水平啊 却比一般的城里人 还要好上许多 家家都是二层小楼 户户都有机车 生活最好的几家 甚至还养了车 黑瘦汉子是这村里的老住户 家呢就在这村头 就算是半夜回来也不用担心会打扰其他人 计程车 停在了院门口 黑瘦汉子下车 进院 走到楼前还没等开门 就听到黑漆漆的楼内 传来一阵阵的 淫迷的 嘻笑 声音 其间夹杂着男人粗重的喘息之声 要是他这一晚上吃憋受气 本就一肚子的火 听到这声响 这满腔的怒火 历史全都爆发出来 飞起一脚 将紧闭的楼门踹开 怒喝一声 他妈的 老子在外面吃苦受罪 你这个骚货居然在家偷 他这话刚说到一半 便猛然止住了 便好像放着的录音 突然被按下了停止键 说不出的突兀 淡淡的绿光 映在了黑瘦汉子的脸上 将他那因为恐惧而扭曲的 变了形的面容 照得是清清楚楚 小楼进门就是客厅 六十多平米的房间 营门的墙壁上 贴着八仙过海的年画 年画两边贴着大红的对联 上联是家家户户 说说笑笑 欢欢喜喜过新年 下联书 上上下下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兜天一岁 这是农村的习惯 新年的春联往往要贴上一整年 直到下一年的三十 才会接下来换新联 年画春联下 是张贡桌 桌上放着白瓷的 敖背观音像 向前摆着水果贡品 一切如常 水油本应是火红颜色的 电烛香火 此时却散发着悠悠的绿光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绿光无法外泄 却将客厅这不大不小的空间 映满了诡异的气氛 靠东侧 摆着卧室的长条的沙发 三张沙发圈成的一个半圆 中央放着玻璃缸的茶色长条茶几 与茶几相距约三米的墙上 挂着五十英寸的壁挂式电视 那让正常人听了 就会不由自主受泄沸腾的淫谜声响 正是来自于沙发 沙发上坐着四个灰袍喇嘛 三人坐于侧摆的沙发 而正中央的沙发上 背对着门口坐着个喇嘛 身上正跪坐着一个白皙赤裸的女人 女人长长黑发 披散在遮住了大半张脸 双手扶住喇嘛的肩膀 缓缓如动着腰肢 胸前一对沉甸甸的风乳 随着腰肢的扭动 不停地抛挺 晃开两团白花花的肉体 绿光之下满是汗水 自身体映出一种别样的诡异 诱惑的光彩 面对如此诱惑的一幕 那侧摆沙发上的三个喇嘛 却是满面的肃穆 双手合十端坐 紧盯着正前方的两个人 快速低声念诵着经文 模糊的声音 伴随着女子的声音 一同在阴暗的空间中 回荡不休 四男一女 似乎根本没有察觉 黑兽汉子破门而入之举 保持着原本的状态 没有什么变化 反倒是那桌间的黑兽汉子 吓得是浑身发抖 上下牙在激动之下都咬不拢了 发出格格的密集的撞击声 尊者 桌间的丈夫尴尬的 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见无人理会她 鼓足勇气 怯声声的叫了一句 那拿着主人老婆爽快的喇嘛 头也不回的一摆手 滚出去 黑兽汉子如获重视 连滚带爬地逃出门去 反手把门给延好 一时却不敢走远 只得毕恭毕敬地站在门口 黑兽 门内的召唤夹杂老婆的声音声 一同传入了耳内 黑兽汉子打了一个哆嗦 恭恭敬敬地回话 弟子在 最近春城可有何一栋啊 一栋倒是没有 只是 尊者 废家的法阵 被人给破了 哦 此地还有这种人物 居然能破得了巨阴阵 可知是什么人所为啊 啊 弟子已经查明 是一个叫雍伯文的天师派法师 和春城法师从业协会的高级风水师 刘毅协力完成的 废墨身上的阴谷 为其完全成形便被化掉 目前 墨家法阵已经完全破坏 并被刘毅重新布上了定神阵法 弟子刚刚便是去找雍伯文 却敌不过他 连活佛赐下的药通法身也受了损伤 还请 尊者主持公道 哦 想不到中途道家 居然还有这等人呢 房内同时想起数声惊异 但很快又平静下来 卫三 我四人此次前来另有重任 废家的事情你可暂时放下 不用理会 全力安排人手 测查最近一个星期之内 春城市区内出生的所有婴儿 我们要最详细的资料 包括出生的时辰 体表特征 父母详情 出生时有何异兆 总之是越详细越好 还要查一下春城数法界 最近有何特异的事情 派人监视近出境的所有数法界人士 尤其是佛教的相关人员 尊者 那雍伯文 够了 我已说了废家的事情 你可以暂时放下了 自由我们处理即可 这黑三原本想解释一下今晚所遭遇的情形 破魔八剑可不是道家的功夫 但是听到尊者的语气似乎不悦 也不敢再开口 第一声应道 弟子领法旨 去办吧 随着这句话 屋内女子的声音突然生了个音尖 声音中似乎极度的愉悦 又似乎充满了痛苦 贺一三 听到这个声音 眼内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神作 却不敢有任何表示 只当什么都没有听到 转身快步离去 女子尖叫过后 无力地浮在老喇嘛身上 会由自主地轻轻抽搐着 淡盈盈的红光 自体内飘出 如烟似雾 老喇嘛 全身生气尽脸 仿佛死人一般 唯有额前皮肤起伏跳动 发出如骨般的通通的闷响 竟震得一世皆颤 其余三个喇嘛 齐齐停了念经高宣佛号 向老喇嘛恭身施礼 老喇嘛双唇不动 低沉的声音自脑后飘出 为三所说之事 虽不重要 却也不能置之不理 破我法阵 取我圣器 便是对我叫之大侮辱 那拨人赤 你去送来雍伯文 往西方极乐世界去吧 是 上师 其中一个喇嘛 尸神实了一里 向着门口轻迈一步 便消失在了房间之中了 啊 爱丽云打了个哈欺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长长地伸了个懒腰 回头瞧了瞧墙上挂的壁中 指针已经指向了后半夜两点 不禁皱了皱眉 坐回到沙发上 随手拿起身旁的手机 按下了一号快捷键 低沉柔和的女声响起 对不起 您所呼叫的用户已经超出服务区 请稍后再播 她略有些恼火地抛下手机 抱起沙发坐垫 心里 感到有些不安 这是雍伯文的住所 自从父母过世之后 她一直独居 收拾房间之类的事情呢 向来是由爱丽云包办的 但是爱丽云 却从来没有在她的家里过夜 当然了 当事人双方对这件事情 应该是巴不得的 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呢 是爱家爸爸和爱家妈妈的 保守观念所致 两人把宝贝女儿看得死紧 生怕养了二十多年的乖女儿 一个不留神 就被雍家的坏小子给吃了 但是今天 是雍伯文公司新开的第一天 爱丽云估计肯定会有很多事情要忙 但特意向父母 请了特指 跑到雍家 来给他煲鸡汤喝 不过呢 他可没告诉雍伯文 想着呀 是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哪曾想到这个家伙 居然有夜不归宿的趋势 真是让他说不出的恼火 看到爱丽云心情不爽 原本懒洋洋地趴在沙发上 眯着眼睛看电视的黑猫棉花 立刻跳起来 一溜烟地钻到沙发底下 然后小心翼翼地看出头来 一副胆颤心惊的样子 喵 爱丽云正扯着沙发 坐垫发泄 呼听门外 一阵响动 他略一鸣神 便听门外有个清脆的女声 在嘀嘀地问 是哪把钥匙啊 宽的那把 熟悉的男生一传入耳中 爱丽云不禁怒火生疼 这男人有钱就变坏果然不假呀 大半夜居然把女人给弄回家里来了 爱丽云腾得从沙发上跳起来 翘着伤腿 连蹦带跳来到门后 房门 刚好打开 还没等他看清楚门外的情形 就听那个女生叫道 你好壮啊 跟着 两个抱在一起的人影 便栽进了门内 噗通 倒在地上 摔作一团 爱丽云定睛一看 便见戴着机车头盔的雍伯文身下 压抱着个 看起来不过十七八岁的小女生 那个小女生啊 似乎有些不太情愿 正努力挣扎着 想要从她身底下逃出来呢 这 这也太急色了吧 这门都还没进呢 就先搂上了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没见你这么奇怪呀 爱丽云这叫一个火大呀 伸手就把雍伯文从地上给拎了起来 咬着牙笑着问 雍老板 您回来了 小云姐 你怎么来了 雍伯文万没想到 这都后半夜了 还能在家里看到爱丽云 不禁大吃一惊 啊 真不好意思 我来得不巧了 打扰了你的好事 是不是啊 爱丽云 脸色已经沉了下来 不过她还是顾及到面子 没有大声 看到那个小女生站了起来 便顺手把门关好 什么 什么好事啊 雍伯文大感莫名其妙 回头看了一眼 衣衫不整的愚蠢兵 立刻醒悟 连忙解释说道 小云姐 你别误会 没等她说出口 愚蠢兵一惊 先大惊小怪地叫了起来 啊 不是吧 四色狼 你结婚了 怎么都没告诉我 爱丽云便从鼻子里 挤出一连串的冷笑 吓得雍伯文呢 冷汗都下来了 陪着笑说 小云姐 你别发火 你听我解释 于纯兵又蹦过来 打断她的话 主动伸出手 你好 雍夫人 我叫于纯兵 是死 呃 雍老百姓雇的副总经理 你就是于纯兵 爱丽云听到这个名字 便是微微一乐 她从雍伯文那里啊 听过她和这个小丫头 接触的经历 知道两人的关系 有点紧张 啊 是啊 你知道我 于纯兵啊 神经大调到了极点了 一点也没感觉出 面前这对男女之间的紧张气氛 啊 是 小文提起过你 爱丽云心里泛疑 语气放缓 松开雍伯文 想问个明白 没想到她这么一松手啊 雍伯文整个人就好像抽了筋骨一般 软软地趴在她的身上了 爱丽云这才注意到雍伯文衣衫不整 身上带着股油盐酱醋味不说 而且脸色惨白 汗水如小溪般不住地流下 顺手一摸 感觉她身上的肌肉啊 都在微微地颤里 明显是脱力的症状 一时也顾不上再纠结什么 她拈花惹草的嫌疑 赶紧扶住她 连绳追问 小温 这是怎么搞的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就算是在外边偷情 也不至于搞到这种程度吧 那得弄多少回啊 其实雍伯文呢 现在的情况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糟 她虽然被那一剑 累之脱力 但是随着愚蠢兵 在地下用土盾逃跑的过程中 她并没有花半点的力气 上楼的时候呢 又是被半拖半背上来的 此时已经恢复了些许体力了 但是看到爱丽云误会之下 气急败坏的样子 她知道一时半会儿啊 解释不清了 便索性装成身体状态非常差的样子 来扭转对方的注意力 这招礼带桃江 效果极佳 爱丽云关心之下 便顾不得再理会其他事情 雍伯文心中得意 故意连喘了几口粗气 靠在那温柔的身体上 以微弱的声音说 小雲姐 刚才 我们在公司出来的时候 遇上了埋伏了 爱丽云心里便是咯噔一下 但没急着问 先是招呼于纯兵 帮忙把人扶到沙发上躺好 给他把了把脉 这一把脉 这眉头便不仅皱了解 也不追问埋伏的事情了 而是转头对于纯兵说道 于小姐 谢谢你把小雯送回来 时间这么晚了 今晚就在这里住宿一宿吧 于纯兵 喵了喵 舒舒服服 躺在沙发上 还把脑袋 枕在爱丽云 风于大腿上 闭目养神的雍伯文 心里滴滴骂了句 嗣嗣了 然后笑着 对爱丽云说道 啊 不用客气了 今晚的事情 还得多谢庸老板呢 我晚上必须得回家住才行 要不然我老爸可就要发火了 说着掏出手机 打给家里一个电话 让人派车接他 掺着等车的功夫啊 两个女人 更确切点说应该是 两个没变成女人的女孩 以雍伯文为话头 闲聊起来 越聊越是热乎亲近 等到瑜伽的司机 按下门铃的时候 两个人已经亲热的 跟交往了几年的朋友一般 称截到妹了 这雍伯文 闭着眼睛 在一旁听得这叫一个佩服啊 怎么也想不出 人和人的关系 怎么就能发展得这么快呢 这也就是两个女人哪 这要是一男一女的话 那还不得直接就上了床啊 第三十三章 依依不舍地送走了 聊得正投机的愚蠢兵 爱丽云单脚跳回到沙发 重重地一拍雍伯文 起来吧 不用装了 爱丽云 医术通神 只是这么略微的一把脉 便已经知道 他没什么大事 刚刚那副虚弱的样子啊 多半是装出来的 但是在外人的面前的不好揭穿 便一直隐忍不发 好在刚刚跟云淳兵那一番闲聊 已经把他心底那点怀疑 妒忌都给打消了 要不然此刻就不会是打一巴掌这么简单了 庸伯文情指躲过大线 便呵呵干笑着爬起来 闲着脸 搂住爱丽云 甜言蜜语说了一大堆 把女朋友哄得高兴了 这才把晚上发生的事情 说说细细地 汇报了一番 听到爱丽云是脸色变换不定 当听到那突如其来的一剑的时候 他心里更是跟煮沸了的茶水一般 翻腾不休 看到自己的事情吓到女朋友了 庸伯文便又使出浑身解数 来去哄他 两个人呢 正情话绵绵 亲亲搂搂的当口 爱丽云的手机却响了起来 拿起来一看 正是爱家妈妈打过来的 原来是看女儿 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啊 放不下心 打电话催人来了 庸伯文趴在爱丽云的耳朵旁 低声说 你看 这么晚了 你脚上又有伤 就别回去了 要说他这种要求啊 他以前也不是没提过 但是呢 却没有一回得到同意的 但是此刻爱丽云 脸孔胀的通红 犹豫了一下 便轻轻地点了点头 哎哟 只乐得咱们的英伯文啊 洗得是嘴都合不拢了 心里面某只猖狂的小恶魔 立刻扯着嗓子大笑 哎哈哈 哎好机会啊 这种机会一定要把握住啊 捧着大棒的理智的天使 也跟着冒出来 当头给了这小恶魔一家伙 这种事情你怎么能做得出来呢 小云姐那是关心我才留下来的 你 你居然想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你 你 你可真是个前兽 小恶魔不服气了 顶嘴说道 你懂什么 女孩子同意留宿 这已经是最大的暗示了 一个男人要是连这种机会都抓不住 那可真是连前兽都不如了 那庸博文在这边胡思乱想着呢 爱丽云已经向电话那边的爱家妈妈 表明了态度了 结果惹来了一声尖叫 什么 不回来了 这估计爱家妈妈也是恋家的啊 这一声叫的是好响亮 从话筒里传出来 响彻了整个房间 把正在做挣扎的某男 和沙发底下正在偷窥的某猫 都给吓得是一哆嗦 哎呀 小文这边有点事情走不开 等明天再跟你们说好了 我挂了 爱丽云说着不理会 正在有抓狂倾向的爱家妈妈 直接关机 回过神来的庸博文 便笑嘻嘻地抱住他 我就知道小云姐啊 对我最好了 本来呢 没提到刘肃这个大问题之前呢 两个人搂搂抱抱 都是很自然随意的 但是此刻两人都各怀心思 颇有点发情期前兆的意思 被男友这么一抱 爱丽云便觉得浑身发热 手脚发软 心中是砰砰乱跳 一时竟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奋力地将对方推开 不满地说 你就会胡说八道地骗人 去洗澡吧 身上太脏了 要说这话呀 倒也不假 刚刚庸博文摸爬滚打 身上又是泥 又是灰不说 而且还有什么酱油啊 蒜泥啊 辣子 味精醋 种种调料味道 简直就好像刚从厨房里 出来一般 但是话一说出口 爱丽云便是大感后悔 这种情况下 说这种话 显然是暧昧至极啊 似乎是在做某种表示啊 雍博文也是听得一愣 心中的小恶魔 发出歇斯底里的嚎叫 看啊 看啊 小云姐在做暗示了 是男人就上啊 不要让人家把你当时太监了 理智的小天使啊 更是灰溜溜的不知道躲到哪个角落去 是 遵命 蠢蠢欲动的男人猛的跳起来三尺高 刚刚的无力啊 虚弱啊 全都跑到脑后去 大步流行就往浴室里走 刚走了没两步 他突然一拍大腿叫到 对啊 我想起来了 正在胸中小鹿乱跳的爱丽云 被他这么一诈呼 吓得差点叫出来 不解的问 想起来什么了 啊 啊 哈哈 没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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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雍伯文甘笑着说了离句 便又急急忙忙 往浴室跑 爱丽云此刻是心里乱糟糟一团 也没心思追问 那么 雍伯文到底想起什么来了 其实啊 他是突然间想到 在哪里见到过那个巨人武士了 那个巨人武士的模样 分明就是那天破阵之后 在阵眼里找到的 那个雕像的样子 区别呢 就在于 那个雕像 右手是人头 手里现在换成了佛珠了 个头放大了一些 他早在遭遇之初啊 就怀疑 这是不那个风水阵法 背后之人所为 但是回过头来一想 这个法阵就是 废墨自己布的 废墨既然已经死了 那自然不可能再来找他的晦气了 所以便没在这个方向多想 但是此刻想到这个问题 便立时意识到 这法阵 绝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个法阵 除了巨阴改命之外 还有另一个产物 鬼谷 这么多年来 破茧而出的鬼谷 显然不可能 无缘无故地 人间蒸发 费鼎心也没有提过这种事情 鬼谷在普通人看起来 那或许没什么用处 但是这个东西 对于术法界 某些邪门人士啊 用途呢 是极大 现在推测起来 或许在这阵法的背后 还有另一个人 或是一帮人 在收集这些鬼谷 以做他用 当初 那个雕像被他和刘毅 送到了法师从业协会 做鉴定 但是回头他就把这事 给忘了个干净了 直到此时 才重新又想起来 便打算明天一早 就去协会总部 看看鉴定结果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弄清敌人是何方人物 那还是很有相当必要的 现在这种关键时刻 不是想这些 乱七八糟事情的时候 所以呢 他便没有把这些想法 说出来 看着雍伯文钻进了浴室 这哗啦啦的水声 在耳旁响个不停 爱丽云的心 就是越跳越厉害 预想到某些将要发生的事情 脸上便烧得更是厉害了 坐在那里 眼睛盯着电视 但是内容却一点也没看进去 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 浴室的方向 二十多分钟之后 浴室里的水声停了下来 爱丽云也同时紧张到了极点 感觉心脏都快要 蹦到嗓子眼里面了 浑身软绵绵的没有半丝力气 整个人都要瘫到沙发上了 又等了二十分钟 雍伯文却还是没有从浴室里钻出来 爱丽云心情稍松 但是又有些担心 试探着叫了两声 小文 浴室里却没有半点回应 这一下他可坐不住了 也顾不得避嫌 拐着脚 跳到浴室门前 拍着门 小文 你洗完了没有啊 啊 女士静悄悄了 什么动静都没有 就好像里面根本没有人似的 按理云咬里咬牙轻轻一推 门没有叉 应手而开 他探头往里面张望 确见雍伯文 正一动不动地躺在浴室的缸里 双眼紧闭 仿佛失去了知觉 他心中慌乱 也顾不得其他 连忙跑到浴缸的旁边 作为医生 他自然是不会大呼小叫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 探手把脉 雍伯文的脉相平和 他再仔细一看 不禁清脆了一口 坏蛋 怎么就这么睡着了 当然了 正打算今晚变身禽兽的雍伯文 本意是不想睡的 但是奈何意志 看不过身体需要啊 那一件所消耗的精力体力 内力法力 绝不是短短这一段路途 就所能恢复得了的 只不过 当时正在逃命中 他精神是高度紧张 才勉强撑到了家里 等到洗澡的时候 诸事皆了 精神这么一放松 他便不知不觉地 沉沉地睡去了 看到雍伯文没事 爱丽云放下了心 轻轻地捏了捏她的鼻子 坏蛋 你可吓死我了 哎 你说你 什么时候才能让人省心呢 男男男 男男 seo 男男男 正睡得正香呢 显然没有察觉自己的不轨意图 爱丽云这才松了口气 回头壮胆一般死死盯着那要害之地 瞅了两眼 然后忍不住扑斥一笑 自语说道 果然比笑时候长大了好多啊 话分两头 咱们再来说咱们的主角庸大天师 庸伯文对自己此时的处境啊 感到是极为的困惑 他记得自己明明正在洗澡啊 怎么这一转眼的功夫就跑到这个地方来了呢 好在身上的衣服都是端端正正的穿着 要不然还不被人当成裸体变态了 那么庸伯文来到了哪儿呢 眼前 是一处是一处长长的回廊 曲折的不见头尾 雕梁画动 精美大气 回廊外的宽广的院落中 满是盛开的花树 雪白的小花开得正盛 一叠叠一层层 铺满了树冠 一地的纯白 宛如下了一场大雪 微风这么一浮来 满天雪点飞舞 香气四溢 真个如仙境一般 此地虽好 但终归是来得莫名其妙 雕伯文试探着喊了两嗓子 等了好一会儿 见没有人搭力回应 便信不沿着回廊 向前走去 不出片刻 走出回廊 眼前是一处不大的院落 这院落里头啊 挤满了灰袍的光头僧人 点着脚尖 向前张望 脖子都伸得老长 就仿佛许多光头鹅 被无形的手 拎住了向上提着一般 一个个是摒弃宁神 你别看这么多人 都挤在一处啊 但是却没有一点声音 打从一片光头的上方 看过去 可见一个佛堂 飞檐屋顶 露着半张匾 上面龙飞凤舞 写着三个大字 认他如何使劲啊 也看不清楚 到底写的是什么 庸伯文站着 看了我热闹 又试探着 叫了两声 但是那些和尚 却好像龙一般 没有一个人 回头看他 他正敢莫名其妙之计呢 忽觉眼前一花 再定神一瞧 哎 却发觉自己 不知怎么的 跑到人群前方来了 和尚群 与那个佛堂之间 隔了大约十步的距离 十二个满脸皱纹 白胡子老长的 黄袍的僧人 依次排开 站于众和尚 与佛堂中央的位置 全都是闭目宁神 双手和十 在那里 喃喃念诵着佛经 庸佛文不解的 骚了骚头 抬眼再看了佛堂上的 横扁 却依旧是一团模糊 那感觉就像是 在看 看A片的时候 那个关键部位 打上了 马赛克的效果 相仿 他盯着 瞅了好一会儿 终于放弃 看清楚 这个横扁的念头了 转过身 围着那十二个老僧 转了一圈 用手挨个拍了一遍 又趴在耳边 喊了一嗓子 但是这几个老和尚 却跟泥塑木偶一般 连半点反应也没有 哎呀 他是大感没趣 又不能跟这些和尚说话 转头再看那些 年纪稍轻的 灰衣和尚们 虽然也都是 何时做事 但是全都神情紧张地 盯着面前 这僧门扮演的佛堂 用博文便忍不住好奇 走到门前 探头 往里张望 佛堂 面积不大 愿没有百多平米 正中央供奉着 尊佛像 他到底认得 那是大日如来坐相 坐高 跟常人相仿 通体是黄灿灿的 竟然是黄金打造的 佛前 坐着一僧 瞧着年纪呢 不过是三十岁上下 白袍 光头 眉目娟秀 肤色是白里 透红 就跟那个女子 一般交好 他盘腿坐于 图团之上 双目威合 双手捏着串 乌黑的佛珠 膝盖上 放着光闪闪的 银质的 三股储物 口中难难念诵 但是却没有发出一点的声音 白袍僧的身前 立着四个黄袍的和尚 巨都是面色茫然 紧盯着白袍僧 那神情啊 就简直跟那个色狼 看到了光屁股的美女 一般玩 雍伯文便觉得 这白袍僧是好生眼熟 但是这一时却又想不出 在哪里见过 只是见得宝像庄严 竟然不敢走上前去拍拍摸摸 便先走到那左手 第一个黄袍僧身前 这黄袍僧是四人中年纪最大的 身材高大 足足比雍伯文高出了一个半脑袋 肤色有黑 满面求染 高鼻还眼 相貌威猛 瞧起来不像是个中国人 倒是有点像 印度人 他左手持着金刚缠杖 右手紧紧撵着佛珠 紧紧抿着嘴唇 似乎努力地装出一副 毫不在意的神情 但是他那微微前倾的身躯 却又将紧张的心情表露无遗 雍伯文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 原本也没想过 这阿三和尚会有什么反应 不想这求染僧 却突然眨了眨眼睛 满面疑惑地左右瞧了瞧 雍伯文吓了一跳 连忙往后退了一步 不想 这一步踩在了左侧 第二个黄袍僧的脚上 这第二个黄袍僧 五十岁出头的样子 汗下三缕长然 柔顺光滑 满面斯文气质 这要不是穿了黄袍 且剃了个大光头啊 那看起来更像是 饱读诗书的文人默客 他左手拖着个光溜溜的闪亮的木鱼 右手拿锤 虽然站在那里 但是目光犹豫不定 显然是在走神 雍伯文这一脚踩上他 便一咧嘴 好险没叫出声 左右瞧了瞧 目光没在罪魁祸首的身上停 却落到了中间那白袍僧的身上 脸上涌起一丝愧色 连忙 明神站好 雍伯文站稳了身子 对刚才发生的事情不禁大感好奇 重新又走到求冉僧面前 使劲的挥手 但是这回求冉僧却是半点反应也没有了 他挠了挠头 走到了长须僧跟前 对着他的右脚又猛踩了一下 但是长须僧恍如未决 难道刚才只是粗巧 雍伯文不禁吃饭糊涂 想了想又走到第三个僧的面前 此僧 瞧起来也不过是四十几岁的年纪 但是满面的风霜 弓腰驼背 满是老茧的双手捧着三秒母驼 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 瞅着白袍僧 虽然面无表情 但是眼中满是毫不掩饰的敬爱之色 这三秒母驼呀 是转经轮一类的法器 这个东西呢 活像个小孩玩的那个波浪鼓 是由两个用朱砂 写着许多凡字的圆形的木块 叠在一起而成 咱们的庸大天师啊 不识此物 还在心里之嘀咕 你说这老和尚年纪一大把 居然还玩波浪鼓 难不成修佛修得反老还童呢 不成 用博文先挥手再踩脚 驼背僧都没有半点反应 便忍不住伸手拍了拍 他的肩膀 驼背僧 力手浑身一颤 整个人仿佛变成了 叙事待发的野兽 浑身上下充满了 可怕的肃然之气 哎呦 用博文吓得一缩脖子 不敢在他面前停留 两步跑到第四个人的身前